林婉哥这姑娘说起来真不错 把我从酒馆弄回来之后 伺候我半夜 并且做好了吃的 一直等到凌晨 她见我没事了 于是回卧室睡了两小时 早上七点起来 下楼买了热奶和面包 叫我起来吃 这让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可想说什么 她却是外冷内热的女人 不喜欢听什么好听话 我要刻意奉承 往往会吃个闭门羹 摸准了她的脾气 也就啥也不说了 吃过早点 她开车带我去了协会 探险协会摘牌了 又换上了登山运动协会的牌子 我们就简称登运会 协会所处位置并不繁华 只有两间门面 目前加上我 一共有三个员工 其中有个员工我是认识的 就是童魏魏 自从千冠山回来后 就辞去公司这份工作 跟着林婉哥混了 另一个员工是个40多岁的男人 协会唯一一个专业领队的 人称老驴 因为是老驴友了 徐州登山爱好者 没有不认识他的 所以送了他这么一个外号 登运会内容其实挺简单 就是负责组织 爱好登山运动人士 去郊外爬山野游 既开阔心情 又锻炼身体 尤其受到白领们的青睐 在如今这节奏快压力大的城市里 很多人由于不懂自身调节 处于亚健康状态 并且不少人得了抑郁症 出去爬爬山 让心情得到放松 很有助于心理上的调节 并且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 徐州向外的山都不高 一天来回 钞票就这么轻松到手 一周之内至少三天有生意 每天至少发两个团 老驴带一个 林婉哥带一个 有时候分成仨团时 童未未都顶上去了 所以他目前确实需要 有爬山经验的领队 今天这好是周六 也正是每周必发团的日子 我一是被发了一套登山装备 还有一个领队牌套上脖子 带着秘书童未未和队伍 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初次带队 虽然对地形不熟 但有童秘书指点 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最终出色的完成任务 让林老板非常满意 其实啥出色 去的那些人很多都是老驴友了 只有少数几个是新人 带这种队伍 简直闭着眼睛都能带好 今天发了三个团 我又是第一天上班 林婉哥一高兴 带着我们撒员工去吃烧烤 老驴这家伙人看似挺老实 其实是个能说会道 幽默风趣的男人 跟他在一块 半点都感觉不到居住 他总是有很多话题 并且不搞笑的事 从他嘴里说出来 往往都能让人笑喷 这不 童伟伟已经笑喷三回 都把刚喝到嘴里的啤酒 吐到林桌上了 林婉哥却始终面沉似水 不为作动 倒是我说了句话 让他笑了 我昨晚吐酒的时候 脑袋是马桶里了吗 他笑着说道 差点被水冲进去 说完这句 他手机响起铃声 接起来听了下后 双眉紧紧皱在一块 脸上神色特别阴陈 我去见个朋友 你们慢慢喝 我很快就回来 老驴还正逗得 同位被前仰后喝 两人点点头继续说起来 我见他神色不对 跟着出去问 需不需要陪他一块去 他歪头看着我两脚 最后点头说 你跟我来吧 这条街上基本上 全是烧烤摊位 唯独其中 夹着一座酒楼 虽不是很豪华 但也不是普通人消费的地儿 林婉哥带着我进了大厅 让服务员带路上了二楼 进入一个包厢 屋里酒桌非常大 足够能容下二十人 可却只坐了仨男的 显得非常空旷 一个戴墨镜留平头的男子 居中而坐 看上去也就三十来岁 坐在两侧的男人 满脸凶神恶杀的神色 一看就不是好娘 我心说 大半夜戴墨镜 也算是一个奇葩呀 租来的 不过看这家伙气势挺大 像是个人物 林婉哥进门就坐在了对面 一副极为镇定的姿态 我跟着坐他旁边 只听林婉哥语气冰冷地说 楚先生 从清关山回来 我就已经和你说清楚了 并且有几人作证 你为什么还找我麻烦 我心头一动 心说这人姓楚 莫非是楚一帆弟弟 不对啊 楚一帆是公司老板 名字肯定人人知晓 不会以真名 会在员工中 寻找乐趣 那么这人是谁 那人有点刘气的笑道 哎呦 没想到 你找了个小白脸当保镖 怎么着 怕我吃着你啊 我告诉你啊 不管有多少人作证 我都不相信 我哥死得不明不白的 还有 他要找那件东西 这些 我都得搞个水落石出 你老实说吧 东西是不是在你手上 如果乖乖交出来 我最多让你滚出西州 不会让你太过难堪 你要跟我耍花招的话 你知道我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吗 一听这话 确定这小子还真是楚一帆的弟弟 似乎他也知道哥哥在找了杜王破用 但这次探险行动出事不力 楚一帆命丧激安慕 永远回不来了 他看上去对哥哥的死并不伤心 而在乎的是那件宝贝 林晚哥冷笑一声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你哥哥的死属于意外 你说那件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今天带一个新员工过来 并不是为了保护我 我林晚哥还没到有任何人保护的地步 只是他出来徐州 你这样的大老板请客吃饭 我是让他来开开眼界的 我瞬间就明白这牛的意思 因为杜王破用是被我拿走的 同卫卫江华 欧阳建兵和古林都知道 只是包不住火的 迟早有一天会有人说出来 而此刻我又突然跑来徐州 所以这件事不能瞒着我 带我来酒楼 是为了让我认清楚楚一帆的弟弟 以后多加防范 楚一帆弟弟冷哼一声骂道 哼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你不就是个贱婊子吗 老子动根小手指 就能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 林晚哥立刻眼中喷出怒火 这就要发作了 我伸手在桌子底下按住他的手 跟对方说 你要找的是不是杜王破忧啊 楚一帆弟弟当即了 随即脸上涌起了一股阴险的笑意 你知道这东西在哪 我点了点头 当然因为这东西被我拿走了 此话一出 不但对方赞人万分惊讶 连林晚哥都醋饿不已 赵梅道 你胡说什么 我很淡定地说 我没胡说 要拿东西冲我来 跟林晚哥无关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楚一帆弟弟不是个便宜活 岂能轻易相信我 嗤之以鼻地说 我知道 你是想当护花使者 替主子把所有事揽下来 你呀 不够这资格 你如果再胡说八道一句 我就让你永远放不出品 话音未落 坐在他两侧的人 各自拔出一只手枪 拍在了桌子上 这他大碍的 够嚣张的 敢公然亮出围禁枪支 林晚哥狠狠瞪我一眼 你再乱说话 明天就开除你 滚出去找 我这会儿压根不在乎生死 反而觉得 死可能会是一种解脱 能在死之前 帮林晚哥揽下这个麻烦 也算值得 我没理会林晚哥 而是继续盯着楚一帆弟弟说 信不信有你 不过 你既然想知道这东西 那么也应该清楚 用来做什么的 如果所料不错 是想打开阴王墓的吧 林晚哥满脸疑惑地望着我 看样子是首次听到 阴王墓这三个字 而楚一帆却全身一震 手上夹着的雪架 忽然掉落下去 他竟然毫没发觉 他呆呆地 看了我一大会儿功夫 才镇定下来 脸上露出一次笑容说 啊 看来兄弟 你不是来搅拘的 那咱们就不必绕圈子了 你告诉我 这东西现在在何处 我往后靠在椅背上说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了 这小子一瞪眼 满脸都不爽 好 那我就告诉你吧 不过我挺口渴的 来了这么大会儿 怎么没见到啤酒啊 我皱皱眉头 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 厨一帆弟弟忍着气 跟左边那人使个眼色 这家伙马上跑出去 要了啤酒 服务员给每个人 都倒了一杯 我喝了一口 虽然不知道啥牌子的 但觉得口感特别好 比自己经常喝的 几块钱的啤酒 高简直不是一个档次 那小子有点不耐烦了 说吧 等说完后 我让你喝个痛快 急什么 我还没解渴呢 来 林老板 我敬你一杯 我端起酒杯 跟林婉哥说 林婉哥玩耳一笑 他也不知道 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于是跟我碰杯后 一口气喝干了 我用手抹了抹 嘴上的酒磨 跟那小子笑道 渡王破忧 已经被我带进了鹰王墓 现在还在墓室门外放着 波丹只是渡王破忧 还有鬼车铜壶 红蓝绿白四块骨鱼 还有金葵和赤龙班子 我说到这儿 这小子已经目瞪口呆 眼中满是垂涎欲滴的神色 我心里冷笑两声 接着往下说 凡是对鹰王墓有研究的都知道 打开墓室门 必须这几件东西组合在一起 才能产生不可预知的神奇力量 楚先生想必对此也很有研究吧 一听就知道 我是不是在乱讲的 那小子都听乳迷了 盲说道 对对对 你说得不错 必须要几种东西的组合 才能产生打开墓门的钥匙 你是怎么得到其他物件的 是不是尽管不是了 说话的同时 神色显得颇为紧张 我叹了口气说 唉 那几件东西 可以说是误打误撞着的 可就在进墓室的时候 出了意外 我又倒上了一杯酒 一口气喝光 咋吧咋吧嘴 真好喝呀 出什么意外了 那小子伸长了脖子 林婉哥偷偷摆了我一眼 又笑了 似乎在说 你就瞎摆火吧 我正惊微作 很严肃地跟那小子说 楚先生 你想必也听过很多盗墓故事了 很多因为财宝自相残杀 即便是亲兄弟亲爷俩 那也下得了黑手 我们这次 就是出了这个意外 有两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为了独吞墓室里的宝藏 打开墓室门之前 按钟下毒手 害死俩人不说 还无意间引爆了液体炸弹 林婉哥差点没晕倒 扭过头用力憋住笑 我知道 我越编越离谱了 不过 这瞎话还是挺有技术含量的 要知道 现在随着科技发达 盗墓贼对付大点的古墓 特别像帝王领悟 必须用炸药 这些都是林玉琪讲的 炸药当然选择液体 能够配合出一种无声炸药 不但避免被人听到声音 还能按照自己设计 打出一条空间足够的倒洞 不会破坏古墓结构 也不会损坏墓里的任何东西 然后呢 那小子迫不及待地问 我摸着下巴继续瞎边倒 你想 在古墓里放炸药 他妈的 机梁又大 把墓室门炸塌了 引出连锁反应 整个隧道坍塌 把我们堵在外边了 杜王破幼这一言东西的组合体 也被埋在下边了 为此几个人发生内讧 自想残杀 我也是侥幸逃了出来 这才跑到徐州 投奔林老板 找份工作糊口 你不是骗我的吧 这小子听完后 回过份来了 我一脸正经地说 我骗你做什么 嬴汪墓就在龙家沟小金山底部 我们几个人死得死得伤得伤 没人敢进入才找回东西了 即便是想找 以我们的彩礼 想从乱石底下扒出来 根本做不到 诶 楚先生 你这么有钱 不妨去试试 嬴王墓室还没打开 就是外边隧道被破坏了 只要挖出杜王破幼的组合体 一定能够打开墓室大门 说完之后 我心想 你顶多能挖出杜王破幼 再往里挖 就是废墟了 弄把灰带回来 也不算空手而归 这小子站起身说 好 我就算相信你一次 明天你带路 咱们去龙家沟试试看 龙家沟在什么地方 你他大矮的 搞了半天 你连银王墓在哪儿都不知道 还琢磨里面宝藏呢 我威威一笑说 龙家沟在湖南安人县境内 你们自己去吧 那个地方 我实在不敢再踏上一步 不过 我会给你们一份地形图 看在你请我喝酒的份上 这份图纸 我分文不取 但有个条件 以后别再找林老板麻烦了 说着我也站了起来 这小子也不是没脑子的人 像敢于去到 龙王墓这种大型陵墓的 就不是普通之辈 如果强行逼迫我带路 翻脸后 他怕也占不到便宜 并且我答应的地形图也泡烫了 这小子点头 冷笑道 明天我派人去你那儿拿图纸 这段时间 你最好别离开徐州市 否则 别怪我手下无情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从酒楼出来 走回到我们那个烧烤摊位时 林晚哥终于憋不住笑的 前仰后合 我从来没见过 他还是会笑得这么放纵 那真好比看到了外星人一样 让我诧异无比 我挠着头问 有啥好笑的 不就是为了安全脱身 编了几句瞎话吗 林晚哥收起笑容 看看左右没人为管 这才安心了 他摆了我一眼 突然又忍不住笑起来 捂着嘴说 在鸡弯幕里 你给我的感觉是成熟稳重 成是厚荡 可是没想到 你刚才骗姓楚的 说出这番谎话 让我觉得你还有另一面 挺贼的 我一想到你能把人精一样的 楚精良骗到 我就觉得太好笑了 我贼吗 贼也是在敌人面前 表现出的一种战术 总不能跟对方撕破脸 挨他们两枪吧 我善小道 他不是就是为了赌王破忧吗 也不算是骗他 去了有很大距离找到呢 只不过银弯幕完全塌陷了 所有东西复之一具 宝藏是没有了 他找到赌王破忧 那么以后就不会查了咱们不放了 谢谢你的帮忙 不过 咱们还要时刻提防此人 如果情况不妙 那就得离开徐州 去别的城市发展了 林婉哥忽然沉下脸了 神色变得极其严肃 我笑道 我应该谢你才对 你为了不让他们找我麻烦 给自己增添了这么多烦恼 林婉哥抬头看着夜空说 没有你的帮忙 我们几个人根本不可能 从银弯幕活得出来 我做的这点算什么 同卫卫他们几个人 也都义无反顾地 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谁知 你今天还是自己说破了 楚经良这个人 不比他哥哥为人低调 喜欢出风头 与黑白两道都有深交 我们必须警惕点 我摇头说 我怕的是他哥哥那种人 像他这种喜欢明刀明枪干的 我反倒是无所畏惧了 嗯 那也要小心为好 咱们回去继续喝酒吧 他们俩肯定等急了 林婉哥对我好的有点过头 这样老驴似乎有点吃醋 尽管这家伙有了老婆孩子 但男人的花花肠子 我还不了解嘛 吃着锅里瞧着碗里 即便是一厢情愿 那也容不得别人 把自己的地盘抢走了 我们回去后 这家伙跟我叫上劲了 不住地碰酒 我是来者不拒 结果我们俩一人 喝了一箱多啤酒 要不是林婉哥最后拦住 我们俩可能还能再喝一箱 说也奇怪 今晚喝了这么多啤酒 只觉得头上晕乎乎的 却没半点嘴硬 跟着林婉哥回到他的住处 我依旧住那间次卧 躺在床上后又失眠了 有人陪我喝酒聊天时 心里不会想太多 可独自安静下来 林雨昕的影子又浮上了心头 睡不着了 急身走到窗前 就在这儿站了一夜 直到天亮后 林婉哥叫我吃饭 他见我双眼布满血丝 就知道 我肯定没睡觉 也不多说什么 催着我赶紧吃完饭 还有三个团要出发 我们吃过早餐刚要出门 储精良派人来了 我也早准备好了地形图 还有 那张记载各种物品组装的牛皮券 都在我身上 一并给了它 这两样东西 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 绝对造不了假 他看到后 绝对会相信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人拿了东西临走前 跟我甩下几句话 叫我一个月之内 不许离开徐州半步 否则 必会遭到追杀 我心说 我干嘛要离开这儿 死都不怕 还怕储精良这孙子 虽然这两天都没怎么睡觉 但犯困的时候 闭目修炼一下福气 很快就会恢复精神 今天带团这任务 还是圆满完成了 老驴这家伙 昨晚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要把我的新人灌醉 今天起不了床 耽误了工作 可是见我今天啥事没有 看得出心里很不爽 但这家伙 表面却很热情 说今天他做东 请我的新人吃顿饭 童魏魏一听又有人请客 高兴得不得了 林婉哥是看在眼里 心里跟明镜似的 却什么都不说 我看他是有意让我多与人交流 哪怕是跟老驴暗中较劲 那也转移了注意力 胜过一个人闷在屋子里 虚声叹气的好 明天是周一 假期结束后基本没了生意 恰好明天也没团 我们俩就可劲地叫起了酒量 俩人又是一人喝了一香 上厕所那就跟小二跑堂似的停不住了 我这次上完厕所正在洗手 就看到有两个妞说着话从厕所里走出来 靠 这俩妞我认识 就是请她们吃饭那两个 其中有个妞眼睛长得特别像林雨昕 这儿的客人多 他们也没注意到我 从身边说着话过去 两人嘀嘀咕咕地压低了声音 显得很神秘 我于是提起一口福气 凝神倾听 刚好听到一句话 这几天我感觉不对劲啊 都来了十多天了 还是没完 并且晚上睡觉总做噩梦 这也是那个眼睛像林雨昕的女儿说的 我侧头仔细一瞧 在灯光下 只见她眉心黑起笼罩 气色也非常憔悴 我不由稀口凉气 这个三八身上 邪气很重啊 一般印堂有点发暗 那就了不得了 她这情况都到了笼罩的地步 我看今晚她随时都会挂掉 不过这俩妞儿不是啥好鸟 她们接受陌生男人请客吃饭 已经够出格了 并且还把我当作冤大头 点了那么多财 最后又诬陷我是流氓 算了 各有各的命 我就不得管闲事了 想到这儿 本来要回座位 这时 听到另一个说 那就去销魂事试试 上次咱们跟楚总 玩双飞的时候 他不是带我们去的一个房间 惦记下真他妈爽 半个月不睡觉都感觉精神 我一听心里更恶心了 这什么破鞋 居然跟一个男人玩双飞 说的时候毫无羞耻 我正要离开 另一个妞正好转头看向我 靠 但眉心黑气比同伴更重 都能用浓烟滚滚来形容了 向林雨昕眼睛那个女孩小声说 听说楚总出眼门了 咱们进不去 我心头一动 他们说的楚总 不会是楚精良吧 另一个笑道 拿钥匙那小弟 我早勾得上了 今晚咱们陪他玩一下 不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可是人家身上还有吗 怕什么 我一个人对付他 走了 两个三八快步走向街口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 居然心里感觉特别恶心 但这件事牵扯上了楚精良 让我特别上心 心说那个销魂事是咋回事啊 不会是他们进过那个房间后 才会染上邪气的吧 如果是这样 凭他们中邪这么严重 还没死的情况来说 死后一定会化为厉鬼 那要祸害不少人的 不行 我得跟着过去瞧个明白 可能是酒喝多了 脑子里一冲动 转身跟着他们俩去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当时由于喝了一箱啤酒 那是12瓶的 自以为还挺清醒 其实已经醉了 都没给林万哥打电话 直接跟着这俩女人走了 见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也拦住一辆 跟前面的车在室内逗个圈子 最后停到了一座大厦前面 那俩女人下车进了大厦 我下车是犯愁了 身上没带钱 仅有的一百多块钱 第一天在酒馆被掏走了 我忽然灵机一动 拿出领队牌 在司机面前晃了晃 迅速收回来 我是警察 今天出来办案 忘了带钱 我记住你车牌号码了 明天把钱送给你 说着 推车门下去 司机敲软道 卧槽 你这种老土的办法 不知道多少人用过了 不管是谁 市长来了 也得现金结账 我见那俩女的 已经进了大厦地弄门 唯恐跟丢了他们 于是把领队牌 往司机手里一塞 明天你到上面立纸 找我拿钱 掉头就走了 你等等 司机还在叫喊 我早冲上大厦台阶 来到门口 这座大厦从外面看 就是一座商业写字楼 应该是储精良公司 楼上有不少窗口亮着灯 估计都是加班族 正在为了生计 不分日夜的奋战 晚上有人加班 大门便没上锁 但里面有保安执勤 我刚进门 就被一个保安拦住了 这么晚你找谁啊 我转转眼珠说 我是电脑维修工 你们这儿有台电脑坏了 活挺急的 让我这会儿过来维修的 保安见我满脸酒气 有点不幸 周梅说 谁给你打电话了 你让他想来接你 他叫储精良 出远门了 让我直接上五楼修电脑 这不正喝得高兴呢 我还不愿意来呢 要不能进去 我就回去了 我来了个以退为进 说着就要转身出去 储总让你来的 别走别走 上去吧 储精良这孙子 从面向上看 属于暴君 保安一听是他找的人 哪敢阻拦 啥也不问了 把我放了过去 可是我来到电梯前 又犯愁了 这俩三八去了几楼啊 不过 晃了晃脑袋 酒意清醒了几分 发现电梯按键上 十八楼亮着 说明是他们刚才上去后 电梯还停留在这个楼层 我于是乘坐电梯上的十八楼 出来后发现这个楼层 不像是办公场所 倒像是个休闲娱乐的地方 里面有五池 酒吧客厅 以及转过一个弯曲的走廊 出现了游泳馆 到处装修得十分奢华 看得我眼花缭乱 可是灯光都亮着 却看不到人影 我心说 楚经梁这孙子真会享受 下面的员工累死累活的加班干活 他倒是搞了这么一个 奢侈豪华的修行场所 来供自己言论 要说这人呢 是不能比的 不是有那句话吗 人比人该死 货比货该扔 他大爱的 我是不得扔了 绕游泳场兜个圈子 我又回到前面客厅里 看到往左 还有条走廊 灯光有点低啊 到底是喝酒了 刚才没看到 当下进了这条走廊 马上就听到 从房间里传出一阵 特别放荡的女人的笑声 我心说就是这儿了 那两三八一定在里面 走廊两侧有不少房间 都贴着牌 什么棋牌室 电玩室 保健室 休息室 笑声是从休息室里传出来的 而走廊尽头那间屋门上 却没贴牌 我念手念脚的 来到休息室门外 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偷听 别急嘛 小燕燕今天大姨妈来了 不能脱光 不过我保证 我们两个会让你爽死 来嘛来嘛 小瑶瑶 小燕燕 让我爽死吧 一个男人特别恶心地叫着 让我有种想吐的冲动 你先别这么好劫 我想在进那个屋子里 被惦记一下 南哥 你就答应了吧 以后你真想要 我们保证随脚随到 不会让楚总知道的 这个什么叫小瑶瑶的 真他们会发点 我听了鼓头都快速了 好吧 这件事一定要绝对保密 我先关了监控 免得让楚总回来发现了 好了 咱们过去吧 此刻听到了脚步声 我在退回走廊外 已经来不及了 迅速冲到对过那间电玩室门口 转动一下门锁 居然开了 我麻利地闪身进门 刚好把门关上 听到对面房门打开的声音 仨人说着让人脸红又非常恶心的话语 一路往走廊尽头去了 我轻轻打开房门 探头看了一眼 他们果然走到走廊尽头那间房门外 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 拿钥匙把房门打开 俩三八像两条美女蛇一般 缠在这家伙身上 又琴又摸地进了房间 随即门被关上了 静等一会儿不见他们再出来 我于是撞着胆子走出房门 猫着腰溜过去 心说他没有找电 那真是如同犯件的 这有什么设备能电得他们愈先愈死的 都称作是销魂式 会不会是一种变相的毒品呢 心里这么想着 把耳朵贴上房门 直听里面响起了一阵嘟嘟声 跟着 有个特别甜腻的女人声音说道 密码正确 灵魂不对 眼球不对 指纹不对 对不起 你们无权进入销魂式 这是电子声音 原来里面还有一道关口 需要验证各种特征 才会打开销魂式的大门 只不过 这还要验证灵魂 安保措施做得够牛逼啊 可是我想不通 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能验证灵魂的电磁设备 那个南哥说 我都说过了 咱不一定能进得去 还是回去吧 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很想进去 南哥 他大爱的 这小夭夭的声音真够浪的 换我是南哥 也不一定招架得住 要不你们两个试试 进不去 咱们就回休息室 我待会儿玩个游戏 保护仍让你们喜欢 南哥笑得十分淫荡 小夭夭说了声好 沉寂片刻后 电子声音又响起来 密码正确 灵魂可与库内匹配 眼球不对 指纹不对 恭喜你 允许你进入小魂室 停留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过后 马上出来 否则 你将永远出不去了 嗯 我可以进去了 小夭夭兴奋地大声叫起来 我挺纳闷的 灵魂与库内匹配什么意思 这好像不用密码 眼球和指纹 也能进去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小夭夭获得允许 进入销魂室的资格后 小艳影也测试了下 居然灵魂也与库内匹配 跟小夭夭一样 都获准进入了机会 我心头一动 从他们俩印堂黑气上看 难道这俩人灵魂上 富有的邪气 与销魂室内的邪碎相匹配 要这么说的话 那屋子就是个鬼屋啊 这俩三八能进去了 但南哥却始终不被放行 听到俩三八进去后 这家伙气得破口大骂 那他妈的 什么破东西 放两个剑表子进去 我他妈就没资格 请你嘴巴放干净些 主人不在 你擅自带人闯入 已经有罪 还敢骂人 现在就让你进出师道 电子声音又诡异响起 显得挺愤怒的 呃别别别 我刚才不是骂你 呃 这家伙还没说完 就惨叫一声 只听咣当一下 似乎打开了什么口子 把他吞了进去 惨叫声随即消失 我不由吃了一惊 厨师道是什么地方 这小子怎么这么害怕 忽然间 我就想明白了 那不是厨师 是储师吧 我的天哪 如果真如我所猜 里面还有储藏尸体的地方 那储师兄弟 肯定害死了不少人 越想越心情 姓储的两个禽兽 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个销魂事又是怎么回事 琢磨一会儿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心说这家伙是 储精良的小弟 坏事肯定没少干 救他不救 还有那俩三八 虽然他们暂时没危险 但以后 必定会死得很惨 说不定会化为 比厉鬼都凶猛的恶灵 要是看在 他们所作所为上 那是不值得去救的 可这仨人死后 搞不好 会祸害更多人 我不能眼睁睁 坐视不理啊 年纪此处 便打定主意 要救这仨人 伸手推了推门 他们进去后 竟然没锁 一下就推开了 里面是个 八角菱形的巨大房屋 灯光非常低啊 给人一种 阴森诡异的感觉 屋子正中 又修建了一个 圆形套房 占据了整个空间 一半的面积 看来 这就是小混事了 我打量这房间造型 心想 八角菱形的布置 应该是按照 九宫八卦 和八门的位置 来设计的 中间这座圆形套房 坐落在 中宫土味 科技底气 立于鬼顿 套房内 或许真有邪髓 虽然立于鬼顿 但八门环绕 又形成了一个 死囚木牢的格局 把套房牢牢困住 即便里面有鬼鞋 那也跑不出来 看了半天 储师倒在哪儿 也没瞧见 套房外是一圈 圆形空间形成的走廊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我绕了一圈 最后回到套房 正前方的门口前 这个门与电梯门形状相似 两扇钢铁材质的门板 看样子 能够向两边伸缩 门左侧上 有个密码盘 以及上面鼓起了一个 凹凸镜式的歪 那应该是测试什么灵魂 眼球的摄像头了 密码按键上 就能测试出指纹 对不对 我伸手刚好按键 但又收了回来 从包里摸了摸 所有的驱邪东西 包括艾拉浮游 都在银王墓报销 不过 却摸出了 风装燕雪 那个塑料袋 里面还有一点干涸的血迹 我忙打开 用手指沾了点唾沫 将血迹融开 抹在了额头上 并且在舌下喝了点 至此 艾雪再也没了 我有点不舍地 把塑料袋丢掉 然后伸手 在密码盘上一通乱按 密码错误 灵魂不对 眼球不对 指纹不对 发现有外人闯入 紧急闭门 打开处事到 电子声显得十分急促 好像电影里演的 某种军事基地 遭到了攻击 发出的警报 听得我头皮发麻 喀拉一声响 房门好像被锁死了 跟着脚下一空 他大爷的 原来处事到 就在门口地面之上 这儿打开了两块地板砖 让我猝不及放下 整个人掉落下去 在洞口没合上之前 借着灯光 看到下面是个 四方形的 钢铁竖井通道 大约有 一米五的宽度和长度 即便是小胖掉下来 也能长通无阻 随即洞口合住 眼前陷入一团漆黑 四壁又是不锈钢铁皮 非常光滑 我拿手脚撑了下 没能阻止瞎坠的势头 但这条通道并不是很深 大概也就三米的事 因为这是大楼 不是山腹之中 建筑面积都是钱呢 幸亏我手脚撑开 落在底部后没摔倒 平稳地站在地面上了 可还没来得及去摸四周情况 脚下一阵快速移动 把我扯倒下来 下面似乎是一条机械传送带 载着我往前去了 我刚坐起身 蹬的一声 整个人撞在一面钢板上 随即传送带停止下来 检测有重量 有体温 有心跳 处十二号检测不到灵魂 不能确定是何种物体 处十门不打开 我顿时松了口气 这玩意竟然是电子设备 结合某种神秘鬼鞋 作为检测仪器 检测到我有生命体征 却查不到我灵魂在那 烟血风筑灵窍 这玩意儿威力是十分大的 别说鬼鞋 我看鬼差来了 都不会找到我魂在那 幸好检测不到灵魂 这玩意儿就出错了 没把我吞进去 心里想着同时 伸手在前面钢板上摸了摸 也是不锈钢铁皮 中间有条封信 这也是审索门 里面指不定是啥情况 以我推测 八成里面有粽子 正在研究里面有啥东西是 只听从门缝里 传来微弱的呼救声 我一找没 心说是那个男哥吧 目前这情形 他是非救不可 只有他才知道 怎么逃出这个地下囚笼 我于是在包里摸了一把 出奇地找到一把施工锥 锥饼没了 但锥身保持得挺完好 看来在古墓里 消灭一切法器时 也不是十分彻底 拔出石工锥 将刃间插入钢铁门锋 用力地一点点撬了开来 撬开一尺度宽的时候 只听男哥在里面 撕声轻叫 救我 救我 他一只手探出来 正好握住我的手腕 不过 这手特别地冰冷 寒意直透骨髓 我被冰的全身打个冷颤 心说 这不是他的手 好像是只死人手吧 我轮起石工锥 在这爪子上拍了几下 他便缩了回去 谁知不过片刻 涌出了一大片冰冷的手掌 攥住了我的两条手臂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不用猜了 肯定是处尸道内 储藏的尸体 不是养成了僵尸 就是发生了失变 我这会儿想轮石工锥 可是两手被牢牢攥住 根本动不了 我不禁特别郁闷 灵翘上风了咽雪的 怎么会被这些玩意儿 闻到生人气息的 转念一想 也就明白了其中蹊跷 这些死玩意儿被关在里面 无时无刻不想爬出来 正好我撬开铁门 他们各个探手往外爬 正好抓到我的手臂 想明这个原因 急忙往前探头 他们闻到我眉心上的 咽雪气味后 煞时间 这些爪子纷纷松开 往后缩回了 看来这一点点咽雪 还是挺有威力的 我当即拿出手机 按两屏幕 冲着门缝里叫道 你在哪儿啊 能不能自己爬出来 我把门打开了 屏幕上亮起光后 首先看到门缝之中 爬满了死尸 有男有女 一张张灰白的死人脸孔 和一只只伸过来的死人爪子 那画面简直诡异到家了 我饶时见过不少大场面 这种情形 还是看得我心底冒凉起 脊背上不住的起鸡皮疙瘩 男哥就在屋内身处 被一群死尸扯住 拼命地挣扎 这些玩意儿似乎没变僵尸 因为尸变和僵尸 是有很大区别的 尸变只不过是死尸 产生的一种异别 受到某种因素 激活了身体细胞 跟僵尸一样 能够爬动和跳行 但它们只是 条件反射下的作用 并没有僵尸那种 咬人的概念 所以 尽管拉住了男哥 却没一个下嘴去咬的 换上僵尸就不同了 早把你身上血液洗光了 这一小子一看到外面有人 扯着嗓子大叫 快来救我 救救我 看样子他自己是爬不出来了 我于是挤进门缝 蹲下身子往前探着脑袋 一边轮着石宫锥 让这些死尸 波浪般地往两侧退开 我迅速冲到跟前 用石宫锥 把那些手爪全都打开 拉着这小子快速跑回去 刚好我们俩挤出来 那些死尸 又追到了屁股后头 也恰在这个时候 又响起了嘟嘟警报声 两道钢铁门插得合住 夹住不少死尸手爪 但这铁门边缘狭窄锋利 用了一盒 将那些手爪全部切断 掉落在门外 一堆死人断手 看得我心惊胆战 鸡皮疙瘩掉落一地 我待了片刻 见南哥正扶着墙不住的喘气 整张脸吓得没半点血色 我于是问他 怎么才能出去 我边说 边又按亮了手电筒 往四周照射 这儿地方挺小 也就像电梯井那么大 前面是杵石间 里面空间倒是不小 应该是杵石间占据了大量面积 通道就响得非常可怜 我不知道啊 我在这儿干了七八年 头一次听说还有个杵石道 这小子话没说完 只听嘟嘟声又响起 门外有声人气息 打开舱门 打开舱门 叉的一声 铁门打开了 并且脚下的传送带滚动起来 我们俩随之往门内快速移动 我左手推住门框 右手扯住了南哥 大声跟他叫道 电源在哪儿 这小子还挺激烈 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 对准滚动左侧的一个凹洞 连开两枪 噼里啪啦闪烁出一片火花 铁门插得合上 传送带也停止了 他喘着气说 电闸箱一般就在这个位置 看来老子梦对了 我心说你别高兴太早 电子设备虽然瘫痪 但里面还有阴灵在控制 踏实看不到我 你小子绝对躲不开 我忙又问他 你好好想想 大楼建筑之间 是不是有通风道之类的通道 一语点醒梦中人 这小子马上抬头 看向凹洞内的顶部说 肯定有 咱们来这边试试 你给我打人体 他钻进凹洞内 我蹲下身子抱着他双腿 把他举了上去 他猝不及防叫了两声 你这劲挺大的 差点没让我撞了头 说着话 他伸手在顶部摸了摸 说这有个通风口 但赵子用螺丝钉 打得很死 我没好气的说 你手上不是有枪吗 这小子马上醒悟 对对对 我刚才吓迷糊了 我忘了还有枪 他往下稍稍矮身 对着通风找连开几枪 顿时 赵子碎裂成几片掉落下来 他首先爬进通风口内 回头把我拉下来 两人一前一后 沿着狭隘的管道 往前爬过去 他在前面跟我说 幸好前几天陪着修理工 进过管道 直到通风系统都走向 18楼已经是顶层 前面会有个交叉口 然后管道会通往 楼顶的排风口 而管道壁上 有可攀抓的凸起雾 我们能够爬上去 大约往前爬了30多米 算计着 应该到了圆形套房的底部下面 忽然上头微微震惨了下 南哥这小子也没在意 继续往前爬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好好的 哪来的震动感 我停下来正思索之际 听到南哥在前面 轻微地发出一声声音 爬在那一动不动了 我急忙拿手机灯光 往前照射 由于这管道太过狭窄 南哥几乎将整个空间都塞满了 隐约从放隙中 看到前面似乎有白影挡住了去路 我心说那是什么玩意儿 不会是死鬼吧 心里想着 伸手推了推南哥的脚板 感觉这小子腿有点僵硬 半点反应都没有 我心叫不好 看情形是挂了 前面的白影绝不是豪鸟 我关了灯光 连带手机影评也熄灭掉 眼前立刻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在死寂的黑暗里 静等了大约一分钟 不见有任何动静 我心说 不管前面是什么东西 总得想办法出去 可南哥把出路堵死 推着往前走 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往后退既不知道路线 又转不过身子 推着往后爬 那就更困难了 琢磨片刻 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可以将这小子往后退 拉着回到入口那 把他失神弄下去 就躺出道路了 刚要伸手去拉这小子脚 谁知 他竟然开始往前移动了 我感觉这事特别诡异 头皮一阵法麻 忙小声叫道 南哥 南哥 这小子还是没任何反应 我撞着胆往前跟着爬过去 又伸手摸了摸他脚踝 体温非常低 肯定是死了 在死后的短暂时间内 体温还不会完全下降 他大爱他 这明显是鬼邪在拉死时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跟下去啊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目前是华山一条路 只能往前爬 往后退 一来太过困难 二来里面竟然有邪碎 迟早会被堵住的 还不如往前寻找机会 何况我灵脚风的咽血 鬼邪是很难发现 想到这儿 我摇紧压关 跟着死尸往前慢慢爬去 又往前爬了二三十米 这听咔哒一声 尽管声音不大 但在静谧的管道里 入耳十分的清晰 我心头一灵 这是啥声音啊 好像是打开某种开关的动静 果然 南哥的身体突然消失 继而 听到咕咚一声响 似乎跌到了下面 我于是明白咋回事了 杵石间顶部 有接连通风道的口子 电力设备破坏后 还能通过手工 打开这道机关 把尸体露下去 我停下来 趴复在黑暗中 一动不动 此刻也不敢开灯 唯恐在灯光下 能让鬼邪看到我的形体轮廓 我灵脚被封堵 那么在黑暗中 鬼邪眼中 我是无形的 跟着又响起卡大一声 那道机关 可能重新封闭 不知是何种邪碎的玩意 也没发现我 只是隐隐约约 在前方漆黑深处 一袭看到 有条白影在晃动 我连大气都没敢出上一口 感觉自己挺窝囊的 在银王墓 我都没这么胆小过 可是身上啥装备都没有 要是遇上普通的便宜货 用没咒就打发了 但这里长得这么神秘复杂 我觉得绝不是便宜货 此时念咒还不如不念得好 以免制不住对方 反而打草惊蛇 那就只有等了 在极度沉闷压抑的黑暗中 又静等了一会儿 一袭看到 那条白影消失不见 我这才敢放开呼吸 慢慢往前移动 爬到落下尸体的地方后 我停下来 伸手在四周摸了摸 摸到左边管壁上 有个铁把手 估计就是打开漏口的阀门 可右手又在右侧管壁上 同样摸到一个把手 心说 这里不可能 有两个机关控制吧 那么其中一个是打开下面漏口的 而另一个 会不会能够打开通往上面的入口 觉得有这种可能 于是往后退了一米左右 左手盼住管壁上的一个把手 以免下面突然打开口子 会把自己漏下去 然后伸右手去转动右侧把手 咔哒一声 下面没动静 上面倒是出现了一丝凉风 同时从上方卸下了一道光亮 抬头一看 上头果然打开了一个入口 让我喜不自禁 听那俩三八的对话 销魂式 只是通过电机 让自身产生快感的地方 并不会夺人性命 这里倒是个安全出口 管道理地形我又不熟悉 哪知道通往楼顶的岔口 在什么地方 我探头往上瞧了想 只看到一堵墙壁 以及顶部明亮的灯光 跟着便听到那俩三八的声音声 他大爷的 这声音声太放荡了 听得我热血沸腾 心里一阵阵荡漾 在如此阴泥的气氛里 怎么可能会危险存在 我于是盼住入口 挺身而入 哟 不明物体闯入 关闭所有入口 电子报警声随即响了起来 在这两尺方圆的口子上 咔哒一声 合上了 这里是个墙角 我说在这儿没敢乱动 因为不知道四周会不会有机关 近古墓都变成神经质了 无时无刻不再防备着机关陷阱 我抬头打量屋子里的情形 只见四壁骁然 除了屋子中间 有一台漆黑的坐佛像 和那俩三八之外 空荡荡的 啥也没有 而这座佛 我只能看到背影 高有不到两米 宽约一米五六 肥大光秃的后脑勺 后背上雕刻了袈裟图案 只不过配上漆黑的颜色 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那两个三八就站在佛像对面 全身几乎一丝不挂 各自手上不知攥住什么东西 由于视线受到佛像阻挡 也看不到 他们俩跟吃了迷幻药似的 闭着眼睛 脸上还出现了一副 极为销魂的表情 紧紧张开红唇 恩恩乌乌地呻吟着 身子还不住地在扭动 这让我一时有点脸红心跳 这种春意无限的画面和声音 我还是头一次遇见 人的一生中 有无数个第一次 像我遇鬼 艳遇 冒险 金地妇等等 可这种第一次 让我确实受不了 我只是在这种 充满无限激情的气氛中 沉浸了片刻 随即就清醒过来 这一尊漆黑诡异的佛像 一定是楚经良 搞出来害人的玩意儿 他的下面有楚世间 通风管道内 也有鬼秘的白影邪髓 这说明 他会将这俩三八身上的 升起细躁 储存在所谓的库里 这才会在他们输入密码时 灵魂与库内相匹配 我猜这玩意儿 逐渐蚕食的 并不只是生气 还有灵魂的一部分 最终 会把他们身上魂魄 完全吞噬 至于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目前还想不出来 念及此处 我猫着腰往前溜过去 绕到了佛像前面 这俩三八的一侧 他们俩春光无限的身子 我都不敢看 但耳朵听到的声音声 眼角撇见的肉色 让我心头 砰砰跳个不停 我极力收束心神 仔细打量着佛像 看了一眼后 我不由惊呆住 从背后看 那绝对是个 类似弥勒佛一样的 身材臃肿的佛像 可正面却让人大跌眼睛 这 竟然是魁狂 这东西的模样 我是不会认错的 就算化成灰 闭着眼睛也能认出来 我觉得挺纳闷的 为啥人们要把魁狂 和佛像挂钩 绿玉魁狂就曾搞成了观音像 而眼前的 却是打造成弥勒的形体 他的肚脐上伸出两条 像淋浴管似的金属管带 被两个三八格子 抄到手上一条 夹在两腿之间 就这么 在那兴奋地愈先愈死 我在转头看他们的脸部 整个黑气笼罩 仿佛每个人都被一只 黑魔鬼附体一般 两人的眼珠也是 一阵绿一阵红的 交替变换着 我抹得吃了一惊 隐隐明白咋回事了 这魁狂像便是所谓的酷 里面估计隐藏着一只 受伤或者被镇压的邪髓 需要女人身上阴气和魂魄 来作为营养 慢慢地吸取 以其逐渐恢复和苏醒 这东西 由于每次不需要太大伎俩 一次给它一个魂魄 恐怕成熟不重 好比药力过猛 反而会让病人产生副作用 而人的三魂七魄 各自为整体 各个魂与魄 不可能分作几分 像肉体一样分割开来 正有残食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就以这种手段 通过让人在极度亢奋之下 如同这俩三八目前的情况 达到灵魂出窍 欲牵欲死的状态中 以电流的重击作用 成功将它们其中某个魂魄 结合成一丝一缕 被一丝丝的吸走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魂魄被如此残食 尽管受损 残缺不全 但主体还在 那就还在支撑着人的生命 只不过 它们的智商和一切生命力 都变得不同往昔 不同程度的降低了 好比小燕也 大姨妈来了那么久都没完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长此这么下去 不但大姨妈不完事 终究一天会血尽而亡 作为一只凶猛的厉鬼 这种怨念力气 正是魁狂的词语 本身魂魄不全 再加上生前被怨念激发 死后不变厉鬼 我就把钉字倒过来写 心里这么想着 摇破手指 迅速在这俩三八额头上 各点一下 随即念咒闭门谢客 将灵窍封住了 它们同时机灵灵打个冷战 随即停下摇动身躯 眼珠也恢复了黑色 茫然地看着我 一时看样子 还没完全清醒过来 魂不知身在何处 我才要伸手 去扯下他们手里的金属软管 魁狂那张邪恶的脸孔上 突然闪现出愤怒的表情 非常的猙獰 紧跟着 这俩三八也清醒了几分 异口同声地问 你怎么在这儿 花音未落 他们俩昏脸上出现了一股痛苦的神色 个子弯下腰 想用力把软管扯开 却双手颤抖得相当严重 怎么都扯不动 好痛啊 又一只手抓住我的心了 小艳艳痛得五官都扭去了 鼓动一声趴到地上 小妖妖此刻蹲下来蜷缩成一团 流着眼泪吃力地说 救我 救我 生人迹象不明 一遍死尸 毁灭 电子警报不住地喊叫着毁灭 让我感到一阵心惊 风堵灵翘后 连弹魂魄也封住了 邪随感受不到他们的生气 也吸不到魂魄 不怒才怪呢 而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就要把人毁灭掉 眼看这俩三八马上就要嗝屁了 我盲轮起那把石弓锥 猛利地往软管上拍打 石弓锥与之接触 顿时一股冰冷的寒意传导过来 瞬间从手腕 向身体各个部位迅速蔓延开来 差点让我冻僵了 还好要咽血护身 不然这一下足够要了我的小命 当下提起一口福气 将这股寒气驱赶出体 猛利打了几下后 软管竟然打不掉 我心急如焚 抬头看了眼魁狂脸部 怒气越来越重 漆黑的眼珠里 仿佛要喷出火来 我心说 这佛像其实就是个囚龙 他被封禁在里面 只能靠软管来害人 击打软管 那正合他心意 我明白这事之后 快速冲到佛像跟前 扯住他手臂攀远上去 尽管冰凉刺骨 但有福气抵御着 还能勉强唱得住 爬到顶部一个转身 骑在他肥大臃肿的脖子上 用右手上的血液 在魁狂脸上 画出了一道 武神封印咒纹 咒语还没念出来 佛像一阵俱令抖动 显然雪浮发威 让这玩意儿开始颤抖了 我忙不迭地朗声念咒 玉腐玄公 此气使清 内敛三魂 抬光安宁 神宝玉士与我俱生 不得妄动 即刻封印 急急驻律令 念完之后 左手指觉在这玩意儿头顶 猛出了几下 他立刻就是一阵 更激烈的颤抖 连带整个屋子都在哆嗦 不过片刻后 他便寂静无声 整个屋子也随之恢复平静了 萧魂佛闭关 请所有人在十秒内出门 电脑控制的电子警报 我觉得 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傻瓜 这玩意儿自己没有意识 全靠一堆数据 来作为判断依据 什么狗屁销魂佛 没了动静 那就是闭关 然后也不管什么毁灭了 直接让我们滚蛋 我擦了把头上喊住 慌忙从佛像身上滑了下来 这会儿那两根软管 已经缩毁了佛像肚气耳内 两个三巴趴在地上 各自像一滩软泥 浑身汗流浃背的 在那博住的粗传 我也顾不上跟他们说什么 一手扯住一个人的胳膊 像拖着两条死狗一样 奔到门口 两道电子门插的一声打开 我刚好拉着他们出来后 只听嘟嘟两声 销魂是永久封闭 期待主人解开程序 我如实重复地长出了一口气 在这儿也不敢多逗留 继续拖着他们 冲出了房门 先回到了那个休息室内 两个三巴身上没穿衣服 我怎么都不可能 就这么把他带出去 这房间冲门是一张豪华大床 我于是把他们俩甩到上面 先用被褥盖住 不然看这种画面 就算我不会犯错 可不敢保证不会流鼻血 我喘着气说 想办法捂着身子 我带你们出去 小燕燕争着一对 酷似淋雨漆的美眸 虚弱无力地 跟我说了声谢谢 然后咬牙爬起身 来到一面衣柜前 拉开柜纹 里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男女内衣和睡衣 以及还有运动服 看来是储敬良做完运动后 在这里换衣服 运动项目 包括滚床单 他们俩各挑了一身运动装穿上 尽管很宽大 玩起裤脚和衣袖 总剩余穿那些情绪内衣满的街袍 我问他们俩能走路吧 这俩三八点点头 扶着墙根跟我走出来休息室 他们俩说 这层楼是储敬良的死人休息场所 由于电梯18层是加了锁的 所以只有一个小弟在看守 而刚才他们俩上来之后 那个男哥由于心痒难耐 忘了重新锁住电梯 让我误打误撞地闯了进来 我们乘电梯下到一楼 出门时保安左看右看 最后似乎认出这俩三八 是楚总的妈子 便没阻拦 出来后凉风一吹 我酒精彻底笑了 想起刚才的事 不由出了身冷汗 楚经良私人重地 安保肯定非常严密 加上神秘的邪碎 那真就是一个龙瘫虎穴 我可是只有一把破了的石弓锥 能够侥幸活得出来 想想都够后怕的 刚好这会手机响了 一看是林婉哥的号码 估计刚才上了十八层后 手机信号被屏蔽 林婉哥想打电话 也打不过来 我慌忙接起来 只听他在那头焦急地问 你是不是喝醉迷路了 在什么地方呢 刚才手机打不通啊 呃 是有点醉了 我出了厕所走错路了 不过这会儿清醒了 你先回去 我自己打车 我充满歉疚地说 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 还是我去接你吧 省得再走丢了 我在楚氏集团门口 我回头看这座大楼上 有四个金笔辉煌的大字 楚氏集团 我天哪 你去那干什么 往前走几步越离大厦 我估计十几分钟就赶到了 林婉哥说完 挂短了电话 好了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不用林婉哥说 我也不会在这待着 于是带着这俩三八 走到前面路口 他们似乎吓傻了 都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 我走一步 他们就跟一步 我照没问到 你们怎么认识楚经良的 经过销魂室几次了 小燕也颤颤巍巍地说 这是第三次进销魂室 开始我们两个 是去的楚氏集团应聘 人事部看了履历后 叫我们上了十八楼 当时就是南哥 带着我们进了销魂室 我们还以为楚总 在这间屋子里办公 谁知 是一尊邪恶的佛像 南哥说 进了楚氏集团 必须经过心理测试 让我们拿起软管 夹在两腿之间 第一次就让我们 享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快感 从那以后 我们心思完全在销魂室 那尊佛像上 对于楚总和南哥 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 我们都能答应 其实 我们不是那种人 只是从第一次后 我们好像变得堕落了 小姚姚也哭了起来 我们俩是刚毕业的学生 只是想找份工作的 没想到要出卖肉体 可是从第一次后 我们就变得疯狂了 什么都做得出来 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 这时他们俩眼神 变得纯真清澈 估计 是被我做了闭门谢客后 邪气暂时被压制 人也就变得 比往上清醒一点 智商虽然变低了 但人毕竟还不傻 想起以往 做出那些不迟的行为 自己也感到后悔了 这么说来 他们之前做出的一切 不是自己的错 包括被我请客时的 轻浮和恶作剧 其实都是来源于 体内的邪气 想到这儿 我倒是信心自己 因为喝多了酒 误打误撞 救了俩失足女青年 至于那个男哥 是真该死 被邪催干掉 又扔起了杵石坚 也算是一种报应 我摸着下巴 考虑片刻后问他俩 你们告诉我 自己的生生八字 两人分别说了出来 我一听之下 就是一阵心惊 他俩竟然都是 阴煞女的命格 这种命不只是 一年阴时出生的阴女 还带有命分天煞 组合在一块 便是极为罕见的 阴煞女 世上找一个 就很难得了 没想到 居然同时碰到俩 并且 还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不过 这也没啥稀奇的 阴煞女 一般都个性非常强 不太合群 基本上和普通人 融入不到一块 而相同命格 就不同了 两人不但会 相处得很好 还有种 相见恨晚的感觉 这在相书上 是写明了的 这种女人的命运 一般都不会太好 从小到大 波折较多 成人后灾祸会更多 尤其他们的魂魄 对于邪精一类 简直是稀有补贫 就像活人 对千年人生 万年合手屋 那么渴望一样 弄明白 他们俩八字命格后 居然跟我之前的猜测 基本相符 佛像内部 躲藏着一个 急需阴煞女 来进步的邪髓 于是跟他们俩说道 楚经良 随时会回来 你们两个衣服 落在上面 他一定会猜到 是谁来过 明天一早 抓紧搬家 找个隐蔽点地方居住 没什么特别的事 别出门 你们身上 还有很深的邪气 必须尽快去除干净 不然小燕燕 你身上的例价 到死都不会停的 明天你们搬家后 给我打个电话 我亲自过去 帮你们治疗 说完后 把手机号码告诉他们 小燕燕含着泪说 谢谢你大人大量 那天晚上 其实你就摸了摸我的脸 什么都没做 我却诬陷你是流氓 对不起 我哭笑道 喝醉了嘛 本身就不前点 我没干你们 赶紧回去吧 俩妞又感谢几句 拦住一辆车走了 我在街口这 等了几分钟 看到佟薇 驾车过来 他不喝酒 林婉哥今晚喝了一点 便换人开车了 老驴竟然跟着来了 下车就嘲讽的吓道 兄弟 你这才喝几瓶 醉得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喝醉不可怕 就怕你闯大厦 不过我知道 你肯定也闯不进去 有保安拦着 再说 你这胆子肯定大不了 我看见林婉哥阴沉着脸 本来想反击两句的 也就压住这个冲动了 看着林婉哥说 我刚才确实进了大厦 有点小麻烦 咱们回家说 不等他们再说啥 我直接钻进车里了 他们跟着上车 林婉哥满脸惊诧地问 你真的进去了 老驴又笑了 兄弟 你是不是喝多了 忘了走哪了 就以为进了厨师大厦 我跟你这么说吧 厨师大厦呢 是徐州 你等会再说 先让他回答问题 林婉哥不耐烦地 拦住老驴话头 让这小子闭住嘴巴 显得挺尴尬 我只是点头 一句话没说 林婉哥周围道 停车 童微微老驴 你们两个打车回去吧 童微微道没什么 老驴脸上 显得特别难看 但老板下令 谁敢忤逆 他们俩下车后 林婉哥开车 往前及时而去 他眼盯着前方问 到底发生什么了 听他又问这事 我于是把前因后果 说了一遍 这妞儿紧皱眉头 两久不遇 他肯定不会质疑 我讲的话 是否有水分 看样子 又再重新 对楚经梁定位了 果然过了片刻 只听他说 我原本以为 楚经梁只不过是个 纹固公子 长不了大气 无非花天酒地 祸害几个良家妇女而已 没想到他的私人境地里 藏着这样的东西 这样看来 他比他大哥 一点都不逊色 我深有忧虑地说 对啊 这样的人 既有外在侵略性 又有内在的狡诈 比城市深厚的 楚一帆更难对付 我们必须搞清楚 佛下里的邪碎 到底是什么 现在他人去了龙家沟 这是个难得的好世界 不然得他返回徐州 要拿这东西对付他们 或是用于祸害别人 那就很难阻挡了 林晚哥点头道 我有个朋友 精通电脑程序 明天早上 我们去找他帮忙 先破解了那些电子设备 对付邪碎的事 就靠你了 这个没问题 我心说 有没有问题 那得到时候再看 这玩意儿过于神秘了 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回到林晚哥家中 洗了个热水澡 把今晚的汇气 重洗干净 进了卧室 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林雨昕又迫不及待地 浮醒在眼前 我站在窗前发了火呆 决定今晚早点睡觉 养精蓄锐 去对付储氏大厦 十八楼那个邪碎 本来来徐州 没想过再捧鬼鞋 想做个普通人 或者继续摆摊算命 平静地过日子 没想到才来几天 就遇上大麻烦了 感叹我这一辈子 遇到的麻烦 为啥会这么多 自己都觉得 有点狗血 不过 遇到麻烦挺不错的 起码能够让我转移精神 暂时不再为林雨昕 去伤心难过 那就暂时 把她放在心底 放两天吧 希望能慢慢 把她保存起来 不让我太过痛苦 今晚居然睡着了 虽然梦里 又见到林雨昕 她对我又哭又笑 但这一觉 睡到天亮才行 林晚哥 准备好了早餐 跟我说 刚才联系了朋友 吃过早饭 就过去找她 在去往林晚哥 朋友家的路上 小燕燕打了电话 告诉我 他们天一亮 就找到了房子 是郊区一个农村 说了详细地点 在家等着我过去后 这便挂断电话 林晚哥似笑非笑地说 我发现你桃花挺旺盛的 上次遇到你和一个 叫左辽的女孩 暧昧不明 现在又摊上 两个落魄的女学生 我都搞不清楚 我算不算 你身边一朵桃花 我先说 这女儿从来不喜欢 开玩笑的 这是咋了 难道是为了逗我开心 我苦笑道 什么暧昧不明 我跟左辽在一块 清清白白 就跟咱俩一样 井水不犯河水 相敬如饼 可能有点心虚吧 都不知道自己话说什么 什么相敬如饼 那是比喻夫妻之间的 林晚哥回过头 狠狠白了我一眼 我立马头上冒汗了 他大哀的 小时候成语没学好 这次连可丢大了 我连忙把头扭向车窗 转移话题说 这徐州马路真宽啊 林晚哥突然笑了 你这个人 哪个城市的马路不宽呢 西岭的马路很窄吗 没想到这个冷漠如冰的女孩 在我面前 居然接二连三地展现出笑容 并且一次比一次笑得甜 其实我觉得 她笑的时候 比阴沉着那张讨债脸漂亮多了 笑得像朵花似的 我靠 不会是桃花吧 很快来到朋友家 她叫明奈 是林晚哥高中同学 虽然没上过大学 但对电脑程序非常精通 能够编写各种病毒 还曾经成功闯入过 某国的军营网络 这人是个二十多岁的男人 戴着一副小眼镜 头发凌乱的像鸡窝 身上衣服脏兮兮皱巴巴的 看样子很久没洗过衣服 也没洗过澡了 仅有三十多平米的居室 也是一片狼藉 各种杂物到处乱摆 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 明奈简单收拾了沙发 让我们落座 倒了两杯可乐端过来 林婉哥坐下后就开门见山 把昨晚处事集团 那种诡异的电子报警 和安保设备情形说了一遍 然后请他想办法 帮我们破解这种程序 使电子设备完全瘫痪 明奈看样子是个不洗多言的人 听完后一声没吭 而是皱眉思考了一会儿 才摇了摇头 这是个很特殊的程序 我早在网上看到过 能够与印定做捆绑 它的难度不在于有多复杂 而是阴灵进入程序 代替了很多代码 是任何人都解不开的 这叫做幽灵代码 除非编写人才能解开 这种程序即使是断电 也只能让它暂时瘫痪一会儿 幽灵代码会代替电流 重新启动的 我们俩不由命名相觑 虽然我对电脑所知不多 但还从来没听说过 电脑程序与阴灵融为一体的 并且阴灵会代替代码 它大爱的 代码是啥东西 我不懂这玩意儿 所以我不乱发言 林晚哥问道 那你知不知道 这种程序是谁做的 明耐先是点头 然后又摇头 跟他说 做我们这行的 有个潜规则 即便知道是谁 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自己朋友和亲人 希望你能理解 我心说 像他这样的人 整天都在编写病毒 或者帮人窃取隐私什么的 实际是 有九千半都违法 所以 他们这个行内 各自心知肚明 所以就形成了 不成文的潜规则 谁都不会出卖谁 林晚哥略以思索 跟他说 我出十万块钱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是与人合作 还是自己来做 明天这个时候 我来拿破解方案 明耐初时 听到十万这俩字 眼睛就是一亮 随即转动几下眼珠 看起来颇微心动 等他说完 眉头紧皱挡 我找两个朋友合作 尽力试试吧 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我们从明耐住所出来 林晚哥胸有成竹地说 他一定有办法 只是他们这个行业里 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相互之间 不会破解 对方做出来的程序 别看这些人 都是宅在家里的 散兵游泳 但在行业规矩内 纪律性都是特别强的 不过 他们有个软肋 那就是钱 十万不是小数目了 上车后 我问他 你觉不觉得 十万块钱破解 这么一个程序 是不是太不值了 他边挂安全带 边跟我说 这种东西 我考虑了一夜 虽然还摸不清底细 但起码可以确定一点 他吸足了 阴煞女的魂魄后 一定会成为恶魔 不但对整个虚州 是个威胁 同样会危及我们安全 就算为了我们自己 拿出十万块来保命 我自己感觉还是值得 林婉哥这个人 从始至终 给我的感觉 就是相当成熟和稳重 没做出一个决定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一点 连佐疗都比不上 我要是预事 没那么冲动 在这方面或许比他 要强那么一点点 我们离开这 去往小燕燕提供的地址 林婉哥对于徐州市内外 各个地方和路线 都是烂熟于心 这也是做导游的基本素质 很快 我们就到了东郊外的 东乌柯村 这个村子 位于通瓦市内的 主干县一侧 相当繁华 看上去 就像一个小镇 我们按照地址 来到一座三层小楼下面 给小燕燕打电话 却没人接听 于是直接上了三楼 到了他们居住的 房间外敲门 无人应声 轻轻一推 门原来虚掩着 立即向内打开 屋内一片狼藉 比明奈的狗窝看上去 还凌乱 各种家具翻倒在地 到处都染满了血迹 但屋里 却看不到人影 好了 这张故事讲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才要走进去 却被林婉哥拦住了 他从包里 拿出几个塑料袋 分给我两个 不知道他要干啥 我不又愣住了 只见他打开塑料袋 套出了脚 我才明白 这是避免以后 在现场留下线索 给自己招惹 不必要的麻烦 他又从包里 拿出一副白手套戴上 将门板上 我手指接触的部位 擦拭几下 我心里感叹 这牛真是太细心了 比我想的都周到 他擦完指纹 左右看看走廊内 不见有人 这才跟我甩下头 走进去 等我进来后 把门重新关上 这是一个十平米左右的 单间房 里面还分割出一个 很小的卫生间 林婉哥从杂乱物品中 跨过去 将卫生间门推开 但立马登大眼珠 用手捂着嘴巴 我心之不妙 急忙跨到跟前 探头往里一看 当即就傻眼了 小燕眼和小妖妖两个女孩 全身赤裸地 倒在血泊中 但两颗头颅与尸身分架 长发接在一块 挂在淋浴头上 鲜血从断镜上 还在不住地 滴滴答答往下流淌 显然他们被杀时间 不超过几分钟 我迅速转身就要出门 林婉哥一把拉住我 别追了 凶手是有备而来的 杀人后 是不会给任何人 留下追捕的机会 你这么黄机跑出去 惊动了其他人 反而对咱们鼓励 他说的有道理 我于是点紧头 看着这俩女孩 血泊中惨死的尸体 心里充满愧疚和愤怒 我要是早点来的话 便能让他们 躲过这个劫呢 可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他大爱的 楚经良你个畜生 我要不杀你 为这俩屈死的女孩报仇 我钉子也不倒着起来 我跟你姓 叫楚瑜 林婉哥叹了口气 拉住我手腕 走出房门 把门轻轻带好后 迅速留下三楼 这种简陋的出租屋 没有安装金控 让我们不用担心 以后找麻烦 回来的路上 我心里不是滋味 一言不发 林婉哥也沉默了很久 才跟我说 你都让他们搬家了 为什么还能被找到 我惭愧地说 是他们身上的邪气 留下的邪索 昨晚我帮他们封堵了灵桥 但也只能维持四个小时 我本来以为 楚清良不再续招 在他回来之前 不会有事的 谁知道我错了 再加上 来找他们又迟到了一步 说到这里 越发感到自责 他们俩其实本质是好的 可惜 就这么被劫住了生命 林婉哥说 你也不必自责 就算你再次封住他们灵桥 只是一时的 却躲不过一世 你又不能二十四小时 保护他们 终究还是会遭到 楚清良的毒手 这谁都不能怪 要怪就怪命运吧 就他妈是命运 听到这俩子 我心里一阵躁动 长说了几口气后 心情才平复下来 跟林婉哥说 从沙小燕和小妖的事上 看来楚清良离开后 徐州还有精密的布置 昨晚我进楚氏大厦 赶定被警方拍到了 他们不会放过我 你现在也因为 我受到牵连了 即便是我离开你 你也不会逃得过去 现在我不跟你说 什么客气话了 咱们还是商量着 怎么搬家吧 以后我也不能离开你 得二十四小时保护你 林婉哥微微一笑 你跟我就不应该客气 我们是出生若死的 欢蛋朋友 搬家没必要 以楚清良的能力 就算我们逃到天安海角 他一样能找到 不如以不变因万变 以一代老的好 只不过从现在开始 要停了生意 不能再走团了 免得他死心病狂 害了无辜 听他这么说 心里感到愧疚 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 我来徐州给你添麻烦了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该来 随便找个县城什么的 摆个摊活活日子了 林婉哥脸一沉 你这人 怎么说话总是见外 再说这个麻烦 也不是你找出来的 如果不是你发现了 以后我可能怎么死都不知道 以后别跟我客气 不然我翻脸了 那我以后不客气了 嘴上这么说 但我心里还是挺不舒服 回室内后 林婉哥之前把车开到了协会 进去后 跟老驴和同位为宣布 因为他个人原因 等运会 要暂时关闭一段日子 虽然现在才是月初 但他会支付整个月的薪水 让他们俩赶紧去找工作 以后有机会再一起共事 同位为宣布解的问 为什么呀 声音这么好 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 林婉哥的回答非常简单 我做这行累了 想休息休息 老驴满汗敌意地看着我说 不会是要离开徐州 去其他地方开始新生活了吧 林婉哥缠着脸 暂时没打算离开徐州 这是我个人原因 你们不要多问了 说是东西 我跟房东说一声 让他也抓紧找租客吧 老驴跟他笑道 啊 那就不问了 不过 房子不用退 我接受这个生意 薇薇也不用去再找工作了 你什么时候想付出 随时可以入国 林婉哥摇头道 这个房子必须得退 并且我奉劝你们两个 以后不要做这个生意了 找其他工作吧 为为什么 老驴和同薇薇 一口同声地问 别问那么多了 按我说的做 否则出了什么事 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们 林婉哥说完 跟我甩下头出去了 我跟佟薇薇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对于老驴敌视的目光 干都没看一眼 跟着出门上车 我能理解 林婉哥不让他们继续做这行的意思 唯恐楚经良还以为登运会 继续在他操纵之下 会做出疯狂暴行 我这么一来 就让同薇薇和老驴失业 想想也挺内疚的 于是 对老驴的敌意也就释然了 林婉哥关闭自己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生意 看起来挺郁闷的 开着车沉默不语 我也找不到什么话来安慰 车上气氛显得很沉闷 过了片刻 林婉哥手机响了 才打破了沉闷气氛 他看看来电现实 皱下眉头 似乎不想接 但犹豫一下 最终还是接了 我在开车呢 有什么事就说 别绕圈子 林婉哥态度冰冷 让我好奇打电话的人是谁 但他听了一会儿后 诧异地问 谁告诉你我关闭协会的 是童薇薇吧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那人又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让林婉哥特别生气地 把电话挂断 我问这是谁啊 不会是楚经良吧 他摇头说不是 是个疯狗 我见这姑娘在气头上 就不再问了 心说什么疯狗啊 疯狗还能打电话 林婉哥竟然没开车回家 而是停在了一个饭馆外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他说没心情做饭 就在外边吃吧 他这人对于吃饭很讲究 调的饭馆也是比较有档次 看上去非常整洁 我们坐下来点了两个菜 他还跟我要了两瓶啤酒 嘱咐我这两天千万不能喝多 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警惕 就算他不说 我也知道事情严重些 当然不会再喝多了 不过刚打开酒喝了一杯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急忙拿起来 还以为是小胖他们 结果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 接起来只听有个男人的声音 小声说道 你最好走出门外说话 别让任何人听到 这件事关系到那两个女孩被杀的事 别别告诉你对面的朋友 我心头捧得一跳 这谁啊 如果说是警察 也不该这么神神秘秘的 直接把我叫进警局审讯不就得了 可也不是楚经良的声音 让我十分的奇怪 我当下安了一声 和令万哥试个眼色 拿手机走到门外接听 只听这人跟我说 你不觉得那两个女人死得挺奇怪吗 他们是世上难得的 阴煞女命格 千万人中都不可能出一个 楚经良是费尽心机才找到的 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地把他们杀掉吗 劫持 关在一个隐秘的地点 随时可以使用 这样不是更好吗 我听了这番话 不用暗暗心惊 此人每句话都说到了要害上 我这几天因为林雨昕 确实脑子生锈了 忽略了很多不该忽略的漏洞 于是问他 你的意思是 有些人为了自己平安 不惜一切手段 你自己想吧 那两个女人的地址除了你知道 还有谁知道 我顿时汗流浃背 不会是林万哥吧 他打爱的 除了楚经良之外 没人会利用邪气这条线索 找到小艳艳和小夭夭 那么只有林万哥了 可是转念一想 这人又是怎么知道的 不是故意挑拨我和林万哥的关系吗 我冷声问道 你是谁啊 你又怎么知道那两个女人被杀了 兄弟 动住你脑子 有人想保平安 就会转上去动手 动手的人 你会把这件事再告诉其他人 至于我是谁 你不用管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真相 远离这个危险的女人 因为整个徐州市的安慰 就靠你来拯救了 这人说到这儿 便挂断电话了 我靠 要我来拯救整个徐州市 这帽子戴得挺大 不过 我喜欢 我拿着手机 站在饭馆门外 想了一会儿 觉得林万哥确实疑点很大 尽管他得知小艳艳居住地址后 我一直跟他待在一起 看上去没任何机会联系凶手作案 可我怀疑 他跟明奈的见面 或许打了哑谜 用一种特殊的 就像什么狗屁代码的方式 拨制了明奈 这也正好符合作案时间 凶手前脚杀人 我们后脚亲们 并且他还准备好了塑料袋 这绝对有问题 像他这么讲究的女人 暴力装塑料袋干嘛 但又想起他在金安慕的种种行为 觉得不是这种人 当时他为了自己队员 那可是真拼了命去保护 听说这件事还没搞清楚之前 暂时不动声色 毕竟跟他只是经历过一次冒险 彼此之间了解极为有限 能弄清了真相再说 想到这儿 我回到座位上 他看看我手机 又低下头继续吃东西 他这个人从不多嘴 只要我不说 他不会多问 由于心里生出警惕 那就跟他产生了隔阂 怎么都找不到话题 林晚哥也不说话 我们俩就这么各自闷头吃饭 吃完饭他结了账 开车回家 在路上他又接个电话 情绪有点激动 冷声说道 你管我出了多少钱 这是我的事 警局 警局这么会知道 我做事想来很稳妥的 你胡说 说到这儿 怒不可遏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心头一动 出了多少钱 是不是给凶手的价格 还提到了警局 这让我终于忍不住了 问他 这人谁啊 你们有什么事违法了 还是那个疯狗 问我给明奈多少钱 明奈这混蛋竟然出卖我 林晚哥显得非常生气 我不由恍然大悟 他给明奈的价钱 应该不是要破解程序的费用 而是杀人的价格吧 明奈专手把这消息给了别人 也就是他所谓的疯狗 想趁机在他身上敲一笔 这人唯恐谈不成 又故意把这件事透露给我 这是赶鸭子上架呢 我试探性地问 跟明奈 只是口头上的交易 还没形成事实 你不用这么激动 难道还做了其他什么吗 林晚哥忽然把车 靠在路边停下 眼带杀起的看着我 你在怀疑我故人 杀了那两个女人吧 我知道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人是谁 就是这个疯子 我觉得以你的头脑 一定能推测出真相的 不想在这件事上多说 你下车吧 他忽然又是发脾气 又是赶我下车的 越发让我觉得 他的疑点更大 我叹了口气说 先别生气 我只想听你亲口说说真相 令人是谁 你给明奈出了十万的价格 到底是 滚下去 林晚哥突然踏过身子 打开我这边车门 然后一把把我推下车 车门都没关 猛轰有门 急迟而去 哎 我在后边叫了一声 可车子早冲出了百米多远 压根听不到了 我不有苦笑 难道是当面揭穿真相 让他恼羞成怒了 如果真是这样 还要感谢他 没在行驶当中把我提下去 我沿着马路牙子 往前边走 边把整个事件 从头到尾的过滤一遍 不落过任何一个细节 想来想去 林晚哥虽然符合作案动机 但这个邪恶的东西 又不是针对他一个人来的 没必要杀人来阻止 还有 明奈还没得到报酬 为啥把消息告诉那个疯狗 难道就是为了多敲一笔钱 我觉得不太可能 从刚才林晚哥与疯狗的对话中 丝毫没透露出对方 有要挟敲诈的意思 如果对方不是出于这个目的 又是为了什么 还有 林晚哥和明奈之间的暗语 除非也用幽灵代码式的方式 才能让明奈接收到 小燕燕的居住地址 可是这也太玄奇了吧 并且我们出门后 马不停蹄赶到东乌科村 车速又很快 明奈要安排杀手 杀手再去开车前往 按理说应该跑不到我们头里 除非 雇佣的杀手就住在东乌科附近 可这 未免太巧了吧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大车回到林晚哥家 桥门没动静 不过 他很信任我 来的第二天就给了我一把钥匙 我打开房门进去 他竟然没回来 我便坐在沙发上 脑子里依旧在想着这件事 刚才他跟我翻脸 不像是被揭穿真相后发的火 按照他的心机 不管我有多大利用价值 一定会想办法叫我灭口的 我觉得他当时 应该找个借口把我稳住 然后再刺激对我下毒手 把我赶下车 那不是自找麻烦 不怕我去警局告他吗 他当时情绪那么激动 这也不符合他的性格 应该是被那疯狗挑拨的 这孙子一定不会好意 想明白这点后 就剩下最后一个疑点了 小燕燕他们俩的住处 是谁说出去的 还有 阴煞女命格这一专业术语 现在街边算命的 很多都不知道 算是比较精深的一种 补算之术 如果不是林婉哥说出去的 那只有鬼知道了 连小燕燕他们俩都不清楚 自己是什么命 这让我忽然想到了 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窃听举行 林婉哥家里和车上 不会都遭到监听了吧 我于是站起身来 在客厅里四处寻找 在各自家具底部 以及房间里 最容易忽略的角落 都搜遍了 也没找到可疑物品 最后目光 落在墙角一个 木架上的古董瓷瓶 走过去想伸手摸摸 口子太小了 提起来晃了晃 也没有丝毫声音 我找了把手电往里照射 看到瓷瓶底部 有个绿豆大的东西 与瓷瓶内部颜色基本一样 我觉得 这玩意儿十分可疑 就拿到卫生间 往地面上磕了几下 咔嚓 碎成了几片 我拿起瓶底 在灯光下仔细查看 他大爱的 这果然是个 微型的窃听器 这绿豆大的玩意儿 做成了与瓷瓶内部 一样的灰壳颜色 不仔细看 绝对发现不了端倪 这东西下面又不敢讲 丢进去后 便牢牢沾出底部 无论怎么摇晃 他都不会从动发出声音 这下就明白了 对方是怎么在第一时间 得到信息的 真是太可恨了 居然用这种手段 窃取别人的隐私 完全确定 李婉哥没有杀人嫌疑 我心里也怂了口气 看着微型窃听器 心里不用上火 对他骂道 风狗 听到我是谁了吧 你太娘的耍这种硬招 以为能骗过我 现在我也明白了 人是你杀的 你等着上法庭吧 说完后 我拿起这东西 就要放马桶里冲走 不过 转念一想 这得留着 等李婉哥回来 让他看看 当下把鲸银器 放在马桶上 让这孙子 闻抽味儿去吧 低头看看地下 打碎的瓷瓶 估计值不少钱吧 丢了怪可惜的 在家里找出胶带 小心翼地缠好 还好用力不大 没有粉碎性的小块 用胶带缠了几圈 竟然粘好了 于是放在了原处 这时手机响了 一看是疯狗打来的 我心里冷笑 难道害怕我报警 跟我谈判来了 当下接起电话 只听他语气焦急地说 李婉哥出了车祸了 我大吃一惊 不等他说完 马上问 在什么地方 受伤了没有 人倒是没受什么伤 只不过这些车祸 是人为策划的 他被抓走了 我一准备 疯狗 这是你策划的吧 为了不让我去告你 你敢绑架人质 不会是什么回事 是苦精良的人干的 他要所有知道 这件事的人 全部灭口 我现在也是 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我哪有功夫 去绑架他呀 听说他被关在了 销魂室 为的是引我们上钩 你不是说那里有鬼吗 就他的事 就拜托你了 我满腹疑惑地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你在 楚氏大厦也装了窃亭 哎呦兄弟 你真聪明 想在江湖上混下去 不玩点手段哪行 别浪费时间了 你赶紧躲起来 免得没去上钩呢 先被他们干掉了 我说道 哎 你等等 这事全是你引起的 你为什么要杀那俩女孩 只听到疯狗 沉声说道 反正他们俩 左右是个死 还不如早死早生天的好 我也不瞒你了 杀死他们之后 我把红头收了 并且送进了地府 让他们有个 淘汰的机会 这总比 让他解脆吸走了好吧 我靠 这还得感谢你不成 我真想从电话里 把这孙子揪出来 八广衣服 就弹唧唧 我弹死你 我怒不可遏地骂道 你他妈简直是狡辩呢 不但杀人 还把他们俩头砍了 也太残忍了 那是杀手个人喜好 跟我无关 我不跟你多废话了 拜拜 这孙子把电话挂了 听他说 这是杀手个人喜好 差点没气晕 杀个人在他嘴里 显得那么自然 好像没啥大不了的 真是个 不折不扣的畜生 不行 我得先搞明白 这件事是真是假 然后决定是否报警 以我一人之力 很难再闯进小回事了 想到这儿 匆忙出门 万一零万哥 真是被绑架 对方正在找我 如果被躲在家里 那就没机会逃脱了 这是二十三楼 刚来到电梯前 看到按键灯 一路亮上来 我多了个心眼 窜到了楼梯口 刚进楼梯 就听到电梯门打开 响起一片杂乱的脚步声 我躲在转角处 偷偷探头往外看了眼 果然有七八个人 冲到房门前 有五个人拿着砍刀 两个人挺着手枪 我吓得索回头 心说真是赶得巧啊 晚走一分钟就堵住了 不过也得感谢那个疯狗 不然我真没出去的念头 当下悄无声息地 溜着墙根下楼梯 下到了下层二十二楼 才乘电梯下去 在电梯里心想 下面一定有人堵着 上头那伙人打开房门 找不到我 会立即通知 下面同伙拦截的 想到这儿 眼见电梯到了七楼 急忙在案件上 一通乱案 让对方搞不清楚 我会在哪一层停留 这是兰可儿的做法 哥们千万别跟他一样 被人杀死 泡石睡香 电梯在六楼停下后 我先探头往外看看 不见有情况 这才敢溜出来 但也不敢走楼梯 唯恐会被对方堵住 电梯是不能再长了 可是 还有六层楼高 我该怎么下去呢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正在范畴之际 这时正好看到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开门出来 好像要下楼 我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一个箭步窜过去 勒住她脖子同时 捂住她嘴巴 小声喝温 要命还是要死 这女人吓得全身发抖 拼命地点头 也不知道要死要活 我让她打开房门进去了 还好 家里没人 我于是推着她进卧室 扯起床单 把她双手翻绑了 只听这女人哭着哀求 只要不杀她 要什么给什么 绝不会报警 看她的意思 还想让我截色 不过她的模样 还没小胖好看的 截色倒是她想的美了 想到这儿 我不有一阵苦笑 哥们居然为了逃命 也做了次劫匪 我把她嘴巴堵上 打开衣轨门 翻出不少衣服和内衣 抱起来去了客厅 这女人虽然有点胖 但个头挺矮 穿裤子肯定不合身 于是从里面挑出了件裙子 腿上汗毛没法遮掩 只能穿上一条黑丝袜了 上身穿了件圆领衬衫 里边塞了两团袜子 围巾揉起来的东西 撑起胸部 又在衣架上 找到一个女人的良貌 戴上一副墨镜 在镜子前一照 还真别说 像个时髦的女人 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 看看这身打扮 感觉阵阵恶心 她大爱的 没想到我丁鱼 会沦落到半尾娘的地步 听说男人穿女人的衣服 会倒霉一辈子 不过 我不在乎了 本来这辈子一直在倒霉 我回到卧室跟那女人说 别的我不要 只要这身衣服 你要是乖乖的 我就给你松绑 这女人忙说 我乖我乖 只要不杀我怎么都行 我又问她 有没有大号女鞋 衣服可以勒紧点 鞋子是不能将就的 这女人说 你给我松绑 我帮你去找 我于是把床单解开 这女人一边走下鞋棍 一边回头说 身材真好 比女人都好看 眼睛竟然色眯眯的 我差点没气效了 摘掉墨镜狠狠瞪她一眼 吓得这女人赶紧打开鞋柜 拿出了一双尖头男士鞋 说这是她老公的 这种款式非常潮流 女人也适合穿的 我穿上刚好合适 配上黑丝小短裙 她大矮的 还真挺搭配 我出门前小声吓唬她说 现在我们两伙人 只在外边火拼呢 见人就杀 你千万别出来 有人敲门也别开 也千万别报警 万一被查出是谁报的警 不但把你先前后杀 还得杀光你全家 我不报警 我也不出门 这胖妞看样子真心了 满脸恐惧地不住点头 我又问她 要了个女人的包 把自己衣服装进去 在肩上一旷 打开门出去了 然后坐电梯下到一楼 果然 楼门外围着十多个 戴着墨镜的纹身男子 看到我从里面出来 一个个打起了口哨 我这心里挺紧张的 唯恐他们看出破绽 低着头急匆匆地 从他们面前走过 这一牛个儿挺高 胸也大 就是屁股他们扁了点 有个家伙在后面说道 另一个人笑道 这种货色你也看上了 叶总会得随便拉出一个 都比这个好 他们越说内容越下流 不过倒是没看出破绽 我硬着头皮 快步出了小区 就近转入一条小街 再扎入一条胡同里 感觉安全后 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这胡同很僻静 我急忙把衣服换了 连带女包丢进垃圾箱里 墨镜倒是留下了 从胡同对面走出来 看着车流不息的大街 心说该往哪着手去查呢 想来想去 还是得在疯狗身上下手 于是穿过马路 又进入一条小街 边走边打电话 疯狗倒是接了 声音却压得很低 你打电话干什么 有什么时候快说 这孙子似乎正在躲避追上 不知藏在什么地方 说话都不敢大声 我开门见山岛 你说林婉哥被抓紧了 笑魂事 这件事我不信 除非你能给我提供证据 好了好了 我马上给你发消息 疯狗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片刻之后 我手机上 接到两段语音消息 点开之后 第一段 是汽车巨大的碰撞声 然后响起了林婉哥的咒骂 以及有人喝酒 把他带上另一部车 第二段录音是 林婉哥问他们 把自己带进了什么地方 对方不说 但林婉哥说道 这是销魂事 那具黑佛箱里面有鬼 你们难道要 助鬼作恶吗 干嘛的 这娘们知道的不少 把他送进黑佛里边关起来 这是楚总的交代 记住 先关闭了电子系统 否则谁也不能 活着走出去 另一个人骂道 卧槽 这小娘们手机里 有窃听器 录音到了这 便响起爆裂的声音 然后便没了 我恍然大悟 原来疯狗 不只是在林婉哥家里 放了窃听器 连他的手机都没放过 难怪我们一举一动 了如指掌 但从这两段录音里 确实能够确定 林婉哥被楚经良派人 抓进销魂室 并且还关进了黑佛箱里面 这事真是棘手了 先不说他是否会染上邪气 几天内如果救不出来 饿也饿死了 楚经良这种做法看上去 并不是要把它当作诱饵 引我们上钩的 而是要将我们全部活捉 送进黑佛里弄死 这种死法估计是世上最残酷的 他这是把我们恨到了极点 即便是剁成肉泥也不结痕 要让我们死得无比痛苦 我站在小街路边思索了会儿 决定今晚必须把林婉哥救出来 要尽销魂室 需要明耐的帮助了 还有 要准备符和一些驱邪装备 记得距离协会不远的地方 就有个专卖佛像到家用品的店铺 想到这儿就要身手拦车 忽然想起来身无分文 别说买东西 打车都付不起车钱 本来我有张银行卡的 里面存着几万块 在离开龙凤谷时留给了丁信 原以为我凭着自己双手 不用发愁赚不到钱 可现在却发现 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呢 怎么办呢 要不要再当回劫匪 抢个女人包啥的 正胡思乱想之际 在行人中 看到一条熟悉的身影 那是个男的 搂着一个妞说说笑笑的 在往前漫步 那人是欧阳建宾 我于是快步追上去 跟他说道 我是丁宇 有事跟你傻呀 借一步说话 欧阳建宾先是愣住 随后认出了我 推开身边的女人 伸展双臂笑道 卧槽 什么风把你吹到了徐州 我跟你 我顾不上跟他多说废话 拉着他走到一边 李宛哥出事了 我现在身上又没钱 你得先借我点 几天之后再还你 啊 他出什么事了 你别问了 你就说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没工夫跟他多说 当然能啊 你借我命 你别说借钱了 你借我命用 我也不会皱下眉头 这小子 油嘴花舌 什么都敢说 真要拿他小命实试 你看他是否借给我 你先借我五千块钱 这小子一漏 我身上就贷了千八块钱 不过我带着卡了 马上继续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小街上没有提款机 欧阳建斌叫女朋友 自己先回家 他搭车 带我跑到 有提款机的地方 取出了五千块现金 问我够不够 要不把身上这一千 也给了我 我说这就足够了 等救出林婉哥 让他还你 我说完掉头就走 这小子却追上来 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拦住一辆出租车 跟他说 等摆平了一切后 再告诉他 没想到这小子 也钻进车来 说自己当时能活着 回到徐州 全仗着我和林婉哥 拼命相救 他现在出事了 自己怎么也得出份力 这让我哭笑不得 但时间紧迫 没工夫跟他细说 那就先跟着我吧 我们到了出售佛像的 小店门前下车 进去后 买了陶木剑 八卦镜 石工锥 朱砂 伏笔 铜钱 等一大堆物品 石工锥在市场上有卖 比这儿要便宜得多 但这里卖的都是开过光的 能省我不小的利息 而红绳糯米 去市场买就行了 没必要让这小店宰我们 就这堆东西 也花了两千多块钱 我倒没觉得鬼 欧阳建斌心疼得不得了 这暂时还是他的钱 又不行去附近市场 买了糯米 红绳 黄纸 以及一条尼龙长绳 东西基本上齐倍 该去找明奈了 欧阳建斌仍旧跟着我 对这小子死缠烂打 我也非常头疼 问他有车没有 这小子说有 刚才跟女朋友逛街 所以没开 我心想 有个交通工具 一来省时 二来 也能躲避对方追杀 于是打车回到他住处 有他开车载着我 去了明奈家 敲开门后 小眼竟然见我带了一个陌生人 没看到林晚哥 一句话没说就要关门 我忙推出门说 林晚哥出事了 被关进了消灰事 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 在今晚之前 破解了代码 否则 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明奈跟个僵尸似的 瞧着我片刻 冷冷丢下一句话 对不起 我没这个能力 你还是另请高明吗 说着又要关门 我不禁心头火起 用力把门推开 这小眼睛瘦弱得 跟小机子似的 立马跟着往后一个脸线 差点没吹到 林晚哥可是你同学 现在他危在旦夕 你这么冷漠 你还是不是人了 欧阳建兵在我后边 跟着起哄 卧槽 这么做就不是人 是人渣 明奈被我们俩 凶神恶杀般的模样 给唬住了 神色为难地说 不是我不想救他 我刚刚接到一个 同行的通知 让我们这段时间里 千万别碰幽灵代码 否则会惹火上身 出事集团 在徐州的势力很大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不一定能破解了密码 如果强行出手 救不了林晚哥 还可能会搭上我的命 听了这番话 我心里火气喧嚣了 这件事确实挺危险 搞不好会要了他的命 甚至祸及全家 我们没理由 逼着他铤而走险 跟着去送命 除非是他自愿的 我叹了口气 点头说 打扰了 我们这就告辞了 我才要转身 小眼镜忽然说道 等等 我高兴地转过身 只见这小子 一脸地挣扎表情 眉头皱了又皱 最终咬牙说 幽灵代码 必须到现场去破解 得不到云程序 在家里是想不出 破解办法的 好 晚十八点 我们来接你 我忽然觉得 这小眼镜 特别地可爱 不行 我现在就得跟你们走 明奈说着 重回屋子里收拾东西 欧阳倩斌眨巴着眼说 这么早去干嘛 不会想蹭饭吧 我没理他 明白小眼镜的意思 像他这种 能够破解幽灵代码的 电脑高手 楚经良肯定全都知道底细 如果被他们发现 我曾找过他 不用等到晚十八点 一会儿 可能就失衡就地了 目前必须离开住所 找地方躲起来 明奈就带了个笔记本 跟着我们上车后 我让欧阳建斌 找个偏僻点的小旅馆 用他身份证开房 我足足画了一下午的笔 直到天色傍晚才手工 基本上能用到的笔 全都画出来了 然后分类放进包里 急用的时候 能够及时而又准确地 拿出某一种笔来 现在将近八点 我和明奈也不方便 再出去吃东西了 让欧阳建斌 去买了饭菜回来 在房间里吃 吃过东西 我跟他们俩交代任务 欧阳建斌只负责开车 远远停到 楚氏大厦周边待命 只要我们得手 会打电话 他听到手机铃声不用切 立刻开车 赶到门口接应 明奈的任务就艰巨了 不但要跟着我 闯入龙滩虎穴 还要在进门之前 就要破坏整个大楼的 安保系统和电力设备 在这方面 明奈有办法 不论什么系统 都是电脑程序来控制的 只入一种病毒 就能让他完全瘫痪 小眼镜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让我心里感到震惊 这类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危险分子 在现在越来越依赖电子科技的时代里 他们真能搞个天翻地覆 我们在小旅馆里又等了两小时 这段时间里 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欧阳建斌 十点的时候 我们下楼出发 欧阳建斌由于在楚氏大厦工作 对周边地形相当了解 远道绕个圈子 把车停到了楚氏大厦左侧的一条 偏僻的小巷里 他跟我们说 正门内有两个保安室 一个是安保公司配备的保安 那就是个摆设 另一个保安室内 经常有几个训练有素的打手在执行 遇到特殊情况后 便会立即冲出来摆平 按照目前情况 楚氏大厦内部肯定布置了大量人员 走正门是绝对行不通了 不过 大厦有两个隐蔽的通道可以进入 一层全部租出去开商店 左侧和右侧是两个餐馆 厕所里的通风管道 与大厦内部连接 它是搞建筑设计出身的 对于这种大楼内部的设置 不用看图纸 也是了然于心 而通风管道内 却没有任何监控 这是大厦安全上的唯一缺陷 也是致命的 但老板对这方面不懂 再说 钻通风管道去偷东西或者作案的 几乎没人这么做 所以也没人向老板提出封堵这个bug的建议 他一边说 一边画了个草图角给我 我简单看了下 便带着明奈下车 横穿小街 来到大厦左侧饭馆外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们俩进门之前 把手机调了静音 进餐馆点了两个菜 然后假装去厕所小便 由于这个点了 餐馆里人又少 厕所里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 明奈堵住门口放哨 我爬上厕所格栏 往下看了看 确定这几个厕所里没有人 才拿出工具 把通风罩写掉 这个通风口留得比较小 又拆了两块石膏板 这才钻进去 明奈跟着跑过来 我把它接应上来 让它先往右爬走 我倒退着进入左侧管道 把石膏板回归原位 又用胶带将通风罩从内部粘贴住 这样有人进来 不会发现有人破坏了通风口 由于明奈在前面 那只能让他来打头了 一旦进入管道 想转身是绝对办不到的 在黑暗中 往前爬了一段距离 到了通往四面八方的岔道口 明奈先爬过岔口腾住地方 我钻入竖井通道 管道是一节节固定在一起的 每一节都会有突出的边缘 似乎也有利于 检修通道时往上攀爬 我于是攀着突起的边缘 很快就爬到二层通风道内 然后吹下尼龙绳 明奈绑在腰上 加上他自己也在攀缘 毫不费力地就上来了 但往上要爬到十八楼 那可不是玩的 这地方太过狭窄 手脚伸展不开 我觉得能爬上十层就到极限了 当下跟明奈小声商量 我们就紧找个办公室进去 想办法破坏监控和电力设备 然后爬楼梯上去 欧阳建兵画的草图上表明 三楼有个部门是工会 那是个闲散客室 基本上就是美女们上班聊天 淘宝和玩游戏的地方 在这里工作的必须是美女 并且必须会讨好上司 这年头有姿色又会发骚的女人 那就是本钱呢 其他员工累死累活 到头来跟他们整天闲着的 拿的薪水一样多 所以这个部门晚上是不会加班的 我们于是又爬上三楼 沿着管道爬到东头 下面应该就是工会了 通过通风罩往下瞅瞅 看不到灯光 这才拿出石工锥 将罩子撬下去 啪叉一声 碎裂的罩子落地 忽然黑暗中有个女人问 什么意思 不知道啊 一个男人随即回答 快点开灯 他大碍的 感情今儿来得不巧 碰上偷心的了 也怪我大意了 刚才该听听声音来着 我们俩赶紧往后 同时缩了两步 我把上半身 完全缩回到通风口外 哦 通风罩坏了 随着灯光亮起 男人说道 女人说 不对啊 我刚才听见 翘东西的声音了 别疑神疑鬼的 上面那是通风道 谁钻那里边 来吧宝贝 咱们继续 立马 下面传了一阵 哨而不移 不堪入耳的声音 让我听得浑身躁热 某个部位 都可耻地发生了变化 这让我十分的郁闷 现在变成了进退两难 卡在这了 可能有人要问 从通风口 看到下面是否有灯光 随便找个黑屋子 下去不就得了 为啥非要脑残地 爬这么远来工会啊 这是你们有所不知 草图上还标注了 每一层都有个设备机房 设在东头一间房屋内 在三楼 也就是工会的东边隔壁了 每层的机房 与大楼各个楼层的店里 监控网络全部连接 要想搞破坏 这是必须之地 但机房内有监控 我们不能直接进去 所以 只能先到工会这间屋子里 想办法通过墙壁内 埋线 破坏隔壁监控设施 这说起来技术含量就高了 不过 对于明奈来说 那是小菜一碟 可现在想上四层也做不到 只能卡在这听声音 简直是现实版的现场直播呀 我心说就当休息一下了 我不信这俩狗男女能搞夜 这毕竟是办公室 滚完床单肯定要走的 哪知道 这男的作战力挺强 等了好大一会儿 还不完事 不过下面灯光又熄灭了 我找了胆子 往前爬上两步 探头往下瞧着 一袭看到 有两条黑影不住蠕动着 此刻只听女人小声问男的 是不是吃了尾哥 今天这么猛 那男的吃吃笑得很淫道 说你猜对了 吃了药就是管用 我差点没摔下去 你个王八蛋 打算搞一夜 坏蛋 都挺晚了 你得快点 不然我老公一定会来公司找我的 再来一会儿吧 找个机会挺不容易的 然后女人也不反对了 我看他们非得搞到后半夜不可 这可咋办 站在犯愁之际 忽然后面传来一阵鬼笑声 在漆黑的通风管道内 发出诡异的回响 显得无比的阴森和恐怖 我一时头皮都麻了 谁啊 女人在下面吓得声音颤抖起来 别怕 这好像是 男人结结巴巴说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我 我听着像是鬼叫 女人颤声说 我急忙回头 要掏出一场符来时 发现明耐手里的手机平亮着 一团光芒反射到他脸上 这小子一脸的邪笑 看上去挺阴森的 我于是明白 他在手机上搜了鬼片 放出女鬼的小声 只听手机上接着又响起了 女鬼森丽的叫声 这让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不错 我变成了厉鬼 今天找你们锁命来了 这台词正好应景 下面那俩狗男女一听 吓得尖叫起来 俩人估计都没穿衣服就跑出房门 我麻利地从通风管道跳下去 明耐把手机声音关掉 被我接应下来 那俩狗男女虽然慌慌张张跑出去 但肯定不敢声张 一定找东西遮住身子 逃出大厦去了 我打开手电 看到两间屋子里有几张办公桌 椅子上搭着一堆男女衣物 这让我挺内疚的 你说人家偷情 爱我们啥事了 就这么光屁股跑出去 遇见人多难为情 我正胡思乱想 明耐已经开始干活了 他从包里拿出工具 卸掉网络插头 拿出一根细金属线 与网线对接 然后将另一端插入笔记本上 这我帮不上忙了 转头继续打量这间办公室 忽然间觉得 这屋子里太愣了 见空调开着 想找遥控器把空调管了 正拿手电四处寻找 突然看到 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办公桌上 正用手梳着头发 我心说不会是那女的 吓傻了没跑出去吧 果然这女人全身赤裸 只是皮肤惨白 由于长发折出了面孔 一时看不到长相 我心头吐的一跳 这不是人 这是女鬼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女鬼从发丝缝隙之间 透露出忧虑的目光 在沉寂的黑暗里 有危险的阴森恐怖 她见我正在瞧着她 于是慢慢地撩开长发 同时一片鲜红的血液 从脖颈处往下一流 瞬间躺满了全身 让我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 我也不敢告诉明奈 如果这小子吓晕过去 那就麻烦了 我于是怒目瞪使着死鬼 从包里掏出一张三味针火符 她如果不给面子 在明奈受到惊吓之前 我直接让她化为轻艳 哪知这鬼娘们并不害怕 慢慢接起长发 在我看清面目的一瞬间 脑袋咕咚一声 滚落到桌上 然后又摔到地上 往我这边 咕噜噜地滚过来 明奈听到声音 转头就看 我随即闪身挡住她视线说 你赶紧干活 什么都别看 滚 滚 明奈还是看到了 吓得惊呼一声 我拔出桃木剑在地上一出 这女鬼头颅滚到三尺之外 就停下了 然后又脸色惊慌地 往后倒退回去 这女鬼是小艳艳 我还不能杀死她 所以才用桃木剑把她逼退 这让我特别纳闷 疯狗不是说 他们俩下地府了吗 怎么会在楚氏大厦出现 难道楚精良找了高手 从地府把他们抓回来的 我觉得不可能 从地府捉鬼 这有点狗血了 不过 据说有个鬼市专门店的老板 有这种本事 不会是那混蛋干的吧 明奈竟然不是想象中那么胆小 跟我说 你千万挡住她 我快成功了 我恩了一声 心说你就看好吧 哥们要是连个死鬼都搞不定 以后还混个忙 我挺起桃木剑往前走上两步 指着地上的鬼脑袋说 小艳 我知道你俩死的冤 可是我晚到一步 进门你们已经遇害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们报仇的 报仇 小艳也咧开嘴巴 露出尖力的鬼牙 架上只有一个脑袋在地上滚着 那副凶样非常善人 要不是你 我们姐妹俩还死不了 你是杀死我们姐妹的刽子手 我们永远不会放过你 明奈一边干活 还一边插嘴 她就是你们说的 那个两个女孩之一吗 我安了一下 跟小艳也语中心长地说 对不起 你们姐妹的死 确实与我有关 但当时我不救你们 你们一样会死 死后连个魂魄都留不下 现在起码还有投胎机会 赶快找吴鬼位 下地府投胎吧 小艳也诡异地笑了几声 脑袋突然跳起来 回到了脖镜上 她满脸怨恨地说 我们魂魄不全 根本没资格进地府 到结合就被挡了回来 然后又被黑佛 引回了褚师大厦 我们姐妹永远都改变不了 这个命运了 最终 是要先生给黑佛的 可如果不是你 我们还能快活得活些日子 你却残忍地剥夺了 有限的生命 我恨你 我立马无语了 把魂魄不全这事忘了 魂魄不全与鬼体残缺不同 他们身体本身就是虚幻之物 是藏在灵窍里 三魂七魄映射出的形象 魂魄不全意味着 就是一个怪物 地府绝对不会收容 肯定要退祸 想到这儿又开始担忧起来 本来觉得他们俩死后进了地府 那黑佛就不可能再吸取 阴煞女的魂魄了 没想到又被勾了回来 储精良回来后 一定会想出其他办法 让黑佛继续能够慢慢品尝梅餐 迎着小燕燕怨毒的目光 让我心里左右为难 他不出所料 死后化为厉鬼 就算化掉身上的戾气 也不能再进地府 最终会被储精良利用 这种情况是不能留他在人间的 可想到他也是无辜的 又下不了这个狠手 正在这时 明奈说 我已经通过网络成功入侵 监控中心了 我先关闭了三层所有监控 咱们可以去隔壁了 只有到隔壁 才能破坏电力设备 并且通过机防硬体 侵入销魂式的电子气头 这是明奈告诉我的 这玩意儿我是一头黑 啥也不懂 可目前这情况放过小燕燕 他说不定会去通知敌人 那么我们便会陷入宠威之中了 我一咬牙下了狠心 不管小燕燕如何可怜 那都是不能留的 单凭他这厉鬼之身 就能祸害不少人 当下捏绝念搜墨咒 要用三昧真火烧死他 他也不傻 嗅到危险气息 狠狠瞪了我一眼 马上消失了踪影 这让我后悔不跌 刚才该先念咒断了鬼路 唉 我好像还是心软了 明奈合上笔记本起身说 这女鬼走了正好 咱们再从通风管道进入机房吧 我恩了一声 踩到桌上我上跳起 盘住通风口钻了进去 然后放下尼龙绳 让明奈爬上来 进入机房内后 明奈又拿出金属线连接笔记本 我不住催得快点 唯恐小燕燕逃走后 会通知对方 很快就会有人过来了 明奈一声不语 转心干活 显得非常沉稳 我一会儿走到门口 贴着门板倾听 一会儿又跑回通风管道下仰望 担心小燕燕和小妖妖两个 会从这儿下来偷袭 机房里尽管开着空调 但我还是觉得浑身燥热 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呃不好 明奈叫了一声 突然没了声音 我急忙转头去看他 只见这小子 眼神阴冷地瞧着我 糟糕 他不是被附身 就是重邪了 不过 刚才在他灵窍上 做了闭门谢客 应该不会被附身 有可能是邪气 透过其他不为侵入的 我忙攥住他的左手腕 右手那个剑绝 猛地在他手心点了几下 然后心里莫松咒语 他一对眼珠 咕噜噜地快速转动几下 恢复了神志 他喘着气说 这幽灵代码非常狡猾 眼看就快破解了 却又改变了其他程序 在别处自身幽灵代码 并且 反过来袭击 差点要了我的命 别说 别把金手线拔掉 关闭了笔记本 我照眉说 这么说 今晚咱们没机会了 明奈无奈地点头 虽然我今天 一直在研究幽灵代码 但还是准备不足 要回去 再想其他办法 最快 也得到明晚才行 我一下子挺失望 一来担心 灵晚哥会挺不过今晚 二来 我们利用通风管道的 是被发现 再来就不能走这条道了 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是无能为力 有些事 不是我们想到 就能做到的 如果没有幽灵代码 只是一尊黑佛 我一个人就破解了 脚上这么个神秘的玩意儿 那只能 等明奈想出办法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既然今晚没机会了 我们俩果断撤退 但通风管道这条路 是不能走了 以免被堵在其中 明奈刚才把整栋大厦的 所有警控都关闭了 并且植入病毒 让整个安保系统瘫痪 只是电力还没遭到破坏 可笔记本 已经不能再打开了 因为幽灵代码 反过来入侵 再打开 说不定还会再次中邪 于是从内打开机房门出来 此刻外面一片寂静 明奈只懂电脑 对于怎么跑路 那就不知道了 我左右看看轻密的走廊 发现走廊两端都有窗户 我们就位于东头这扇窗前 我打开窗子 探头往下瞧了瞧 下面还有灯光 清晰地看到地面上没人 于是拿绳子绑在窗户上 让明奈先下 我买的这条绳子有十几米长 韧度和强度 都是按照探动装备的标准来选的 同时承载我们两个人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明奈刚往下滑路两三米后 忽然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我急忙爬出窗户 催着明奈 赶快往下滑 等我们俩滑到距离地面 还有三米的位置时 窗户内探出两个人头 同时设下两道强光 他们在下边 快通知下半拦截 割了绳子 我心说不好 这个高度我跳下去没问题 就怕明奈会受伤 我现在位置正好处于二楼窗口 于是一拳打碎了玻璃 伸左手盼住窗子 右手扯紧绳锁 刚好这时候 上面把绳子割断了 但下半截绳子被我扯起来 明奈安全着地 我随即放开窗子 永生跳下 出地的衣扇 滚地把冲力卸掉 还没爬起身 从四面八方 跑出来一片身穿黑衣的男子 手上都有枪 我们俩立马傻眼了 已经陷入包围圈 走势肯定走不了了 正在这时候 忽然从墙角黑暗里 冲出一个人 洒出了一片红雾 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快走 那个人拉住我就跑 我不用看人 只看红雾就知道 是左辽来了 顿时一阵大喜 回头讲明奈跟上 这帮打手还没冲到跟前 就被落雨红雾撂倒一片 我们仨沿着墙根 借红雾掩护 成功突围 遇上几个散兵游泳 被左辽几枚暗器发出去 连哼都没哼出来 便倒地了 左辽拉着我 向直奔前方街头 我却扯住他 转入了一条小巷 左转右拐 最终跑到欧阳建兵的车前 仨人拉开车门跳上去 欧阳建兵一句话没问 立即发动机车 转入小街市走了 我欣喜地看着左辽问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有事路过徐州 刚从餐馆吃过饭出来 就看到你们两个进去了 我在进去找你时 发现你不见了 左辽很好奇地瞅着我 他后来找不到我们俩 又不敢进南厕所 最后就在大厦四周转悠 最终没找到任何线索 才要离开的时候 刚好看到我从上面爬下来 这时候远离了楚氏大厦 欧阳建兵没刚才那么紧张了 跟左辽打招呼 嗨 美女你好啊 左辽没理他 而是翻着白眼跟我说 你怎么扯这样的怂包弹帮手 我笑的 这不是山穷水尽 没办法了 只能找他讲究讲究了 这什么话呀 我欧阳建兵 好歹也是出入过古墓 见过妖鬼神魔的 怎么怂包了 这小子还不服气 明奈不喜欢多说话 也不认识左辽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沉默发呆 似乎在想 怎么破解幽灵代码的事 左辽说 含妖鬼神魔 当时在古墓里下的 屁滚尿流的人是谁 那个 能不能给点面子 明天我请你吃闭上课 左辽只说有事来徐州 便开始转移话题 我好奇地又问 你来徐州什么事 说实话还是谎话 这妞 眨巴眨巴美丽的黑毛说 他也跟我来这时候 我哭笑不得地说 实话讲话全都说 左辽一笑道 谎话呢 我是闲着无聊 决定到处走走 走着走着就来了徐州 实话呢 是我实在嫌得太无聊了 决定来徐州看看你 欧阳建兵哈哈笑道 大美女 原来想咱们大帅哥了 左辽一沉脸 你不说话会不会死 欧阳建兵可是见识过他的厉害 吓得吐吐舌头 不会死 我看我还是装会死吧 他想见我 让我心里感到一阵高兴 可是又想到 他会不会对我真的有了意思 即便是我跟林玉西 彻底没了希望 心里也不会容下其他女人 如果我不是个 用情专一的男人 这几天早开始 对林婉哥展开公式了 一想到林玉西 心头就是慕名一痛 左辽见我没啥反应 显得有点不开心 不过 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也没说什么 沉默了片刻 他问我 进杵士大厦干嘛去了 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多人围攻 我听他问起 便把来到徐州后的一切 说了出来 他听完后 皱眉沉思了足足半分钟 才跟我说 你说的这个黑佛 应该是一个被打散魂魄的 恶鬼邪灵 在黑屋树里 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恶鬼在某种天使地理下 看似被打散魂魄 却没完全离开三界五星 还有几缕残魂滞留人间 这种恶鬼一般是非常邪恶的 几乎达到了妖的地步 所以也称作妖鬼 如果有人将散游各地的残魂收起 用阴煞女魂魄修补 有可能让她重新复活 黑屋树里的东西 在鬼附经里大部分是没有的 不过也印证了我之前的推测 佛像里藏着一个受杀的邪嘴 楚经良修复这种妖鬼 给她复活是要做什么 目的虽然猜不到 但这玩意儿如果再次现世 必定会给人间带来巨大的灾祸 妖鬼和汉拔基本是一个档次的 都是很难杀死的玩意儿 这让我不由愁容不展 真担心 以后整个徐州会陷入灾难之中 佐疗讲完这种妖鬼的可能性 又跟我说 单凭破解了什么幽灵代码 还是镇压不住药鬼残魂 你说你用燕血 成功坐在身边溜走 那么要想搞定它 必须还用燕血 我周美的 阴阳名途打不开了 有新鲜的燕血是最好不过的 那只有麻烦你走一趟燕子窟 搞点干枯的血迹了 佐疗美眸中闪烁着狡诈的笑意 这没问题 不过你要陪我走一趟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佐疗提出要我陪他去一趟燕子窟 这就算他不说 我也肯定要去的 不但轨道危险重重 燕子窟也是个鬼秘恐怖之地 他一个人去 我还真不放心 于是叫欧阳建兵 把车开出徐州市 让他和明奈去个偏僻农村躲避一夜 我陪佐疗 这就去燕子窟 车子一路驶出徐州 到了偏僻之地停下 约好早上还在这里见面 我和佐疗急匆匆地下了公路 走向荒野之中 佐疗笑隐隐地说 走那么急干什么 反正今晚是没机会救出林婉哥了 我苦笑道 我怕我们早上回不来 又得等一夜了 林婉哥是莲花胎 做那风雄化鸡 云南城下的 不用这么担心 莲花胎又不是神仙 不是说就不会死了 只是比别人在险境中生存几率大一点 再说 还有小燕和小妖堂了鬼魂 又回到了楚氏大厦里 随时都有可能把这妖鬼复活 现在是刻不容缓的 怎么能不急呢 我深有忧虑地说 佐疗忽然语气不爽 我看你这么急 主要心思还在林婉哥身上吧 我听这话不对劲 转头拿手电照向她 只见一张俏脸非常阴沉 我心说 这妞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哭笑不得地说 她对我那么好 到徐州第一天 多亏她帮忙 不然我肯定被抓进警局了 我急着救她不是应该的吗 佐疗立刻停下脚步 沉着脸往地上一坐 不错 是应该的 不过这会我心情不好了 我要休息一会 这妞儿看上去是真吃醋了 我于是蹲下来 强自按耐住 焦急的心情 跟她耐心解释 我跟林婉哥 就像和你关系是一样的 咱们都是患难之交 我把你们俩看成了亲妹妹 我呸 谁是你亲妹妹 说话一点都不害臊 佐疗打断我的话 狠狠白了我一眼 不过 随即扑的一声笑了 只听她诱导 我跟你开个玩笑 我就想试试 你和林雨昕分开之后 你对她的忠诚度有多高 现在看来 满满乎乎 还算及格 走了 说着起身 继续往前走去 提什么不好 偏偏提林雨昕 让我心头顿时抽搐一下 心情一落千丈 左梁回头见我失魂落魄地走过来 脸上出现了一股愧疚的神色 跟我说 对不起 我不该提林雨昕 好了 你怎么说也是个男人 振作点能死 我搭了着脑袋说 老四 那你死了 她冷不丁伸出一脚 把我踹倒在地 然后笑着往前逃了 死丫头 你别跑 我气得从地上爬起来就追 我们俩往前走了二里多路 到了一处阴气较浓的荒野上 左辽点着那盏油灯 拿出储存的烟里血 两人各自在眉心涂抹了 随后进入死亡之角和轨道 在漫天鬼火的追击下 仓皇逃进了燕子窟 出口是固定的 往前是早已塌险的惊动 那条路断了 我们只好往后寻找出路 可是沿着漆黑的洞窟 越往里走 感觉气温越低 我们来时没戴厚衣服 左辽动得全身发抖 我看再走下去 两人非冻僵了不可 而现在往里越走越深 始终看不到尽头 我怀疑 前方是燕子窟的核心部位 不知藏着什么凶险 两人一商量 随即退回原地 这里才觉得暖和了 左辽依旧没从寒冷中缓过劲 抓住我双手不住地揉搓 那是借我的手来取暖的 咱们也算是江湖儿女了 不拘小节 这要是换上林雨昕 然后是借我的手来取暖 势必还要给我扣上一顶流氓的大帽子 她大爱的 怎么又想她了 心里跟针扎的似的 休息了一阵 左辽小脸上逐渐恢复了血色 跟我说道 不如新线横穿塌险的经典 我带了足够长的绳索 只不过太过危险了 万一出现差错 下面可是万丈深渊 过去看看情况吧 实在不行咱们再回轨道 找个距离清关山接近的出口出来 我瞅着漆黑的惊动说 你不怕浪费时间了 那有什么办法 谋是在人城市在天 有些事咱们是左右不了的 我无奈地笑了笑 左辽点点头 于是我们俩转身 往惊动方向走了一会儿 到了洞口外停下脚步 我拿手电往里照射 里面空荡荡的 但从下方涌出了一阵阵 冰凉诡异的气息 想起当时那些狮宠 和鬼羊大战的行星 此刻仍是心有余悸 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残留的黑明风 身头拿手电往下照了照 黑漆漆地深不见底 让我倒洗口凉气 黑明风倒是没看到 可下面太深了 虽然不是万丈深渊那么夸张 但摔下去 铁定变成肉酱 佐疗已经准备好了 飞虎爪 洞窟也就三十来平米的面积 从洞口到对面 大概六七米的样子 他也伸头往下看了看 没发现异常后 甩手将飞虎爪扔过去 咔哒一声 钩爪穿过对面石壁上的洞口 抓住了一块凸起的石头 他转头跟我说 我先过去 待会儿把绳子丢过来 不如你在这等吧 咱们没必要都过去 我拿了咽血再返回来 他不等我说完 抓着绳子 已经跳了下去 眼看他坠入黑暗中 我一颗心地势 跳进了嗓子眼 手心都捏了把冷汗 只见他荡到对面石壁前时 伸出双脚轻轻一点 便停住了身形 然后迅如灵源般 快速爬上去 翻身爬出洞口 我这颗心 也就跟着落地了 佐疗把绳子用力丢过来 我接住后 学着他的动作 有惊无险地爬上洞口 被他接应上 所谓干枯血迹 也就是红色鸟粪了 这里面含有大量咽血 其实比从地上刮起的血 泥效果更好 我拿出准备好的佐疗袋 足足装满了一袋子 这才又跟佐疗挡回来对面 重新爬进轨道里 接着 像夹着尾巴的丧家之犬一样 从鬼火中 逃回了死亡之脚 时间拿捏得刚刚好 此刻天还没亮 我们急忙出了死亡之脚 这一番力气没白费 成功拿到咽血 就看明奈 是否破解了幽灵代码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现在距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便坐在公路一侧树林里等待 佐疗此刻说起来徐州的真正目的 并不是完全为了看我 同时也为了寻查刘豪空的痕迹 刘豪空就是刘雨摩的父亲了 切换时到底说的是否是实话 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佐疗也是为了找到真相 离开龙家沟后 利用各种手段打探消息 最终得到一条线索 刘豪空曾经在徐州出现过 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我心说难道徐州也跟西岭似的 隐藏着很多鬼车传人吗 这倒不是没有可能 老于曾说过 鬼车传人几乎遍布天下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很可能路边一个算命瞎子 就是鬼车传人 那个出售佛像和盗器的店铺老板 说不定也是这类人 我说道 等救了林万哥 我帮你寻找刘豪空 这倒不用 对于查找线索这种事 我比你有本事 这牛说话太不给面子了 让我脸上微微一红 不过 他说的也没错 当时林雨昕不辞而别好 全靠他找到了线索 在这方面 胜过他的人不多 这么说来 其实你来徐州 只是顺道看看我 我还以为你掌心了 惦记我的哥呢 我忙转移话题 顺道看看你算是看得起你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 我男朋友啊 他明显在挑逗我 他跟林雨昕一样的狡猾 明明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一旦从你嘴里说出来 必定会遭到无情的打击 哎 你说这树林里咋没鸟呢 我又开始转移话题 免得自找不痛快 左辽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的白了我一眼 因为你这只坏鸟进了林子 把好鸟都吓跑了 我干笑几声 欢想到一件事 严肃地跟他说 跟你说个正经事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多少 最少五千 能给一万当然好 我不知道能否救出林晚哥 但欧阳建兵的钱 必须先还上 有是有啊 什么时候能还 他也是一本正经 我扎把扎把嘴 什么时候能还钱 这就不知道了 我挠头道 一年以后吧 我等不了那么久 不过 有个折衷的办法 你可以帮我打工还债 就像当时林雨昕那样 叫你们帮他干活还钱 怎么样 行不行 他脸色虽然挺严肃 但眼神里 透露着一股脚筷之色 这妞又提林雨昕 让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点头说 好吧 跟谁打工都是打 我这辈子看来命犯桃花节 总跟女人打工 再给你打工 你就是我第三任美女老板了 左辽无嘴笑起来 就这么说定了 一会儿去捡给你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人了 不对 是我的用人了 不论什么情况 都要看我眼色行事 不能抗拒我的命令 否则 展力绝 我眨眨眼 心说 这妞又跟林雨昕 有的一瓶 我看还是伺候林婉哥比较舒服 日后 让他把我赎回来 想到这个赎字 咋感觉我像是个被贩卖的奴隶啊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 不知不觉 天意大量 此刻透过树林看到 欧阳建兵的车开了过来 我们俩拍拍屁股 跑上马路 跳上车赶回室内 欧阳建兵和明奈 明显一晚上没睡好 欧阳建兵一边开车 一边打哈欠 明奈两眼痛红 我看 他这一夜 压根就没睡 我一问才明白了 凌晨那么晚了 跟哪儿去找地方结束啊 他们把车 停到一个村庄外 僵久了一夜 欧阳建兵由于害怕 楚经良那些手下神通广大 会追过来 所以半睡半醒 根本睡不好 明奈利用逆变器 在车上给笔记本充电 对幽灵代码 一直研究到天亮 这会儿抱着笔记本 还在冥思苦想 我们也不打扰他 这种事帮不上忙 别再捣乱 影响了他的思路 我小声跟欧阳建兵说 把车开到之前那个小旅馆 让他回家吧 晚上如果有需要 我再打电话叫他过来 但这小子挺讲义气 说早跟女朋友汇报了 说有事 离开许州几天 暂时不用回去 其实我看得出来 他是唯恐楚经良那些手下 会查出昨晚 是他开车带我们逃走的 所以不敢回去 也不敢离开我们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 总之 为此不能害了他 跟在我们身边 我也放心些 到了小旅馆外 欧阳建兵把车 远远停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这次由左辽拿身份证开房 进入房间后 他出去取了一万块钱 并且买了早点 我拿出五千还给欧阳建兵 这小子推让几下说 我救过他的命 这五千块不打算要了 就当是给我买点礼物什么的 我坚持要还 硬把钱塞在口袋里了 客房里虽然有两张床 但左辽吃过东西后 很不客气地躺在一张床上睡觉了 明耐则盘腿坐在另一张床上 一边吃东西 一边研究幽灵代码 我们俩只有坐在椅子上闲聊 欧阳建兵说着话 眼皮都开睁不开了 我本来想让他打个盹的 谁知话敢话 赶到了小燕影和小妖妖身上 这小子突然就来了精神 你说这两个妞 是不是其中一个长得 和你女朋友点像 对 就是眼睛特别像 这小子睁大眼就问 我点头说 不错 可惜好好两个女孩 被处境良祸害了 变成当副部说 还为此丢了性命 欧阳建兵忽然一脸不屑地说 什么好女孩 这俩三八 我们公司上下都知道 他们压根就不是大件事 外地来的 也总会理上班的 我一同事耗这口 有天晚上喝多了 带他们跑公司玩双飞 结果被楚经良逮着了 那家伙被大厂开除了 然后楚经良带这俩三八走了 从此之后 听说他们缠上了楚总 我一折眉 原来他们两个跟我说谎 但也可以原谅 他们为了遮掩不体面的工作 自成大学生 无可厚非 再说 这种女人 未必心眼就坏 我叹口气说 他们命已经不好了 又遭到楚经良的迫害 这是老天不公啊 我这是个结束语 打算让他们一会儿 哪知这小子还没完了 瞪着眼说 什么老天公不公呢 你知不知道 他俩多坏啊 他们害死过人呢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场再见 我一愣 叫他说说 这俩女人怎么害人了 欧阳锦斌说 这俩三八 由于在他们公司出了名 很多人开始人肉 挖他们之前的种种事迹 一年前 有个男人迷上他们 把所有薪水 都花在他们身上了 家里老婆发现后 就去夜总会里闹事 结果 被这俩三八 从楼上推下去摔死了 由于屋子里 没有安装监控 这俩三八坚持说 这女人自己要跳楼的 最终警局找不到证据 这件事 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后来那个男哥 有一次跟公司同事 喝酒喝多了 说了出来 小燕燕曾经告诉他 一年前那个女人 就是她和小夭夭 动了杀心 从楼上推下去的 一来这事没证据 二来夜总会 在当地势力很大 暗中也帮忙摆平 所以才将这件冤案 草草了结 听到这儿 我不有一份填膺 她大爱的 原来并不是中邪 才改变了性子 老早就是害人精 不但习光一个 上班族的所有薪水 还把人家老婆杀死 这简直是畜生 要早知道这事 我昨晚上 直接用仪器联欢服 把小燕燕给接过了 他妈的 听着名字 小燕燕 小夭夭 正常人谁叫这名字 想到这儿打定主意 今晚再去厨师大厦 保证送他们俩 坐太空飞船 我们俩正聊着 那俩三八时 明奈突然叫了一声 把左燕都吓醒了 我们忙转头去看他 这小子摘下眼睛 目瞪口呆地 盯着笔记本说 我天哪 这个幽灵台马 已经彻底变成了鬼城区 他通过 英灵聚集的通道 能改变死鬼细胞 会让死鬼细胞 分裂复制 我和左燎都不懂这些 欧阳建兵却是多少了解一些 急忙问道 你的意思是 不但能修复这只鬼 失去的细胞 还有可能再克隆出 这种恐怖的恶魔 明奈抬起头 满眼恐惧地点了点头说 幽灵台马 完全掩兵成鬼城区后 就出现了自己 随时修改台马 分裂复制 这已经上升到 人类难以控制的地步 常虚和死鬼融为一体了 想破解台马 必须杀死这只鬼 我不用愣住 正是想杀死这只鬼 才让你破解台马的 你告诉我先杀鬼 再破程序 这还叫你帮个啥忙 欧阳建兵张大嘴巴 两酒合不拢 半晌才说 卧槽 谁这么大本事 发明 跟鬼融合的幽灵台马 明奈又是一语惊人地说 我觉得这不是人变出来的 一定是这鬼 这只鬼生前是个程序高手 死后又对鬼的特征十分了解 这才能变出这种绝世程序来 佐疗对此并不在乎 打个哈欠说 啊 破不破什么程序 没什么大不了的 杀鬼靠的是硬本事 今晚就用燕雪去收拾妖鬼 他们两个就不用跟着了 省得变场累赘 我还没开口 欧阳建兵插嘴说 不论什么程序 都需要电源才能运行 切断电源 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明奈摇头 黑幅内部还安装了一套核心系统 集中蓄电池续航能力 最少能达24小时 咱们就算切断一切电源 连UPS装置也摧毁掉 那也不影响它继续运行 并且幽灵代码 本身可以利用英灵之气 启动电脑硬件 即便是蓄电池瘫 依旧能够保证这套核心系统正常运转 那 那要是用炸弹呢 欧阳建兵没好气地问 炸弹也未必能摧毁幽灵代码 只能炸毁硬件 欧阳建兵打断他的话 不是 硬件都没了 光留个代码有个屁用啊 左辽听了此话 精神大臣地说 这其实是个好主意啊 想办法搞点炸药来 把整个处事他上扎屁了 我没出声 只是皱眉盯着他 这妞捂着眼睛不看我 直到自己犯白痴了 但还是嘴硬地说 要不去炸顶层吧 其他的保留 对对对 我同意左辽的看法 欧阳建兵马上开城附和 对 对你个大头鬼啊 我终于忍不住了 生气地说道 你们俩不想想 别说炸药没地方买 就算买着了 要炸顶层上得去吗 再说了 这是恐怖袭击 你们俩不打算要命了 左辽挠到头说 我是没关系 站完大楼就躲死亡之脚了 谁也找不到我 至于你们 我就管不着了 欧阳建兵立马好奇地问 什么死亡之脚 在哪呢 在地狱里 左辽瞪了他一眼 欧阳建兵偷偷舌头 不敢再问了 这时 明耐兴奋地叫了一声 我找到鬼程序的一个漏洞 引领与程序 无论结合得再完美 也总有破战可寻的 我刚做了个病毒 其中隐藏着 道家九字真言的符号 一遇到幽灵代码的阻拦 便会分裂出九字真言 将幽灵代码吃掉 迅速霸占他们原有的位置 引领先铲除这九个字符 至少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就在这短暂时间里 其他病毒会快速满烟 致使整个系统瘫痪 我刚才测试过了 残留在笔记本里的 几个幽灵代码 都被九字真言吃掉了 绝对没问题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不由大为振奋 全都围过去瞧看 左辽不可思议地说 仅凭几个字符就能取鬼 这也太扯了吧 明奈笑着耐心解释 啊 引领侵入电脑芯片 画上幽灵代码 那么他们所处这个平台 与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无论什么 都要遵循这个空间的规则 我曾经遇到过 电脑被鬼魂侵入的情况 就是用九字真言符赶跑的 所以 在这种空间里 他们交手的方式 就是代码符号 鬼在现实世界里 还怕九字真言 在芯片里 同样怕 欧阳进兵本当 你还懂道家法术呢 明奈说道 我玩的几种游戏里 经常会用九字真言打副本 对这九个字符 再熟悉不过了 刚开始没想起来 后来忽然想到 曾经用这个赶跑过鬼魂 才尝试了一下 果然管用 我笑道 那今晚就不用硬闯了 让幽灵代码瘫痪 再用咽血封住妖鬼 就是痛打落水狗的节奏 等我说完 明奈皱眉道 但咱们不能低估 鬼程序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 系统瘫痪后 最多能够坚持五分钟 他们就会将病毒 完全清洗 重新启动 在这五分钟里 你们要进入黑佛内部 拔掉系统芯片 就会真正的瘫痪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五分钟的时间真是太少了 因为还要进入黑佛内部 这玩意儿 我曾经爬上去过 是金属打造的 目前还不知道 怎么才能把它打开 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确实太难做到了 不过 能破解了鬼程序 便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了 大不了 我们利用这五分钟 把人救出来 剩下的 跟这四玩意儿硬拼了 明奈说完后 继续去测试和完善 这个病毒程序 我们仨商量今晚的行动细节 说是我们仨 其实 是我和左辽在讨论 欧阳建兵 只有在旁边听的份 昨晚利用通风管道 这个漏洞 成功侵入了厨师大厦 恐怕今天 已经把这条道封堵 不能再走了 走正门一定是行不通的 如果只是我和左辽 怎么进去都无所谓 关键 还要带上明奈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正在为 怎么进入大厦发愁时 我的手机响了 一看又是哪个疯狗 本来不想接 但考虑到 林婉哥会不会有新消息 于是便接了起来 兄弟 昨晚听说 出去大厦有人闯入 不会是你吧 不是 你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我没工夫跟一个杀人犯 浪费时间 我没好气的说 因为现在还搞不清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不能跟他说实话 别激动 我呢 承认自己不是好人 但从来不杀无辜 那两个婊子早该死了 我不过是提天行道 好了 这事咱们也不多说了 就说林婉哥吧 因为昨晚有人闯入 处事大厦 让处境良大为关火 听说最晚明早 就会赶回徐州 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要求林婉哥 必须趁今晚 他没回来之前动手 否则 咱们不再有机会了 这小子说到最后叹了口气 显得颇为忧虑 我冷哼一声 哼 有本事你自己去 何必非拉着我去送死 对 兄弟 你这话我不爱听 咱们去救人 又不是送死的 我说你能不能别对我又成见 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 这小子语气非常不爽 我冷笑道 行啊 那就开门见山 你说为什么非要我参与救人呢 这小子也挺爽快 因为只有你才有本事 搞定的黑佛 需要多少人手和装备 你尽管开口 我尽量完成你 人救出来之后 我还会给你一笔酬金 但有个条件 你必须得离开徐州 他大爷的 救人这事八字还没一扁 又跟我谈条件 我怀疑这小子脑袋被门挤过 现在是你求着我去救人的 反而跟我提条件 我没好气的说 第一我不需要你的人手和装备 也不需要什么酬金 第二 我离不离开徐州关你屁事 我爱流流不爱流 我他妈自己滚蛋了 用你跟我讲条件 兄弟你别急啊 条件暂时不说了 咱们都是为了林婉哥 总得结成一个救人同盟嘛 你只要肯答应去救人 你就是要核弹 我也想办法弄一个来 这小子口气挺大的 不过倒是让我动心了 我周没问到 你能不能弄个飞机过来 飞机嘛 这战斗机没有 直升机没问题 我差点没气象了 核弹都能想办法弄一个 战斗机就卡壳了 吹牛逼也不怕风大 闪了舌头 我安了一声 我需要的就是直升机 你另外给我派两个 身手不错的家伙 最好配上枪支和炸弹 还有碳动装备 绳索起码要100米的长度 还有 给我们准备三套头盔和防弹衣 还有无限对价 还要配几辆汽车 停在处书大学附近接应 没问题 这都是小裁业地儿 就这么说定了 晚上九点 我开车来接你们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小子最后问道 我这会儿不敢随便 把藏身地点说出来 谁知道他是否靠得住 于是跟他说 晚上九点 你打电话 我告诉你来哪接我们 OK了 就这么说定了 明晚上九点钟前 这小子说完挂的电话 口气听起来挺高兴的 没想到他能给我提供一架直升机 还有枪支炸弹 让我出乎意外了 枪支和炸弹有没有无所谓 关键是飞机 有这东西 我们就能直接从楼顶进入 对方一定不会想到 我们从空中降落 他们盯的是地面 所以今晚的行动 让我多了几分把握 本来有疯狗提供资助 便用不上欧阳锦宾了 但我还是为了谨慎起见 让他做好 暗地接应我们的准备 万一这疯狗不靠谱 那就连个退路都没了 佐良已经睡了一会儿 把床躺出来 欧阳建斌躺上去睡觉了 我就坐在椅子上瞇了会儿 到了晚上九点 疯狗准时打了电话 我让他来旅馆附近 一个小区门口等待 然后四个人 收拾东西出门 我和佐良明耐步行 欧阳建斌开车 偷偷跟在后边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 他能够及时冲过来 把我们救走 小区离这边不远 步行五六分钟就到了 刚好我们赶来 一辆面包车急驰而来 同时 我的手机响起了铃声 接起电话 只听疯狗说道 车已经到了 就是你们面前这辆面包车 他会载你们去上直升机 我在徐州郊外摆好了宴席 等着给你们接风押警 我一冷 你没来 这种小事 哪用得着我亲自出门 去吧去吧 疯狗说完挂了电话 他大爷的 这是小事吗 一个王八高子 害怕就是害怕 装什么笋子 我们上了面包车 上面只有一个司机 一路把我们拉到 市西郊荒屋的旷野上 在灯光里 远远就看到了直升机 到了跟前 下车后 看到有个人全副武装 带着钢窥墨镜的男人 走过来迎接我们 这人一身迷彩服 穿了防弹背心 肩上胯着一把威冲 看上去挺眼熟的 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这是谁 这家伙走到面前说 来了呀 现在就行动 还是再等一会儿 我晕 这他妈是老驴 我错愕的问 怎么是你啊 老驴摘掉墨镜 一脸十分欠扁的音效 是我怎么了 今晚只有我一个人陪你们去 不过放心 我年轻时候当过兵 一个人足够顶他们二十个了 他说着话 忽然看到左辽 不由眼睛一亮 没想到你还带了一个美女 咱们今晚是去救人 不是打青吗 这小子话没说完 左辽一脚跺在他脚背上 捅着他往下弯腰 左辽顺势把他推出去 摔了个恶狗扑石 左辽冷笑道 就你这种身手 也配去救人 老驴趴在地上 顿时一张脸 长得痛红 好了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左辽的身手那是没说的 能跟阿欢有一拼 可以想象到他的恐怖之处 老驴还自吹自雷当过兵 一个顶二十个 可在这妞儿的手下 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老驴满脸痛红的 从地上爬起来 也不吹牛逼了 叫我们上飞机领装备 我跟在后面心里纳闷 他怎么跟疯狗搞在一起的 他们又和林晚哥是什么关系 我看问这小子 恐怕也不会说实话 还是等救出林晚哥 去问他吧 这是个小型直升机 可以乘坐三四个人 我们上去后 果然除了驾驶员外 只有老驴一个人 我心里不用暗骂 疯狗真他妈的不靠谱 叫他配备两个助手的 结果只给了一个草包 不过倒也不指望 他们能帮上多大忙 无非就是在我们 打开黑佛的时候 起到保护和掩护我们的作用 不过领到装备后 不得不说 疯狗比我想的还周到 不但有防弹衣 防弹头盔 对讲机和两把手枪 还有头灯 匕首 防灯面罩等物品 探动装备硬俱全 比我们之前用过的 还要先进 老驴把东西交给我们后 说他们在楚氏大厦四周 停放了四辆车 让我们俩记住车牌号 从大厦逃出来后 无论逃向哪个方向 都能从车离开 我等他说完 又下了直升机 打电话叫 远远躲在旁边的欧阳健兵 开车去往楚氏大厦 还在昨晚老地方等候 然后回到直升机上 等了约马一个多小时 近差不多十一点了 叫驾驶员起飞 直升机在七迷的夜色里穿行 不过十分钟左右 就飞到了楚氏大厦上空 来之前老驴就嘱咐我们 以免让大厦内听到飞机的声音 下飞机时的速度一定要快 此刻老驴打开舱门 放下一道软梯 我和明奈老驴 踩着一个个阶梯迅速往下走 没想到佐疗 沿着软梯快速滑了下去 眨眼之间 就轻轻落在一个楼顶上 一下子把老驴给看呆了 我们跟着下来 老驴向上面挥挥手 直升机一个盘旋 带着飘摇的软梯飞向远处 很快就消失在了夜空中 我转头观察一下楼顶的情况 前面是电梯机房 以及入口 四处还有一片片的通风口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没想到 我们会从楼顶空抢 所以这里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指着入口那扇门 压低声音说 欧阳锦斌说 这里通往楼梯 但由于整个十八层 都是楚氏兄弟的私人禁地 所以楼梯上装了防盗门 走楼梯显然不太容易 咱们还是走通风管道吧 他们虽然会防范支手 但只限于低层 十八楼的通风管道 应该不会放毒 但有个问题是 管道与楚氏间相连接 进去之后 怕是会触动警报 所以进去之前 先想办法切断电源 让楚氏道的电子监控瘫痪 还有 在飞机上 我给你们涂抹的验血 千万别擦掉 这很关键 否则被邪随 闻到伤人气息 行动就会遇到麻烦 老刘有点不耐烦了 行了行了 你都说好几遍了 快点行动吧 我跟左梁省下头 两人猫着腰 留到一个通风口间 蹲下来拿出工具 将百叶窗卸掉 明耐却来到楼梯入口一侧 将控制门外灯光的 开关盖拆掉 拿出一根胶皮电线 以得连接开关触点 另一端触到地面 只见接触地面电线头 插得闪出了一段火花 然后便没了声息 明耐转身跑过来说 十八层电力已经破坏 他不但懂得电脑 同样也懂电力这方面知识 用电线接地 会使保护开关挑战 而这根线不拿开 以至接触地面 那么保护开关是合不上的 我向他说了说大拇指 然后戴上了防毒面罩 就要钻入通风管道内 可是刚伸进脑袋 忽然心中 莫名地涌起了一股不安 隐隐嗅到了危险气息 我于是把脑袋缩回来 跟佐疗小声商量 我觉得咱们还是走楼梯吧 铁门上的锁难不倒你 下去之后 你保护好明耐 我和老驴前头开路 佐疗皱着眉 似乎对我临时改变主意 感到愕然不解 不过并没问什么 随即点了点头 我于是起身跟老驴 和明耐摆手说 走楼梯 老驴更过来问 楼梯不是安装了铁门吗 还有大量人手看守着 咱们怎么进去 那就跟这些王八蛋拼了呗 正好让你这退伍大兵 一线伸手 我边走边说 明耐倒是一声不响 跟佐疗并肩跟在后面 楼梯入口这扇门紧锁着 这确实难不倒佐量 他拿出一根长针 插入锁孔拨了几下 发出咔哒一声 门便被打开了 即使他会开锁这事 我是猜的 像鬼车族这些弟子 无所不能 开锁偷东西 应该是必学的功夫 就拿鬼车通户来说 在警局地下室被重重封锁 也被长坡给偷走了 这种普通门锁 对于鬼车传人来说 简直就是小儿科 整个18楼停电 这一层的监控设备 也就完全瘫痪了 我们毫无顾忌地进了楼梯 进来之后 感觉里面漆黑幽冷 我忙着老驴关了手电 从包里拿出柳枝 在眼睛上抹了下 打开阴阳眼一瞧 下面楼梯转弯处 闪烁着一团 绿油油的光芒 那儿蹲守着一只死鬼 这东西比任何惊恐都好使 不用电源 也不用维护 随时随地都在监守岗位 那团绿光 此刻正往我们这边移动过来 刚才老驴开着手电吸引了他 但我们灵轿上抹了雁血 灯光一灭 他就算走到我们面前 也不会看到人 我拉住老驴 悄悄向角落挪过去 明难有左梁照看着 对这一牛 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绿光在漆黑之中迅速地移动着 看起来十分诡异 老驴握着我的手 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这东西很快就到我们面前了 同时让我感到一片阴冷气息 透入骨髓 鲜鲜美同僵了 这玩意到眼前后 似乎在四处寻找 刚才打手电的人 两只绿光闪烁的鬼眼珠 不住地来回游荡 我屏住了呼吸 右手指 偷偷在包里的咽血袋中 出了一下 等这玩意儿眼珠 转到我面前那一刹呢 我闪电般一直点过去 时机和方位拿捏得相当好 一下便得手了 右手不偏不倚 正点在他眉心上 同时左手甩起一张符 呼上了他的嘴巴 好了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尽管在黑暗里 阴阳眼只能看到 他的绿眼珠 但五官方位还是搞不错的 在这死玩意儿张口惨叫的一瞬间 皇甫也封住了嘴 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咽血的威力非常大 一处之际 便侵入死鬼的灵脚 打散他的魂魄 这死东西 在化上青烟之前 眼珠上绿光暴声 让我清晰看到容貌 竟然是小妖妖 随即他整个鬼体之力破碎 化成缕缕青烟 向四处飘散 那张符也飘飘悠悠地落下地了 我弯腰捡起符 探头往下面瞧了瞧 看不到任何异常 小声跟他们说 走下去 刚往下走了几步 忽然发现 那几缕青烟并没散进 而是从我们眼前飘过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在阴阳眼下 与黑暗有一定色差 并且带着一股寒意 所以看得还是比较清楚 只见青烟沿着楼梯 飘入下面楼道内 我忽然心底 隐隐升起了一种不祥预感 似乎打散了魂魄 更容易让妖鬼吸收了 但目前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下到十八层入口这儿 果然有道铁门挡住去路 这是一扇很厚重的防盗门 看上去跟银行金库门差不多 除了钥匙之外 只能用炸弹炸开 我们倒是带了炸弹和手雷 不过这玩意动静太大了 还是让左辽试试 也不知道这样的防盗锁 它是否能打开 老驴在后面打着手电 左辽瞅着门锁 皱眉思索片刻 摇摇头表示打不开 我才要说 那不如回去钻通风道吧 这时 它却从包里摸出了一个瓷瓶 在门锁上撒了些蓝色粉末 然后在上面 稍微滴了几滴矿泉水 蓝色粉末吃得发出清香 冒出浓密的蓝烟 左辽挥挥手 大家一起往后退了两步 在蓝烟滚滚冒起之中 门锁竟然像遇到高温一般 逐渐被腐蚀 随即融化成了液体 沿着门板流下去 不过半分钟的功夫 整个门锁全部融化掉 变成一个黑乎乎的窟窿 左辽赶紧转头 示意老驴关掉手电 轻轻一推 这扇门便慢慢向内打开了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了 探头在他耳边低声问 这什么呀 这么厉害 我不告诉你 不过今天让你见识了 这种东西的厉害 以后跟我打工的时候 就要乖一点 不然 我用这东西 把你划成湿水 左辽得意的小声说 他大爷的 难道这就是化石粉 不会吧 化石粉只能融化尸体 融不了金属吧 现在不是追根问底的时候 我忍着好奇心 首先溜进门去了 老驴随后跟过来 趴在我镜头小声问 你跟哪弄来的妖女 咱们得放心点 这种人喜怒无常 杀人入麻 一不高兴 别拿刚才那粉末 把他们划成水了 我用手肘把他捅开 心说你小说看多了 什么妖女 什么杀人入麻 你是记恨刚才摔你的下巴 十八层内 果然没电 到处黑漆漆的 一点声音都没 估计大部分力量 都在下层布防 这层留下一部分人 在销魂市守护 我回头跟明奈说 我虽然来过这里 但不知道机房在哪 不过休息室里 好像有监控设备 能不能接通销魂市的网络 明奈说道 这层机房应该布置得很隐秘 如果不出我所料 会设在销魂市里 但就算找到机房 作用也不大 昨天咱们通过机房 入侵他们的系统 今天肯定不会在中等级这 估计会把鬼程序 和所有机房切断联系 只有进了销魂市 和任意一个电子系统连接 才能置入屏幕 我点了点头 那就连接销魂市外 密码盘盘 说完 按照记忆中的布局 慢慢向斜对面抹过去 穿过客厅 酒吧舞池 就到了通往销魂市的走廊 才要进去 只听吧台响起一阵声音 随后有个人喝道 谁啊 啊 自己人 我随口就当 但心里却扑通扑通 跳得很激烈 刚才只顾注意脚下别被绊倒 忽略了酒吧吧台的呼吸声 TM 什么自己人 这层除了我们几个 没其他人了 这家伙说着话打开手定 光柱还没照住我们 左辽右手一甩 不知发射了什么暗器 让这家伙闷哼一声 软倒下去了 他可能在倒下时 发出了警报信号 顿时从四面八方 响起了一阵嘈杂的 脚步和喝叫声 有人闯进来了 TM 下面都是犯徒 怎么没拦住 连个信号都不给 随着声音 亮起一束束灯光 不处摇曳着 向这边打过来 老驴机灵地钻进了吧台里 左辽洒出了一瓶落雨红雾 我拉住明耐 迅速奔进走廊 这时前方亮起两束灯光 跟着枪声响起 我急忙扯着明耐滚倒在地 两颗子弹 贴着我们的笛尖飞过去了 左辽的落雨红雾 让追过来的这些家伙 还没来得及开枪 全都倒地消失了声音 跟着他又转过头 两发暗器射出去 把走廊里那辣孙子搞定 我趴在地上眨眨眼睛 心说完全没必要 让老驴跟着来 一个左辽足够把处事大傻 翻个底抄天了 我拉着明耐刚好起身 忽然间又从走廊两侧房间 各自涌出几个人 端着围虫就是一阵扫射 幸亏我们还倒在地上 又是在走廊口边缘 我随即甩手把明耐灌出走廊 左辽一个虎扑过去 抱着他翻滚到走廊口另一侧 我同时也滚出来 躲在了一侧的墙角后 这几下动作是说是迟那是快 子弹全是贴着身子划过去的 简直显到了急处 我们撒脱好后 明显看到明耐 吓得魂不附体 全身跟筛糠似的颤抖不停 老驴趴在吧台里 见对方火力这么猛 唯恐不动地方会被堵个正着 于是从吧台里扑出来 迅速往斜前方奔去 穿过落雨红雾跑没影了 不过他没开手电 没过片刻就听扑通一声 他大爱的 估计掉游泳池里了 走廊里那十多个孙子也挺激烈 见我们躲在走廊口两侧 他们也不敢帮人出来 只是一个劲儿的疯狂射击 左辽冷笑一声 右手一扬 落雨红雾洒进去了 顿时听到咳嗽声传出来 跟着咕咚咕咚 响起了一片倒地声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左辽探头往里瞧了瞧 跟我点点头 拉着明难起身 我们都戴了防毒面罩 不怕吸尽毒物 从这些被毒晕的家伙 深深跨过 直奔销魂尸 现在整个走廊里 弥漫的全是毒物 只要有人敢于开门 立马便会中毒倒下 这种毒物杀伤力不算很大 只是暂时麻痹人的神经 至于救醒后 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那就不知道了 我们奔到销魂室门外 相互使个眼色 各贴身靠立在门口两侧 左辽伸手推开了房门 哒哒哒 顿时一波子弹飞射而出 但毒物随即侵入 让里面的人全都倒地 我们仨静等片刻后 才进了房间 由于红雾缭绕 几乎把灯光完全吞噬 看不清黑佛的模样 左辽问了声 黑佛在哪儿 我往前指了指 正在这时 只听身后的门 咔的一声关闭 眼前突然一亮 灯光全开 跟着红雾快速吸入 顶部的通风口 上面应该装了排风机 很快把红雾排得一干二净 事前变清后 我不又愣住了 黑佛呢 不但黑佛不见了 并且屋子里的模样也不对 不是八角菱形的 只是一个宽敞的屋子 靠墙有沙发 中心摆着一张抬球案 你说的黑佛在哪儿呢 左辽左右张望 满脸错愕的神色 我一周没 心说他们动手挺快的 居然一天时间 就把黑佛移走了 换成了台球室 不过装修速度快的 有点离谱吧 八角菱形要变成四方形 起码要几天时间装修改造 正百思不得其解 只见西色墙壁上 挂着一个大型的电视屏幕亮起来 我们仨好奇地转头瞧看 电视里播出的画面 正是小魂式 有个人翘着二郎腿 坐在黑佛前面 七八个身穿黑衣 戴着墨镜的男子 站在身后 我一看这人 吃了一惊 这是楚经良 他是回来了 还是播放的录像 楚经良眼带杀鸡地盯住我们 咬牙切齿地说 丁瑜啊 你他妈敢跟我玩音的 好 我让你玩 林婉哥这个剑婊子 就囚禁在黑佛肚子里 我这就送他 过去跟你们见面吧 他说着摆摆手 只听电子声响起 主人指令一接受 黑佛打开 随着电子播报声 黑佛慢慢升起来 顿时一片白烟四处一流 将黑佛完全笼罩 只能看到一个朦胧的身影 其他什么都看不清楚 这时两个人走过来 从里面拉出一人 戴着黑眼罩 身上还绑着铁锁 看身影像是林婉哥 关闭 楚经良喝了一声 主人指令一接受 关闭黑佛 黑佛在烟雾弥漫中 缓缓下沉 最终稳稳落地 楚经良然后甩甩头 那两人压着林婉哥 走向了一面墙壁 消失在镜头之外 但随即 我们这个屋子 斜对面的墙角上 插地开了一道口子 林婉哥被丢了起来 看来销魂室就在我们隔壁 他大爱的 我明明记得台就是在 销魂室前边 什么时候两个屋子 调换了位置 左辽刚要动手 那道口子迅速合适 没机会了 我和左辽急忙跑过去 将林婉哥脸上眼罩取下来 发现他苏醒着 看到我们俩挡起愣住 睁睁嘴想要说什么 可是发不出一丝声音 左辽掰开他嘴唇 看了看舌头说 他可能被灌了什么药 暂时变哑了 边说边拿出一根银针 在脸颊和头顶各刺两下 林婉哥嗡了一声 终于发出声音 周梅说 你们不该来的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地狱 比金安慕都要恐怖 来了就出不去了 左辽满不在乎地站起身 你不用跟我说 是他要救你的 我是看他面子才会来 林婉哥憔悴的脸孔上 顿时闪现出一丝歉疚 跟我点头说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下辈子我一定报答你 怎么报答 以身相许啊 左辽背着手来回打量着问 林婉哥脸色一沉 请你开玩笑 不要太过分了 我们正说着话 隔壁的楚经梁沉不住气了 冷哼两声 对于敌人 我从不心思手软 虽然我曾喜欢过林婉哥 但该狠心的时候 我一定会狠心来 你们这个屋子 是我特别设计的高温房间 对高温度 好像能够达到一千度 慢慢享受吧 听了这话 我和左辽明奈全都大吃一惊 林婉哥反倒是显得很平静 似乎早知道 我们会有残酷的思法 楚经梁跟着又说 你们也别妄想打开四壁 全是厚厚的钢板 并且屋顶上布满了枪口 即便你们能够冲破铜枪铁壁 也会被打成筛子 我转过身 看着电视里的楚经梁笑道 我低估你了 这次认灾了 可是我想不通 你怎么这么快就从湖南回来了 楚经梁等笑道 前晚出事以后啊 我马上就赶了回来 虽然我没向现场 但我已经收到消息 我的人已经找到了渡王婆佑 这消息让我颇感意外 他们居然神通广大 在塌陷的古墓里挖出了渡王婆佑 我内心震动 表面上却波澜不惊 鼓鼓掌说 恭喜啊楚总 我们已经没了深还希望了 那你能不能在我临死之前告诉我 黑佛里养的到底是个什么 还有 这间屋子怎么和消婚室换位的 楚经梁翻翻白眼 稍作考虑 然后说 黑佛里养的是个妖鬼 前年前的 尽管你杀死了小燕 和小妖两个贱人 但他们的魂魄 依旧会被妖鬼吸收 再过几天 她就能复活了 到那个时候 不但整个徐州市 就是想要整个世界 我也是唾手可得呀 我眨了眨眼 挺想吐她一脸生水的 李大爷 养个妖鬼就了不起了 还想征服整个世界 你脑子里边禁尿了吧 妖鬼如果有那么厉害 为啥还会被打散魂魄呢 不过 祸害一下徐州市 还是不成问题的 楚经梁接着又说 我这个地方 是在大哥生前 就精心布置了很多年 所有房屋下边 都做了可移动的轨道 每个屋子 都能随时随刻的 调换位置 还有 你们从楼顶闯入的计划 我早知道了 没安排人手阻拦 那是故意放你们进来 只有这样 才会让你们毫无防范的 踏进陷阱啊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他说完后 有俩人拖着一个 死狗模样的家伙 进入了镜头里 重重地摔在地上 那家伙抬头瞧道 丁哥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是他们查到我在帮你 所以绑了我女朋友 逼着我说出了咱们的计划 我靠 是欧阳建兵 之前我要进入通风口时 就是想到了这一截 所以没敢贸然进去 才临时改变路线 直接走楼梯的 但对方既知道我们来了 无论走什么路线 最终 还是会踏入对方 精心不止的陷阱 再说 也不能怨这小子 女朋友被绑架 换了谁都不可能不上钩 况且 这也是我们害的 我点头表示理解 没事 这不是你的错 楚总 这件事跟欧阳建兵没关系 放了他吧 你说放我就放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楚氏大厦由你来做主吗 楚经良这孙子怒声大骂 让我心里特别恼火 这孙子骂完之后 又挥挥手 从旁边推过来一个五花大榜的人 一身迷彩装备 只不过脸被揍得像猪头伞 一时认不出是谁 还是左撩眼镜 扑得一声笑了 老驴 你不是说一个顶二十个吗 怎么被生情活捉了 我去 是老驴啊 我顿时心头一沉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小子 但毕竟是一条船的 如今他被抓 以处精良的手段 一定不会留下活口 让我心里感到一阵不上滋味 老驴说道 这 我他妈没看清 那是个游泳池 水里还他妈有电 听了这话 我差点笑出来 左撩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花枝乱缠 林婉哥周眉道 老驴 你怎么来了 难道你是疯狗的人 我算 算是吧 不过 我是听说你被关起来 自高奋勇来救你的 老驴抬起这颗猪头 想表明自己的立场 结果 这副模样 实在滑稽 我终于忍俊不禁笑了出来 林婉哥沉脸道 我早怀疑你是他 安插到我身边的卧底 真是该死 我觉得纳闷 疯狗到底为毛要对付他 在他家里和手机里 都安装了窃听器 还在身边安插卧底 楚经良冷恨一声 啊 他既然该死 那就送过去 让你先解解恨吧 我不 林婉哥一脸决绝地拒绝 我不想见他 把他放了吧 放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凡是闯入我近地的 全都要死 你既然不想亲手解决他 我就带你动手 不过 就这么杀死你们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想玩个游戏 把他们吊在游泳池上 水里通上高压垫 绳子用最细的 只要他们挣扎一下 就会断开 掉下去 越想越有趣 这孙子在大笑中摆摆手 过了几个人 把老驴和欧阳建兵推走了 变态 林婉哥咬牙切齿地骂道 楚经良脸一黑 狠狠地盯着我们说 我他们最恨有人骂我变态了 启动高温系统 我要亲眼看他们 被高温烤手 浑身水泡的模样 他打哑的 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 我忙挥手叫道 等等 可不可以换个死法 比如 美人发给我们一桶白酒 把我们喝死 楚经良被我这话气得 拿起遥控器就丢了过来 咔嚓一声响 结果电视上一片雪花 那边摄像头估计砸坏了 我为的就是要拖延时间 此刻跟左辽 林婉哥 以及明奈迅速对望一眼 明奈向我眨眨眼 又往脚下瞧了瞧 我顺她的目光看下去 脚下垂着一根 极细的金属线 是银白色的 这绝对能瞒过摄像头 但我们在跟前 却能看得很清楚 我马上就明白她的意思了 是要把金属线 插到某个部位上 可是差哪呢 明奈又转头 看了眼墙壁上的电视 我于是明白了 电视与网络线连接 只要把金属线接上去 就有可能入侵 他们的一切系统 我暗自跟明奈使个眼色 表示明白 然后又转头 看了看林婉哥和佐良 这俩妞都是人精 比我反应的都要快 可是他们脸上愁容不展 这屋子到处都是摄像头 我们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隔壁的注视 恐怕还没把金属线连接电视 屋顶枪口就把我们打成筛子了 这时屋子里弥漫起一股闷热的气息 显然高温系统启动了 再不动手 怕是不过片刻 我们就要被烤成烤乳猪了 佐良眼珠一转 忽然飞起一脚 把我踢到了明奈身边 你个混蛋 我恨你 我一勒 这是玩哪一手 我倒在地上苦笑着问 好好的怎么突然恨起我了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 不就是想得到你的欢心呢 结果呢 你三心二意的 还喜欢林婉哥这个贱女人 临死前 我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 她一脸愤恨 表情非常到位 一点都看不出才言心 我心里按赞她的眼睛 这是伸手刚好捏住地上的金属线 才要开口 林婉哥却怒到 你骂谁是贱女人呢 我告诉你 她喜欢的是我不是你 即使是死 你也不会得到她的心 她俩上演了一出 争风吃醋的好戏 让隔壁的楚经良大为光火 他妈的 丁婉哥 你个臭婉子 为什么就不喜欢我 喜欢一个香巴郎 给我夹挡 夹挡 夹挡估计是温度调节器 在她叫声之后 屋子里迅速炙热起来 就好像进了巨星烤箱里 一股股热浪 逼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左辽瞪着林婉哥狠狠骂道 都是因为你个臭婉子 我们才会死 我先起手杀了你 一解心头之汗 说着冲过去 伸手去掐林婉哥的喉咙 结果反被踢中一脚 跌在我旁边的 他怒不可遏地 从地上把我扯起来 左右开弓 噼里啪啦 打了我好几肌耳光 我他妈的 这妞是借机在找我吧 他打了肌耳光后 把我一把推到了电视跟前 还不依不饶地追过来 一脚踹中我的屁股 把我整个人都压在电视墙上 林婉哥也气冲冲地赶到 跟佐疗打起来 一时乱作一团 电视被扯掉了 连接电视那根线 便出现在眼前 我假装为了扶墙 先钻住了这根线 正好与手上的金属线 与之钻在一起 此时温度已经上升到了 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 全身大汗淋漓 感觉肉皮都快烫熟了 如果明奈在几秒钟 关闭不了这个系统 我们全都会完蛋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明奈这会儿也顾不上那么多 蹲下来打开笔记本 迅速敲击键盘 但隔壁似乎没发现 她的举动 而是被俩妞相互撕打 吸引了目光 但过了片刻后 我们身上感觉要汽水泡了 火烫的气温 仿佛要把我们烤焦 这会儿林婉阁和左辽立刻收手 各自退开大口喘气 脸上呈现出非常痛苦的神色 哎 那小四眼干什么呢 开枪 楚敬良终于发现了 明奈不正常的举动 大声下令 就在这一刻 明奈欢呼一声 搞定了 由于还不确定 是否真的搞定了 我们仨胆战心惊地 看向屋顶 只见四角露出了机枪口 但抖动几下 没射出子弹 随即又缩毁了墙壁内 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转头向明奈竖起了大拇指 林婉阁瞧道 虽然关闭了高温系统 但这里封闭严密 高温空气无法流通 咱们最终 还是我缺氧而死 明奈笑地说 哎 冯夕们 马上打开出口了 只见他手指在键盘上 搭的一敲 刚才送林婉阁进来时 墙壁上那道口子 叉的一声 打开了 左辽反应特别快 迅速冲过去 一把落雨红雾洒过 只听哒哒哒 响起了一阵枪声 就跟着传来 咕咚咕咚 倒地的声音 那边的孙子 全都被解决了 有左辽跟着 就是让人省心 对付这种普通货色 简直无往而不利 左辽把自己防毒面罩 送给林婉阁 让他戴上 我们四个一起跑到对面 尽管红雾朦胧 若隐若现的黑佛 看起来阴森诡异 但这边的温度 确实太舒服了 左辽挥手 驱散红雾 来回查看 地面横七树八 导着大概十几个黑衣人 手里全都有枪 只是找来找去 没看到储精良的踪影 明内抱着笔记本 将金属线插入墙壁 网络插口 网络图上显示 储精良刚才所处的位置下 有个可生降的地下室 不过已经被我锁住了房门 正在试图破解上伤的密码 好了 话音刚落 只见我们身边地板上 打开一道口子 有个人坐在椅子上 冉冉生气 正是储精良 这一孙子满脸愤怒地吼道 混蛋 你们这些程序员 他妈的吃里爬外 怎么把我送回来了 说着 掏出一把手枪 还没开枪 鼻子就吸紧了红雾 咕咚了一下 从椅子上栽下来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林婉哥走上前 把他手枪夺下 左辽过来掏出绳子 把这孙子绑了起来 抓到了他 我们彻底松了口气 除了黑佛外 整个大厦 就在我们控制之中了 我去救老驴和欧阳建兵 你们在这想办法破解黑佛吧 林婉哥急匆匆冲向门口 左辽追上去说 我跟你一块去 这会儿红雾散去一大半 屋子里各种情景 都能看得很清楚了 我让明奈这就把病毒植入鬼程序中 然后迅速离开这里 刀通往楼顶楼梯口等我 那是个阳上之地 加上咽血护身 那便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由黑客入侵销魂系统 幽灵代码启动 幽灵代码启动 出现错误 警报声尖锐地响了一阵子 随即戛然而止 没了任何伤心 明奈双全一握 成功了 五分钟之内 鬼程序无法修复 你要在这时间里拔下行动芯片 我走了 说着 笔记本都不要了 快速冲向门口 我恩了一声 但看着这尊黑佛并没有打开 也没生气 他大爱的 我往哪儿拔芯片呢 想回头问明那一声 谁知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早没影了 于是先爬上黑佛 将一张正宗的五神封印符 贴在他脑门上 就算鬼程序瘫痪 里边的妖怪还活着 必先把他搞定了 这次由于没那么紧张 提完符后 看到黑佛脑袋顶部上 有个拳头大的凹坑 里面似乎是按钮 我伸进拳头用力压了一下 咔嚓一声 黑佛庞大的脑袋 居然从上面滚落下来 我靠 我还抱着他呢 这下连我一块摔下来 我差点没背过气 哼哼唧唧从地上爬起 见着滚落下来的佛头 断镜上 有插槽 应该是按下按钮 下面插头回缩 导致这玩意分离的 我心头一动 急忙再爬上去 脖镜这出现了一个宽大的口子 直径有一尺多宽 应该容得下我 不过下面寒气森森 一缕白烟鸟鸟声出来 让我心头打个凸 拿手电往里照看 还是跟刚才电视上看到的画面一样 烟雾浓密 根本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东西 可是已经过了一分多钟 时间急迫不能再等了 从包里拿出封装验血的塑料袋 打开从里面倒下一些 顿时烟气消散 逐渐露出底部的情景来 底部空荡荡的 只有一个骨灰盒那么大的一个金属盒子 有几条金属软管接连在上面 通到佛像肚脐部位 我马上明白 盒子就是销魂系统的硬件 妖鬼可能就藏在其中 他因为只有一缕残破 所以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吸取阴煞鬼魂破 只能凭借电子系统来帮他完成 这真是一个决定发明 找他是谁干的 非把他淹了不可 这会儿没功夫多想 伸脚就想钻进去 忽然脖子上有股冷气凉嗖嗖的 像是死鬼鼻子喷出的气息 我顿时背脊上起了层鸡皮疙的 回头一看 他大矮的 不知道楚经良啥时候 无声无息地飞了起来 就飘选在我身后 瞪着一双呆滞的眼珠 不住地呼吸 他身上还绑着绳子呢 自己怎么能飞起来 一定是有鬼附身 我闪电巴的就想到是小燕燕这死森罢了 现在处于灯光之下 他虽然闻不到生人气息 但却能清晰地看到我轮廓 直接攻击我又怕反遭毒手 所以找个躯壳套上了 我想清楚原因后 果断手指沾了燕血 点向楚经良 眉心灵俏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死鬼附入人体后 等于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里 灵俏是唯一的出入口 我们通常驱鬼时 会以手心脚心往外驱赶 死鬼这才会从灵俏被逼出体外 如果直接用具有巨大威力的燕血 封堵灵俏 然后以此侵入 势必会让他无处可逃 但有个坏处 那就是他死之前 一定会拉被附体之人同归于尽 所以在驱除附体死鬼时 都不会用这种手法 可现在 我没必要顾忌 楚经良这畜生的小命 正巴不得他死呢 此刻一箭双雕 同时让他们两个狗男女 去黄泉路上风流快活去吧 那只死三八挺激励 嗅到燕血的气味 迅速让楚经良往后养神 鼓动一声坠地 我没功夫下去了 这又过了一分来中 留给我的时间相当有限 当下匆忙往口子里伸腿 结果 楚经良陡然挺立起来 没等我两条腿完全伸入 他又飞起来 这次是脚前脑后的 冲我撞过来了 这他妈是撞中的 我不由气地火气大发 双手抱住黑佛断颈 往旁边一闪 然后腾出右手 揪住楚经良的脚踝 顺势往前甩出去 接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 头上脚下地滑进了口子 不料上半身刚滑下去 楚经良居然掉头飞回来 一下压住我的双腿膝盖 小腿不由自主地往下弯曲 让我挂在口子上了 我是拼命地往下用力 但这孙子死死地压住膝盖 小腿压根伸展不开 正在这胶着时刻 只听门口有人跑进来 我以为是左辽和林晚哥 急声大叫 快帮我一把 把这孙子拉开 卧槽 是楚总 楚总 你怎么趴上边的 你没看到楚总被绑着吧 快救他下来 来的竟然是楚经良手下 让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不过 好在这帮混蛋见主子被绑 纷纷跑过来 将他往下拉扯 四三八被拉急了 大声喝道 滚开 我没猜错 果然是小燕燕的声音 我的妈呀 楚总怎么说话 像个女人 别废话 楚总让他们滚开 咱们就滚开 他们要退开 我这急了 大声叫道 楚总中邪了 赶紧把他拉下去 不然会死的 那还是拉下来吧 快快快 随着一帮人一起用力 楚经良被拉下了佛像 我也与此同时伸展腿弯 整个人急速滑落下去 我伸展双臂 距离地面 本来只有一米多高 触地的一瞬间 双手在地面一撑 翻身坐了下来 黑佛肚子里空间还算不小 有转身的余地 我顾不上传气 伸手去拿盒子 触手冰凉 可没想到这玩意儿 牢牢地固定在地面上 下面还有连接的管线 肯定不容随便移动 我打开头灯 仔细查看盒子形状 有盒盖缝隙 应该能打开 只是缝隙被焊死了 我郁闷地喘了口气 算计时间 差不多已经有五分钟了 可是我还打不开这玩意儿 怎么拔掉芯片呢 正在犯愁之际 听到外面响起了交战声 左梁和林婉哥回来了 可能带着欧阳建兵 左梁不敢随便洒出 落雨红雾 这玩意儿一定有好一张 不然左梁就会毫无顾忌地 施展绝章 我抬头向上面大声呼救 左梁快过来 我要向你借东西 左梁很快就在佛像上出现 趴在口子上问 需要什么 融化金属的粉末 左梁当即掏下瓷瓶丢下来 跟我说 融化金属时手不能触碰 切切 这个我知道 当即拔掉筛子 把其中粉末 全部倒在金属盒子上 然后拿出矿泉水 在上面倒了点水 你个混蛋 我那融金粉挺珍贵的 就这么一点的 你居然全都倒了出来 气死我了 左梁在上面心疼的大叫 我哪管得了那么多 珍贵的东西 如果派不上用场 那也是废品的 现在解决不了妖鬼 我们恐怕都要完蛋 留着这东西也没用 眼瞅着金属盒盖 在融金粉极其恐怖的融化下 逐渐出现了一个 拳头大的口子 金属液体随之流入了盒内 销魂系统已经自我修复完毕 正在准备重新启动 现在开始倒计时 五 四 为啥非要从五开始倒计时 不是一百呢 你大爷的 这他妈变程序的人 就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来不及了 快出来 左梁急切地叫道 出去也躲不过鬼城序的风夺 还不如破釜沉舟 跟他拼了 当下掏出石工锥 往盒子里就是一阵乱脚 启动失败 左梁糊地喘了口气 林婉哥这时 好像把残余敌人清理了 跑过来问 情况怎么样 怎么样 现在还没找到芯片呢 左梁替我回答了 我用石工锥搅了半天后发现 盒子内部 还有一层坚固的保护铁板 锥刃捅不破 但这会儿盒盖 基本上完全融化掉 液体流入保护层上 连带石工锥下半截也融化了 消化系统错误已修复 正在启动 这次居然没得倒计时 我脑门上顿时出了层冷汗 左梁和林婉哥叫我赶紧出来 我听而不闻 拿出燕血带 围着金属盒四周倒了一圈 然后又拿出五神封印符 贴在金属软管上 跟着手里钻了好几张符 全是高级符 一旦出现问题 就用一起连环 先挡住妖鬼 说什么 我也要拔掉芯片 敲昏系统启动正常 发现系统正遭到破坏 封闭一切空间 启动摧毁程序 电子波爆声刚落 佛像断颈处 插得伸出了一块钢板 将口子放毒了 立刻从内部 喷出了黑色烟雾 应该是毒烟 这倒不怕 幸亏准备了防毒面罩 但这东西 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过滤毒气太多 会不会失效 正在想着 咔咔几声响 从四壁突然伸出四块铁板 拦腰挺过来 我吓得赶紧趴在地上 铁板擦着后脑勺 对接合在一起 只要躲得稍慢点 就被分尸了 我胸口此刻紧紧压着盒子 赶紧往旁边移开 还好没碰触到 正在融化的金属液体 此刻那层保护铁板 已经冲出了一个口子 基本上看清 里面是一块主板 上面插满了芯片 哪一块才是 不管是哪个了 提起指上下半截的石弓锥 往主板上倒去 哪知 无形中被一只冰冷的手爪 握住了手腕 发现不明生物 摧毁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当时额头上 立马冒出一层汗珠 这只手肯定是妖鬼的 它已经自生出了肢体 现在我被卡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如果使出一起连环符 搞不好会误伤自己 再说 手腕被对方拿住 想使什么法术也做不到了 正提起扶器 用足力气往回挣脱手腕时 只见金属软管一针颤抖 贴在上面的五神封印符 气化一样消失了 我心头一沉 妖鬼躲在电子系统里 什么法器都不好用 它反而能够做出反击 把符给摧毁掉 上次画出的五神封印血符 那个时候 它估计还没成形 此刻养出了肢体 看来即将要重生 五神封印消失 金属软管 搜的一下 像一条黑蛇般的迅速窜过来 还没等我看明白咋回事 软管已经塞进我嘴巴里 它大哀的 这是要给我做胃镜还是咋的 右手被攥住不能动弹 伸左手去拉扯的时候 又被一只冰冷的手爪 牢牢攥住 我这一下彻底绝望了 两只手被控制 嘴里还塞了只管子 不是喷毒液 就是吸我洋气的 想起当时小燕影和小姚姚 两腿之间夹着管子 飞上销魂的样子 我律师明白了 因为我是男的 所以才会把管子塞进我嘴里 真他妈恶心 软管倒也没有伸入喉咙 而是压住舌头 发出一股强有力的吸力 将我体内生气 迅速抽取出来 我不说他哭笑 完了 待会儿身上生气被吸完 我就变死尸了 不过人在生死关头 求生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吸力虽然感到绝望 但压根就没放弃 我身头往手腕上一挺 额头上因为有厌血 尽管早被汗水冲刷差不多了 但只要不擦干净 血气还在 而围在四周的厌血 距离稍远 又被消红系统 利用电子波隔离 这简直就是用高科技 做出的反法术手段 让妖鬼缩在这个乌龟壳里 没有任何忧虑 但我这脑门挺过去 攥着我手腕的鬼爪 立马松开 两只手得到自由 当即从厌血袋里挖了一把血水 从嘴角塞进去了 其实那都是鸟粪溶出来的 这会儿为了保命 也只能品尝一下鸟粪是啥滋味的 软管不但吸走了生气 连刚塞进来的厌血 一并吸走了 这玩意儿 比植入的病毒都厉害 顿时让金属软管 一阵猛力颤抖 跟着嘟嘟声响起来 系统遭到猛力攻击 关闭一号通道 关闭二号通道 我拔出管子摔在地上 喘着气说 你他娘的挺过瘾的吧 这一时金属盒子都在颤抖 随即 这块主板上显露出一张 非常猙獰的恶鬼脸孔 轻勉獠牙 引出血红 我心头一鳞 不好 终于把妖鬼逼得显出原形了 势必会跟我决一死战 可现在做一起连换服 已经来不及了 这狭隘的空间又没地方躲 咋办呢 正在傻眼时 只听电子播报声急促地说 系统严重收损 不可修复 不可 呃 没说完就卡壳了 随即 这张恐怖的鬼脸 也消失无影 我低头一看盒子 原来金属液体 流到主板上 把所有芯片 都给融化了 我心头一阵兴奋 鬼程序 彻底被摧毁了 这真要感谢容金坟呢 在鬼程序重新启动后 会阻挡住一切外来攻击 可这种高强度的腐蚀液体 让他束手无策 最终在这上面 栽了跟头 我尝出了一口气 翻身倒在地上 全身跟散了架似的 在下面躺了十分钟后 佐疗和林婉哥从上面 破坏了两层钢板 将我救了出去 此刻危险完全解除 我让林婉哥去把明奈叫回来 免得遭到残余势力的毒手 林婉哥摇头跟我说 他已经走了 利用探动装备 从楼顶坠了下去 并且告诉我 其实 这个鬼程序 是明奈编写的 只是没想到 后来演变成 被妖鬼完全控制的局面 他这个程序 是一个同行 花了两千块收走的 不知道最终会造成 这么严重的后果 所以开始 没敢跟我们说实话 但如果不是他编写的 绝对找不到漏洞 植入病毒 他不管鬼程序 是否破解 没脸再见我们了 所以提前先走一步 我笑了笑说 他不用内疚 虽然开始出手为虐 但后面帮我们 破解了程序 也算立了一大功 除清凉呢 左辽直直倒在地上 这孙子看起来人事不知 闭着眼睛 一通不动 我这没问 他山上的死鬼呢 被我干掉了 左辽得意地笑道 把他弄醒了 大爷我要开堂审问 我学着小胖的语气 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 左辽眨着眼 你在跟我说话呢 我点点头 你 你以为我跟鬼说话呢 混蛋 你挥霍了我的容金粉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还有脸像我下令 记住啊 你从昨天开始 就是我的用人了 现在再加上容金粉 这笔账 这辈子你休想还清债务了 滚下来 你去把他弄醒 我来审 左辽茶腰骂道 嘿 真不给面子 我当了着脑袋连忙起身 把座位让给左辽 然后灰溜溜地 来到楚清梁跟前 在他人中上掐了一会儿 这孙子慢慢苏醒过来 一眼就看出 黑佛上的程序被破解 又见我们五个人 虎视眈眈地瞧着他 直到大势已去 闭上眼睛说 要杀就杀 不必多说废话 给我来个痛快的 左辽冷哼一声 想死 你以为就能死了 再说 刚才你那么对待我们 如果让你痛痛快快死了 我们都不好意思 听了这话 我差点没笑喷 欧阳建斌这小子忍不住了 笑出声来 楚清梁睁开眼睛 一副落魄的神色说 其实 咱们还可以再谈个生意 我拿储师财产 一半分给你们 怎么样 老吕走到林晚哥旁边 扯扯他 小声说 这生意可以做 林晚哥转头狠狠瞪他一眼 吓得这小子急忙缩缩脖子 往后退开一步 左辽一排椅子扶手 我不缺钱 我缺的是乐趣 听说这个房间下面有个储师间 我想把你放进去 关上一个小时 你要是不死 我再给你个痛快的死法 楚清梁一听这话 脸色就变了 储师间 那简直是人间地狱 死到不可怕 可怕的是被死尸 一口口活活咬死 那比任何死法 都要令人恐怖 他嘴角一阵抽搐 你说 你到底想要什么 才能放过我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左辽转转眼珠 然后叫林晚哥 欧阳建兵和老绿出去 只把我留下来 只听他问 我想知道 你认不认识刘浩空 楚清梁眼睛一亮 认识啊 我一愣问他 怎么认识的 你不会也是鬼车传人吧 楚清梁诧异地看着我反问 你从哪听说鬼车的 左辽冷横倒 少说废话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三个都是鬼车传人 你就告诉我 刘浩空处什么地方 怎么能找到他 我放一条狗命 楚清梁先是吃惊 然后笑起来 既然大家都是鬼车血脉 没必要互相残杀吧 刘浩空的下落 我一定说 这 先给我封网吧 松你个头啊 左辽没好气地骂道 你再不说 我就把你送到楚世间里 楚清梁想攀鬼车血脉 没想到碰一鼻子灰 只有老老实实地说 刘浩空就住在市北郊 一个叫星潭村的村子里 他改名叫刘大放 你们到村子里一打听就知道了 这个妖鬼啊 其实就是他手的 后来送给我大哥 就专门在十八楼 建造了一座小环石来供养 据说妖鬼复活后 再加上赌王破忧 能让整个人间变成地狱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全是刘浩空说的 我心说 刘雨摩这老爹 看样子不是啥好人的 找到妖鬼残破 自知没有财力让他复活 就交给楚氏兄弟来想办法 这么看来 左辽父母多半是他杀的 左辽唯恐他说的不是实话 冷言恐吓道 在没找到刘浩空之前 我不会放你的 如果发现你说的是谎话 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楚经良不假思索的点头 我为什么要说谎 只要能放我一条生路 哪怕是我大哥 我都得出卖了 我听这话感觉特别恶心 吐了他一口骂道 畜生 你还有点人性没有 楚经良蛮不在乎的笑 如今这世道 要人性有屁用啊 有人性的人都被我害死了 想要好好活着 又拥有金钱和权力 你就不能有人性 闭嘴 左辽冷喝一声 跟我交流个颜色 觉得这孙子可能说的是真的 于是跟我说 你也出去 我有话跟他聊聊 我一愣 有什么话我不能听吗 我让你出去就出去 那么多废话 要不然的话还钱 还东西 左辽一瞪眼 伸出他的小手 做出讨债的姿势 我扎吧扎吧嘴 算了 论嘴皮子 我本来就不是他对手 加上有这俩小辫子被揪住 以后甭想翻身了 我点了点头 一脸无奈地走出去了 出门的一刻 听到他在身后笑了起来 笑得十分开心 出来后 只见林婉哥 欧阳建兵和老驴 正在门外正焦急地等着 林婉哥问道 说完了 我嗡了一声 随即又纠正 还没 左辽还有几句话要问 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处境了 这样把他放了 林婉哥一脸担忧地说 我也为这事发愁啊 周梅道 左辽是答应了 不过 一会我和他先走 你和老驴动手 把他送到警局去 林婉哥点头 这个货还不出 以后咱们谁也别想过安宁日子 可是我们在外面独足等了十几分钟 才见左辽 笑颖的从屋里出来 显得颇为满意 我上前问他 储精良呢 他跟我说关起来了 在没找到刘浩空之前 不会放他走的 说着往外就走 这是老驴忽然说道 哦 哪着火了吧 你们看 从通风口冒烟了 我们抬头看到走廊顶通风口 有少许烟气冒出来 我心说不妙 不会是有人把整座大厦烧着了吧 左辽笑道 别怕 这把火是我点的 咱们走吧 我好奇地问 你烧了什么东西啊 不会是把储精良烧了吧 废话真多 红衣在水 大家都走 免得一会儿出动火警警报 想走也来不及了 左辽一挥手 投钱跑了 林晚哥快步跟上去问 这些被迷晕的人怎么办 左辽走到楼梯口 静止往楼顶走上去 边走边说 没我的解药 他们三天之内醒不过来 就算救醒了 也会变成植物人 这些作恶多端的坏蛋 没杀他们算是便宜了 我听了这话 暗暗吐舌头 之前我们在一块儿 还没怎么领教过 他的毒辣手段 今天才真正看到 他心思凶狠的一面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人也该死 不知帮储精良 害死多少人了 我们来到楼顶上 这时是凌晨三点多 距离天亮 还有几个小时 只呼吸了下新鲜空气 没做什么停留 便沿着明耐留下的绳索 从十八楼滑下去了 我们仨都没挂安全带 老驴和欧阳建兵 饶势一人用了两条安全带 依旧吓得全身发抖 下来后 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这登山跟攀岩是两码事 登山相对来说 没啥威胁 无非山道抖了一些 不用任何工具 徒手可攀岩上去 而攀岩就不同了 你能想象到 用岩钉和绳索 在斗笠的绝壁上攀爬吗 别看老驴是登山好手 从十八层这么高的地方 垂直降落下来 心里那也是难以承受 我们问欧阳建兵 他女朋友被关在什么地方 他说告诉了 储金梁计划后 已经把女朋友放回了家里 不过 让人郁闷的是 他女朋友明确地提出 马上分手 永远不再见面 我和林婉哥都觉得挺内疚的 因为我们 让他们遭遇 绑架和恐吓 最后两人还因此分手了 欧阳建兵拍着胸脯说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让他回心转意 各位再见啊 我这就找他去 说着掉头 走入黑暗里 消失了形影 我们见他一副 胸有成竹的自信模样 也就放心了 于是就近找到 疯狗准备的车辆 没敢回家 还是回到了 之前所居住的小旅馆 老吕回去复命 林婉哥先去卫生间洗脏 我便问佐料 放在那把火烧了什么 他嘻嘻一笑说 我问他要了些酒精 并且让他打开 储事间门户 把他推下去 浇了酒精 连他带那些死尸 一并烧了 我顿时吃了一惊 你 你把人都活活烧死了 还笑得出来 那又怎么样 他当时要把我们 活活烤死的 对这种人 有什么好可怜的 其实我还想 再用点更狠的手段 先折磨他一会儿 考虑到没时间 便宜他了 我不由愣住 心说这牛性子 太邪恶了 尽管只是对付坏人 使出邪恶手段 但那也有点太过火了 以后我得好好教导他 把他内心这份邪恶 给清洗掉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楚经良再怎么说 在徐州算是个人物 就这样被左辽 稀里糊涂 给活活烧死了 其实真如左辽所说 像他这种恶人 真不值得可怜 也算是恶贯满盈 得到应得的报应吧 我们一男两女 共处一室 就这么将久了半夜 一大早我就醒了 唯恐 楚氏大厦的事 闹得太大 警方会沿着线索 追查到这里 林婉哥说明耐 离开大厦之前 破坏了楼内 所有监控硬件 录像不可能再回复 只要疯狗和老驴部说 是查不到我们头上的 我信说 小眼镜考虑的 倒挺周到 于是便放心了 我们洗漱之后 退了房间 到附近吃过早餐 我让林婉哥回家 要跟左辽 去找刘浩公 这是鬼车族内部的恩怨 不想让外人参与进来 林婉哥说回去 怕再受到疯狗的骚扰 还是跟你们一块去吧 他对整个徐州地形比较熟 以免我们走了冤枉路 左辽没反对 那就让他跟着吧 我们于是打车到了市北郊 来到兴潭村 打听刘大坊 有人指着一座破落的房屋 说那就是了 这座房屋看上去 有很多年代了 是土坯房 外表泥土剥落得很严重 有种风一刮就会倒的感觉 屋外没有围墙 我们静止走到门口 还没敲门 两扇破烂的门板 吱压一声打开 门内站着一个 满头白发 皱纹纵横的男子 用一种极其古怪的眼神 瞅着我们 进来吧 说着 转头走开了 这老头给我第一印象是 梅雨之间 与刘雨摩十分相似 看来这应该是刘浩空了 不过 我们心里感到奇怪 他好像知道我们要来似的 左辽神色显得很激动 头前进了屋子 我和另外一个紧跟其后 屋子里四壁萧然 只有一张大床和一张桌子 其他再没任何东西 床上躺着的是一个老太太 眼神散乱地盯着屋顶 听到有外人进屋 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 老头也不让座 站在床前盯着我们三人问 是你们昨晚毁了小婚系统吧 左辽双眉挑起 不答反问 你就是刘浩空吧 老头点头说 我是刘浩空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应该是左西白的女儿 他眼神挺好使 仅从相貌上 就看出左辽的身世 左辽冷冷地盯着他 眼睛里逐渐闪现出杀气 只听他说 不错 我父亲是叫左西白 今天你应该清楚 我为什么要来找你吧 刘浩空笑了笑 尽管满面的风霜 却也掩不住一股豪气 他微微点头道 你是来找我报仇的 你被写徒子带走的时候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当时如果不是局面太乱 很可能我会把你带走 你会成为我的养女 我一愣 难道他杀人之后 还想掠夺对方的女儿 这老头太坏了 远不如刘雨摩心思善良 由于我和林婉哥都是局外人 也不便插话 就看左梁是啥反应 他脸色一寒道 你有那么好心 会把我养大吗 你是想把我带走 斩草出根吗 刘浩空听了此话 随即神色严肃下来 看着他说 当时大伙找到了妖鬼残破 因为鬼属问题 发生了争执 邪兔子在其中挑拨 两派人终于大动干戈 我失手杀了你的父母 虽然杀人并非处自自己所约 但我从来没后悔过 鬼车族打派争斗 死了很多人 都是为了自己派系的利益 谁都没有对于错 你今天来报仇 我其实凌晨就知道了 所以做好了准备 怎么同手随你便 他这番话不卑不亢 倒也说得很有道理 在两派杀伐斗争时 相互残杀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维护几方利益 确实不能说谁对谁错 这自古向来就是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只有最后分出胜败 那么对错 也自然而然得出结果 胜者永远是对的 历史都是按照这种规律来编写的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左辽右手微微动了一下 我看他可能要发难 于是一把钻住他的手腕 还有很多问题没弄明白 不能这么草率动手 我微微一笑问刘浩空 刘雨模是你儿子吧 刘浩空转眼盯着我 似笑非笑地回答 不错啊 他是我儿子 我也认识你 你叫丁瑜 你姐姐跟雨模在一起谈恋爱 这门婚事我很满意 因为大家都是鬼车船人 他人长得漂亮 配得上我儿子 听这话我有点来气 你怎么不说你儿子 是不是配得上我姐呢 说完这句话 我心里特别纳闷 看来老家伙对儿子的情况了如指掌 可为啥却不让儿子 知道他还活在世上呢 又为啥不隐居西岭 却躲在徐州呢 刘浩空也不生气 抬头看着屋顶说 知道我为什么要取名字雨模吗 因为他注定要做宇宙之魔 所以便有了这个名字 左梁不等他说完 冷嘲热讽地说 宇宙之魔 真是高端大吉上档次 你怎么不让他做玉皇大帝呢 刘浩空仍旧没有生气 用一种极为深沉的目光 看着我们俩 有很多事儿 不是你们所能了解的 雨模这个模字 是有特殊含义的 并不是我非要他做什么 宇宙之魔 这是出生之前便注定好了 我也做不得主啊 我看这老家伙 一脸认真的神色 不像是在说胡话 那就别在这事儿上纠结了 管人家有啥特殊含义 反正刘浩模那小子 也就是个做警察的材料 怎么他也当不上美国总统啊 我跟着又问 那你为什么不跟儿子相认 要听各一方 让刘浩模以为自己是个孤儿呢 刘浩空这时 却把目光落在了林万哥脸上 只听他缓缓说道 这是他应有的一种历练 就像这位姑娘是莲花胎一般 在人间要经过一场必须的修行 才能脱胎还顾 你怎么看出他是莲花胎的 我赶紧打断他的话头 不然下面肯定要扯上宇宙之魔了 他大碍的 宇宙之魔不就是被打出 三界五星外的妖邪吗 都出了地球 还回来修炼个毛线呢 越发感觉老家伙神经有问题 肯定是被鬼车族洗脑 把脑子洗坏了 林万哥也想知道 他为什么会看出自己是莲花胎 睁大一双美目 静待答案 刘浩空神秘一笑 因为这姑娘也是鬼车族后人 我跟她父亲很熟 她出生的时候 我就在眼前 我去 这也太狗血了 全世界的人都成了鬼车船人了吗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本来还以为林万哥是个外人 这下可好 也成为了鬼车族大家庭中的意愿 我简直有点哭笑不得 为啥遇到的都是鬼车人 就没有正常人了吗 在我思想里 鬼车人都是疯子 虽然我也是鬼车人 但是是为数不多的正常人 林万哥足足呆了半分钟 他不是第一次听说鬼车族 却对这个组织非常的陌生 摇头的 你是开玩笑的吧 我从来没听母亲说过 与鬼车族有什么关系 刘浩空一脸严肃地说 你母亲希望你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与鬼车族撇清关系 可是当你出生就落上鬼车的命运 是永远摆不脱的 否则 你不会接连两次被牵扯到吉安木 又受到楚经梁的威胁 不过 你这个莲花泰会保你长命百岁的 林万哥又愣住了 我见左辽有点不耐烦 于是抓紧时间问刘浩空 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毁灭了销魂系统 还会来找你报仇的 刘浩空把目光转移到我脸上说 系统虽然摧毁了 但妖鬼残破 却跑到我这里避难 现在就在屋子里 所以我知道了一切 我们听了此话 都大吃一惊 妖鬼居然没随着鬼城旭灰飞烟灭 从徐州逃了出来 并且就在此处 我忍不住怒火 历生贺文 你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你不知道妖鬼重生后 会给整个徐州带来灾祸吗 左辽冷横倒 别跟他废话了 刘浩空一白熟 等等 等我把话讲完 你们再杀我也不迟 我伸手拦住左辽 跟他说道 你说吧 刘浩空转头看看 躺在床上痴呆的老伴 回过头说 我养妖鬼是用来对付鬼车族的 我们要摆脱这种命运 只能将整个鬼车族消灭了 原来 这只妖鬼本来就是鬼车族养出来的 算是一只护族妖神 族人几乎把他当作了鬼车来崇拜 由此也象征着一种 至高无杀的权力 当年有人 为了争夺族长之位 动用邪恶的手段 操控妖鬼 打开杀戒 其实鬼车族势力凋零 并不只是遭到外部的镇压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内斗 但这人最终没能成功 妖鬼被族长打散魂魄 这一只反叛人马 遭到灭绝性的屠杀 很多年后 有人在一处深山中 发现了妖鬼残破 于是带回族内 这时候 族长已死 由刘浩空 左西白 和另外两个 并成四大巫师 分别掌握了族内大权 巫师在鬼车族内地位很高 仅次于左右护法 而护法之上 便是族长了 当时的左右护法 浑庸不堪 才致使四大巫师掌权 但他们四人 却又假借两大护法之名 分为两派 明争暗斗 族长之位 迟迟难以产生 这次有人带回了妖鬼残破 族中便召开大会 谁能让妖鬼残破重新复活 便由谁来当族长 四大巫师都有这个实力 同时都声称能够做到 因此又出现了 由谁去养的问题 本来正在磋商一个 折中的办法 蟹兔子却在其中挑拨时段 暗中散播谣言 说刘浩空这一派 布下陷阱 致大家于死地 双方之间本有嫌信 这个谣言一出 对方便不管是否真假 于是首先发难 动起手来 乱世之中 左西白夫妇 被刘浩空失手所杀 另外两个巫师也不知去向 当时刘浩空 只看到蟹兔子 带着幼小的佐疗逃走了 这次大乱 刘浩空也受了重伤 最终 族内大权又被俩昏庸的 左右护法收走 后来他才明白 原来蟹兔子 是这俩护法知识造谣 挑起的事端 这样让四大巫师死伤殆尽 这俩护法便能重新做主了 他在养伤之际 遭到两大护法的追杀 最后将儿子寄养在西岭 夫妇俩逃到徐州 隐居避祸 但他逃走之时 带走了妖鬼残破 一直在家里隐藏了很多年 直到两大护法寿终正寝 族内终于选出了组长 对于以往的事既往不咎 他们夫妇才敢露面 可是目前的刘浩空 因为当年重伤下逃亡徐州 没得以恢复 变成废人一个 再回族内 怕是没人看得起他了 思来想去 为了下一代 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这才联系了楚氏兄弟 将妖鬼残破 交给他们 想办法补婚 他知道 这俩畜生不是好鸟 但只有他们 才有这种财力和能力做到 迫不得已 才出此下策 他尽管变成废人 但做巫师的时候 养了只鬼仆 忠心耿耿地追随他 也正因为这只鬼仆 才能躲过追杀 并且这些年来 儿子的情况 打探得一清二楚 他将这只鬼仆 安插在销魂室下 监视妖鬼的捕魂状况 那天在通风道里 杀死南哥的 就是这只鬼仆 他不容任何人 接近妖鬼残破 听到这儿 我便打断他 问他楚氏监视什么作用 不会是他安排的吧 那可是害死很多人命的 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总之 不能是人命如草芥 祸害那么多无辜 刘浩空摇头 说那个楚氏监 在没养妖鬼之前就有的 是楚氏兄弟 为了某种目的杀人之后 藏尸的所在 与销魂是没有任何关系 这我就放心了 刘宇摩这老爹 还不算太坏 只听他接着往下说 凌晨 我们毁灭销魂系统后 鬼仆在金属盒子底部 打开一个出口 修补了一半的妖鬼残破 瞬间从这儿溜走 如果晚上片刻 就会跟系统一起灰飞烟灭了 鬼仆带上他 从童风堂逃出大厦 回到兴潭村 将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 全都说给了刘浩空 他于是便想到 以楚清良的为人 为了自己保命 一定会把他出卖 何况 鬼仆也认出了佐良 可能就是当年 左西白的女儿 他自知躲不过这一劫了 在天亮之前 安排好了后事 只等我们来到 说到这儿 他叹了口气 吓 妖鬼残破 就在床下风鬼坛内 咬啥咬羊 随你们 但我求你们一件事 鬼仆阿福 跟了我几十年 希望不要伤害他 如果定于 你能看在我儿子的情分上 把他收养了 再好不过了 他顿了顿 又说道 我和老伴 在这狗言残喘了三十余年 前面的日子 提心吊胆 唯恐被捉回去 后来虽然 组长既往不咎 但老伴 也因这种 救心的日子 得了重病 变成了植物人 活着实在 没什么乐趣可言 要不是为了儿子 妖鬼残破 早被我灭了 话就说这么多 你们都说吧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场再见 左辽立刻面带杀机 扬起了右手 我猜手里肯定钻的是钻心针 这种案器非常毒辣 他要报复某大仇 便会使出最恶毒的手段 林晚哥转头看看我 眼神似乎在说 真的要杀吗 其实我心里也在犹豫 刘豪空和左西白 当年都是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 无论是杀谁 都算不上对或错 如果当年左西白杀死了刘豪空 还不是一样吗 刘豪空牵住老伴的手 面带微笑闭上眼睛 摆出一副坦然受死的神态 我突然有点不忍了 才要开口阻止 左辽却惨了口气 把右手收了回来 你杀我父母 也遭到了报应 在徐州过了这种落魄的生活 我觉得让你活下去 比亲手杀了你 感觉更爽快 放你一条狗命 继续痛苦去吧 左辽说完 掉头走出了屋子 我和林晚哥对望一眼 各松了口气 左辽的本性不坏 他分得清是非 这样一个耻目老人 杀了又能怎样 他们当时的情形 就像两国交战 被杀死的士兵后代 一定要找凶手去报仇吗 可这些士兵 都是被利用的棋子 他们并不是凶手 真正的元凶是一国之军 而这件事的元凶 那便是鬼车组了 灭了这个邪恶的组织 以后便不会发生 这种惨剧了 林晚哥跟着出去 我叙了口气 刘大叔 妖怪残破 我一定要带走 说话之际 忽然发现 刘浩空一动不动 脸上依旧是那种 解脱般的微笑 心里隐隐觉得有点不妙 果然 听到床底下 传出一件哭声 跟老猫叫春似的 特别难听 先生 他们已经放过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 想不开自寻短见呢 这应该是他的鬼仆阿福 我吃惊地伸手 为了想刘浩空的手臂 已经没什么体温了 再探下呼吸 一点气都没了 刹事件明白 刘浩空是谁 他可是鬼车组的 死打无师之一 多牛逼的人物 岂能死于一个 黄毛丫头之手 在佐疗动手之前 就以某种方式 结束了自己和老伴的性命 佐疗再下手 只不过杀的是一具尸体而已 想明白这一劫 我常叹一声 对于刘浩空 所表现不惧生死这种豪气 身为折服 他怎么说也是我姐夫的父亲 说起来我们还是亲戚长辈呢 我不能一走了之 要把他们夫妇俩安葬了 要不要统治刘雨摩呢 阿福 你出来吧 等我安葬了刘大叔和刘大婶 以后你想跟着我 或是自己有去处 随你选择 出来商量一下 怎么安葬他们 我把刘浩空视身抱到床上 到此刻 老两口的手还紧紧钻在一起 让人看了既羡慕又心酸 哦 阿福答应一声 从床下爬出来 正在没有阳光的角落里 这家伙穿着一身 民国时期的粗补衣衫 头上揪了个小辫盘起来 在脑门上像个锅盖似的 他伸手抹着眼泪 望着床上的老两口尸体 不住地抽叶 一张脸白白胖胖 看起来挺招人喜欢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佐良在外面等急了 冲进门来叫我 不过 看到床上的尸体 一下愣住了 你 你下的手 刘大叔自杀了 他可能想到你下不了狠手 最终还是以自杀的方式 偿还这笔血战 我随口呼吸 阿福这小子 脑袋好像不大灵光 抽气着说 不是 先生一辈子心高气傲 不能让一个小丫头给杀死了 所以他老人家 赶在别人动手之前自杀了 佐良狠狠瞪了我眼 随即谈了口气 好吧 刘老爷子 我现在不是你了 佩服你是个人物 订阅 咱们帮他们安排下后事吧 阿福说 刘豪空在村里人缘很好 出去随便喊一声 就会有人过来帮忙的 我于是敲开左邻右舍 说刘大放肆了 这两户人家急匆匆赶过来 我们说是他亲戚 刚好过来探望 正赶上两位老人 猝死去世 他们看到刘豪空临死时的笑容 便不怀疑人是我们杀的 于是在村里一宣传 不过都大会儿 屋里屋外 挤满了前来帮忙的乡亲 我们出钱租了恒文关 放在门外搭建林棚 这时我跟佐良林万哥商量 刘宇摩从小被丢在西岭自生自灭 三十年没见过父母 总得在下葬前 让他见上父母最后一面 两个姑娘都同意我这个建议 于是我便拨了电话 刘宇摩见到后感觉挺意外 问我现在在哪 过得怎么样 我说你别废话了 你父母刚死 在徐州北郊外兴探存 赶紧飞过来 说完挂他电话 这小子随即打过来 问到底咋回事 我不是开玩笑的吗 我于是把前因后果一说 这次他没听完就挂他电话 还真是飞过来的 碰巧上午又飞往徐州的航班 到上午他就赶到了 老姐这次没来 刘宇摩跟小胖一块来的 他说定心唯恐跟我见面后 会害了彼此后代 所以宁肯姐弟永不相见 也不能给后世招惹灾祸 我心里暗叹一声 前换时又没说姐弟不能见面 老姐这是何苦呢 刘宇摩看到 躺在恒文关里的两具尸体后 马上就确定 是自己亲生父亲 他们父子相貌非常相似 任谁也能看得出来 这小子趴在恒文关上 嚎啕大哭 三十年没见过父母 我能体会到这种悲痛的心情 他还有机会 见到二老的尸骨 我却只能看到一座坟头 我把小胖拉到一边 问他们这段时间的近况 这小子一下眼圈就红了 鱼哥 我要不是想你 我也不会跟刘宇摩走这一趟 有时候工作室没你在 大家也提不起精神 特别是我 这心里空落落的 我想找个人喝酒都找不着 我被他说的鼻子有点发酸 拍拍他肩膀问 小夕现在怎么样 小胖低头沉默片刻 然后跟我说 我们到西岭之后 他和父母就离开了 在工作室留了一封信 说生意留给辛姐和我 她要陪父母去过清闲的日子 至于去了哪儿 心上没说 辛姐见到离开西岭 又回工作室了 刘宇摩也不用辞职诺味了 余森和余嫂也搬了进来 我一下愣住 这丫头离开西岭 是怕我忍不住来看她吧 明显是在躲避我 摆明了这辈子绝不相见的决心 我不由心情一落擒掌 整个人都娘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心情不好 又见了小胖 必不可少的是要痛快地喝一尝 我拉着这小子跑到村头酒馆 两人要了两个菜 两瓶酒 边收边喝起来 听说花落现在 已经和小胖好上了 我这越喝心里越堵得慌 为啥天下有情人都能成眷属 唯独我和林玉琪不能了 最后喝的天昏地暗 不知道怎么回去的 醒来的时候发现天还没亮 似乎躺在一个旅馆房间里 感觉头痛于脸 四下瞅了瞅 见小胖睡在另一张床上 打着呼噜睡得挺香 我心说肯定是左梁和林万哥 把我们俩带回了市区 把刘雨摩一个留在兴潭村手里 让我有点不太放心 不过想起来 还有个鬼仆阿福 就没那么担心了 这会儿口渴得厉害 刚想下床去倒水 只听身边有个声音问 先生是不是要喝水啊 他大爱的 冷不定冒出这一句 差点没把我吓死 稳稳神才想起来 这是阿福的声音 没想到他居然到处跟着我 我于是点头 给我倒杯水吧 这小子马上显露身形 一溜小跑过去 给我倒了杯热水端过来 你怎么不在兴灵村 陪着小主人守灵 我一边喝水一边问 这小子带着哭想说 先生既然把我许给你 我以后就是你的鬼仆了 你无论走到哪 我就跟到哪 规矩是不能破的 我刚喝的一口水 差点没喷出去 什么玩意儿就把你许给我了 你以为你是鬼妞啊 不过 这家伙挺守规矩 让我觉得特别有趣 我跟他说道 在你家老主人下葬之前 你不用管我 当丧事完毕 再赶着我吧 好嘞 我这就回形探村 他刚往外跨了一步 随即又停下来说 有个事要告诉你 是先生临死前交代的 你如果收了我 才会说出来 不然我就不告诉你 这小子傻得可爱 说话也不会变通 刘浩空是怎么交代的 但不一定想让他这么说 我于是点头问 嗯 什么事 你说吧 阿福往回挪了一步 毕恭毕敬地说 呃 先生交代 有个姓牛的巫师 是他们当年四大巫师之一 很多年没有音讯 现在又突然出现了 好像是受到组长的中托 来徐州寻找妖鬼残破下落的 要你当心一点 这人非常厉害 曾经是和左膝白一派的 心狠手了 就算有左膝白女儿出面 他也不一定顾忌 当年的兄弟情谊 回下毒手 还有 先生要你尽量不要毁了 妖鬼残破 他可能以后有很大用处 用这个东西 能帮你彻底跟除了鬼车座 我听得不住周美 五十几的人物出现了 那比安姐苏婉这俩老娘们的档次 高了不值一倍 一个安姐就让我满地找牙了 这巫师恐怕更不易对付 还有跟除鬼车族这事 说实话 我没这远大理想 这辈子就想找到第三卷鬼附近 不过 也说不定利用妖鬼残破 能帮上这个忙 那就暂且留着吧 反正还是半成品 没有鬼城区的帮助 他心里起风浪的 我问他 你家先生还说了什么 阿福挠到头 他还说鬼车族老巢 在秦岭之脉上 一座叫大麻山深处 在陕西境内 鬼车老巢坐落 幽密深谷中 想要进去 必须经过一条地下暗河 才能到达 这条地下暗河的口 布置了斜阵 在不断地变化位置 想要找到它 只能自己用心寻找 他还说 千万别从轨道走 因为出口在千轨坟的中心 一旦误入此地 永远就出不来了 我心说 告诉我这个干嘛 指望哥们杀入鬼车族老巢 来个骗甲不留吗 那老爷子你看错人了 我还想多活几天 你的远大理想 还是托付给后来人吧 我又问道 还有吗 没了 这小子摇了摇头 哦 那你回青滩村吧 我打了个哈欠 倒下来继续睡觉 刘豪空夫妇丧事举办了七天才下葬 这几天里 我和小胖都陪着刘雨摩守灵 晚上虽然还会喝个小酒 但绝不会像那天喝得人事不知 这七天里 林婉哥回了室内 左梁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神神秘秘的 总是在晚上出现一下 然后就消失不见 问他干啥去了 他也不说 葬礼完毕后 刘雨摩又住了三天 烧了原分纸 这才和小胖返回西岭 临别时 刘雨摩本就在哀痛之中 控制不住情绪哭了出来 小胖也跟着掉眼泪 这是咋了 又不是生理死别 搞得像俩羊们似的 都别哭了 我在这儿过得挺舒服的 回去给我姐带个话 让她不用担心我 我笑着骂他们俩 其实心里特别的难过 这一别 都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面 小胖抹了把眼泪说 余哥 我这几天也看出来了 你在徐州过得还真 她娘的舒服 有俩美妞陪着你 要我也乐不思数了 不过 我看这俩妞好像都对你有意思 以后避免不了麻烦 你要是解决不了 你随时打个电话 我肯定过来帮你搞定一个 说着话 她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我没好气的 骂道 滚 你不怕我把这话告诉花落 这个嘛 我是为兄弟两雷插刀 又不是张花惹草 花落一定会原谅 这小子舔着脸说 刘雨摩这时插嘴说 林雨昕的下落 我正突然寻找呢 应该能找到 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我听了之后 不如她哭笑 心说 知道她在哪儿 有什么用啊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好好对我见 结婚的时候 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给我分享一下喜悦 你爸妈这边不用挂念 我有空就会替你来看他们 刘雨摩立马哽咽 谢谢你了兄弟 当他们走出安检口时 我于是被忍不住了 终于眼泪掉了下来 我慌忙转过身 大踏步走出了后级厅 可是刚出来 正好被林婉哥 转个正招 我用力擦着眼睛笑道 我这苍蝇撞眼睛里了 林婉哥递过了一张纸巾说 苍蝇不会撞进眼睛里 除非你非要把它塞进去 好了 跟朋友分别哭出来 说明你有情有义 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忽然想起来 你来机场干什么 找你啊 他说着 脸上涌起了愁容 刚接到两份情节 其中有你一份 说着 递过了一张红色情节 我笑道 谁这么看得起我 要请我吃饭 还搞这么隆重 宋琴 说到这儿 我脸上表情凝固了 并且闭住了嘴巴 只见 情节上写着 鬼车酒会四个字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林婉哥表情凝重地说 这是疯狗送的情节 但他也是帮一个神秘人物举办的 而疯狗 同样是鬼车船人 这次邀请的 是徐州地界上 所有鬼车族人 据说有百十多号 佐疗已经收到情节了 只跟林婉哥碰个头 此刻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我抬头看着天空 心想 这个神秘的人物 估计就是姓牛的巫师吧 不是他这样的人物 是搞不了这么大声势的 可这孙子确实挺牛 居然连我这个 临时寄居在徐州的鬼车后人 也查到了 我周眉问他 疯狗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为什么要监听你的隐私 林婉哥苦笑道 他还有明奈 都是我高中同学 并且我们父亲生前 是很要好的朋友 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父亲 都是刘浩空的属下 当年是跟着他来到徐州的 疯狗叫陈全 高中就喜欢我 追了我很多年 但我不喜欢他 因为他做事疯狂 甚至神经质 所以我叫他疯狗 他打电话 让你离开徐州 其实是怕我喜欢上你 原来这样 难怪他会跟我提条件 还这么在乎他的安慰 这混蛋做事 真是够疯狂的 不过 看起来挺有钱 我摆摆手 示意他边走边说 然后问他 他是不是很有钱 林婉哥跟着我漫步说道 他在徐州富豪榜上 排不上号 但他父亲留下一大笔遗产 到底有多少钱 谁都不清楚 他这个人什么也不做 每天吊儿郎当 挥霍金钱 不务正业 我特不喜欢这种人 对我用了很多办法 失败之后 又在我身边 安插了老驴当卧底 专门破坏 我和任何男人的交情 还有 那两个女人 的确也是他故人杀的 他虽然比处境量 要善良一点 但什么事也做得出来 我想起老驴就笑了 起初我以为老驴喜欢你 原来是个卧底 林婉哥皱眉道 他也不是什么好货 早把同位勾得上了 你们男人呢 为什么都喜欢吃着锅里 看着碗里 我养要头 我现在锅没了 也没碗 这话你问别人吧 你是好男人 行了吗 出租车过来了 我陪你买身衣服吧 今晚出席酒会 不能穿得太寒酸了 我不解的问 咱们为啥要参加 离开徐州 避一避不就完了 那你是不知道 疯狗的本事 它比处境量 更让人头疼 说不定又在我们身边 安装了什么定位器 一类的东西 无论跑到哪 都会被找到的 今晚这个鸿门宴 我们必须得参加 我本来想回星潭村 去拿妖鬼残破 但想想来回半天就没了 再说这东西 暂时没地方安置 就先放在 刘豪空那破房子里吧 我来送刘雨摩和小胖时 嘱咐阿福好生看护 这只老鬼很有经验 应该不会出差错 林晚哥陪我在服装店 买了身高档西装 又去理发店 剪头吹风 回到家里换上新衣服 还真是挺帅的 佐疗这个时候 找到了林晚哥家 进门都没注意到 穿西装的男人是我 忙说有客人呢 不方便说话 那就晚会儿再来 我哈哈大笑 你什么眼神 都没看出我这男神是谁 佐疗一下认出来 顿时瞪到了眼珠 哎 赖蛤蟆穿西装 还挺像回事啊 不过你什么男神 你就是一个摔神 这牛跟林雨昕一样 对我总没好话 我忙转移话题 你这几天上窜下跳的 干什么去了 佐疗听了这话 皱着没说 听说徐州来了一位 鬼车族神秘人物 这几天一直打他消息 可始终查不出背景 到现在 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这下轮到我得意了 我跟他笑道 我来告诉你们 这人姓牛 是和刘浩空一样 当年四打五十之一的 牛逼人物 佐疗瞪打眼珠问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今晚咱们一定要小心了 销魂系统是咱们摧毁的 有曾经经过阴王墓 你还烧死了楚经梁 他绝对不会放过咱们 我深有忧虑地说 林晚哥点头道 佐疗的落雨红我 能帮咱们在关键时刻逃生 上次的手枪 手雷和炸药都没用上 这次全都带着 凭咱们三人合力 不信他们能够拦得住 佐疗却一脸悲观地说 那你是不了解 鬼车族的巫师 都是什么样的人物 落雨红雾在他眼里 就是小儿科 还有手枪和炸弹 都挡不住他 我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还从来没在城市里 开启过死亡之脚的门户呢 不知道繁华地带 能不能做到 佐疗说道 城市里不是做不到 而是阳气太盛了 很难开启门户 需要阴煞几地才行 可是市区里找不到 这样的地方 除非是处事大厦的处事间 我问道 如果带上妖鬼残破呢 这可以啊 妖鬼残破养出了一半形体了 放出来肯定会改变四周磁场 能让咱们进入死亡之脚 好 咱们这就去拿妖鬼残破 回来时间就差不多了 直接参加教会去 我们仨匆忙出门 乘坐电梯到了六楼时 有个矮胖的女人上来 一看到我 不住地偷偷打量 她大爱的 是曾经被劫过那个女人 竟然这么操强 在电梯里相遇了 我是左贼心虚 低下头不敢看她 哪知她看我半天 最终指着我 我相信你是谁了 我急忙咳嗽要上 大哥在楼下等着 谁敢说认识我 大哥就要杀谁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胖女人吓得慌忙摆手 正好这时到了一楼 电梯门刚打开 这女人就陶冶似的跑了出去 左梁好奇地问 她怎么会认识你啊 你勾搭过她 我挺起胸脯 我还没到那种 没品味的地步啊 那是怎么回事 林婉哥也疑惑不解地问 这个嘛 出租车来了 等会儿呢 咱们先去清单村 然后回市区先吃饭 左梁满脸杀气地说 别跟我们转一款题 快说 不然我让你当街出仇 你行不行 我肯定行 她手段多着呢 我于是一搭了脑袋 老实交代 我抢劫过她 两个姑娘满脸 不可置信地惊叫 你抢她什么了 裙子 黑丝袜 还有墨镜 你变态啊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把那天 为了逃跑 抢劫衣服的事 说出来 林婉哥和左梁 笑得前仰后合 眼泪都下来了 左梁说 你这身材 扮女人还真不错 不如买身女装穿上 今晚来个 三朵金花闹酒会吧 我瞪眼说 闹你个蘑菇头 乘车来到星潭村 进了刘豪空 居住的破屋子 阿福的声音 马上在耳朵里响起来 先生来了 他没敢现身 只是偷偷跟我说话的 我点了点头 阿福的事 我跟他们俩说过了 虽然不是被人的事 但考虑到会吓到林婉哥 所以 还是不让这小子露面了 我们仨搬开这张床 在阿福的暗中指点下 打开一个持续方圆的地洞 里面放着一个皮球大的黑磁弹 上面贴了一张封印符 这玩意儿有点大 带到酒会太过显眼 左梁于是拿出一个灰色小字瓶 说封轨容器不论大小 关键在于封印符的威力 这我知道 可封轨弹也不容忽视 毕竟妖鬼残破 不同于一般死鬼 普通风鬼容器 很容易被妖鬼歇息穿透 从而获得逃走的机会 左梁在我眼前 晃了晃那只小字瓶说 那是谢兔子 祖师传下来的风魔瓶 据说有千年的历史了 里面不知说过 多少妖邪鬼怪 绝对不会有问题 他既然说没问题 那就绝对不会有的 这一点 我非常相信他 于是我抱住风鬼谈 打开封印符之前 我唯恐会出意外 让林婉哥退到门外等候 左梁拔掉风魔瓶木塞 做好对接准备 我当即切掉这张符 直见一缕黑烟冒出 但紧跟着 便被风魔瓶吸了进去 左梁迅速把木塞插好 我一眼明手快地 把符贴在木塞上 我们俩配合默契 顺利将妖鬼残破 倒进灰色瓷瓶里了 左梁趁我伸出大拇指 如果不是两个专业之人配合 很容易出差错的 你表现不错 我把风鬼坛重新放进空洞里 我表现就没唱过 走吧 对了 阿佛 你也跟我们一块走 晚上在九会大厅外接应 我们返回市区 吃了点东西 回到林婉哥家小睡一会儿 到了晚上 我们三个人盛装出门 林婉哥穿了一身黑色礼服 左梁是一袭红色长裙 一个高傲冷烟 一个火热娇俏 形成签名的对比 两个姑娘在黑与红的衬托下 简直美到不容逼逝 我走在他们俩中间 竟然有种自残行贿 如在梦境的感觉 要说这辈子运气不好 但遇到的妞 一个比一个漂亮 这也算是老天对我的补偿吧 不过 这也就一银一下 再多再漂亮 那也不是我的 你说 林雨昕如果穿上这两身礼服 会不会比他们更美 想到这儿 心里便是莫名一痛 刚好今天林婉哥的车一修好 疯狗派专人送了过来 于是林婉哥驾车 我们仨赶到市中心国际酒店 高档豪华的宴会厅里 已经坐满了十几桌人 男女老少 行色割异 其中看上去 有不少是从农村来的 无论气质还是打扮 都与宴会厅显得格格不入 这也让我感叹 民间不知隐藏了多少高人 虽然有不少是市里的 穿得也比较光鲜 但我们仨相互挽着手臂进门 那简直是闪亮登场 立马晃下了不少人的 太和亲狗眼 本来热闹繁杂的大厅 瞬间静下来 全都转头 瞧着我们仨人漫步入场 有个身穿西装 头发光亮的男子 立马一溜小跑过来 把我的手扯开 握住林婉哥说 来了也不打招呼 我好出去迎接你 我和左梁闪在一边 仔细打量这家伙 跟我们年龄差不多 油光粉面的 一脸笑嘻嘻 非常欠扁的模样 我心说 这恐怕就是疯狗 残全吧 林婉哥本来一脸 优雅的微笑 顿时画成冰冷的神色 从他手里抽回手 不必劳你大家 我自己认识录 婉哥 我知道 你肯定对窃听器生我的气呢 可我已经做最大努力 去弥补这个错误了 比如 拍直升机去 林婉哥当即打断他的话 冷冰冰地说 你派直升机先去 最大的目的 想毁灭销魂系统吧 杀那两个女人 也是出于这种目的 至于救我 肯定是有的 但我不领情 即便你不处理 丁玉一样会把我救出来 我对他很有信心 这话我爱听啊 感觉就像三福天理 吃个冰块那么让人心里舒服 可佐疗却不喜欢了 偷偷在我手臂上掐了一下 我痛得一咧嘴 转头看向他 他一脸笑眯眯地问 疼吗 你说呢 我没好气地反问 反正我不疼 他甩开我的手往前就走 林婉哥跟我甩下头 示意我们入席 哪只岑泉一把 拉住我的手笑道 你就是丁鱼吧 听声音还没见过人 不错 长得确实挺窝头的 你说现在城市里的女人吧 就好像跟吃饭一样 吃多了山珍海味都吃腻了 现在就喜欢吃窝头 兄弟 你还真像个窝头 你大矮的 什么我就窝头了 我看你是个窝瓜 我忍着气笑道 兄弟你真会开玩笑 山珍海味也不是没人喜欢吃的 比如我们乡下的三大姑二大姨 他们哪吃过这种美味啊 要让他们见到你 保证会喜欢的不得了 林婉哥扑的一声笑出来 拉住往前走了 留着岑泉这小子傻呆呆站在那 一大会儿没动地方 我们仨随便走到一桌坐下 这俩妞儿立马吸引了四周的眼球 坐在佐疗旁边一老头 看上去都七十多岁了 几乎留着哈喇子问他 姑娘 几岁了 哎哟 你看你这小手 细皮的肉的 我帮你看看手相吧 我靠 老不死的这么大岁数了 还这么色 居然不管佐疗是否同意 拿起他的小手就摸 忽然这老家伙哎哟痛叫一声 满脸都是痛苦之色 佐疗冲他一笑 只是普通引针 没赌的 不过你再摸的话 说不定就是钻心针了 这些人全是鬼车传人 哪有不知道钻心针的 老家伙一下就把手缩回去 再不敢出声了 这时只见岑泉登上主席台 在话筒检说道 感谢各位同道的光临 现在人已到齐了 咱们这就请出 家族中最神秘 最有权力的一位大人物 有请牛大师上台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一听到牛大师这仨字 顿时心头一灵 今天终于见到除了刘浩空之外 鬼车族又一位牛逼人物 大家看样子跟我想法相同 各自脸上闪现出激动神色 只不过我不是激动 我是激动 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活着逃出去了 陈泉讲完后随即闪在一边 只见从台下一个席位站起一人 个子瘦高 脸颊枯瘦 满头短发皆已苍白 但一双眼睛却炯炯又深 有一股不怒自危之事 这估计就是狗屁牛大师了 在众人欢呼下 他只是冷冷地点头 然后漫步登台 各位 想必这百余位同宗后人中 还有人认识我刘浴祥的吧 这老家伙声如红中 在扩音器扩大声音以后 简直战耳欲聋 从这声音上 足够感到了一种极大的气场 众人之中 立刻有不少老年人纷纷响应 刚才摸左辽手那老头 都带着泪光自言自语说 牛巫师 我当年是你的下属啊 这一别几十年不见 还是那么年轻 牛玉祥见反应热烈 感到十分满意 冷静的僵尸脸上 挤出了一丝笑意 只听他接着说道 我这次前来徐州 是受到族长的重托 共有两个目的 一是召集我九凤族人 工商大业 重整族尾 听到这儿我一愣 什么九凤族 我们不是走错地方了吧 左辽见我一脸错愕 歪头小声解释 鬼车别名叫九凤 而鬼车在历朝历代 都是个忌讳的名词 不能在公众场合说出来 所以就用九凤来代替了 哦 这样啊 只是九凤听起来俗气 还不如叫鸟族好听 一群鸟族厚人 二来啊 有种神秘残破 乃是九凤族的权力象征 这种东西 想必很多人也都知道 此物就在徐州 此行欲将此物带回族中 重新回归祠堂供奉 牛义祥说到这顿了下 双目如垫板 射出两道寒光 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 只是此物在八日之前 被人偷走 现在盗贼 便在这宴会之中 众人听了这话 顿时一片哗然 纷纷转头四看 其实也不知道在看啥 我们仨相互对望一眼 都表现得很镇定 跟着大家伙来回乔势 只不过我心里觉得纳闷 妖鬼残破被阿福拿走这事 除了刘豪空楚经梁 和阿福他们俩人一鬼之外 没别人知道了 不对 还有左梁和林婉哥 不会是他俩谢的秘密吧 刘玉祥一脸寒气地 伸手往下压力 继续说道 大家不用找了 盗贼我已知道 坐在什么方位 今天是九凤族人欢聚之日 我不想出现雪光之灾 但这件事乃头等大事 必须先让盗贼交出此物 然后咱们才能共上大业 这小子说着话 目光就转到我们这一桌 看样子 他早在暗中见过我们了 我还在假装四处乱看呢 只要不点名 我是绝对不承认 左辽突然站起身 冷下挡 大家不用看了 牛大师说的盗贼就是我 东西在这里 他说着从包里拿出了风波瓶 举起了摇晃几下 我和林晚哥大敢错愕 他这是玩的哪一手啊 即便是想搅强投降 那也提前跟我们商量一下 这让我越发怀疑 泄露妖鬼残破消息的人 就是他 众人又是一片哗然 纷纷站起来瞧看 牛玉祥见左辽这么识时误 脸上再次露出了一丝阴冷的笑意 伸手往下压了呀 是以大家安静 只听他瞧着左辽说 你手中尽管拿的是风波瓶 但休想骗我 里边装的就是神秘残破 小丫头 你太狡猾了 如果不说实话 今晚是走不出这个宴会大厅的 我和林晚哥对望一眼 俩人都差点笑出来 这才明白 左辽用的是实则虚致的手法 如同空乘剂一样 你打开城门要投降 对方反而不信有这种好事 这坏就坏在 牛玉祥太聪明了 有时候聪明过头 那就是蠢 左辽冷哼一声 把瓷瓶往桌上一放 坐下来说 信不信有你 反正残破就在这里 我没其他东西给你了 坐在旁边那老家伙 这时伸手就去拿瓷瓶 只听他说 我来帮牛大师验证一下 对于此道 老夫略愧门禁 一看便知 左辽随起小声说道 存心珍呢 老家伙全身一颤 把手又收回来 哭着脸说 这老夫年纪大了 还是别嫌臭了 牛玉祥哭瘦的脸颊上 一阵抽中 内心显得相当愤怒 只听他冷冷说道 别以为你是左西白的女儿 就可以在这里装疯卖傻 左西白虽然跟我曾经是好兄弟 但为了这个残破 就是左西白本人在此 我一样不会受下留情 众人一听 左辽是左西白的女儿 很多老人又纷纷议论起来 这其中 恐怕有左西白当年的下属 左辽刷的一下 又站立起来说道 先父早已去世多年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本人此刻能来这里吗 亏我心里还叫你牛大叔 你却为老不尊 不过兄弟情义 根本不配做旧坊祖大师 他可真牛逼啊 敢在这种场合跟大巫师搅拌 我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 看来我们真要投地了 不知道这地板硬不硬 我先猜猜吧 放肆 牛玉祥终于忍不住一声怒喝 大为失探 即便是族长的后人 也不能在族内拥有特权 你竟敢目录尊长 这便该死 说着 右手微微一抬 便看到一缕细微的黑气 迅速朝我们这边 鸡舍过来 我大吃一惊 这恐怕是一种恶毒的杀招 但我们不知道这玩意底性 更不知道该怎么抵挡 佐疗突然伸手 抓住身边的老色鬼 笑道 你不是要帮我看手相吗 现在给你看了 老色鬼傻呆呆的 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 只见这道黑气 已经闪电般地 从佐疗眉心钻入 这牛威仪皱眉 随即又恢复了神态 我忙伸手去拍的肩膀 要问有事没有 他急忙我会缩肩说 别碰我 我随即把手缩回 这时 只见佐疗和老色鬼 两只握在一起的手上 一道黑气闪现下 继而消失不见 老色鬼全身吉林林 打个冷战 佐疗便把手拿开了 我叫吴大宝 今年73岁 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女人 用小法术迷奸了几十个 还有给钱自愿的 老色鬼疼地站起来 瞪着俩浑浊的眼珠 不出口地说起自己的隐私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情形也太滑稽了 但听到这老家伙 居然用各种手段 祸害了不少女人 我真想过去一巴掌 把她脑袋拍扁了 佐疗微微后扬 在我耳边小声说 这是牛逸祥的一种催眠法术 叫做游龙精 那条小黑蛇一样的东西 遵入人体 便会迷惑人的意识 让人把自己所有隐私说出来 不过 这种手法我早研究过 用一花接木的法子 能转移到别人身上 我不由恍然大悟 原来是催眠的邪说 难怪老色鬼 把什么都说了出来 牛逸祥这么做 其实并不是 马上要去佐疗性命 只是想让他说出实话 招出妖鬼残破的藏身地点 这老色鬼来了这么一出闹剧 宴会大厅一时热闹起来 全都忘了佐疗 纷纷骂着老不死的不是东西 牛逸祥气得脸都绿了 一次出手没能制服小丫头 她的身份在那摆着 不能再次出手了 万一第二次再搞不定佐疗 不但惹人耻笑 一是英明可就付诸流水了 就算第二次能摆平佐疗 也会受人以权柄 一代大无师形象大打折扣 大家肃静 吴大宝 坐下来闭嘴 牛逸祥额头青筋暴露 已经怒到了极点 我不坐 我还得说 我跟我儿媳妇思通 小兔崽子曾经打断我的腿 疯狗倒是挺有眼色 立马叫了几个保安 把吴大宝拖出去了 这段时间 我压低声音问佐疗 牛逸祥还有哪些成名手段 谢秃子别看在鬼车族职位低 但是个上蹿下跳的人物 对于四大巫师 个人特点 以及拿手功夫 全都了如指掌 偷偷记录在一个册子上 佐疗偷看过这本册子 对于这些邪术都做过研究 不过 有几种较为高级的邪术 他还是找不到破解之道 我听了之后 得意地笑道 不用怕 你破解不了的 在鬼父经里都有破解法门 他的邪术看起来挺神奇 但在鬼父经里都是不值一提 用咒语就能化解了 这些邪术并不是不值一提 正是有了破解法门 才显得没价值了 其实 这在鬼父经里 都被列为极为邪恶的法术 吴大宝被拖走之后 大厅内又恢复了安静 牛逸祥脸色铁青 站在话筒前说道 这小丫头居然使法术祸害长辈 大家说 应不应当按照九凤族规来办事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应当 每张九席出一个人 现在把他抓过来问罪 这老小子 以大巫师的身份下令了 跟着七嘴八舌一阵选举 每张桌子上 便选出一个代表 有十二三个人站起来 我们这张席位上 刚才随着吴大宝出丑后 全都跑光了 只剩下我们仨人 当然也不用选举了 左辽大咧咧地冷笑道 哼 我出自助游一职 早就学会了七色落语红雾 如果大家想尝尝这种滋味的话 那就过来吧 我知道 这女儿还没学会这种高级写法 那玩意儿 别说闻到了 即便是落在身上 也会中毒 这话一出口 不但惊呆了那十余人 连牛玉祥都颇感惊惨 他应该能够躲得过这种毒物 但整个大厅的人 如果都被杀死 他这个大巫师 无力保护族人 还有什么脸面 站在那装逼啊 牛玉祥这会儿看上去挺尴尬的 在跟一个黄毛丫头 几个回合较量中 居然都站不了上风 已经很丢脸面了 可是当众去近身搏斗 有太师身份 不过 这小子要是真过来的话 我们仨恐怕都不够三牙缝的 佐疗也正是利用这一点 才敢于当着众人面 跟他叫板 老小子怒不可遏地盯着佐疗 眼镜里仿佛要喷出火来 佐疗双手在胸前一副 故意摆出一副 气不死你倒找钱的架势 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 老小子不能被气得哑口无言 只傻呆呆地看着佐疗吧 不对 刚才佐疗说他懂得一门叫做 赵新术的写法 与催眠术相似 只是这种写法远比《游龙经》厉害得多 能够看到对方内心的想法 然后再把自己的心念植入过去 被施术者便会永远变成他的奴仆 果然 佐疗皱了皱眉 随即眼神变得一片迷茫 我心说糟糕 他中招了 这个是他找不到破解办法的 但在《鬼父经》上有记载 那还是第二卷中才有的 只有简单的两句咒语 外加喷出一口清水 变得破解 我急忙伸手钻住佐疗 小声念叨 口头三味真火 破费满意之光 拿起桌上一瓶矿泉水 一只手无法拟开盖子 于是伸嘴 硬生生把瓶口给咬掉了 喝了口水在嘴里 随即用力喷出 随着水雾喷发 刘亦祥浑浑身打个激励 腿一软 差点没摔倒 他这是遭到了咒语的反击 要是功力稍弱的人 这下足够让他受到沉重打击 不会反被控制精神 也会受伤吐血 老小子还真够牛逼的 居然只是稍有反应 然后便浑然无视了 佐疗一声惊叫 抚摸着胸脯不住的喘气 抬头看着我问 刚才怎么了 我突然失去了一段意识 林婉哥不懂这些邪法 但也看出了门道 忙说道 你刚才好像冲鞋了 是丁云念舟破解的 佐疗又问 啊 是不是赵新术 我眼睛盯着牛逸祥 只是点点头 新说 又一次化解了他的攻势 怕是会恼羞成怒 也要真正动手了吧 什么法子能破解 真是太厉害了 等会儿逃走后 你一定要交给我 刘逸祥这次再一次失败 果然显得非常震怒 大声喝道 你们怎么还不过去 抓他过来问罪啊 那时几个人不是傻子 现在看出来 我们之间正在暗中较量 叫他们过去 那是当炮灰的 有个人说道 牛大使 城里边可不比无人黄身 是有法治的 咱们不能随便 主人问罪 再说 难得一次酒坊族人聚会 咱们还是和和气气的 喝酒聊天吧 没必要 这人话还没说完 突然张大嘴巴 发不出声音 跟着 憋得眼珠血红 似乎气也吸不进去了 捏住喉咙就跑 一连撞翻了几张酒桌 冲出了宴会大厅 刘逸祥满脸杀气的说道 这是酒坊神灵降怒 惩罚不听命令之人 我哈一声笑道 那佐疗和我也不听命令 怎么没受到惩罚 话音未落 只见牛玉祥右手中指 扣在拇指上 轻轻弹出 一道几乎透明的白色烟气 笔直地飞射过来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场再见 我立刻知道 这是什么手法了 叫做无色烟螺 会入鼻风喉 不但无法呼吸 全身血液也会停止流动 如果不及时去医院治疗 那很快就会完蛋 这也算是非常毒辣的杀人邪法 看上去都是小法术 但其实是非常邪恶 难以破解的 要不是找到了第二卷经书 我面对这种袭击 也只是等死的份儿 此刻捏绝快速念咒 日出东方 朴嫂不详 念完后 白烟正好到了鼻子前方 我张嘴用力往外吹气 顿时 这股白烟化为无形 这一下又让牛玉祥大为震惊 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 我能接连两次 破了他的拿手绝招 即便是四大无事中其他三人 也都不可能这么轻松做到 我知道了 原来念出日出东方 朴嫂不详 就能破解他的无色烟螺 左辽故意大声说 这等于 把破解牛玉祥绝招的法门 告诉了大家伙 谁遇到这种攻击 都能从容破解了 这患上我也会恼羞成怒的 果然这老小子 气得一瞪眼珠怒道 你们这些九凤族叛党 竟敢不听大无事的指令 今天我代表组长 将你们就地正法 说着 双手合在一起 似乎在运气作法 左辽马上急切地跟我说 他可能要用无色无味的 石锦毒来毒杀人中 快想办法 说着 把桌上的风膜瓶收起来 装进了包里 无色烟螺是单攻守法 而石锦毒是群攻法术 这玩意儿混合了各种毒素 一旦闻到之后 立刻中毒麻痹神经 跟着便会死亡 即便是神通解毒的高手 也不可能在一时片刻 能化解这么多中毒性 这东西怕水 不用咒语 只要有足够的水来破解 那么便会将石锦毒冲刷了 我说话之际 宴会厅内纷纷喊叫起来 迅速往门口冲去 林婉哥说道 我有办法了 你们先暂时拖了他 别让他动手 说着梨座 朝西侧墙壁飞奔过去 左辽马上甩手 发出一片荧光 向台上激设而去 石锦毒由于不是小法术 史初是必须要用运气回发 否则达不到 杀死百人的效果 正好他双掌要分开之际 左辽发出的钻心针 也射到面前 他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 急忙扭声闪避 我跟着从包里 抓出一把糯米撒过去叫 千株毒米来了 刘玉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毒 吓得慌忙往后闪退 并且挥动手臂 一阵进风 把糯米全部惊打开来 左辽又是一把钻心针 发射过去 转头问我 千株毒米是什么 我低头笑着说 随便起的名字 这时众人全都蜂拥到大厅门口 可大门竟然被锁死了 而这种高端酒店的厅门 坐得又是十分结实 大家拿东西砸了一阵子 也没砸开 有人见门打不开 于是跑下四处寻找窗口 一时厅内乱成一团 都看不到林万哥在什么地方 刘玉祥飞身下台 提起一张圆桌 挡在面前 这一下有了盾牌 他便大喝一声 石锦毒 我心说糟糕 不知道林万哥想到的是什么办法 到现在水还没来 正焦急之际 只见屋顶上的消防喷头 一起往下喷水 瞬间整个大厅弥漫起一层水雾 酒店都有消防设施 像污点的水喷头 分为手动和自动 如果室内产生足够的烟气 便会自动喷水 而同时也有手动控制 林万哥应该手动打开了喷水开关 这下水肯定足够用了 混蛋 刘玉祥怒声大骂 他好不容易运气 才发出的石锦毒 居然又被破解了 换我肯定当场吐鞋了 这老小子心理素质比我好 愣是没吐鞋 骂了一声之后 终于再不顾什么大巫师身份 以虫而起 像只邪恶的鬼鸟般 斩臂向我和佐疗扑过来 这老孙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比阿欢速度还要快 安姐这四老娘们提鞋都不配 我们俩现在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 只能迅速朝两侧铺地滚开 然后是躲避的够及时 我背上还是被划上一道口子 鲜血流淌在地上 随着落下的水雾 化成了一滩雪蛙 大家往这边跑 这有个紧急通道 快来 林万哥在大乱之中高声呼叫 顿时众人潮水般地朝西侧涌过去了 我们俩这会想脱身都没了机会 我这还没爬起来 老孙子便又再次扑回来 眼看我就要完蛋了 左辽斜死里重出 硬生生跟老孙子撞在一起 虽然把对方撞出了三尺之外 但他却坐了飞机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紧贴着屋顶 飞向了西侧人群 他又是奋不顾身地来救我性命 让我心里特别地感动 这会儿没时间多想 趁机爬起身 往东边拼命奔去 我必须把老孙子引走 不然带到西边 不知道要死多少无辜 但我肯定没他快 尽管心里早就想到了 却没料到 他会快到不讲理的地步 我刚跨出两大步 后警已经感觉到他手指出来了 我心头一阵死灰 这次估计是躲不过了 但没想到他的爪子一触几回 只听老孙子大骂道 死亡吧 你敢拉我 我回头一看 他身子在空中 被什么东西拉扯的往后飞退 足足离开了我要仗医院 我一愣之际 忽然想到可能是阿福 果然只听阿福叫道 先生快逃 我帮你拖住 哎呦 话还没说完 就痛叫一声 也不知道咋样了 刚想开口问一句 牛玉祥猛的跟火箭似的 冲我飞过来 吓得我一矮身 钻到了桌子底下 但不敢在原地 烧停片刻 猫着腰 往前迅速溜走 咔啦咔啦身后响起了一片木头碎裂声 一排桌子 全被他砸得粉碎 眼见他再次追上 我还没来得及钻进桌子底下 这孙子一只手 已经到了眼珠跟前 眼看就要捅进来了 我当时已经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就在电光火石一瞬间 突然手臂上 被一只阴老的手掌握住 飞快地被扯出了两米多远 扑的一声 老孙子的手指 硬生生 插入了地板砖内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一次又是在危机关头 阿福救了我一命 要不是他奋力把我扯走 肯定被牛一翔的手指 灌入脑碎 马上去戒河边上 找牛老头老壳去了 他大爱的 老孙子 你看看人家牛老头 那人多好 牛家出你这么一个人渣 我都替牛老头羞愧 阿福拉着我 一刻不停地往西就跑 死鬼跑得就是快 我压根跟不上步子 几乎是被他拖着跑过去的 但那也没牛一翔 这老孙子速度快 他从地上拔出手指 好像也挺疼的 吹了几口 掉头追过来 很快就追到了屁股后头 正好这时众人 全都由紧急出口疏散出去 林晚哥扶着受伤的佐疗 站在门口 向我不住地喝酒 我于是大声叫道 你们先走 不用管我 林晚哥和佐疗 见我快到门口了 急忙先跑出去 老孙子在屁股后头 大声喝道 死亡吧 你去死吧 忽然 阿福就松开我的手臂 一声惊叫 拉长的声音往后去了 我回头一看 老孙子左手狠狠钻住 阿福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声 我心头一惊 低头看地上的水洼 端腰撩起了一波水 破了老孙子一声 同时叫道 毒笼水来了 要说这老孙子疑心珍珠 上次千株毒米 就把他吓住了 现在一捧脏水 简让他误以为真是毒液 吓得慌忙去脱外套 阿福这便得以脱身 搜的飞过来 揪住我窜出了门口 出来后阿福也没力气了 显露出身形 倒在地上不住地喘气 嘴角往外 一流着鼓鼓黑血 我才要爬起来 牛玉祥已经冲到门口 马上就要扑出来 这时 两扇门光当一下关上 只听里面哀呜一声痛叫 把他撞回去了 原来林晚哥和左聊出来后 两人躲在门后等着 发现牛玉祥扑倒 便立刻关门 让老孙子猝不及往下 被盗撞而回 林晚哥从地上拉起我 往前就跑 左聊和阿福紧跟其后 这是一道走廊 往前跑了十几米 发现转弯向左 并没看到门口 大酒店建造得跟迷宫似的 都不知道跑往哪个方向了 再往前跑出几步 又转弯向右 不过 对面是个门口 这会儿又听到 牛玉祥的怒吼声 我们不敢再往前跑了 于是冲进门内 迅速把门关上 进来一看 这似乎是个大型会议室 不过 里面躲着不少人 他大爱的 竟然是刚才逃出来的那些人 有人开口询问 我嘘了一声 这人立马闭嘴了 跟着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飞奔过来 朝右转弯去了 但老孙子转弯后 看不到我们 肯定会回头来寻找 很快就能发现 我们躲在会议室里 左聊 赶紧点灯放餐破 咱们必须马上进死亡之脚避难 左聊恩了一声 从包里拿出油灯点上 然后又取出了风膜瓶 拔掉筛子 我早做好了准备 手指上沾了咽血 插在瓶口上 只露出少许缝隙 这样妖鬼残破 就不敢往外硬冲 要想从缝隙中钻出 必会受到咽血打击 搞不好是魂飞魄散的下场 而咽血不会风堵邪气歪漏 瞬时间一缕缕寒气 从瓶口引出来 他大爱的 感觉手指连带整条手臂 都要动麻木了 行不行了 我咬牙问道 还差一点 现在进不去 左聊也很急 已经烧过符念过咒 只是眼前光景还没变 忽然门外又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老孙子回来了 我叫急地看着左聊 这时 众人也都惊慌失措地盯着门口 脚步声突然停下来 让我心头突得一跳 心说 他要进来了 果然能被推开 就在这一刹那 我们眼前的光线突然暗下来 漆黑之中 只有左聊手上这盏油灯 在散发着温暖的光亮 我立马长出口气 真是好险呢 赶紧从风膜瓶里缩回手指 左聊配合默契地插上筛子 把符贴好 左聊把风膜瓶装好后 给我和另外一个额头上 涂抹了淹泥血 我们随即看清了周遭情景 从来还没在城市里 进入过死亡之角 这跟山野之中的环境大不相同 这里没有旷野和山栏 而是一片片残破的废墟 就像进入了一个 被历史遗忘的古城遗迹 沉寂的气氛里 充斥着一股荒凉 左聊望着周围说 城市里的冤魂要比荒野多 加上徐州是座古城 有几经年的历史 究竟战乱 这片废墟 应该是某一个 时代战后的定格 大家待在原地不要乱走 因为出去还是原来的地点 要多等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不然 就会让牛一想得个正着 这些人都是鬼车后人 虽然很多年轻人不懂法术 但对于各种神秘传说 都听过不少 清楚死亡之角的威胁 各自点头答应 有个老头问我 牛一想他神通广大 会不会追到死亡之角里啊 左聊摇头 放心 没有这盏油灯 死亡之角二十四个时辰 只会允许出入一次 咱们既然进来 他就没有机会了 只不过 我不确定牛一想会在出口 遁守多长时间 又有个抱小孩的女人 走过来问 那我们回家后 牛一想会再来杀我们怎么办 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虽然这老孙子恨的是我们仨 但当着这些人 让他颜面扫尽 肯定会诛灭全部参与者 凡是看到他丑态的人 一个都不能留 我本来想安慰他别怕 我们会想办法保护他们的 结果放眼看到黑鸭鸭一片人众 这么多人 目标这么大 凭我们三人之力 怎么保护 刚才那个老头叹口气说 哎哟 看来 咱们必须团结起来 共同对付这个恶魔 对 咱们得团结一致 共抗强敌 我们本来生活好好的 为什么还要卷入鬼车族的 是非之中 我们要自由自在地生活 老毛 咱们成立一个反鬼车工会吧 我推举你 你为会长 带领大家伙 一起抵抗牛一香 那老头大摇起头 我这把骨头了 法术早丢得差不多了 实在没资格当头领 这么着吧 我看这左膝白的女儿 是个最好的人选 她父亲曾经是四大无师之一 她本人法术高超 论背景论身手 是非她莫属啊 我不有苦笑啊 无论走到哪儿 都要看背景 好像只有皇帝的儿子 才能当皇帝 老鼠的儿子 只能去打洞 众人刚才亲眼所见 左辽敢跟牛一香脚本 暗中较量几个回合 不落下风 论胆色及记忆 确实是个最佳人选 于是大家伙 一致同意了 左辽居然也不谦虚 咳嗽两声 走到众人之中 大声说道 为了大家以后的生存和出路 抵抗牛一香和鬼车族的压迫 我义不容辞 只是 我是个女人 做会长 恐怕也不太合适 我再推举一个人选吧 就是我身边这位 丁于丁大师 他大爱的 推我干什么呀 还丁大师 真会给我脸上贴金的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大家立马押去无声 因为 丁于丁大师这名头 实在不够响亮 并且他们目不见物 都看不到我是谁 心里肯定是不认同的 那个老毛也皱起眉头 眼中充满了质疑 不过 姜还是老的了 直到左辽还有话说 于是忍住 没有开口 左辽接着说道 你们肯定没听说过 丁于这个名字 这没关系 其实 如果我不是左膝白的女儿 你们同样也不知道 左辽是谁 但说出他的事迹 你们就知道 他怎么会强于我了 他在西林名头很大 你们出去之后 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我师父谢秃子 就是他杀的 要知道 谢秃子在鬼车族 是驻由一指的掌门 能够杀死他的人 必不是泛泛之辈 还有前几天 毁灭销魂系统 刚才化解 无色烟罗和失警毒的 这是次人 你们说 他有没有资格 带着会长 老毛首先点头附和 确实有着资格 先不说其他的 就说他能杀死邪秃子 并且为我们大家化解了 无色烟罗和失警毒 这两种剧毒 那就是位高手啊 我毛丽山 同意他来当会长 我差点没笑出来 什么狗屁高手 你们见过 被打得满地爪牙的高手吗 我忙摇手说 不不 我当不来会长 还是左聊党吧 我胸无大志 从没想过当什么领导 加上 以前在林雨昕领导之下 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过惯了闲散日子 当着会长 那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你们两个谁当都行 你们自己抓究决定吧 对啊 不管谁当会长 带咱们过上安稳日子就行 这些人也都没什么大的要求 能够过上 不被鬼车族骚扰的日子 那便别无他求了 可是 这并不是成立个 反鬼车族工会 就能做到的 除非将鬼车族彻底铲除了 左聊转头在我耳边 小声说 我是老板 现在我命令你当会长 我苦着脸说 那我当了会长 你这老板 岂不是得听我的了 你想的没 我垂帘听证 你就是我前台一个傀儡 那你直接当会长不就完了吗 我心说 我才不喜欢到傀儡呢 左聊嘻嘻笑道 我不喜欢男人 跟在女人后边听命做事 起码在人前有面子 你当会长 什么事由你决定 垂帘听证 那是开玩笑的 我们俩正在嘀咕 这事有人叫道 那个 我看他们俩都不合适 让林网哥当会长吧 我双手双脚赞同 并且我个人赞助一百万 作为工会基金 这是陈全的声音 我们仨一听都愣住了 这孙子够无耻的 竟然混在大家伙当中 一块跟着逃进了死亡之脚 左聊一声不响 搜的就窜出去 在人缝中 只见左右穿插 最终把那孙子揪了出来 哎呦 别扭耳朵 有话好好说呗 陈全两眼一抹黑 被左聊扭着耳朵 也不敢反抗 只是不住的痛脚 林网哥冷声贺问 你为什么不跟着你主子 要混入我们当中 是想打探消息 好给主子邀功吗 这不 不是 他马的老牛疯了 我哪敢留他身边呢 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 是他找上我的 我不是有俩臭钱吗 他就看上了这个 让我花钱举办酒会 谁知变成了鸿门宴 这孙子带着哭枪说 有俩臭钱了不起 跟助手为虐 帮狗吃食 左聊说一句 就扇他一个耳光 噼里啪啦 立马让他变成了猪头 大姐 不是 大妈 不是 奶奶 求求你别打脸 这时众人也都听出 他是谁了 要不是他举办这酒会 大家还在过 无忧无虑的生活 顿时有不少人冲过来 摸黑按住他 就是一顿狂扁 左聊往后一撤 开始看热闹了 别打了 我拿钱补偿 这伙人都红了眼 哪看得起他那俩臭钱呢 他越提前 这些人揍得越狠 最终打得这孙子哭爹叫娘 不住的残毫 林婉哥还是心软了 毕竟两家是市交 他们俩又是高中同学 小声求我这准会长发话 让大家伙住手 不然这么打下去 会出人命的 我也觉得伙候差不多了 心里特别结晴 于是大声说道 住手吧 别打死了人 咱们还得摊上官司 你别说 虽然我这会长还没说定 但说出话来挺管用 这伙人马上住手了 左聊跟着边问 会长 咱们怎么处置这个坏蛋呢 他这分明是赶鸭子上架 看来我不当也不行 我虚了口气说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当会长 那我就当人不让了 其实在这里杀人 只要没人说出去 倒也不会探上官司 只不过同是鬼车族人 咱们就不能自相残杀 以后不管是谁 都得团结起来 一致对付鬼车族那些恶人 陈全 我现在给你两条出路 一是自杀谢罪 二是加入我们工会 守口如瓶 回头拿出两百万 做工会基金 你自己选吧 陈全趴在地上 狠狠唧唧地说 我当然选第二条路 我自愿加入工会 跟大家伙一道对付鬼车族 两百万不成问题 出去之后 马上自尽到位 林婉哥这时插嘴 还有件事 以后不许再来骚扰我 为什么呀 这孙子苦着脸问 左辽飞起一脚踢他脸上 痛得这孙子杀猪一样叫起来 好好好 我什么都答应 我见大家都认了我这会长 接着宣布 我任命毛大爷当副会长 林婉哥和左辽当秘书长 现在开始登记 大家的名字和电话 出去之后 我们先找地方躲几天 等我想办法搞定了牛一祥 再各回各家 陈全这时说道 不用登记了 我这有份详细的名单 上面有联系方式 我拿名单数了数 包括我们在内 一共有123人 名单记录得很详细 连地址都有 这样就省了很大力气 我按照名单念了一遍 除了吴大宝之外 全部都在 然后让他们坐下来休息 耐心等待 其实这个工会 没多大用处 唯一的用处是会长 要保护这些会员 现在我明白 左辽为啥叫我当会长了 这妞非常狡猾 这就是个大麻烦 她怎么可能当呢 不过她很了解我的为人 一定会接下这个大麻烦的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份名单上 还记录了个人的职业 有三分之二来自农村 三分之一住在市里 我向老毛了解这些人的情况 都是四大无师决裂那事 各自逃命 隐藏在民间的 老人没几个了 像老毛和吴大宝 大概也就七八个 剩余的都是后生 几乎没人在继承和学习法术 再说 他们这批老人 本身也没啥记忆 像左辽阿欢这样 被一代一交出来的弟子 那才是鬼车族的骨干力量 他们这些民间的散兵游泳 几乎被鬼车族遗忘了 但完全遗忘是不可能的 像这次牛逸祥来徐州 不仅是拿回妖鬼残破 还想召集 隐匿民间的残余势力 谋求壮大鬼车族 老毛说到这儿叹口气 说自己七十多岁了 此不足惜 可这些后人 如果继续活在鬼车族的阴影下 啥时候是个头啊 我也心中暗叹 鬼车后人遍布天下 没事的时候 族内大佬们是不会想起你的 一旦有事 那么肯定要拉这些人去当炮灰 我真想不明白 现在的时代 已经跟以往的旧社会不同了 像这种邪教一类的组织 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为啥还要不死心的谋求复辟呢 为了一个人或是几个人的野心 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无辜 就像那个女人怀里的孩子 才不过一岁多 这么大点 那也是鬼车族的后备力量 有朝一日 说不定像佐良阿欢那样 被抓走送给一个师父学法术 如果自治不好 很可能是被杀害的命运 想到这儿 我觉得我必须要有远大理想了 必须把鬼车族彻底铲除 不但为了他们 同时也为了我自己 我跟佐良勾勾手指 佐秘书长 过来 我有事跟你商量 佐良很给面子 一溜小跑过来 坐在我身边后 咬牙切齿地小声说 下次找我的时候 记得快快自己过去 这次给你个面子 下不为例 然后又大声说道 什么事啊 我晕 这跟林雨昕一样的霸道 哎 我就这命 从来都是听女人话的命 我低声跟她商量 刘异祥肯定猜到了 我们起了死亡之脚 所以 一定会守住出口 这样待下去不是办法 大人没事 小孩可受不了 死亡之脚里阴气太重 时间长了会出毛病的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 佐良正美道 要出去 只能去前方找路 并且唯一的出路是轨道 如果只是我们三个人还好说 这些人很多都是老弱妇孺 走轨道 还不如出去 跟牛玉祥应拼呢 应拼是肯定不行的 况且 牛玉祥守在出口 我们出来还来不及 做出反应 可能就集体 遭了她的毒手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跟她说 我记得在德阳山上那次 从死亡之脚出来 却不是原来的入口 而是在太监坟里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改变一下出口的位置 其实说完这话 我心里已经想到了 是可以的 佐良抬起小手 在我脑门上拍了下 我诧异地问 你拍我干嘛 拍错了 她笑了一声 随即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下 可以啊 刚才心里只想着牛玉祥 忽略了入口和出口 不可能是同一地点 固定的出口 是阴煞基地 就像你第一次进死亡之脚 在火增长 那么出来时还在原地 德阳山那次 是利用枯木腰进去的 本身入口处阴气并不重 出来时 死亡之脚自动给你选择了 最近的太监坟这个阴煞基地 我点头 这跟我想的一样 酒店内生气旺盛 再出来时 绝对不是这个地点了 有可能在附近 找个阴气较重的地点 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宝京战乱 死伤无数 室内要找个怨灵不散的地方 并不困难 就像远征军 在缅甸牺牲了十几万人 一到阴雨天气 当地居民就会听到炮火声 和厮杀声 那是这些烈士 没有得到安息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 已久阴灵不散 徐州也是一样 这不是时间问题 最关键的是 死后没有好生安葬 导致死者死不瞑目 亡灵不去 正在这时 林婉哥走过来 跟我们俩小声说 那个小孩子不停地哭闹 手脚非常冰冷 再待下去 孩子会出毛病的 我跟佐疗对望一眼 说道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打开出口吧 佐疗忽然皱眉 努玉祥远比我们狡猾得多 他肯定也会想到 出口不在远处 那么必定会寻找 引起旺盛的地点 咱们进来一段时间了 他会不会已经准确地 找到了出口 他担心的有道理 可是目前 我们也只能碰运气了 不然 再待下去 大人没事 孩子绝对会出问题 我当下过断地说 出去吧 牛玉祥目标是我们三人 到时候如果碰到他 咱们三个 极力拦住他 让大家伙逃离 说完 让老毛通知个人 做好出去的准备 一旦遇到牛玉祥 不用管我们三个 分头朝各地逃跑 由于这会儿 天还不算太晚 应该有出租车 乘车能跑多远 算多远 在出去之前 左撩右手 按口钻心针 左手抓了一把 落雨红武毒粉 他让我点燃油灯 现在也不藏私了 将打开死亡之脚 门户的咒语 交给了我 其实 就是两句 简单的咒语 求召鬼神灵 阴阳德相通 划开鬼门裂 阴气上探空 捏完咒语 眼前忽然变得 黑暗朦胧 还不如在死亡之脚 内看得清楚 这是回到了 现实世界里 四周 竟然连个灯火都没有 隐约看到 四处黑影重重 似乎在一座山坡上 我忙让阿福 去周围查探 是否有生人气息 这小子刚才 虽然受了点伤 但经过佐疗 给的药物治疗后 恢复得十分迅速 此刻已经没啥事了 这柱油一只 不但医人 竟然也能治鬼 所以 无疑也被称作诡医 阿福四周转了一圈 回来说 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 没看到一根人毛 那鬼毛呢 我跟这小子相处几天 发觉他性子活泼 喜欢开玩笑 只是跟着刘豪空 不敢多说话 初次的印象 就像个闷葫芦 鬼毛暂时也没发现 我们车才敢打开灯光 往山坡四处照射 左侧不远 有条宽阔的水泥路 只是落满了枯叶 似乎很久没人走过了 林婉哥带头 走到水泥路上 上下打亮一番说 这应该是距离市区十多公里外的小林山 山上景侧优美 有个度假村 这条公路是专门为度假村修建的 以前有很多有钱人和情侣来着度假 只是后来倒闭了 我正反愁 这么多人露宿荒山怎么处置 上面居然有个度假村 于是让他带路 大家上去接宿一晚 可林婉哥周美说 度假村是因为经常闹鬼才关闭的 现在变成了一座鬼城 你看这条公路就知道了 多少年没人来过 咱们三个不要紧 妇女小孩遇到麻烦怎么办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心说 这倒是个问题 人多面积大 一旦遇到麻烦 我们不可能照顾到这么多人 佐疗却蛮不在乎地说 有阿福这个鬼探 加上我们俩的驱鬼本事 就算有几只野鬼 也不怕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正在商量之际 忽然下起雨来 片刻之间 我们全都临成了落塘机 有不少人开始打喷嚏 现在揉目的多想了 只有去往度假村避雨 好在有公路可走 不然 在这种荒山上 雨中爬山是很危险的 沿着公路往上转了两个弯 便来到独家村外 占地面积挺大 寺中又木栅栏圈起 里面几十间房屋 足够我们容身了 只不过富有山野气息的木制大门 早已垮塌在一边 上面的匾额 也斜斜地挂在半空中 在风雨飘摇中 不住地晃动 似乎在诉说着一段 诡异往事 这里连个人看护都没有 黑漆漆地 一座座牵住 在手电光柱中 犹如一座座坟包 隐隐散发着阴森之气 这里确实有古怪 不过 即便有几只冤魂野鬼 对我和佐疗来说 根本放不到眼里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的 我们先进了独家村 躲在一条长廊下碧玉 让老毛召集 懂得驱鬼术的人过来 不过都大会儿 一下来了二十几个 大多是上了年纪的 其中还有个老太太 我给他们安排任务 这些人二十多座 让他们分散到各个小组中 承担起驱鬼辟邪的重任 一旦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尽快通知我们过去援手 按照个人自愿 分成二十三组 每个小组平均五到六人 然后由懂得法术之人担任组长 带领组员去各自寻觅住处 但每个小组成员不能分开 必须同居一职 陈全死皮赖脸的 要跟我们仨一族 我也担心他会偷偷溜出去 通风报信 于是便同意了 林婉哥也没话说 好在我们进的这个屋子 有三个卧室 佐疗和林婉哥同住一间 我和陈全各居一室 这里虽然多年没人居住 但里面东西一样不缺 连被褥都有 只不过尘土后继 到处都是猪王 佐疗双手负在胸前 对陈全下令 去把窝子打扫干净 这疯狗一撇嘴 我哪干过这种粗活 我从小我都有保姆 闭嘴 佐疗冷喝一声 吓得这小子静若寒蝉 佐疗走到窗口往外直直说 外面就是人工户 里面的水一直没换过 古迹变成了臭水 陈全非常机灵 不等他把话说完 马上冲向卫生间 我这就去打扫 马上 林婉哥微笑着摇摇头 但随即听到 卫生间里边 传出这小子一声大叫 我们忙冲过去问怎么了 他站在门口 抚摸着胸脯说 这里边好黑啊 砰的被佐疗在脸上打了一拳 一个亮墙又回到卫生间去了 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给你照明 走疗哪黑把手电 往门里照射 这小子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似的 苦巴巴地撇着嘴 在卫生间里 找到两条毛巾出来 但水龙头没水 只能简单拍打灰尘 他这一打扫 搞得屋子里狼烟滚滚 我们仨只好站在门外屋檐下等待 林婉哥瞧着七迷的雨夜说 这里距离市区十几公里 刘亦祥应该找不到这儿 加上下雨这种恶劣天气 更不会冒雨上山了 但愿今晚这雨不要停 佐疗小道 不用担心 只要不在市区 刘亦祥就不会找到咱们 徐州城外不知有多少阴傻激励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再说 他也不会在的 我们会这么快从死亡之角出来 我拿手电照相一侧的人工户 虽然占地面积不大 但造型很漂亮 岸上种满了树木 一圈林小道环布一周 湖中心有个人工岛 上面还修剪着一座凉亭 如果不是常年没人维护 湖水变成了黑水 一定是个极为雅致的景观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魏毛就因为闹鬼废弃了 不会找几个阴阳先生来处理一下吧 想到这儿 我觉得杜家村老板肯定找过人了 只是这里的死鬼太过凶恶 最终还是没能搞定 被迫关门了 我问林晚哥 这山上有墓地吗 林晚哥摇头 没有 不过这座山自古是个战略要地 兵家必争的所在 传说这座山上曾经有人挖出过万人坑 并且还有传说遇到过僵尸的 这个杜家村 有人说湖底压着一座猛鬼坟州 开业两年里 死了不少男人 吓风了不少女人 老板请了阴阳先生在湖边做法 可在做法之时 阴阳先生突然投进湖里淹死了 从此再去请其他阴阳先生 一听是小林山 谁都不敢来 在荒凉漆黑的度假村里 又是在阴雨天气下 讲这种诡异的故事 一般人听了都会感到可怕 可是这对我和佐良来说是免疫的 佐良横了声 蒙鬼我都遇到无数了 没有一个能从我手里活着溜走的 这里的死鬼要敢出来吓人 我必让他魂飞魄散 说着 回屋看层全打扫得怎么样了 连晚哥皱皱眉 似乎不相信佐良有这种本事 我才要开口 眼角忽然瞥见一条黑影 在湖心中闪过 我急忙转头 拿手电来回巡视 空荡荡的湖面上 除了雨滴砸出的脸以外 哪里有一丝影子 我心说没花眼吧 于是打个响指 这是召唤阿福的暗号 哪知这小子良久没动静 我又接连打了几机 但还是没出现 我心想 这小子可能找地方睡觉去了 要不就是去四周查探了 算了 可能是疑神疑鬼造成的幻觉 不去追究了 曾全打扫完三间卧室 累得跟死狗似的 趴在自己房间里喘气 他这种顽固子弟 整日里沉迷酒色 身子早就空了 这种家务活 换任何一个家庭妇女 都比他体力好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于是大家各自回屋子睡觉 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刚睡着 就听到耳边 有人轻声换着我的名字 顿时惊觉地从床上坐起来 打开手电看看 屋里空荡荡的 没有人影 便起身下来 这声音听着 像是从窗外传来的 悠悠细细 听起来有几分 让人心酸的凄凉意味 他大爱的 这里果然不干净 当下打开窗子往外看了看 后面是片黑漆漆的树林 我才要翻窗出去 叫声突然改变了方向 变成了卧室门外 我回头拉开门走出去 一看就惊呆住 客厅不见了 这里竟然是荒凉的草地 回头再看 卧室也没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心里吃惊 心说这死鬼不是便宜货 竟然敢对我下手 要知道 我身上福气旺盛 普通死鬼都不敢近身的 敢勾引我的 并且还能制造出这种幻觉 必定是个鬼术深厚的恶鬼 我掉头想去拿包 可是卧室都变没了 我往哪找包去 现在手里啥也没有 这是比哥们儿玩空手入白刃的 好吧 那就玩吧 我就不信 凭自己多年的福气和鬼咒 搞不定你个死东西 我双手往后一副 气顶神闲地往前走过去 忽然 脚下一滴 就好像踩着台阶一样 往下走了几步 再往前看 是波光淋漓的人工湖 我一乐 刚才还是草地的 咋说变就变 湖又回来了 并且这一湖的臭水 此刻在灯光下 看上去非常清澈 与湖心凉亭相互辉映 端得是一幅美景啊 当手电照射到凉亭上时 发觉 亭中坐着一条黑影 灯光照过去 只能隐约瞧见 是个身穿白衣的女人 长发及腰 一时也看不清长什么模样 不过在灯光下 这女人似乎没有影子 我吸了口凉气 心说 这恐怕就是那猛鬼了吧 我冷笑一声 拿手电光柱指着她说道 哼 你这些年害死了不少人吧 这人工湖说小也不小 岸边距离湖心 少说也有三十米 单身也万来俱进 话声远远传送出去 对岸都能听清楚 我没害过人 是有人害过我 这女鬼悠悠地说道 声音却宛如在耳边响起 感觉非常的紧 我冷哼一声 哼 贼喊捉贼的人我见多了 但没见过鬼也这样 你有胆杀人 为什么没胆承认呢 女鬼依旧保持刚才的声调说 我说我没害过人 却没说没杀人 你怎么能混淆呢 我差点没一头扎进狐狸 你个死娘们 害跟杀有区别吗 我忍着气问 你为什么杀人后 不觉得是害了他们 因为他们该杀 女鬼说的最后该杀两字 语气阴森 煞气浓重 让我心头忍不住吐的一跳 我双手往身后一副 那你说说 他们为什么该杀 我在亭里准备了几杯酒 你过来吧 我们一边喝一边聊 女鬼的声音缓和下来 让我颇感意外 这女鬼居然找我喝酒聊天 有没有搞错啊 我才要问怎么过去 只见湖面上 奇异地出现了一条小船 不见有人滑动 自己破开水面 悠悠然地飘到了岸边 我伸脚在船上踩了踩 感觉挺结实 这才跳上去 这只鬼船 于是往湖心小亭游荡而去 我站在小船上问 你每次杀人 都要跟他喝酒聊天吗 不 我只邀请好人喝酒 喝完后会放他回去 只有那些该死的混蛋 我会弯他们的心肝 每次当做下酒菜 来招待好人 听了这话 我差点没吐出来 幸好还没过去喝酒 如果吃下几口下酒菜 这辈子还有胃口 我再吃东西了吗 他们为什么该啥 我问这话 忽然发现小船停住了 此刻距离湖心岛 不过十多米的距离 可是依旧看不清 女鬼的模样 倒是看见 庭内一个石桌上 摆着几样菜 还有一个酒壶 他大爱的 那几个菜 怕是死人心肝吧 你怎么问题这么多 以前那些人 吓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 让我觉得挺满意的 你知不知道 这样会惹我不高兴的 女鬼不耐烦了 看样子停住小船 是她的意思 不想跟我愉快地 喝酒聊天的 我冷笑一声 你深夜打扰我 陪你过来喝酒聊天 你问过我是不是高兴吗 给一脸不要脸的东西 去死吧 女鬼的声音 突然变得胸利起来 一头长发 笔直的竖起 但我还没来得及 看清长啥模样 小船忽然沉下去了 我心头一惊 低头发现 这他妈小船是纸做的 底部泡开了一个大口子 湖水翻涌而上 全是黑乎乎的臭水 掉臭水里洗个澡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这鬼娘们会趁机下毒手 我当即先捏绝念咒 可是嘴巴却张不开了 就像被502胶水粘住了似的 怎么用力都绷不开嘴唇 瞬间我就明白过来 这不是现实里 这是在梦中 我果断咬了下舌头 一阵钻心的疼痛涌上大脑 立马就把我痛醒了 睁开眼 发觉自己好好躺在床上 当下抹地坐起来 呼呼喘着足迹 心说这梦境也太真实了 让我几乎难以分辨真假 要不是最后当口 女鬼阻止我拧舟 我还发现不了 如果沉入水下 有可能在梦中窒息死亡 越想越赶到后怕 翻身下床 把包拎起来 跨在肩上 推门出去了 刚好这时听到岑泉 大声叫道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急忙冲进她房间 拿出艾拉夫油 点在她眉心上 随即 这小子四肢一阵抽搐 便安静下来 盯着呼吸均匀 似乎又重新睡安稳了 我从她房间里出来 来到窗口这 外面雨依旧在下着 拿出手电打开 推开床子 往湖心找射 顿时头皮发麻 湖心到凉亭内 果然有条黑影 一袭就是那女鬼 并且湖面上 飘着一个 泡散了的纸船 大概有两尺多长 看来那就是 我刚才常坐的鬼船 我心说 这鬼娘们 多年不见生人 今晚 我们一下来了 百余个 还不成何她心意啊 不过她瞎了狗眼 赶找我麻烦 纯束自诩死路 我于是走向门口 叫出去 换心头一动 又退回来 推开左辽和林晚哥的房门 只见床上 只有林晚哥一个人 左辽却不在 嗯 这酒确实好喝 嗯 不过我不能再喝了 会醉的 林晚哥睡梦中 呢喃自语 吓我一跳 她只是在凉厅内 跟女鬼喝上了 我冲过去 拿艾拉夫油 涂抹在她额头上 马上闭嘴不语了 但脸上红扑扑的 真如同喝了酒一样 我看看房间 心说左辽去哪了 总不会刚才跟我一样 发觉猛鬼 侵入梦中 去找她算账了吧 我走回到窗口前 拿手电往外照看 也看不到有人赢 正感觉奇怪的 只听卫生间门 吱压一声打开 左辽从里面走出来 揉着轻松睡眼门 你不睡觉干嘛呢 哦 原来上厕所了 我盯着 胡心亭的女鬼黑影说 刚才你做梦没有啊 没有啊 她一边说 一边走回屋里 把门关上 继续睡觉了 她好像走着路 还在睡觉 都没明白 我这话啥意思 那就让她睡去吧 免得叫醒她 一块对付女鬼 再让她笑话我 当下走出屋子 冒着冷雨 往岸边行去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地面上枯叶厚鸡 雨落下来 沙沙作响 仿佛四周 有无数死鬼在游荡 让我心头感到一阵压抑 我转头看看 四周的屋子 心说 很多人恐怕 都梦到了这鬼娘们 但愿都在跟她喝酒聊天 不是像残犬一样 被杀死了 一想到这鬼娘们 还会杀人 便加快脚步 走到湖边 此刻她还坐在凉亭里 对于我的到来 一语不发 不知道是在装傻 还是故作不屑 我大声说道 你说话不算数啊 说好了邀请我喝酒聊天的 怎么翻船让我下水了 那女鬼依旧不语 静默的黑影也一动不动 在寂静的湖心岛上 越发显得无比诡异 我冷冷地说道 你以为你玩沉默就没事了 别以为这个活能挡住我 我有办法剥了你的鬼皮 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鬼叫什么呀 有本事你过来呀 女鬼终于沉不住气开口了 不过 听声音不像是她 倒像是左辽 左辽 是你吗 我不用愣住了 不是我还是鬼啊 左辽说着站起身 在灯光下 果然就是她那张明艳的脸蛋 俏脸薄怒 瞪眼瞧着我 我去 刚才是你扮女鬼 让我们大家伙做噩梦的 大哥 我也是做梦梦的女鬼 叫我喝酒 我就过来梁亭志看看 不等她说完 怀想起了一件事 屋里还有一个左辽呢 她大爷的 哪个是真的 当即打断她话说 等等 咱们见面的暗号是什么 你神经了 左辽没好气的骂道 不是 你老是回答我问题 我要确定 你是不是真的左辽 我一脸严肃地说 左辽也意识到 事情有点严重了 萌说 我要见女神 糟了 有个假的在屋里 我说着 掉头往回就跑 一口气冲着房门 直奔他们俩的卧室 进门看到 假左辽和林婉哥 在床上睡得正香 但我急促地喷跑声 惊醒了他们俩 揉着眼睛问 谁啊 我拿着手电照着假左辽 只见脸色红润 也没死鬼的特征 心里感到特别纳闷 心说这鬼娘们成精了 能把人办得这么像 但还是为了谨慎起见 问她 你父母是谁傻的 左辽愣了半天 用手打着灯光说 怎么了 你是不是中邪了 你快回答我问题 我喘着气喝道 刘浩空 他周眉答道 我一下愣住了 俩人都答对了 哪个是真的 我拿出艾拉夫油 递给他说 你抹在镜堂上 他接过来 毫不犹豫在额头上 抹了两下 我心里确定 这是真的 死鬼再厉害 也不敢把艾拉夫油 抹在灵窍上 当下跟他们俩解释说 胡心亭还有一个阻疗 由于能回答 我要见女神这个暗号 所以误以为它是真的 阻疗从床上跳起来 他怎么会知道 我们这个暗号的 走 咱们找他去 林婉哥也要下床跟过来 我说你别来了 这女鬼不是普通活色 免得遭了她的毒手 林婉哥说不怕 自己是莲花胎 不会有问题的 唉 你那莲花胎 其实就是一个说法 到底能不能久经考验 这是很难说的事 可是他坚持要跟过来 我心想 我们一出去 别让贾左辽趁虚而入 把他害了 于是点头答应 一起出了屋子 这时 贾左辽还在梁亭里站着 接我们奔到湖边 大声问道 怎么样 把他 你怎么没动手啊 左辽含着脸骂道 无耻思鬼 我来了 你还敢继续冒充我 你有本事变回原形 上岸来找我们动手啊 贾左辽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地说 我无耻 你贼喊捉贼 假骂我 还说我是假的 有本事你过来 林婉哥侧头 在我耳边说 梁亭里一定是假的 这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冷声道 我们都好端端在屋里睡觉 你在湖心岛上 你怎么过去的 贾左辽没好气地说 我是坐鬼船过来的 你没看到湖面上 飘那个纸船吗 你真是个笨蛋 连谁是假的都分辨不出来 我冷笑道 那好啊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打开死亡指角的咒语是什么 求赵鬼神灵 阴阳德相通 划开鬼门裂 阴气上探空 贾左辽毫不犹豫地念出来 让我和林万哥面面相去 如果说 我们见面的暗号和杀父仇人 能从真左辽内心读出信息 不足为怪 但要搞清楚一点 死鬼是不敢念咒语的 除非生前是道士或是阴阳先生 死后带着前生修为 才能念咒不受任何影响 否则 不论是什么样的咒语 在死鬼嘴里都是炸弹 非把嘴崩坏了不可 这里的女鬼 也就是凶猛了点 不具备道士和阴阳先生的条件 所以带有前生修为 也就无从谈起了 并且他念咒语的时候 我身边的佐疗 脸上表情似乎反应不太强烈 我当即一把 拿住身边佐疗的手腕 扣住他脉门 这里被知 亏是全身酸软无力 林万哥皱眉道 还没搞清楚真相 你怎么贸然出手 这个是假的 我拿住身边佐疗脉门后 从包里抽出桃木剑 就要捅向他眉心 可是突然发现 桃木剑变成了一段枯枝 我差点没晕倒 林万哥忽然挥手 打开我手臂 跟着飞起一脚 把我踢进湖里了 他打爱他 我算明白了 这俩都是假货 这一下被踢下去 猝不及防 顿时灌了两口臭湖水 我怎么点这么背呢 我浮出水面后 往岸上撩起了一步臭水 你也觉念叨 日花流金月花流光 法水磁布万福来详 积极逐律令 念完我就后悔了 这可是臭水 跟法水不沾边 万福个毛线 但别说 这两句咒语 把俩假妞给吓愣住了 我趁机掉头往湖心导游去 佐疗大声叫我赶紧往前游 他站在岸边 探神伸出双手 我回头看看那俩假妞 还在岸边站着 似乎就算逃到湖心导 也是被困 倒也不着急 我加快速度游得跟前 伸手拉住了佐疗的小手 就在这一刻 我用力往下一扯 把他甩进湖里了 然后我迅速爬上岸 瞅着刚从水面浮出来的佐疗 冷笑道 你们别以为眼级高超 就能瞒得过我眼睛 全他大矮的都是假货 好 这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章再见 我为啥能识破他们奸计 那要从佐疗 从卫生间里出来时说起 这妞儿非同常忍 睡醒后不会犯迷惑 时刻都会保持清醒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怀疑了 随后再仔细琢磨 胡心亭这个佐疗 肯定也是假的 她即便是从梦中惊醒 去找女鬼村长 必先去通知我一声 就算不想打扰我睡觉 像她这样 跟猴精一样的人 绝不会乘坐鬼船 去胡心岛 如果帆船落水 在丑水污秽下 做法就会大打折扣 这种道理 她比谁都会想得更清楚 况且 胡心岛是死鬼的老巢 再没摸清情况 就冒然前去 这也不符合佐疗谨慎的脾气 而林晚哥替我入水那一刻 我于是完全明白过来 他们都是假货 并且 很可能还在猛鬼编织的梦境之中 因为陶木剑并枯枝 贾佐疗和林晚哥 敢图抹埃拉浮游 这说明 这两样东西都不是真实的 除非在梦里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想到这点 我唯一的出路 那就是要攻占胡心岛 没别的退路了 在梦里法术施展不出 俩假货在岸上堵着 插翅也难逃走 想要反败为胜 只有深入虎穴才能有这机会 贾佐疗见我识破计谋 顿时在水里就变回了原形 胡岸上的两假货 与此同时突然消失 这鬼娘们头发笔直竖起来 露出了一张 特别惨白吓人的面容 要说她长相吧 如果不是白得这么吓人 还是挺不错的 起码是个男人都乐意 上前搭讪的货色 可这会儿猙獰的眼珠 瞪得比桃子都大 这副形象严重破坏了相貌 这压根就不像美女了 倒像是一只 嘖咬咧嘴的母狗 王八蛋 鬼娘们在水里 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通的一下 从水里像颗炮弹似的 发射出来 笔直地飞向我 梦境是她的底盘 我可惹不起 于是一个转身 扑到了石桌下面 靠 一不留神 撞在石桌上 差点没痛晕过去 我就纳闷了 说是梦吧 为啥撞这么疼都没醒呢 鬼娘们一下扑个空 于是不摔 直接扑到石桌上面 把菜碟和酒壶撞翻下地 摔得叮当碎裂 我伸手抓住石柱 想借力窜出去 忽然发觉石柱上 好像雕刻着文字 我就随手摸下去 心头一动 这好像是咒语 看来之前建造湖心岛 有可能 就是为了压制这只猛鬼 石桌便是阵物 估计 死鬼怨气太大 反将阵物化解 将这度假村 变成了鬼城 我果断咬破手指 一边沿着石柯 往下描摹 一边问道 你生前修炼过法术吧 女鬼刚从石桌上跳下来 听到此话一愣 你怎么知道 从你刚才敢念咒的情形下 我就猜出 你生前应该是个厉害的人物 在我这辈子遇到的高人之中 他们都不如你的修为 我是学着小胖拍马屁的 可是脸皮太薄了 说不出小胖那种肉麻的奉承话来 但即便如此 也让女鬼高兴了 看不出你这个懂点去鬼门道的人 见识还不浅 可惜你已经触怒了我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男人 今晚都要死 说到最后一个死字 口气冷力异常 让人听了不寒而栗 我叹口气说 唉 你这是何苦呢 在这占山为王 游冷寂寞 游在地府热闹开心吗 你手指在画什么 快请 说到这儿 鬼娘们突然没了声音 在漆黑之中 只见他往后 腾腾腾连退几步 扑通一声 倒栽入狐了 我把手指伸进嘴里吸水一下 从石桌下爬出来 心说 这石桌被鬼气逐渐侵蚀 雕刻的咒语上 朱砂剥落 加上鬼气风堵 这个石桌阵舞 就变成废物了 刚才我用血液 重新描绘了石刻 让阵舞重新升位 把鬼娘们打入粉肿之中 不过 他在这儿盘踞了很多年 杀人无数 又吸取了山野精华 这种震舞 恐怕震不了多大会儿 想到这儿 果然石桌一阵震产 从桌面上 往处冒出一股股黑水 然后沿着桌面 往下流淌到石柱上 我看 很快就会把石刻皱纹破坏了 当下跳进湖水中 迅速往回游 眼看到岸边的 这手垫虽然是防水的 但磕碰了几下 可能接触不良 忽闪几下熄灭了 正在此时 听到岸上传来一阵 急促的脚步声 随即看见 两条黑影 风驰电车般的 跑门影 这俩人是谁 身法这么快 真怀疑是阿欢复活了 想到这姑娘 心里一阵不是滋味 不知道她现在 在地府没有 是不是已经投胎了 我游上岸后 趴在地上不住地喘气 心想猛鬼都被镇压了 胃毛还在梦里 转念一想 哑人失笑 由于自己还没想去醒 所以这个梦继续在延续 这会儿想醒其实很简单 又咬了下舌头 她大爱她 这次咬的劲儿大了 痛得我全身一哆嗦 眼前便亮了起来 雨还在下着 不过看上去天亮了 我也没在房间里 原地趴在湖边上 心想 这是咋回事 梦境真是到了 不可思议的地步 身上由于还有臭水 那就继续趴在这儿 让雨水冲洗一下 想了半天 终于想明白了 鬼附近里有种 鬼忧种 在这里面住的死鬼 非常凶猛 这种死鬼 能够借用附近阴灵煞气 布置一个 一幻一针的梦境 也就是说 我刚才是睁着眼睛 在意识清晰的状态下做梦 一半是真实的 一半是虚幻的 除了真实的景物和意识外 其他都是假的 好比佐疗和林婉哥 在梦境里 死鬼变成人 一点都看不出来 并且把所有法器 变换成了废品 想到这儿 我回头去摸包 发现背的 那是个包啊 竟然是个枕套 等身上臭水被冲洗得差不多了 这才跑回屋里 可是进了他们俩的卧室 发现这俩妞都不在 现在可不是做梦了 尽管雨天里的天空还是挺灰暗 但绝对不是梦里那种光景 我心说 不会是被鬼娘们害死了吧 正要跑出去找 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在呼叫 我冲过去打开窗户 只见房后树林里 吊着两个人 仔细一瞅 正是林婉哥和佐疗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看到林婉哥和佐疗 被吊在树林里 当时我就吃了一惊 连忙翻窗跳出 冲进树林里 只见两人双手 被绳子捆绑了 吊在树枝上 被雨水浇得 像两只落汤鸡 随着风雨 不出飘扬 样子要多狼狈 就要多狼狈 快放我们下来 弄死了 佐疗打了个喷嚏 我一边爬上树解绳子 一边问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什么时候跑上树的 林婉哥有气无力地说 睡梦中 有个女人请我喝酒 喝了一杯之后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后发觉掉在这 佐疗没好气地说 少废话了 快解绳子 哎哟 我先给他解开了绳子 这牛竟然没任何防备 直接摔在了地上 林婉哥倒是比他意识清楚 解开绳子后落地一个翻滚 从地上慢慢爬起来 然后去拉佐疗 他们俩在地上这么一滚 搞得满身都是泥水 更加狼独立 佐疗伸手在脸上 抹了几下雨水 得 整个成一小花猫了 我扶着他们俩爬回屋子 俩人都顾不上身上泥屋 赶紧钻进被窝里 在冷雨中冻了大半夜 换上谁都挺不住 何况是俩女人 佐疗拿出一个瓷瓶 倒出两粒红色丹药 分给林婉哥一粒 吃下后不过片刻 便好转起来 我跑到外面转了圈 发现有个炭火盆 里边还有木炭 于是端起来点燃炭火 不过多时 屋子里暖和起来 我让他们俩先休息会 出门去找老毛 在半路上 却遇到他正好来找我 俩人就近 走进一间屋子里说话 老毛满脸惊恐地说 昨晚梦见女鬼请她喝酒 于是 用撒尿的笨法子 从梦里逃出来 然后去各处转了一圈 发觉有大半人都做梦了 只有少数几个 没梦到女鬼 她清点了下人物 少了两个人 也就是小孩和母亲 此刻她丈夫 正带了十几个人 在四处寻找 她便急匆匆地找我商量 老头经验挺多 排泄这种污秽物 对死鬼也是一种克制 实在没办法是 不是为一种 对付死鬼的办法 我听到那对母子失踪 不由皱起眉头 一定是跟佐疗和林婉哥一样 喝了女鬼的酒后 失去意识 不知被困在那了 这也幸亏是我牵制的女鬼 不然出事的人会更多 本来想找到商量下 这就下山 结果失踪俩人 那是走不成了 找人要紧 召集大家伙 分头去投下村寻找 现在虽然天亮了 但在阴雨天气里 死鬼随时还会出没 让大家小心一点 不要靠近乎 我去想办法 搞点食物过来 不管中午能不能找到 都得会长了下气喝 我拍拍老毛的肩膀 站起身 老毛点头道 只能这样了 我想找你商量 找到人后 咱们必须 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恩了一声说道 嗯 如果到下午还找不到 大家先扯 我留下来找人 这么说定后 老毛去找几种人 我回到自己住处 正碰上 陈全伸着懒腰 从房间里出来 我便走向 佐疗的卧室 便跟他说 想办法搞点吃的过来 要一百多人的分量 有没有搞错呀 不是 荒山野岭的 我跟哪找吃的 还要这么多 这小子跟着我 屁股后头追过来 刚进门 佐疗坐在床上 瞪眼道 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然丢你到湖里去洗脏 林晚哥这时 却对老同学心软了 跟我们俩说 还是放过他吧 没说让他找吃的 就是搬了一百多人的口粮 他都不一定搬得动 待会儿我去山上打猎 只是这雨天 怕是不容易捕捉到猎物 陈全顿时感激体灵地说 还是晚哥对我好 这辈子我做牛做马 都要报答你 佐疗摇头说 都什么时代了 还做牛做马 这小子一勒 那那做什么 你做只狗 到门外叫俩上去 我心里急着找那母子二人 没心情听佐疗开玩笑 把刚才老毛说的那番话 告诉他们 然后跟他们俩说道 事情紧急 你们两个一会儿恢复体力 去打猎找食物 我带陈全去帮忙找人 你们两个打猎同时 顺便查探一下山坡上的踪迹 以防牛欲想找到这儿 咱们还不知道 他们俩应了一声 我才要出去 幻想起凌晨的事 又问佐疗怎么也中招了 他低着头有点羞怯 那意思是 起初口气挺大的 结果还是找了猛鬼的当 心中羞愧 他跟我说 凌晨跟我一样 刚睡着就听到女鬼的叫声 于是跑出屋子 刚到湖边 突然遭到来自身后的袭击 一头扎进黑湖水中 失去了意识 醒过来后发觉自己 掉在树林里 旁边还有林晚哥 林晚哥倒是没遭到袭击 而是迷迷糊糊的 乘坐鬼船到凉亭喝了杯酒 随后昏迷过去 我跟他们说 把他们吊在树林中 是想捉住了我 一块处置的 结果女鬼低估了我 最后失手 反被我打回湖底 要不是这样 我们仨可能这会儿 在黄泉路上了 陈全听到这儿插嘴说 昨晚我也做噩梦了 有个长发遮面的女人 在树林里追着我不放 非要杀了我不可 后来跑着跑着 这女鬼突然不见了 但我看到 树林里遍地都是死士 快吓死我了 左辽哼了声 因为你是坏人 女鬼才不请你喝酒 要杀死你泄愤 跟我们黛玉是不能一样的 陈全眨不眨不眼 点头说 这也对 黛玉肯定不一样 我在房间里睡到天亮 你们被吊了半夜 混蛋 我把你丢壶里去 左辽借开被子下床 吓得这小子兔子一样逃走了 我这会儿想起 左辽遭到突然袭击 心说这是谁干的 即便是在梦中 凌碗哥都不一定能够得手 对了 是不是那两条诡异的身影 他们是谁 想到这儿 心里又产生了一股担忧 我觉得 我们这一百多人里 说不定还有内奸 而内奸有可能是那两条黑影 并且是两个身手不凡的高手 估计是牛玉祥的人 在闹鬼之际趁火大街 拖住我们不能下山转移 为牛玉祥赶到这里争取时间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让他们俩打猎时小心点 然后匆忙带着岑泉出了房门 出来后我连打相指 可等半天 也不见阿福出现 这小子到底去哪了 不会是觉得跟我这儿太过危险 偷偷溜回兴潭村 为刘好空守孝去了吧 这兔崽子 离开也不打招呼 当下跟岑泉摆摆手 冒雨沿着湖堤往前走过去 走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让我心头一惊 阿福可能是察觉这里有鬼 没打招呼去查探 遭了女鬼的毒手 我立马停住脚步 望着点点涟漪的湖面 恨不得把整个小湖 放个底朝天 把那女鬼揪出来问问 绕着湖堤找了一圈 没看到任何可疑踪迹 于是写此离往东南走过去 穿过一座假山之间的缝隙 前面是一片花圃 这里的环境倒是挺优雅的 只不过变成了一片荒废之地 让人感觉很惋惜 一路上遇到几拨人 他们也都没找到母子二人的下落 其中就有女人的丈夫 这人叫窦星光 她的老婆叫袁新莲 这人见到我这会长 就像见到爹妈一样 眼着面哭起来 他们四十岁才有了这个儿子 平日里把孩子视若长住 没想到这次参加一次酒会 发生这么多事 如果老婆孩子找不回来 她自己也不想活了 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拍拍她肩膀说 放心 一定会找到的 咱们一会儿找遍多家村之后 再去村外找 就算把小林山翻过来 也把她撑出来 窦星光握住我的手哭道 会长 您真是个好人 好人有个屁用 找不到他们母子二人 好人也是废人 我安慰她一句 就此分开 继续在度假村里寻找线索 可是百多好人 整整找了一上屋 度假村内外找遍了 也没找到这母子二人的 蛛丝麻将 我便开始担心了 他们俩 会不会沉湿湖底了 这个话是不能说出口的 只要有一丝希望 那就不能任意猜测 大家又冷又饿 急剧在长廊下 脸色铁青 补助发抖 我叫大家伙 先回各屋暖和一下 这时候 林婉哥和佐疗打猎鬼来 打了几只袍子 虽然不够这么多人填饱肚子 但在厨房里炖了肉汤 每人分到几块肉 和一碗肉汤吃下去 补充点热量 这俩妞儿眼泪得够呛 要不是他们有足够的 野外求生经验 是根本打不到猎物的 特别是在雨天 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战绩了 我们回到屋子里 又喝了肉汤 林婉哥跟我说了个坏消息 下山公路坍塌了很长一段 山坡上又石又化 我们仨能勉强下去 这百多号人可就难以保证了 我苦笑地说 不是难以保证 恐怕一多半人都下不去 上来是公路两侧山坡非常陡峭 就算天色放晴 也是下不去的 除非连清两日 山坡泥土干了之后才有希望 林婉哥愁容不展地望着窗外说 这雨看来没有停的意思 不知道还要下多久 我们要做好在这里住几天的心理准备 佐疗肘眉说 度假村后的小妻能够我们饮水 可是口粮是个难题 我们总不能啃树皮煮皮带吧 我又苦笑两声 不仅是吃的问题 还有这个女鬼 白天她还收敛一点 晚上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如果住下去再有人失踪 怕是会引起恐慌 局面就难以控制了 佐疗忽然脸上 闪起了一股得意的笑容 幸亏我有先见之明 没当这个会长 现在这个麻烦 那时该你去想办法解决了 我得先补个觉去了 我差点没哭出来 我他妈说我不等 你们偏要我等 佐疗去睡觉后 陈全也锁进被窝了 我就在屋里坐不住 于是走到门外 林婉哥却跟了出来 我才要叫他回去休息会儿 老毛又找我来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 想跟我商量 让众人下山 不等他开口 我就把公路坍塌的情况 说了出来 老毛立马傻眼了 好大一会儿 老毛才叹气说 哎哟 看来这是天意啊 对鬼舍传人的惩罚 我这就通知他们 让他们死了 下山这条心吧 下午 接着寻纳母子二人 只是 大家衣服临透 天气又太冷了 这么下去 我怕都挺守不住啊 林婉哥这是插嘴 我们不如找找 度假村里的仓库 看能不能找到 衣物之类的东西 我正有此意 转头瞧瞧苍茫雨色 刚才我们找遍了 度假村各个房间 没听说哪有仓库啊 但感觉这么大 一个度假产业 不可能没有储存 日常用品的库房 老板撤出这里时 房间里什么东西 都没带走 那么仓库里的东西 也应该会留下的 我跟老毛说道 仓库地点 有可能在办公区 就在湖对面花谱一侧 毛大爷 你去通知他们 我们俩去找仓库 嗯 等会儿我找你捧头 啊 好嘞 等会儿捧头吧 老毛冒着鱼 匆忙走向各个房间 我和林晚哥 找过湖堤 穿过假山 到了办公区前 这里是一派平房 有经理办公室 和各个管理部门的房屋 但除了经理办公室门上 还有门牌 其他屋子都没有 不知道都什么部门 不过房门都被撬开了 我们俩逐一找过去 在最后一间 发现空荡荡的 只有一张办公桌 和一台电脑 林晚哥走过去拉开抽屉 看到里面有把钥匙 还有一个摘掉的门牌 门牌上写着仓库俩字 让我一阵大喜 可库房在哪呢 左右仔细搜寻 最终看到 就在桌后地面上 有个钥匙孔 由于尘土厚积 又被珠网覆盖 我们进来找人时 一看没人就出去了 都没留意 仓库在地下 我走过去蹲在地上 把钥匙插入孔中 转了两圈 咔的一声响 齿孔部位 往后弹出了一条缝隙 这原来是块 涂了白气的钢板 与地板砖颜色一样 不仔细看瞧不出异常 但用力一推 便锁入地板之下 打开了一道宽敞的入口 下面就是台阶 里边黑漆漆的 啥也看不到 这个地下仓库 建造的挺有创意 不占地面上面积 本来在山坡上 开阔出一片平地就很难得 并且还要有园林设计 那就只能压缩盘空区域了 我的手电虽在包里 但打不着灯光 再回去拿手电 又浪费时间 转回山 翻开所有抽屉 居然找到几节电池和手电筒 安装电池 打开开关 灯光亮起来 两人相对一笑 我拿着手电 头先下去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个地下仓库 几年没有打开过 里面空气不流通 又靠近人工壶 非常潮湿 气味也特别难温 下到台阶底部一看 这库房出乎意料的大 就像一个大型地下停车场 到处堆满了各种物资 我们奔到跟前 主意查看 惊喜地发现 不但有服务员的服装 还有雨伞 雨皮雨鞋 以及洗漱和床单各种日常用品 雨具应该是为客人 雨中漫步配备的 储存量不小 足够我们使用 再往前走 我们俩一阵激动 就像中了彩票一样 兴奋地欢呼起来 这堆放了大量的带装大米 以及各种带装肉食 大米应该还能吃 但这些肉食都过期了 这些大米够我们吃上一年 吃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心里怎么都不高兴呢 旁边居然还有白酒和啤酒 啤酒肯定也过期了 不过白酒绝对能喝 这又让我十分开心 林婉哥这时拉我一下 向角落指了指 我拿手电打过去 看到一个大型发电机 一侧摆放着几桶石油 我们俩快步跑到跟前 这玩意儿我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使用 但林婉哥懂得挺多 打开油桶 用油管给发电机 输走了柴油之后 按下启动键 居然开始运作了 顿时眼前一亮 整个地下仓库灯光亮起来 这几桶油不知能挺多久 但只晚上照明 我估计能用几天吧 林婉哥笑着说道 能看到光明 感觉真是舒服啊 他的笑容不多 每次笑起来 都是那么的美不可言 但我发现 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脸上才会有笑容 跟其他人在一起时 总是像冰山一样 巨人千里之外 可能我这人来自山村 没有城市人一样的虚伪 才让他在我面前 找回原始的纯真 我们又围着仓库查看 突然在两堆物资缝隙之间 看见一具尸骨 尸身早已腐烂 但衣服还在 从中暑身看 这不像是个普通的仓库保管 林婉哥说 当年传闻 度假村闹鬼之后 老板也起意消失 都说因为没有回本 为了逃避贷款跑路了 说不定 这就是老板的遗体 我点头道 有可能是当年 遇到女鬼追杀 无处可躲 就藏到了仓库里 这墙壁挡不住女鬼 最后还是被杀死在这了 话音刚落 只听巨大空间里 响起了一阵 结结鬼笑声 林婉哥立马脸上变色 我迅速从包里掏出黄浮 现在不是梦里 想动哥们 那就看你鬼娘们的本事了 你猜得不错呀 她是想躲在这里 可她不知道 隔壁就是我的家 逃到这儿 等于到了我家门口啊 她大爱的 这声音太刺激了 在藏库里不住回响 让我寒毛落了一地 我转头看向正北方 这边是人工湖 于是快步冲过去 在墙上提了张取歇服 只听女鬼充满怨恨的哼了声 随即没了声息 我估计凌晨的较量 让她对我产生了忌惮 不然 刚才悄无声息地出手偷袭 我还真没把握躲过 现在一张符又把她瞎退 看样子 她不敢令人踢手 走吧 叫大家伙来搬物资 我拉着林婉哥跑出仓库 直奔老毛的住所 他这会儿刚好通知完众人 大家情绪有些浮躁不安 如果找不到云心莲母子二人 以及解决不了吃的问题 恐怕会有人偷偷下山 我把仓库里有大米的事一说 老毛喜出望外 忙去搅人了 不多时 来了二十多个精壮小伙子 跑到地下仓库 搬运出了一些物资 派几个女人到厨房做了米饭 众人换上干衣服 吃了口热饭 这下子情绪平复下来 然后老毛又组织众人 披上雨皮 继续寻找云心莲母子 只不过找到天黑 依旧是没半点眉目 眼见天色黑下来 我叫众人吃过饭 回屋谁都不许出门了 然后回去跟左耀商量 今晚必须要主动出击 不能让女鬼牵着我们鼻子走 只有搞定了她 才能安心住下来 左梁说 下午我一只胡迪看过了 你说那个石桌 确实是个镇压怨灵的阵物 石桌底座应该是个神兽 做法之人是个高手 办法用得也很对路 只是这个女鬼太过凶猛 加上这山上冤魂太多 林晚哥说这里 可能还有万人坑 那么因其之众可想而知 她利用万人是鬼的气息 凝聚到人工湖里 形成了一个运营充电的磁场 是难以化解的 想要搞定她 只有在晴天之时 把湖水抽干 在湖底插下万条鬼钉 将这些亡灵之气 全部钉死 才有可能除掉这只猛鬼 我苦笑地说 你天不会晴 第二 咱们没抽水设备 第三 我们没那么多鬼钉 第四 现在是晚上了 你说该咋办 左梁歪着头瞧着我问 谁是会长 我掌巴掌巴一眼说 这 不是谁是会长的问题 这是大家共度难关 这 大家都有困难 当然是会长出面去摆平 你说再多 无非是托词而已 这妞儿的嘴皮子非常利索 搞得我哑口无言 我长长嘴巴说 好吧 我是会长 我想办法 不过 我现在下令 让你这个秘书长 跟我一块去出轨 为令者杀无赦 陈全这小子 还以为我真有会长的权威呢 插嘴说道 我这有刀 话没说完 砰的一声 眼睛上挨了左梁一拳 哎呦呦 我眼瞎了 我怎么看不着东西了 林晚哥这有没说 你们别胡闹了 还是正事要紧 商量怎么出这只女鬼吧 左梁一别脸 显得挺不爽 只要听他说 出轨的事你不用操心 这是我和丁玉两个人的事 林晚哥顿时无语 沉着脸点头 再不说话 我看得出 这一山不容二虎 何况是俩母老虎 那肯定是不能愉快地 在一起玩耍 平时俩人看起来挺和睦 可一旦遇到点火星 会把俩人身上的干柴燃着了 我起身说 你们在屋子里小心一点 如果我今晚回不来 以后对付女鬼的事 左梁 你得担起这个重任了 说完 我转身出门 你不是说让我跟你一块去的吗 左梁追着出来 我改变主意了 咱俩得留下一个 不然全部失陷了 这么多人靠谁来保护 我把雨劈劈的伸手 望着黑沉沉的湖水 心说 今晚这场大战 无论如何都不能失手 我就不信 整不死这只鬼娘们 好了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大踏步地走下台阶 沿着湖堤往南走过去 左梁披上雨劈追过来 跟我说 咱们俩现在缺了谁都不行 今晚如果支不住这女鬼 那只有一个办法 继续尽死亡之脚避难 反正那对母子不在 大家应该能挺到天亮 天亮后再想办法下山 我边走边说 左梁小姐 一只女鬼就把咱们俩下住了 最后都做好了避难准备 你不觉得休克吗 请教我秘书长 你说的虽然有道理 但这只女鬼 已经超出了死鬼的能力 有强大的怨气磁场 在做支持 占尽了天使地利 我们没有获胜的机会 定于 有时候该低头的时候 必须低头 咱们是不能应成的 逞能是没好果子吃的 她竟然板起脸 教训我来了 我哼了一声 哼 在我定于的此典里 没有低头一说 不管是什么东西 我一定干掉它 好吧 你是爷们 左梁这句奉承 显得心不甘情不悦 我们俩绕过胡迪 来到了仓库门口 左梁周梅们 来这里干嘛 我嘘了一声 她机灵地闭嘴 跟着我进入了地下库房 发电机白天熄火了 傍晚之前我来启动的 里面灯光齐亮 只是空间太大 总感觉四周 弥漫着一股 阴森的气息 或许是心理作用吧 首先来到北墙根 只见那张福补件了 地上也没有 我不有皱眉 果然有内津 鬼娘们就算有 打掉皇甫的本事 也不可能把福吃了 分明是有人接掉的 我低头在地上 一阵细心寻找 看到一串 未干的脚印 我知道你晚上 肯定会来这里啊 鬼娘们阴冷的声音 突然在背后响起 让我吓一大跳 她大爱的 知不知道这样会吓死人呢 左辽随即掏出一张黑服 冷笑道 凌晨你把我 吊在树林里这笔账 现在咱们该算算了 李鬼笑了两声说 我知道你手里拿的是 柱油科黑服 但那是普通物负 不能对我怎么样的 所以说 你要报仇肯定是做不到了 不过害你落水的不是我 我只不过是顺手 把你送进了树林而已 说起来 你还要感谢我 如果不是我 你可能被淹死了 在佐疗说话时 我就掏出了一张 风露赵幽服 觉得三味真火 应该搞不定它 只有用高级服来试试 为了对付妖鬼残破 花了不少服 只不过 用惯了风露赵幽 遇到情况 就会先想到它 一起连环当然会更好 但做起来麻烦 鬼娘们绝对 不会给我这机会的 我左手捏绝 将服夹在直觉之间 说道 那我替她谢谢你吧 说着念了咒语 等黄夫燃召后 寻着声音丢了过去 符火在空中 飘飘悠悠片刻 随即落在地上熄灭了 你的服有点意思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在隔壁 隔着一堵墙 服是不管用的 我差点没趴下 她竟然躲在隔壁 跟我们说话 为的就是躲避鬼服 我居然以为她在这 这次人丢大了 偷眼看看左梁 她正盯着北墙 好像没注意到这个环节 我叙了口气 重新掏出了一张 六丁开山服 这也是高级服 只是这玩意儿太好元气 不能像普通服的嘛 一直烧个不停 六丁开山 不错啊 你年纪轻轻 居然有这种功力 真是难得 可惜这么年轻有为的高手 活不过今晚了 鬼娘们假嘻嘻地挽醒起来 差点没把我废气炸了 左辽气的性眼云灯 伸手把黑服贴在墙壁上说道 我封你的门户 让你再叫舌头 果然 这道门户被封堵 鬼娘们没了声音 我不有眨把眼睛 心说来这就是为了引她出来 这个战场总好过人工湖 又不受雨林 屈服也无所顾忌 这下可好 她不过来这里 便会找其他人麻烦了 走 去湖心岛 我帮你挡住她 你重新把她镇压回湖底 然后咱们再想办法 怎么彻底除掉她 左辽甩下头就要往外走 我拉住她说 等等 凌晨我从水里游过去 那是她毫无戒备之下才做到的 现在过去 就此游船 她也不会容许我们靠近了 放心 我有驻游正宗涉水服 绝对保证我们顺利踏上湖心岛 她虽然说的这么肯定 但我还是不想冒这个险 跟她摇头 沿着到北墙来回踱步 心里算计着地面上的距离 北墙应该在湖堤之下 隔壁就是湖水 按理说 仓库应该为了保持空气干燥 远离水源的 怎么会依水修剪 老板难道另有意图 左辽不是乱发脾气的人 见我不走也不生气 随着我巡视墙面说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仓库建造的有问题啊 我点下头笑道 聪明 跟你一块儿省很多口舌 就你那点智商 在我面前卖弄 她打击我一句后 忽然疑了一声 往左走了几步 要打开一个类似电闸箱的铁盖 可是上面有锁 扯了几下没扯开 我回头看看 只见发电机旁边的墙壁上 有个比这更大的电闸箱 箱门是开着的 感觉这不是电闸箱 如果是操纵店里的设备 不可能上锁 万一遇到情况 拉闸停电却打不开 这不是胡闹吗 左辽皱眉道 这里一定有玄机 我嗡了一声 秘书长大人英明 没玄机他也不会上锁了 说着掉头跑开 你这损我呢 哎 你干啥去啊 我没出声 跑到那具尸骨跟前 在他衣服口袋里摸索 在裤刀里摸到了一把钥匙 当即跑回来 将钥匙试着插下锁孔 没想到正合适 转动一圈 箱门打开 只见里面是一个凹陷的水泥风洞 底部是一块钢板 上面安装了一个可扭转的开关 我们俩相对大喜 搞不好 这是一个打开某处神秘空间的机关 可是我们俩谁都没去贸然扭转 左辽转着眼珠说 万一是墙壁上的暗门 打开后湖水灌进来 那就是撕鬼的地盘了 我想法跟他一样 既然仓库依水修剪 墙上又有个神秘开关 估计就是打开墙壁 通往湖水的暗门 这样 你退回台阶上 万一灌进湖水 你能够及时屈服挡住女鬼 我也能顺利逃走 为了今生起见 我觉得只有这么做了 左辽点头迅速跑回台阶上 只是距离太远 我也不知道紧急关头 他能否及时把我挡住鬼娘们 我深吸口气 握住开关 往右顺时针扭动下去 只听支鸦鸦 一阵沉重的响声 从墙壁上发出来 这堵墙壁 从正中裂开 如同两扇巨门 缓缓向两侧一立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看清了墙壁向两侧打开之后 我当即往后就跑 结果 没见有水涌出来 回头发现墙壁后面 还有一道巨大的玻璃墙 这跟海洋世界里 见到的那种构造一样 金固的玻璃墙 把黑水阻挡住 在滩光下 能够清晰地看到 黑色的湖水 在不住晃动着 左辽随即又快步跑回来 这时我已经转身回到跟前 只见暗门完全打开 巨大的玻璃墙后 黑水涌动 微微壮观 只不过其中 有个四方空间 位于地面位置上 女鬼就在里面 一头长发 瞪着俩惊慌失色的眼珠 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 她大爱的 这不是女鬼 是袁新莲母子 啊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左辽跑过来 看到这情况 诧异地问道 此刻袁新莲 趴在玻璃墙上 看到我们俩后 袭击而起 不住拍打着墙壁 张大口 好像在喊救命 只是玻璃墙 隔音效果非常好 我们一点声音都听不见 我顾不上回答左辽 打个手势 实意不要害怕 我们会救他们母子出来的 可就在这时 那鬼娘们露脸了 突然在母子二人背后出现 一头长发皮在连前 两只正宁的眼珠 透过发丝缝隙 放射出极为怨度的目光 左辽甩手又贴在玻璃墙上 一扎黑服 以防她对我们 做出突然袭击 鬼娘们冷笑几声 往后捕住退步 最终消失了 她的意思 显然是这个四方形的玻璃屋子 是无法打开的 所以也就不管我们 可能又去请人喝酒了 这个玻璃小房间 是干什么用的 不可能没有门 否则他们母子不会钻进去 我上下打量 这道玻璃墙 却看不到任何缝隙 左辽一脸焦急地 瞧着里面母子二人说 你看不到有通气孔 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不会也变成死鬼了吧 我心说 这会儿你还有功夫 研究空气问题 也没理他 快速跑到发动机跟前 找到一把锤子跑回来 拿出石工锥 又用这两样工具 凿穿玻璃墙 左辽览住我说 先别蛮干的 这么牢固的玻璃 恐怕是凿不开的 这里一定还有机关 咱们再找找看 她左瞧右看 最终把目光 盯在了发动机上 我跟着她目光看过去 心头一动 这个发动机 应该不只是为度假村 提供后备电源的 有可能 也是操控玻璃房间的机械 因为除此之外 这里没有任何 电机类东西了 我于是又跑了过去 这时 只听左辽教导 阿福也在里面 我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阿福这小子 漂浮在云溪里上方 一张鬼脸贴着玻璃 苦巴巴地看着我 果不出所料 他被鬼娘们给收拾了 好在结果还算不错 没打算魂魄 给他留了一条鬼命 这会儿没功夫 去安慰这小子了 围着发电机查看 找了半天后 终于看到底部 有个小型电机 上面安装有开关 也不管是不是 伸手扳了下 只听风的一阵 机械迅转的轰鸣声响起 玻璃室 沿着墙壁 向我这边缓慢移动过来 我高兴地打个响指 看来成了 可转眼看到鬼娘们 趴在玻璃室上 正冰冷地瞧着我 让我吉林零 打个冷战 他妈的 你不是喝酒去了吗 为什么就不肯 给我们一点时间呢 此刻屈服也不管用 只有眼瞅着这鬼娘们 敢着急的份 佐疗跟着玻璃室边跑 边拿出一张黑服念咒 透夹分水猪腰 啪的一下 将服贴在玻璃墙上 顿时黑水一阵沸腾 鬼娘们跟着一道 激流漩涡往后飘走 在滚飞的黑水中 一袭看到 他满脸的愤怒和怨恨 我一颗心都提到了 嗓子眼 不知道这张服 能否暂时挡住他 万一回来 肯定会杀了 袁新莲母子泄粉 好在担心的情形 没出现 鬼娘们随着漩涡 消失踪影 玻璃室 也慢慢移到墙角后面 看不到了 我转过头 只听膝墙上 咔的一声 只听膝墙上 咔的一声 打开一道出口 玻璃室 来了个180度旋转 卡在口子这儿 停住了 从缝隙之间 流淌出一些黑水 臭不可闻 原来玻璃室门在后头 此刻转过来 我才看到 叉的一声 两道玻璃门 从中打开 袁新莲抱着孩子 连滚带爬地跑出来 左辽上前接住他 这女人挖的一下 放上大哭 我让左辽先 送他们母子回房间 然后走进玻璃室内 发现阿福 虚弱无力地 贴在玻璃墙上 眼看就要挂了 刚才左辽那道分水服 估计对他伤害也不小 急忙把他拖出门外 出来同时 眼角撇进顶部 有个排风扇 外部接通一根 手臂粗的黑色软管 我于是明白了 这玻璃室能够通风换气 我说袁新莲母子 怎么活下来的 而黑色软管 与湖水颜色接近 所以刚才没发现这情形 你怎么被女鬼捉住的 我把阿福拉的发电机一侧 蹲下来询问 这小子满脸惭愧地说 别提了 真是够丢人的 他嘴上不提了 但还是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 说出来 凌晨我们睡着后 他突然发觉 人工湖里出现一只女鬼 见我睡得正香 与沈没打招呼 自己跑了过去 他觉得 这山里的孤魂野鬼 不过是普通货色 自己跟了刘浩空那么多年 啥没见过 收拾这种货色 那就是手到擒来 谁知过分自信 让他栽了跟头 来到湖里 还没登陆湖心岛 就被一片臭水 卷住了 拖进了湖底 这里的阴灵之气太浓了 把他缠裹得严严实实 半点的动态不得 还被女鬼踩着脑袋 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当时气得 差点没自觉鬼脉 结束自己的鬼命 鬼娘们叫醒他几下之后 把他困在了那个玻璃室里 最后不久 有一对母子落水 也被关起来 幸好他们灌水不多 他帮忙按压肚子 让他们吐出黑水 苏醒过来 听到这儿 我感觉特别纳闷 在水里 玻璃室怎么开门呢 那不灌水了吗 可现在里边干干净净 一点水字都没有 我把疑问说出来 阿富跟我解释 这个玻璃室下 有条轨道 直通湖心 那边还有个屋子 那个屋子 类似于水密舱 跟刚才这个出口构造 是一样的 玻璃室进入后 会马上封闭 将随之灌入的湖水 从底部排出 这样 玻璃室就可以打开了 哦 这样啊 我说这个仓库 门杀尘土后级 很久没人打开过 原型连母子怎么进去的 原来 湖底还有个暗室 不知道这老板 建造这种神秘的水下通道 是用来做什么的 不过感觉 肯定与女鬼有关 难道是为了跟她见面吗 要真是这样 这老板也够脑残的 有钱 美女还不随你挑 偏偏去玩一只 丧心病狂的猛鬼 这倒好 最后把自己玩死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阿福刚讲完经过 佐疗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拿出一些治鬼伤的药物 给阿福吃下去 这货很快就恢复了点精神 佐疗听说 玻璃室通往湖底一间屋子 抬头看看玻璃墙后的湖水 皱眉陷入了沉思 我也隐隐觉得 老板花费这么大人力物力 不可能只是为了要见女鬼 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土毛 忽然间 我就想到一种可能 与此同时佐疗眼睛一亮 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说道 想到了 你先说 佐疗笑眯眯的 看样子想知道 我跟她想法是否相同 我抬头看着 黑沉沉的湖水说道 小林闪上冤魂太多 不适合到坟地 附近村民一定是知道的 所以这个女鬼被葬在这里 不是偶然 我觉得是一种阴谋 而从老板下这么大财力 修建湖地通道做法上看 显然她也早知道 湖地有个女士 按常理来说 修湖的时候 如果下面有女士 是一定要牵走的 不然日后毕生祸患 她非但没牵坟 反而用一壶水 压在了坟种上 四周又是万鬼围困 这得让女鬼 形成多大怨念 佐疗满意地点头 推理得不错 接着往下说 我接着说的 湖心岛峰顶镇压 明显是逼迫女鬼 与四周冤魂纠缠 久而久之 从一只普通的野鬼 会养成一只 厉鬼中的猛鬼 如果再继续养下去 那会变成 妖鬼 佐疗替我说了出来 阿福全身一颤说 我的天哪 谁这么缺德 要养只妖鬼啊 我转头直指 那边的尸骨说 就那个人 他应该就是老板 此人修建独家村 就是个幌子 主要目的是 为了养妖鬼 最终玩火自焚 妖鬼还没养成 就被女鬼给杀了 佐疗压低声音说 说起妖鬼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主意 把妖鬼残破 放在坟种上 我觉得能够把女鬼镇住 妖鬼可以说 是万鬼之王 不管什么级别的死鬼 都很惧怕 你不是说湖地有个屋子吗 咱们就把风魔瓶放在那里 接着风音符 镇着女鬼几天 天晴了 我们走着再收回去 你别说 这倒是个好主意 妖鬼残破 只恢复了一半鬼体 远不如鬼娘们凶猛 湖心岛上的战武 完全能把她镇压 而鬼娘们 居于鬼妖 即便是半成品的残破 那也足以被吓住了 就这样 形成连缓镇压 能够让度假村 消停几天 想到这儿 点头道 你在外面守着 我进去放风魔瓶 左辆双手捂住包手 要去一起去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仰要头手 太危险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再说 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 拜托 你什么时候做事 让我放心过 这个嘛 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我这个人过于自信 难免会有失手的时候 那也不是从来 没让他放心过 只见这妞一脸坚定的神色 只有让他一块儿去了 阿福留在外面 控制发电机 不然 我们俩进去之后 怎么回来 我们进了玻璃室 阿福搬动开关 玻璃门封闭 沿着底部一条轨道 往右侧转弯 出了这个水密隔仓 深入黑沉沉的湖水之中 我在墙壁上贴了两张符 以防女鬼悄无声息地侵入起来 左辽手上也准备好了黑符 一旦遇到情况 马上屈服作法 玻璃室来到北墙正中位置后 再转道向北 沿着轨道深入湖心 两侧湖水被分开 涌动得十分猛烈 让我们俩在其中 有阵阵摇晃的感觉 真有点担心 这玻璃承受不住湖水的巨大压力 会崩裂了 灌入湖水 好在这玻璃室材质非常坚固 一路破浪前行 没发生任何意外 鬼娘们也没出现 不知道是去喝酒了 还是怕了佐疗的分水服 但我估计 喝酒居多 在我们身上没占到便宜 肯定会找其他人发泄 想到这种可能 我心里也是相当着急 陪着鬼娘们喝喝酒 没什么的 千万别伤害了性命 沿尖尖叫逼紧湖心时 湖水一阵翻滚 就跟开了锅似的 涌得玻璃室左摇右晃 大有一副脱离轨道翻倒的架势 看样子鬼娘们没去找人喝酒 而是坐在老巢 等着我们到来 她虽然不知道 我们是带来了妖鬼残破 但绝不容许 有人接近她的坟筹 佐疗脸色一沉 又使出分水服 但这次翻滚的水浪并没驱散 反而越涌越急 压榨的玻璃室 发出吱吱嘎嘎嘎的响声 让我们俩一阵惊心动魄 这玩意如果崩裂了 倒不怕被咽着 而是厚重的玻璃板 难免会伤到我们 还有 鬼娘们的趁机偷袭 那是防不胜防 分水服没起作用 让佐疗特别生气 随手把服丢在地上 咬牙切齿地说 我现在就让你 见识见识妖鬼的厉害 掏出风魔瓶 把服戒掉了 我当时吓了一大跳 慌忙手上沾了点厌血 躲在瓶口上方 只让煞气沿着缝隙散出 不能让妖鬼残破逃出来 不用这么紧张 这湖水本身也是一种证物 妖鬼残破其实胆子挺小的 它不敢随便跑出来 佐疗压低声音跟我说 我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但终究不敢拖大 可不过多久 手指被动得实在难受 我只有大着胆子把手拿开了 妖鬼残破果然没敢出来 只是往外散发着屡屡寒烟 整个玻璃室都快成冰柜了 冻得我们俩不住揉搓身子 佐疗把玻璃墙上两张符戒掉 寒气于是透过墙壁侵入湖水 片刻不到 翻滚的黑水波浪逐渐平息下来 隐隐看到鬼娘们头上脚下 迅速消失 似乎受到惊吓 逃回自己狗窝去了 玻璃室随即恢复了平稳 畅同无阻地进入一间屋子 门立刻封闭 清楚看到地面上有排水系统 灌入的湖水 很快便流得一干二净 起初我们还要担心 玻璃室内没有机关 打不开室门怎么办 没想到抵达目的地 玻璃门自动开启 出来后拿手电四周一看 顿时头皮麻了 屋子面积虽然不是很大 但到处都是死尸 有的腐烂成骨 有的只腐烂一半 蛆虫在鼻孔和眼洞里 爬进爬出 让人感到既恐怖又恶性 好了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个屋子里 除了玻璃室的轨道之外 就是死尸 再没其他东西了 我和左辽于是明白过来 这地方是送人给女鬼吸取洋气的 因为排水通道应该通往女鬼坟种 那么送进来的活人 会被女鬼通过这条管道 将人的洋气吸干而忘 之前还可怜老板是个无辜受害者 现在看到这一切 让我心里怒火中烧 如果这畜生不死 我一定会把她埋进女鬼坟种里 让她跟女鬼作伴去吧 左辽把风魔瓶放在排水口上跟我说 妖鬼吸醒 此刻完全吓退了女鬼和各路应铃 湖心岛上的阵物 应该暂时恢复了作用 而妖鬼煞气不足以破坏阵物 如你所说 会形成连环镇压 短时间内 独家村会太平无视 回去吧 我还是不太放心 在屋子里四壁 各贴上一张正规符 这才跟她走回玻璃室 这东西是自动的 进去之后 门便自动关闭 然后启动往后倒退而回 难怪刚才看不到门 因为是倒着回来的 门在对面 一时便难以发掘 回到仓库里 看看表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 于是关闭发电机 这东西非常耗用 我们还要住几天 必须节省燃料 后半夜用不到灯光 没必要开着了 我们俩带着阿福出了仓库 这次镇压了鬼娘们 可为凯旋而归 心情相当不错 我跑到厨房里 在锅里盛了碗肉汤 回去当做下酒菜 要痛痛快快地喝几口 谁知我们俩刚进门 发现 林晚哥和岑泉 趴在卧室窗口上 也没开手电 不知往外看什么 两人听到我们回来 急忙起身 林晚哥紧张地说 外面树林有痛情 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不肯出去 我注意到 不会又有人被女鬼 丢在树林里了吗 左辽重新劈扯雨皮 走过去看看 我打开窗子 让阿福先出去探路 我们俩随后跳出来 林晚哥也跟着翻窗而出 现在雨势减弱 不像白天下得那么急了 但雨滴打在树叶上 发出噼里啪啦声响 让我们在这漆黑 诡异的环境里 心脏也随之剧烈跳动 林晚哥也不确定 之前响声的确切未知 我们只有四处乱走 走着走着 昏眼前涌起了一片白雾 我心说不对 下雨的时候 怎么会起雾呢 这雾来得太过古怪 应该全是阴灵之气 鬼娘们虽然被镇住了 但附近这些冤魂阴灵 还没散去 应该是他们在盗鬼吧 左辽转头看看四周 诧异地说 雾这么浓 看样子树林里运气挺重的 估计这儿曾经是个埋尸地 聚集了大量的顾火野鬼 他话音刚落 林晚哥忽然扯了下我的手臂 往后指着说 你听 我和左辽同事回头 只见浓雾之中 隐隐有黑影晃动 并且数量不少 这让我们感到颇为惊差 不是把全体会员 都勾引过来了吧 我当即掏出一张风露照忧符 这种符 其实对付目前的情况 最对路的 并且都不用念肘燃烧 捏绝在空中甩了甩 浓雾逐渐离散 顿时在手电灯光中出现了一大片人影 朝我们反方向边走边回头 一张张惨白如指的脸孔 瞪着绿油油的眼珠 让我们仨不由倒洗口凉剂 这不是我们的会员 应该是死在树林里的野鬼 他们身上的服饰 不是现在这个年代的 不是以前逃荒的鸡民 就是战死沙场的士族 左辽看着黑压压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死鬼 愁笼不展地跟我说 太多了 咱们两个恐怕对付不了 我仰要头 压低声音说 不用对付 他们这种情况是要离开这里 你没看到他们眼中的眷恋目光吗 可能是妖鬼残破的气息 从湖地散发出来 让这旧居此处的野鬼 迫不得已选择逃离 不用管他们 一会儿就走完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些死鬼们恋恋不舍地 一步两回头 似乎迫不舍地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的家乡可能距此遥远 便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想到这儿 忽然觉得他们很可怜 当年不管什么原因 客死异乡 魂魄在这住了很多年后 被我们放了只妖鬼残破 被逼得远走塌处 望了这些逐渐走远的鬼影 心中默默祈祷 但愿他们找个隐秘的地方 安居下来 别再帮恶鬼害人了 过了大约四五分钟 这些死鬼们终于走得干干净净 从影全无 漆黑空档的树林 又恢复了一片寂静 唯有听到鱼打树叶的细碎声 我和左辽猜测 林婉哥听到的动静 是死鬼们集体牵移发出的声音 才要回去 林婉哥晃动着手电 指着东北方向说 你们看 那边跳着两个人 我们转头一瞧 还真是俩人 在树枝上随风飘摇 跟凌晨 林婉哥和左辽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们仨以为是会员 匆忙奔过去 到跟前 发现也不是会员 不过 是两个熟人 安姐和苏婉 林婉哥不认识他们 但我和左辽都恨着俩死老娘们入骨了 我背着双手走到他们下面 抬头嘲笑道 多日不见 你们两个长本事了 居然玩上上吊了 滋味不错吧 这两老娘们一看是我们 立马脸如死灰 安姐闭眼不语 苏婉却善笑道 好久不见 进来可好啊 林婉哥愣道 你们认识啊 他们是谁啊 左辽冷哼一声 是两个老狐狸精 我马上纠正他 错了 他们可不是狐狸精 分明是两头母狼 左辽随即反驳 你也错了 他们怎么可能是母狼呢 那是糟紧了狼 所谓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 他们两个就是两只母狗 还是疯狗 会咬人那种 苏婉被我们俩骂得脸色阴沉 再也笑不出来 只听他说 我知道咱们之间仇恨是解不开了 不过 阴王墨竟然毁灭 我们之间也不用再斗了 做个交易怎么样 我马上想到一种可能 脱口而出 我不喜欢老女人 左辽和林婉哥顿时转头看着我 满脸都是错愕 我脸上微微一红 心说不好 这话说的有点露骨了 苏婉笑起来 你想哪儿去了 我说的不是这种交易 不过你要是喜欢 咱们俩可以私下谈呢 我被这老娘们这么一说 脸上蹬得就红了 我谈你个蘑菇头啊 有话快说 我还急着回喝有睡觉呢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刚才也不知道 脑筋砸短路了 看到苏婉这老娘们 就想到了滚床单 于是不经思索 说出不喜欢老女人 这让左梁和林婉哥 都愕然地看着我 似乎在说 你咋知道人家要你喜欢她 这显得我心思太不纯洁了 有事没事 往滚床单上想个毛线 苏婉见我生气 不敢再开玩笑 跟我说 我知道牛玉祥正在找你们 她的本事 想必你们已经领教过了 别说一百多人 就算有一千人 也挡不住这老东西了 我知道她有个弱点 你们如果答应放我们走的话 我就拿这个跟你们交易 保证再遇上她 一定杀了她 左梁歪头打量地说 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 还有 你出卖大巫师 这可是犯了鬼车族规 我如果拿这事 和妖鬼残破 去和她做交易 我想她有可能会放过我们 一直没开口的安洁 睁开眼冷声道 牛玉祥早因为模反之罪 被鬼车族内部下了通缉令 只是你们这些 有散的族人 还不知情罢了 抓到她或者杀了她 那都是大公义见 根本没有出犯族规 这一说 我心说 原来这老孙子早被通缉了 我们这些人 还巴巴地去参加酒会 如果让族长知道了 还不统统定我们个死罪 不过这俩娘们的话 也不能全信 这事是不是真的 还待查证后才能下定论 但苏万说的牛玉祥弱点 让我挺心痒的 我们能逃过一时 逃不了一世 终有一天 还是会被牛玉祥找到 对付她 是我们最投赏的难题 我盯着他们俩说道 不管她是不是模反被通缉 这事与我们无关 苏万 你就说牛玉祥有什么弱点 如果我觉得有价值的话 就放你们两个一条生路 苏万一脸正经地说 你先做保证 我说了之后 马上放我们走 我哼了一声 先验货后拍板 苏万无奈地点头 好吧 反正我们也在被她追杀 咱们现在其实是一条船上的人 我就把这个弱点分享给你们 她从小修炼邪功 刀枪不入 百度不尽 但唯独怕一件东西 那就是燕子窟里的燕雪 燕子窟你们听说过吧 我眨了眨眼 心说 哥们我不但知道 都去过两回了 原来燕雪是她的克星 也难怪他们俩明知道 老孙的这个弱点 却被追杀得毫无脾气 燕子窟隐藏在深山之中 不走轨道很难找到 我觉得这俩老娘们来徐州 恐怕有俩目的 一是妖鬼残破 一是去金关山找燕雪 结果走过了头 燕子窟没找到 却跑到徐州小林山上来了 左梁似乎也觉得 这可能是实话 跟着问道 燕雪怎么用 才能破了她的邪功 苏婉一笑 很简单 只需含在嘴里 等她靠近时喷出 她的脸孔是罩门所在 燕雪喷上去 会立刻破了她的邪功 只是燕子窟不好找 据说是江苏和山东 交界处的千关山里 我们姐妹一时走错路 跑到了徐州 我心说你大爱的 还真是被我猜着 找错地方了 我当下问她 既然找错地方了 为什么还在这不走啊 苏婉叹了口气 我们刚到徐州 就被牛一祥追上 走投无路下 才来这个度假村避难 这里房屋众多 鬼气又重 最适合藏身了 想着在这里住上几日 然后绕道去找千关山的 谁知今晚被女鬼引入树林 遭到万鬼缠身 掉在树上了 我又闻到 早上你们是不是 从湖边跑过去了 苏婉一愣 你怎么知道 我哼了一声 我看到两条黑影 从湖边一闪而过 当时就想过是你们 今晚果然印证了我的想法 其实当时哥们想到的是内奸 压根没想到是这俩死老娘们 但这么说出来 给自己多少张张脸 苏婉苦笑一下 随即跟我们说出凌晨的遭遇 他们白天进来的 躲在度假村一个角落里 深夜发现有大批人进入 其中竟然有我和佐良 当时按兵不动 等我们睡熟了再下手的 不料想还没动手 半路杀出个女鬼 让他们也深陷梦中 无法自拔 俩人被召唤到湖边 刚好这时佐良赶到 俩人便趁机从后面偷袭 把她踢进湖里 可是后来到处乱跑 始终逃不出这个怪梦 直到完全听亮后 才逐渐从梦中醒过来 听她说完后 我对这女鬼更加佩服 竟然把这俩娘们 都搞得奇魂八素的 虽然早上逃过一劫 但今晚还是被吊在树林里 真是了不起 看样子再过几年 说不定很有可能 会养成妖鬼 我把佐良拉到一边 小声商量 现在杀他们两个 易如反掌 不过我觉得不杀为好 因为这俩娘们身手不弱 留着对付牛宇祥 倒是好帮手 佐良赵梅说 他们之所以被吊起来 无法脱困 是女鬼用了鬼索的手法 才让他们弄不断绳子 天亮后鬼索便会失效 普通绳子 根本拿不住他们 这个其实很容易解决 我小声在他耳边 嘀咕几句 这妞不住笑着点头 行 就这么办 我和佐良先搭人梯 拿绳子绑住他们俩双脚 再上去用符 把鬼索解开 这种鬼索 只不过是附了猛鬼煞气 不用符在夜里 是根本解不开的 我就佐良和令万哥的时候 那已经是早上 不然 也要大费一份周折 绑住我们做什么 苏婉察觉出不妙 皱眉问道 我揪着安姐头发 拖着往外就走 边走边说 你们不是想躲避牛一翔吗 我带你们去个 他找不到的地方 令万哥和佐良 抬着苏婉随后跟来 苏婉吃惊地问 你不会让我们陈师湖底吧 我笑道 湖底是没错 不过不是陈师 会让你们活下来的 现在揪着安姐头发 像拖丝狗一样 心里别提有多爽了 两次差点命丧他手啊 这次老娘们没想到 也会有今天吧 我们来到仓库里 启动了发电机 没电是打不开玻璃门的 就这么绑着他们俩丢进去 然后按下开关 控制玻璃室 转到玻璃墙后停下 俩老娘们气得脸色铁青 怒目皱码 但我们只看到他们张嘴 却听不到声音 就当他们自己骂自己了 可是走出藏口门的一杀 心里总觉得 这里好像有人来过 回头拿手电到处照看 也看不出有何异常 我心说 可能是神经没得到完全放松 还在疑神疑鬼吧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回到住宿后 对于把这俩老娘们 关进玻璃囚牢里的做法 越想越解气 就着肉汤下酒 不知不觉 就喝高了 早上醒过来 发现我竟然在满是尘土的沙发上 睡了一夜 这俩妞不知道叫醒我 陈全 你个疯狗都不知道 把我拉回房间里吗 想到这儿 有点生气 推开这孙子房门 床上没人 看看手机 已经是八点多了 这小子 估计去厨房领饭去了 我们安排了专人做饭 昨天下午 有人在寻找 云心莲母子时 搞了不少野菜回来 用水焯一下 放盐凉拌后 吃起来味道也不错 今天早上应该还是 米饭加野菜 看看左梁和林婉哥的房门 紧紧关闭着 心说难道还没起来 由于在这里睡觉都不脱衣服的 所以进他们房间 从来都不敲门 直接推门进去了 结果 这俩妞还真没起床 同时发出一阵尖叫 惊慌失措的 无紧被子 这让我挺好奇的 你们晚上睡觉脱衣服了 虽然换了新床垫和被罩 但也得时刻提防女鬼 鬼你个大头鬼 赶紧滚出去 左梁咬牙切齿的骂道 林婉哥好像被我这话 说得醒悟过来 聊开被子下床 衣服穿得好好的 但白了我一眼 进女人房间 记住要先敲门 你们不会上锁吗 我还是不觉得自己有错 我看过一本小说 上面有个情节讲 女人晚上睡觉不上锁 那是暗示给男人留着门 我知道他们不锁门 并不是这意思 可毕竟男女同居 得学会保护自己 万一我喝多了兽性大发 冲进来怎么办 虽然我这德性 即便是兽性大发 顶多叫醒他们起来聊天 但那样影响都不好 今天雨终于停了 看着朝阳在东方升起 一片清新的气色 心里为之开朗不少 我们仨去厨房领饭回来 果然不出所料 米饭加野菜 可没见到陈泉这小子 我打听了做饭两个大嫂 都说没见他来领饭 零碗隔夜觉得不对劲 吃过饭后 匆忙各处寻找 佐疗才不管这小子死活 去小树林里转悠了 我闲着没事 就去找老毛聊天去 出去碰到晒太阳和做运动的众人 一个个跟我热情打招呼 昨天找到食物 救回了云新莲母子 让他们完全接受了我这个会长 来到老毛屋子里一问 老头早上就不见人影 也没去领饭 让我心里开始犯嘀咕了 怎么跟陈泉一样失踪了 从这出来 沿着湖堤漫无目的的散步 湖水已经不像来时那么漆黑浑浊了 显然是妖鬼残破的煞气 没有猛鬼和万鬼阴气浓重 当我走到甲山跟前时 林晚哥只好从一侧跑过来说 找了很多地方都不见存缺 刚才还专门跑到下山的路口看了看 没有任何脚印 我心说 不会是吃惯了山珍海味 厌不下这粗米野菜 去度假村外打猎去了吧 我对这小子也没啥好感 跟林晚哥说 既然找不到 就回去等着吧 现在度假村一切太平 绝对不是出了意外 他想回来自然就回来了 林晚哥只好没说 怎么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妈卧床不起那段日子 她帮补了不少钱 做人不能万万复义 我还是去找找吧 她这人外表冷漠 其实那里是个热心肠 跟她相处这段时间 已经很了解她的为人了 于是点头道 我陪你去找吧 我们俩穿过假山 来到花圃这儿 我看着仓库说 走 去下面看看 林晚哥点点头 没做声 跟着我进了仓库 由于没带手电 只能摸黑 启动了发电机 等灯光起亮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 特别诡异的画面 俩人全都愣住了 玻璃墙后的玻璃室内 有俩人倒在雪坡中 竟然是一男一女 我心里这个纳闷 这是哪个老娘们 突然变性了 又是被杀死的 走近一瞧 实在难以相信 眼前所发生的情况 死的男人是老毛 女人是苏婉 安洁却不翼而飞 并且 这两具尸体一丝不挂 赤身裸体 躺在鲜血之中 林晚哥看了几眼 把头转向一边 怎么会这样 老毛是怎么进去的 我不有苦笑 这他大矮的谁知道 看这个假使 老毛应该是受到苏婉的勾引 启动发动机 进去跟他滚床单 结果 正好到了天亮 鬼所失效 安洁于是弄断绳子 把这俩狗男女给杀了 也不知道这猜测 是否准确 但目前情形 只有这个解释了 可是老毛来仓库干什么 并且是天亮之前来的 让我们俩匪夷所思 忽然想到 安洁掏出去了 那就是一个真人版的恶魔 伸手尽管比不上牛玉祥 但要杀死我们 也是一如反常 想到这儿 心里吃惊 顾不上进步历史查看 我和林婉哥 急匆匆出了仓库 林婉哥去通知众人 做好防范 我到各处去搜索踪迹 沿着一条鹅卵石小径 往前奔出十几米后 发现了一丝 不太明显的血痕 这应该是安洁杀人之后 染到身上的 逃走时被雨水冲刷下来 看来 他当时就是沿着这条小径走的 于是一路追下去 断断续续的看到一些血迹 最终 出了度假村的木栅栏围墙 墙外山坡上 有几个很浅的脚印 再往前就没有了 安洁这老娘们 轻功比阿欢 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这种情形上看 应该是窜出围墙几步 上树顿走了 抬头看看山顶 心想 这老娘们应该是往上逃了 下山的道路被断 只有翻山从对面下去 看样子 他急着躲避牛玉祥的追杀 脱困后 不想在这多生事端 直接跑路了 想明白这层 稍稍放心 返回仓库前时 林婉哥已经带着佐疗赶到了 刚才只是通知了众人 提防杀手 没有将老毛的死讯公开 林婉哥做事比较沉稳 在没搞清真相之前 老毛的死 暂时不能说出去 以免引起恐慌 佐疗见到我后 迫迫及待地说 我在树林里随便挖了几下 挖出了很多事故 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万人坑 度假存修建在这里 绝对是有目的的 肯定是为了养出妖鬼 这是把上钉钉的事 附近找到万人坑 无非增添了一个佐证而已 我点点头 带他们俩又进了地下仓库 启动发电机 把玻璃室退出来 这种血腥场面 他们俩是不怕的 可老毛光的身子实在难堪 他们俩转身走到一边 我进去把衣物 遮住两具尸体的重要部位 然后从玻璃室里拽出 拉到一个墙角内 他们都是脖子被扭断 这种残酷的杀人手法 肯定是老娘们干的 毋庸置疑了 忽然看到 老毛口袋里 探出了一截黄服 我伸手掏出来 黄服不是一张 有七八张之多 却全都是封印服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时佐疗和联网哥来到跟前 没注意到这几张服 而是一脸的鄙夷之色 显然对老毛 竟然做出这种苟且之事 打心眼里 严重地瞧不起 我盯着几张服 感觉不妙 老毛也是懂得法术的人 身上有服很正常 可全是封印服 就有古怪了 猛然想到了一件事 连忙叫他们俩 在外面操作开关 我要进虎心房间里去瞧瞧 佐疗见我神态凝重 也意识到了不对 跟着我进了玻璃室 由林万哥扭动开关 我们俩进了虎心密室 进去一看 俩人都傻眼了 风魔瓶不见了 妖鬼残破如果逃出去 绝不可能带着瓶子一块走 这东西名叫风魔 本身就是鬼邪克星 想带着瓶子逃走 也没那本事 这一定是人偷走的 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老毛 眼见风魔瓶不在 我们不敢在此多待片刻 以防鬼娘们出来找麻烦 我们俩心思相同 迅速回到玻璃室内 回去了 刚好从西墙上退出 湖水中一阵翻滚 鬼娘们那张 猙獰可怖的鬼脸 出现在其中 我心里叫了声豪闲 忙在玻璃墙上贴了张符 鬼娘们盯着我们仨 冷力一笑 随即眼目消失 她的笑意我明白 白天不是动手的时候 今晚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了 左辽生气地说 一定是老毛进去拿了风魔瓶 然后回来后忍不住跟苏婉 真是恶心 安姐挣脱绳索 把他们两个杀死 夺走了药鬼残破 我心里正在思索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没仔细听她说什么 但恶心这俩字却听清楚了 诧异地问 恶心什么 左辽脸上腾得红了 从我手里夺过那几张封印符 全都贴在我脸上 急呼呼地说 就是这样 不要脸 我接掉脸上的符 看到林婉哥也没好气地摆我一眼 马上醒悟 这妞说的恶心是啥意思了 自己也感到有些尴尬 干咳嗑两声 其实 不能完全怪老毛一直不坚定 男人在苏婉面前 没有几个能挡住她的勾引 本来想岔开话题 没想到越说越深入了 左辽气得翘脸煞白 又躲过黄服贴在我脸上 林婉哥连忙转移话题 老毛他为什么要偷风魔瓶呢 左辽脱口而出 那还用想吗 肯定是为了自己活命 拿了风魔瓶去向牛玉祥邀功了 我摇头的 我觉得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要想进胡锡密室 一个人难以操作 必须找人帮忙 并且胡锡密室神秘莫测 下面有个可怕的猛鬼 我觉得老毛不可能 为了向牛玉祥邀功 干冒奇险 如果他曾经进过这个密室 那又另当别论了 他们两个同时一正 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聪明 被我这么一分析 全都想到了不合理之处 林婉哥看着我说 陈全现在都没找到 他会不会是老毛的同伙 很有可能啊 我一直怀疑会员里有内建 看来不是想多了 我说着 转身走到那具海骨跟前 断血身子在他衣服里摸索 昨天贴在玻璃墙上的服 被人戒掉了 后来抓到安姐和苏婉后 我以为是他们干的 现在可以确定了 是老毛做的手脚 左梁走过来说 他应该与这个度假村有关系 不想让我们接近女鬼 从中得到某种秘密 可是最后发现 我们用妖鬼残破 成功镇压了女鬼 只有对妖鬼残破 打起了主意 天亮之前和陈全一起过来 把东西偷走了 结果 老毛被安姐杀死 夺走了风魔瓶 陈全唯恐事先败露 仓皇逃出度假村躲了起来 林婉哥说 陈全他只是个花花公子 最大的嗜好就是喝酒泡妞 他没理由帮老毛 盗去妖鬼残破 再说 你们都说安姐那么厉害 他怎么可能逃得过毒手 这话分析的也有道理 即便陈全参与了 倒风魔瓶的行动 但最终不可能 逃过安姐的杀手 安姐这老娘们杀人后 不可能只对他毁尸灭迹 留下老毛不管 再说也没必要这么做 这老娘们杀人无数 就算知道人是他杀的 我们又能把他怎么样 我搜遍了尸骨衣服 最后没发现什么东西了 才要起身时 忽然发现 牙齿缝里似乎有东西 当下掏出石弓锥 把牙齿撬开 嘴里竟然有个U盘 林晚哥看到这个情况说 这人临死前把U盘含在嘴里 好像是为了保留一份证据 有待好人发现 上面有电脑 咱们打开看看 我们当即聊到地面上 林晚哥打开电脑 没想到 放置了几年的东西 正常启动了 林晚哥把U盘插在机箱上 点开一看 除了几张照片之外 没有任何文件 第一张照片是夜晚拍下的 似乎在一个大型土坑底部内 有个女人全身被绑 正有人往身上埋土 顿时我们就明白了 这是女鬼生前模样 她大爱的 是被他们活埋杀死的 由于女人面对闪光灯 面容十分清晰 其他人都非常的模糊 我们仨对望一眼 脸上都闪现出无比的愤怒 林晚哥接着点开下一张照片 这个大型土坑 已经变成了人工壶 胡心修建了凉亭 那个石桌赫然醒目 第三张照片 是三个人的合影 是站在胡心亭中拍摄的 我们一下就认出了其中两个 中间的是陈泉 右侧的是老毛 左侧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从来没见过 我估计 这是那具尸骨生前的遗诏了 就是死去的老板 林晚哥摇头道 真是难以相信 陈泉居然会参与度假村的生意 还有老毛 他们想养出妖鬼干什么 左辽冷横上 当然是跟楚敬良一样的野心了 林晚哥点开后面的照片 都是一些老毛开谈做法 以及进入地下仓库的情景 最后一张 是老毛站在胡心密室里 笑得特别阴险 只见他脚下地面上探出一颗劈头散发的脑袋 正是那女鬼 满脸的怨恨和无奈 似乎想要冲出来杀死老毛 却被牢牢压制住 在下面无法拖住 我们仨不禁一份填膺 都对老毛看走了眼 这人并不是个普通人 从他做法和布置整个风水局上来看 绝对是个法术高手 这已经是最后一张照片了 林晚哥不死心地 打开系统隐藏功能 果然隐藏着一个文档 上面画着一个地形图 注明是经理办公室下面的一间密室 走我们过去看看 陈全可能躲在那里 我当即就冲了出去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从照片上看 陈全肯定是这个度假村的股东 老毛应该是他请来养妖鬼的法师 所以他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 经理办公室下面有密室 他也是清楚的 这样就不难解释 他为啥能逃过安姐的毒手 当时他并没进虎心密室 而是在外面操作开棺 最后看到安姐脱捆杀人 他便不顾一切地逃出了地下仓库 可是他那掏空的身体 跑几步就喘得跟死狗似的 想逃也逃不远 肯定会想到 经理办公室下面的密室 我们进了经理办公室 按照文档上的描述 在办公桌下面 找到了机关按钮 这个密室入口和地下仓库一样 都是地面上开口 有台阶通往下面 处于仓库西墙隔壁 我们下去之后 发现只是一个很小的陡式 四壁贴满了黄服 陈全怀里抱着风魔品 蹲在地上 看到我们之后 没有丝毫惊讶 只是叹口气一说 哎 我知道你们会找到这里的 他妈的老毛害死我了 这老色鬼 话没说完 就遭到左辽一阵痛憋 要不是我和林晚哥拦着 左辽非把他活活打死不可 林晚哥像提小鸡似的 把他递了到门外 左辽欣喜地把风魔品收好 我去通知了众人 全都聚集在办公区外 老毛和苏婉的死尸也被抬出 用干净的床单蒙住了 大家得知这俩孙子狼狈为奸 陆家村的女鬼就出于他们之手 哥哥怒声大骂他们两个畜生 我叫大家安静下来 当着众人的面 让陈全把整件事说清楚 这小子还小声求我们 私下说 左辽一个大嘴巴扇过去 顿时让这小子顺嘴流血 搭了下脑袋 乖乖讲起这件事的始末 陈全之所以有钱 那是他父亲 一直追随着牛玉祥 到处挖掘坟墓 偷了大量名气 换来巨额财富 他老子死后 他由于不争气 啥本事没学到 牛玉祥就看不上他 只让他负责在徐州 收集鬼车后人的资料 期待有朝一日 重新建立另一个鬼车族 这小子本来没啥远待理想 反正这辈子钱又花不完 只花钱雇了几个杀手 和死人侦探 一直暗中调查 鬼车族后人的线索 看谁不顺眼 就让杀手帮他下手除掉 可是后来不断受到 楚氏兄弟的威胁 这个老毛就向他出主意了 可以自己养之妖鬼 到时候想铲除楚氏兄弟 便会守到秦来 并且还能摆脱牛玉祥的控制 牛玉祥每次来徐州 因为看不惯他 游手好闲的样子 出手便打 开口就骂 让他心里十分不愤 一听这个主意 马上同意了 他才不管会害死多少无辜 只要自己活得舒服 全世界人死了 都跟他无关 老毛为他推荐了一个富商 就是照片上的中年男子 叫郎辉 此人是鬼车族人 在徐州经营了几家酒店 颇位有钱 但郎辉的生意 也遭到楚氏兄弟的排挤 收入越来越少 这才会跟他这败家子 搞到一块的 要养妖鬼 只能在郊外深山里去养 小林山是最合适的地点 只是没啥来头 在山上修建几座房屋 会惹人猜疑 当时最顾忌的是楚氏兄弟 唯恐被他们看破 撒人一商量 郎辉提议 在小林山修建一座度假村 一来当作掩护 二来还可以赚钱 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老毛和陈全一听就同意了 他和郎辉负责提供资金 老毛负责养妖鬼 就这么一排即合 着手干了起来 修建度假村容易 找妖鬼人选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因为 想要养成一只妖鬼 并不是找到一处 有万鬼怨念的地方 镇压一只死鬼就能做到的 那种几率比中彩票还要小 最佳的方案是养女鬼 这个女人生前 一定要有法术修为 被杀之后 便会想着法子 使自己变成妖鬼 那样几率就大多了 老毛曾经是鬼车族内的一个小巫师 别看级别不高 但写法修为相当了得 懂得养妖鬼的流程 并且知道最终怎么收服他 对自己俯首听命 找来找去 目光落在 小林山附近村子里的 一个年轻女子身上 这女子叫曹云丽 因为从小体弱多病 送到道观里 失从一位道姑 修炼了很多年道术 由于道术修为颇有根基 对养言有很大帮助 容貌也是相当漂亮 老毛假意去试探一下 结果超出自己期望 令他十分欣喜 第二天 就去请着女子上山 帮忙看风水 将她骗到开挖的人工湖底 老毛用写法偷偷下手 把这女子迷晕 然后三个禽兽 轮番强暴了她 之后等到深夜 在湖底就地活埋 为的就是让这女子死后 心里产生极大怨念 再以人工湖和阵物镇压 逼着女鬼 把自己变成厉鬼 再形成厉鬼中的猛鬼 那就无限接近妖鬼的地步了 起初将女鬼镇压在湖底 倒也没发生什么异常 生意也是顺风顺水 这让撒秦兽十分高兴 可是老毛只是懂得 怎么养妖鬼 却从来没这方面的经验 以至于得意之下麻痹大意 女鬼突破禁止 反压制住了阵物 她居然没有发现 直到渡家村开始不断死人 传出闹鬼传闻 这才注意上 但那时为时已晚 可下了这么大代价 把曹云利都养成了一半妖鬼 怎么舍得放弃 于是冒险 去湖心密室下阵物 这次老毛多了个心眼 推说这种阵物 与自己和陈全八字不合 只有郎辉才能去做 没敢进入湖底 郎辉对着老孙子非常信任 没丝毫怀疑有任何部队 便让他们俩在外面操作机关 自己单枪匹马前往了 进了湖底密室 女鬼突然出现 吓得郎辉钻回玻璃室逃走 幸亏老毛的符咒 还起点作用 在回来路上 女鬼没得到下手机会 只是尾随着她 跑进仓库 老毛和陈全早就看到情况 不妙 流至大吉了 郎辉最后出了玻璃室 只跑了几步远 便被女鬼追上所杀 这也正好是个白天 老毛和陈全 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逃向山下 从此再没赶回来 度假村没人管理 再加上闹鬼 不过几天 便关门大吉 这也是歇业之后 所有东西没撤离的原因 闲置了很多年 一直保持着云样 可是这次鬼使神差的 又让他们回到这里 俩人心里挺害怕的 本来暗中商量 要窜击众人下山躲避 这念想到 我们身上有妖鬼残破 于是贼心又骑 想得到这东西回去养恋 就不再出声阻拦 想等我们被女鬼害死之后 拿东西走人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他们俩回到这个恐怖之地后 也是提心吊胆 老毛偷偷塞给 陈全两张避邪符 然后是这小子 在衣服内贴了符 晚上还是梦到 遭到女鬼的追杀 我们都是被请过去喝酒的 而只有他和老毛 是必杀之人 幸好我把女鬼打回湖地 不然昨天凌晨 他们俩必死无疑 昨天白天 俩人暗地嘀咕着 要逃走 可听说大雨冲断了公路 只好死了这份心 但两人又研究了半天 觉得曹云丽一直通过梦境来杀人 说明 这个人工湖还是起到了镇压作用 让他尸身被压 无法离开湖水 只是利用附近阴灵磁场 在度假村内作乱 想明白这点后 两人又不怕了 打算挑拨我们和女鬼互动 他们躲在度假村外 等着坐手余力 我们从玻璃室内 救出云心莲墓子后 老毛见玻璃墙上贴了符 最后悄悄溜回来 把符戒掉 然后匆忙逃走 他猜到我还会回来的 墙上没了符 想让我猝不及防之下 被女鬼杀死 可是没想到 我把妖鬼残破 送进密室镇压 让他在暗中 瞧得一清二楚 这俩孙子又暗中商量 等明天天亮之前 从湖心密室 把妖鬼残破拿走 有这东西保家护航 女鬼不敢把他们怎么样的 然后再从山顶冒险逃走 他们对这一带比较熟悉 直到翻过山头 有条小径通往山下 虽然道路湿滑 但为了拿到妖鬼残破 也是豁出去了 他们选择天亮之前动手 原因是半夜出门 怕是躲不过佐梁和林万哥的耳朵 如果天快亮时 也就不会怀疑 参全会有啥想法了 另外 赶着天亮之时逃出度假村 即便女鬼能够突破 人工湖的枕压追出来 天已大量 她只能乖乖回到自己 坟种里去 两人这个计划还真是不错 况且我昨晚喝多了 躺在沙发上 睡得跟死猪似的 这小子出门 我没听到 佐梁和林万哥听见了 还以为是我的 于是都没在意 他们俩在仓库碰头 进去一瞧 玻璃室内多了俩人 还是两个美女 没猜出咋回事 但不影响去拿娇鬼残破 老毛让陈全在外面操作开关 他这次壮胆前往密室 成功拿出风魔瓶 曹云丽也没现身 可是出来的时候 被苏婉挑逗的浴火分身 一看时间距离天亮还有一会儿 忍不住脱光衣服 跟佐疗滚起床单 这把陈全看得热血沸腾 从玻璃室里揪出安姐 交玉形苟且之事 结果这时天以蒙蒙亮 安姐挣脱绳子动手 眼看陈全命悬一线 女鬼出现了 她来的不是时候 刚好帮了陈全一个大忙 安姐知道这女鬼不宜对付 顾不上杀了她 迅速逃走 陈全为了保命 冲到玻璃室里 抱着风魔瓶跑了 她跑到台阶上时 回头看到曹云丽进了玻璃室 将老毛和苏婉扭动脖子 她差点没吓死 连滚带爬地跑出来 想逃往山上 又怕遇到安姐 最终决定 躲进经理办公室 下面的密室里 听她讲完后才明白 老毛和苏婉不是安姐杀的 其实这样才符合情理 安姐就算要杀 也只杀老毛 不可能杀了自己同伴 要知道 正在躲避牛玉祥的追杀 苏婉这个帮手 是极其重要的 众人又是一阵痛骂 陈泉跟双咋的茄子似的 搭了只脑袋小声求我 其实都是老毛出的主意 我就是负责出了点钱而已 你们这次如果放过我 我愿意把所有钱都捐给工会 左辽探头问 你有多少钱 这小子盲说 本来我家老爷子 给我留了三个亿 我已经花了一半了 这数目让我们不禁动容 都上九位数了 得到这笔钱 一辈子也花不完 可是我对钱没那么热衷 虽然不能说是金钱如粪土 但起码是不会要着不义之财 左辽又在他耳边小声嘀咕几句 我和林婉哥听不到 说的是什么 只见这小子也小声 跟左辽说了两句 两人相对点头 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 林婉哥喊着脸说 我们不稀罕你的筹钱 再说 工会也不需要多少资金 凭我们自己能力 足够工会运转了 你杀人作恶 早该接受法律制裁了 我救不了你 你下山投案自首吧 陈全呕了两声 看上去没之前那么紧张了 我一看情况不对 把左辽拉到一边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 这是我们两个人私下交易 你无权过问 左辽笑了笑 突然沉下脸 让人哭笑不得 我一般脸说 我不管你私下交易 但如果你想放他走 我是绝不同意 我有那么脑残吗 放他走 左辽说着朝一边走开了 我找了工会中 几个威望较高的老人商量 怎么处置存卷 其中就有懂得法术的老太太 她姓燕 都叫她燕婆 除了老毛之外 燕婆在众人之中威望最高 她跟我说 小丁啊 我是女人 有些话不知当奖不当奖 燕婆您说 有什么当奖不当奖的 咱们不是再商量吗 我忙笑着说道 燕婆点头 神色严肃地说 陈泉这个人呢 我也是早有耳闻 什么都做得出来 本来呢 他是应该叫个警察去判刑 可你别忘了 我们都是鬼车族人 他进去之后 如果把这事找出来 警局会不会按照邪教 来法办我们呢 老太太想得很周到 其实我也想到了这点 陈泉这疯狗 明知自己没有活命的机会之下 肯定会疯咬的 且不说这百多好人会遭殃 我和左辽林婉哥 曾大闹杵士大厦 左辽手上是有命案的 我们全都脱不了干信 这些存钱都知道 还真不能把他交给警方 林婉哥紧锁双眉 不再往下听了 探口气走到一边 显然在他心里 并不赞同死子处置陈泉 可除此之外 没别的办法 他只有选择 不参与商量这件事了 我看着几位老人说道 两具尸体埋在树林里 把陈泉关进玻璃室 送到湖心密室 我们不算亲手杀了他 也算人之一尽了 他是不是能从湖底逃出来 就看他自己造化了 艳婆一笑 孩子 你心眼真好啊 不过 你说话要注意啊 不是我们把他关进去的 是他自己去了湖心密室 找东西 结果困在里边 这跟我们无关 你们几个老东西 是不是这样 说着 左右看着几个老人 他们各自都绷住笑容 不住地点头成事 说都见到他偷偷溜进去了 从此没见到出来过 到底为了啥事 谁也不清楚 姜还是老的辣啊 我比起他们 还是嫩了点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艳婆得到众人拥戴 顺理成章当上副会长 他悄悄找了几个精壮小伙子 过去把岑泉打晕在地 拖进了地下仓库 左辽和林婉哥冷眼旁观 俩秘书长谁都没出声 我和几个老人一起走下台阶 亲眼看着岑泉被丢进玻璃室 然后启动开关 缓缓送入湖心 这时曹云丽这鬼娘们又出现了 除了艳婆之外 全都吓得跑出地面 我一脸正气地盯着他大声说道 你的仇人我给你送过去了 至于你要清顿还是红烧 要看你自己的口味来决定了 希望你杀死最后一个仇人之后 化解怨念 下地府投胎 这样吧 今晚我们见个面 就在湖心岛凉亭喝几杯 怎么样 曹云丽在黑水之中冷冷盯着我班上 最后点下头消失踪影 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会去地府投胎 但这会儿肯定急着去报仇了 我看着玻璃室中昏迷不醒的岑泉 心说你死有余辜 但我们没有在你清醒状态下去送死 也算是帮了你吧 希望你下辈子好好做人吧 我和燕婆眼瞅着玻璃室消失不见 把发电机滚闭了 没有电离 玻璃室是再不可能退出来 我又将墙壁盒上把钥匙收好 就让这一切永远地封闭在墙的那一面吧 我们出来后 已经有人把两具尸体抬到树林掩埋 我又跟他们几个老人聚在一块商议 早上雨刚停 山倒湿滑 并且要翻过山头走出去 十分危险 今晚再注意 明天上午看情况决定是否动身 这几个老人都同意我的建议 于是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今天天气放晴 众人都在度假村里活动 一时看上去很热闹 有不少人去搞了野菜 三五成群 在各处花音下喝酒聊天 我找了几个人 把木栅栏拆掉一部分 扎成木筏 载着我和左辽林婉哥来到湖心岛上 晚上要来这跟女鬼谈判 必须自己有水上交通工具 不然乘她的鬼船 就得看她的脸色了 一不高兴 把我翻下湖底 搞不好也被关进玻璃室内 那就有点糟糕了 我们也带了酒菜 坐在凉亭下边喝饼料 只是林婉哥看上去闷闷不乐 我们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虽说陈全是个畜生 但终究从小一块长大 还追求了她那么多年 怎么都会有点感情的 我见林婉哥湖面上发呆 于是便小声问左辽 你到底跟那混蛋 私下有什么交易 这是秘密 你就别问了 左辽嘴非常严 我看 就算问破天 他也不会说 可是我纳闷 他越不说 我越好奇 转着眼珠说 阿福曾经告诉我一个秘密 有可能帮你 找到父母的遗骸 他马上眼睛发出亮光 什么秘密 说来听听 我俩眼望着梁亭顶部 叹口气说 唉 这是秘密 你就别问了 左辽差点没气晕了 瞪着我半天 好吧 交换秘密 不过你先说 我起身背起双手 面对黑湖水说道 我忽然不想知道 你的秘密了 左辽咬牙切 指的说 小坏蛋 好吧 我先说 我马上笑着坐回来 催他 那你快说 左辽很生气的看着我 这个私下交易就是 他告诉我银行账户密码 我就不杀他 我一瞪眼 你 你这是骗他呢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 很卑鄙啊 做人得厚道 要我的话 就不会做出这种事 左辽忽然不生气了 歪头瞧着我 大哥 我怎么做人不厚道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他 我只说我不杀他 又没说你们 你没见 送他进仓库的时候 我动过手吗 我都没参与 哪来的卑鄙啊 我被反驳得哑口无言 补出的苦笑 林婉哥冷冰冰地插嘴 陈倩不像你想得那么笨 告诉你的账户和密码 一定是假的 啊 出生之后 我得马上查一查 左辽跳起来叫道 随后我跟他们俩说了 鬼车族的老巢所在地 左辽父母尸骨 应该就在此处埋葬 这事我之前没说过 左辽一听眼圈就红了 说过几天 一定就要去找二老的坟墓 我们从中午 一直在胡心亭闲聊的天黑 我让他们俩先回去 自己等草云立这鬼娘们出现 他们俩当然不肯走 我于是说道 跟女鬼谈判 人不能太多 以防让她心理产生变化 不听劝说 那就功亏一篑了 目前要搞定这鬼娘们 只有化解她心中怨念 这一条路可走 说将了动手 我们占不了便宜的 虽然我们能够利用 妖鬼残破 再过一个平安之夜 但明天我们走了之后 她依旧还会在这里 继续害人 既然被我们碰到了 那就必须把她解决掉 不然以后走到哪儿 都不会心安的 她俩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听我说的有理 便不再坚持 沉默乏回去了 今晚天气也不错 夜空上挂着一弯明月 清冷的月光 扑洒在湖面上 泛起凌凌波光 我起身背负双手 望着湖面月光 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林雨昕 心里顿时一阵酸楚 这段时间 一直忙着应付各种状况 把她放在心底 都没想起过 可一有空闲 她还是会自己 从心底跳出来 不知她带着父母 离开心灵后 去了什么地方 现在过得怎么样 是否也在想我 心里正想着林雨昕 忽然感到身后 一阵冷气涌来 我知道鬼娘们来了 急忙受数心神 转身把风魔瓶 放在石桌上 曹云丽就站在石桌对面 看到风魔瓶后 阴森可怖的鬼脸上 闪出了一丝惊举 但随即看到 上面贴着风印符 放松了表情 在石桌上坐下 只见她手一挥 水桌上多了几盘 韭菜和一个酒壶 这几盘菜有鸡有余 热气腾腾的 散发出香味 这比野菜可香多了 我忍着口水 坐下说 我现在减肥呢 我只吃野菜 而且我喝惯了 仓库里的酒 咱们各吃各的吧 怎么 怕我在韭菜里下毒吗 曹云丽一脸的不爽 我笑着摇头 不是怕有毒 我们人鬼殊途 韭菜是不能共用的 你这酒是阴酒 我怎么可能喝得服 曹云丽脸上煞气更浓 你既然没诚意 那就没必要谈了 我心说这鬼娘们力气太重了 就算喝了她的酒 也不会轻易被说服的 但又不能把话说清楚 我心里这个苦笑啊 难道我真要喝杯阴酒尝尝 正在这时 眼角忽然瞥见 一条黑影在东北方闪过 我忙转过头 依稀看到一条黑影 迅速引没 不见了 不好 这黑影看上去不像是安洁 这种鬼魅般的神法 有可能是牛玉祥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心里大吃一惊 这老孙子真是神通广大 最后还是找到了这里 又来的特别不是时候 正在我跟曹云丽谈判着当口上 这还在其次 如果他发现这只猛鬼不宜对付 说不定先去四处杀人 那便糟了 为了防止他去找大家下手 我站起身 拿起风魔品 大声说道 这是妖鬼残破 要不要打开风衣服 让他跑出来 曹云丽脸色大变 以为我在恐吓他 当起了一座往后飘退 只听他冷声说道 你根本没有诚意 本来你帮我报了大仇 我决定跟你和解的 看来没这必要了 今晚过了紫时 你们等死吧 等等 我急忙阻拦 刚才的话 我不是和你讲的 我们敌人来了 他要抢我手里的妖鬼残破 今晚跟你和解 我是诚心诚意的 绝没办点其他念头 曹云丽还是不肯相信 一张鬼脸 凝聚了无限杀气 只听他说道 既然有诚意 你就不该带妖鬼过来 说明 你还是想杀死我 我心里不有苦笑啊 不带这玩意 我敢在胡心亭 跟你喝酒聊天吗 才要解释 这鬼娘们闪身消失 我转头看向四周 空荡荡的 他可能会湖底 养精蓄锐去了 我叹口气坐下来 突然发现 石桌上的韭菜 全是蛆虫 在盘子上 白滑滑的不住蠕动 让人感到一阵恶心 幸好刚才没吃 否则以后吃饭 哪还有胃口啊 刚才我的叫声很大 在寂静的夜色里 我们房间靠近湖边 佐疗和林晚哥 一定能够听到 我唯恐他们会出来 查看情况 碰巧跟刘一祥 撞在一起 于是又忙起身 冲着办公区大声说道 佐疗和林晚哥 你们俩千万别出来 我看到刘一祥来了 这叫声应该起上作用 梁酒不停身后 有声音传出 估计 俩妞儿会很机灵地 隐服在窗前不动的 我走到水边四下瞧望 再看不到那条黑影出现 当下又大声说道 刘一祥 我知道你来了 有胆子来湖心岛喝酒吧 我给你准备好了韭菜 其实我想离开这里 可木筏停靠在湖边 除非下水游回去 可是那样有点危险 刘一祥如果躲在岸边偷袭 那我绝对躲不开的 过了半天 依旧不见四周 有任何动静 我心里开始着急了 他明知道妖鬼残破在这里 为什么不过来拿 难道要杀死所有人 最后才来到湖心岛 想到这儿 我更沉不住气了 把风魔瓶往暴力一桩 活出去了 游泳回去 刚要下水 忽然眼前水花一阵翻滚 一条黑影从中窜出来 他大哑他 曹云丽怎么在这关键时候 又出来了 不是说好 过了子时再动手的吗 我来了 曹云丽搜的窜到凉亭下 站在我对面 居然嘴里发出的 是牛玉祥的声音 我顿时毛发直述 这老孙子果然牛逼 居然控制了鬼娘们 用通灵的法子 通过他的嘴巴跟我对话 他大哑的 他们俩一个我都搞不定 现在还整个二合一 怎么玩 我心里苦笑着坐在石凳上 瞅着女鬼说 我想到过很多种 你现身的方式 却还是想不到 你会以这种熊样 出现在我面前 真是大跌眼镜啊 这话说得老孙子一愣 只听他问 什么熊样 看来他对我这种比喻 挺好奇的 我冷笑道 你好歹也是一代大巫师 竟然缩在一边 不敢以真面目见人 搞个女鬼来吓唬 你知不知道这叫什么 好好的男人不当 弄个女鬼伪装自己 那不是叫装逼吗 老孙子这话肯定不爱听了 立马勃然大怒 你少乘口舌之力 马上把妖鬼残破交出来 否则 我让你生不如死 我看着死鬼愤怒的绿眼珠 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把风魔瓶往石桌上一放手 我发现你现在挺脑残的 妖鬼残破就在这 有什么叫不叫的 想要就拿走啊 女鬼的眼珠咕噜噜转了转 有点作难了 先不说妖鬼残破 就风魔瓶来说 死鬼也是不敢随便触碰的 别看曹云丽凶猛异常 这玩意儿 他也不敢说拿走就拿走 老孙子哼了声 你把东西拿过来 我让你痛快上路 不然后果是什么 你心里很清楚 我心说他轻功再好 也飞不到湖心岛上 撑木阀过来 又怕我暗中捣鬼 在水上翻船 他已经在我手上栽过一次了 如果这次在阴沟里翻船的话 那么以后还怎么抬起头来 况且湖水又黑又臭 真要掉进去 他这种人把自己的身份 看得比命都重要 那真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木阀在岸边 我回不去 要拿你自己来吧 我双手在胸前一副 装得挺牛逼 其实心里十分紧张 想到恐怕这下 鬼娘们就会上来动手了 果然只听牛一响冷声道 我有办法让你过来 话音未落 鬼娘们眼珠一瞪 突然朝我扑过来 这次东西速度相当快 带着一股极其阴冷的煞气 在这瞬间 差点没把我冻僵了 幸好我心里早做好了准备 在他瞪眼之际 我就顺着十凳往下脱落 在他扑过来时 我人已经在桌子底下了 咔嚓一声响 十凳被这鬼娘们 给砸裂成两半 吓得我偷偷舌头 拿出验血站在指尖上 迅速打开风魔瓶 把手指挡住瓶口 只让煞气散出去 鬼娘们打裂十凳后 弯腰往桌子下面来捉我 结果 闻到妖鬼气息后 吓得掉头逃走了 我靠在桌面下的石柱上 不住喘气 心想 要不要再用鲜血 描绘皱纹 把鬼娘们打回蝴蝶 这会儿倒有足够的时间 可转念一想 鬼娘们被打回老巢后 那牛玉祥 就会跟我直接对话了 到时候半点 回转余地都没有 还不如中间夹着这只死鬼 相互牵扯 说不定 还能找到反击的机会 念及此处 又把平仨塞好 在石桌下钻出来 只见鬼娘们 远远漂浮在湖面上 于是笑道 我已经把妖鬼残破放走了 你动作够快的话 应该追得上 你说谎 妖鬼残破一出 这里气温便会急剧下降 此刻天气闷热已久 她还在风暮平之中 别以为你这点小手段 能把女鬼吓退 我给她增加点胆气 别说妖鬼 就算阎罗王来了 她也毫不惧怕 想骗住这老孙子 的确太不容易了 我心里苦笑一下 心说 她所谓的为女鬼增加胆气 可能是要用写法 刺激猛鬼 爆发出更大凶行 不顾妖鬼气息 务必要把我拿下 这咋办呢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正搜长瓜度地想办法 鬼娘们眼珠中 绿光暴声 不等她动身 我直接又钻回桌子底下了 现在想不到主意 那还是暂时 把她打回湖底再说吧 当下咬破手指 沿着石柱雕刻文字 刚描了一个字 咔嚓一声 在头顶响起 石桌桌面 被鬼娘们打飞了 扑通落在湖里 溅起了一大片黑水花 没机会瞄完皱纹了 我急忙往左倒地滚出去 刚滚出一米多远 地面上又咚的一声大响 鬼娘们用爪子在地面上 硬生生砸出一个坑来 急得水泥和石头到处乱飞 扑溅到我头脸上 疼得我不住咧嘴 目前这情况 不能再冒险打开风魔瓶了 万一失手 要鬼残破跑出去 那又会给附近百姓 酿成一场雪光之灾 我把风魔瓶塞进包里 同时手指又沾了咽雪出来 恰好此时 鬼娘们风风火火地冲到跟前 我一个要子翻身 从地上旋起来 她大爱的 这功夫是电视上看的 自己从来没练过 这下没弄好 右脸朝下拍在了地上 鬼娘们从后边 一把掐住我的后颈 像滴露小鸡一样提起来 这倒是给了我机会 轮起手指点向她额头 这会儿鬼娘们被写法挤得 完全失去了理智 都不惧怕妖鬼了 也不害怕咽雪 不过 还是摇晃下脑袋 让我这只点空 手指虽然没点到 但顺手往下一滑了 咽雪抹到鬼娘们脸颊上 顿时 吃得冒出了一股黑烟 让她鬼脸上皮开肉绽 黑血噼里啪啦低躺下来 鬼娘们痛得全身一颤 手上便松开我的后颈 咕咚一声 我又是脸朝下 跟地面亲密地接了个吻 但这会儿顾不上疼了 迅速朝旁边滚开 同时从包里摸出一张符 在月光下 一袭看清了 是风禄着忧 于是心里快速摸念咒语 神风静默 闪月藏忧 守住魔精 腰斜束手 积极如律力 怎么说这也是高级服务 猛鬼再牛逼她也害怕 等符火燃着之际 鬼娘们眼露俱矣 捂着黑血一流的脸颊 往后退了两步 我将符火甩手扔出去 这鬼娘们哪敢硬拼 飘身飞回了湖面之上 这下得到喘息的机会 抓出一把黄服 在面前一字排开 这里面有高级的 也有普通的 但不管是啥级别的 只要形成气韵连环 那就会让鬼娘们尝到苦头 我刚念咒完毕 鬼娘们火速飞回 她可能又受到牛逸下的催逼 不顾服气打尽 就算魂飞魄散 也要跟我贫死搏杀 呼呼几声 几张符同是燃着 立刻形成一条浮龙 迎着鬼娘们笔直飞过去 这其中有 六顶开山 风路照幽 阴魂暴宗 这三种高级浮龙 加上我的福气修为 日益精进 此刻的气韵连环 已不可同日而遇 鬼娘们哪敢直迎气风 这一下倒是没退 闪身往旁边躲 可她还没见过这种 屈服的手法的威力 如果刚才直接飞退回去 察觉摆脱不了 浮龙的追击 顿入水下 这浮龙也就毫无脾气了 但她没这么做 此时想退也没了机会 浮龙立马布成了一个圈子 把她团团围住 浮火在半空中 极快地飞转着 令鬼娘们脸色大变 牛逸祥也没想到 我有这种牛逼的手段 冷哼一声 看样子要放弃鬼娘们了 只是这会儿 她想离开 也没那么容易 她跟鬼娘们通灵 两者之间建立了一条通路渠道 从此把自己神石 延伸到鬼娘们身上了 而此刻通路渠道 被浮龙打断 她的神石也就无路可退 继续困在鬼娘们体中 神石是什么 那就是神有体外的一种原神 其实说白了 是三魂七魄中的主魂 她刚才躲避不出 是因为以神石操控女鬼时 等于一具 没有意识的行尸走肉 如果被人发现 随便来上一刀 就能要了她的狗命 她似乎做了下尝试 没能从浮龙圈中脱困而出 于是怒了 你个狗娘样的 快把福火熄灭了 不然 我今晚要你们统统死在这里 我先是一愣 随即想明白这个道理 哈哈笑道 哈哈 你个孙子 你现在被我困住 还敢威胁我呢 脑子进水了 左辽 林晚哥 你们快到湖对面找牛玉祥去 他神石被我困住了 最后一句 是冲着屋子大声喊的 直听屋门吱压一声打开 从里面窜出两条黑影 一袭就是左辽和林晚哥 两人一阵风般的 绕着湖堤奔向对面 妈的个八字的 你快放老子回去 妖鬼残破 我不要了 老孙子见到这俩妞的身法 竟然害怕了 我其实也没想到 会把他神石困住 这也算是误打误撞 要不是他逼着鬼娘们 发疯般的进攻 也不会被扶龙所困 气运连环虽然厉害 但曹云立这样的猛鬼 是不可能乖乖束手就擒的 稍有理智 都会先退避一下 然后再发动一阵猛攻 不给我任何使出 气运连环的机会 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们 可是老孙子 由于害怕自己身体被发现 急于求成 才造成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局面 这次失守 估计很大一部分 来源于轻敌 自以为是大巫师 又跟一只猛鬼联手 我这种小角色 还不守到勤来 历史的教训 阴沟翻船的太多了 不差他一个 扶龙在我直觉催动下 不住燃烧旋转着 曹云立饶势凶猛无比 也不敢稍有动弹 如果我的白鹤爵一动 扶龙向内收缩 他立刻就是魂飞魄散的下场 但老孙子还是没放弃 不住怒骂着 逼着鬼娘们往外硬冲 可这会儿 他的神识退路被掐断 少了身体内邪功的支撑 鬼娘们也不怕了 紧咬牙关就是不动 气得老孙子肺都要砸了 不过 也不能过于得意 俯火支持不了多久 即便我做出最后一击 把鬼娘们魂魄打散 但老孙子神识不会毁灭 会在俯火熄灭一瞬间 回到自己身上 我见左梁和林婉哥 还在胡对面乱跑一气 显然没找到老孙子的身体在哪 心里不由十分焦急 正转头看着那边 没留意 俯火开始相继熄灭 我回头发现这情况 心里短时一沉 他大爱他 奇差一招啊 好了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就在俯火全息这一刻 只听左梁在斜对面 大声欢呼找到了 我忙叫声快跑 只顾看他们俩 都没留意 鬼娘们杀手后消失的 如果这会儿 他趁机给我一下 保证让我死得透透的 不知怎么 这鬼娘们居然转性了 没对我下手 我觉得 八成被扶龙吓破了胆子 老孙子又急着 恢复自己身体意识 在没他的控制下 鬼娘们没敢出手 直接吓跑了 我这叫声刚落 就听左梁和林婉哥 同时惊呼一声 我先说完了 但愿老孙子是个好色之徒 暂时不娶这俩姑娘性命 正在想好事的时候 忽然又听到 刘一祥怒吼一声 跟着扑通一声 有人落水 左梁在对面岸上大声呼叫 快拦住他 他邪功被我破了 我这一愣才回过神 难不成 咽血喷面 真是老孙子的致命弱点 被左梁当面喷了一口 刚要跳下水渠锥 只见水面上忽然暗响 鬼娘们提着一条黑影窜出来 迅速飘飞到湖心岛上 将手里这人 种种扔到地上 我不知道鬼娘们是啥意思 往后退了一步 又从包里摸出两张符 这都是普通符了 对付鬼娘们 基本上没啥大的作用 趴在地上 这个浑身湿漉漉的人 正是老孙子牛玉香 他呼呼喘着粗气 四肢不住地颤抖 看样子是真的被破了邪功 整个人看上去很虚弱 连个普通人都不入 我本想讥讽他几句的 但看到鬼娘们正盯着我 画到嘴边 又咽了下去 你帮我带着个仇人过来 刚才有机会的情况下 没有杀我 算我欠了你两个人情 抓住这人 算是还你一个 以后如有帮忙之处 尽管来找我 鬼娘们说着 冲我森然一笑 忽然消失不见了 我不又愣住了 这凶性转得也太快了吧 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转念一想 便明白就理了 刚才被扶龙围困后 将他身上力气洗掉不少 加上在生死之间纠结一会儿 终于翻人醒悟了 其实能够让他想得开 主要还是得报大仇 心里的怨念化解了一部分 不然刚才就算被扶龙多洗几次 依旧是不可能让他改变的 我当下望着湖面笑道 谢谢了 我心说 刚才不是不想杀你 是怕杀了你 老孙子回去太快 我们就没机会了 回头看到老孙子正抬头望着我 那又急又恨的眼神 着实欠别 我一脚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 大巫师 你不是要妖鬼残破吗 嗯 就在这儿呢 起来拿 我从包里拿出风魔瓶 在半空中晃了晃 这老孙子自知多说无意 只能自取其辱 于是眼睛一闭 那意思是想怎么处置随你便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多说废话的 这时左辽和令婉哥乘坐木筏游过来 燕婆竟然也来了 大家刚才听到我的叫声 偷偷出来观看 最后得知牛玉祥被搞定了 这才敢跑到湖边围观 他们仨上岸后 左辽抬脚在牛玉祥脸上踢了几下 踢了这老孙子半边脸顿时高高肿起 嘴角不住地往外淌血 燕婆拦住她说 不管她怎么作恶 但终究是做过鬼扯族的大巫师 咱们还是给她留点面子吧 小丁 你打算怎么处置她 我心知这老人精肯定早有了主意 先问我 那是顾及我这会长的面子 我于是笑道 燕婆你说吧 我正拿不定主意呢 燕婆脸色凝重地说 这个人是不能留的 依我说 还是让她自己去湖底吧 至少有个人跟她做伴 老太太一下说到我心里去了 不过 想起让她自己去这话 我心里感到可笑 这老太太真是做事圆滑 滴水不漏 比老毛还要老了 我们正要将牛玉祥抬上木筏时 鬼娘们又从水里现身 只见她漂浮在水面上 一脸沉静地说 我已经把湖底轨道破坏了 送不进去了 这样吧 我再帮你一个忙 把她带入湖心密室 算是还了你第二个人情 咱们从此两不相亲 可好 这当然好 女鬼帮我们除掉这孙子 正是求之不得 至于人情嘛 本来就没打算让她还 我陈下廉严肃地跟她说 那就谢谢你了 只是我有个提议 你看是否考虑考虑 曹韵丽十分聪明 马上就明白我想说什么了 诡异一笑 你是劝我进地府投胎吧 我会考虑的 不过放心 从此我不会再害人了 大仇得报 这父亲野鬼都离去了 我自己在这待着 也没什么意思 过几日 我就进地府看看 其实 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凶恶 我所杀之人都是该死的 不然左辽和林文哥 掉在树林里 便不是火人 而是死尸了 她盯着我说完 然后又是微微一笑 这次的笑容 我没发觉半点阴森 非常的美丽 她提起地上的牛逸祥 一头扎入河水中 我好像听到 她入水那一刻 轻声说了声谢谢 跟着 老孙子大喊救命 把她声音遮掩住了 随着水面上不住冒泡 老孙子再也看不到半点人影 我们各自松了口气 能化解这女鬼心中怨念 那真是一件大大的功德 要说曹云丽真没说谎 他害其他人是不是该死 我们不知道 但并没对我们下毒烧 最严重的 就是佐疗和林文哥 被吊在树林里 以及元辛莲母子 被捆玻璃室 而元辛莲母子 似乎是失足落水 曹云丽把他们送进玻璃室内 那里有氧气可呼吸 我看倒是出于好心了 至于他为啥不把人放出来 我猜他知道 我一定能找到那里 所以就考验我的本事了 不过 也不能完全把他想得太好 一只怨念神机的猛鬼 总之不能按照常理去推测 不管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但最后的结局 还是挺完美的 林晚哥望着 逐渐平静的湖水说 除掉了牛玉祥 咱们可以回徐州过安稳日子了 左辽咬头 我们不再回徐州了 他要跟我去其他地方 林晚哥诧异地回头 周梅道 怎么没听你说过 我左右瞅瞅这俩妞 并且还有艳婆在场 也不知道该咋说了 左辽哼了声说道 他因为欠我钱 跟我达成协议 以后给我打工还债 林晚哥睁大一双美眸说 他欠你多少钱 难道还有我欠的多 他俩为了争我 看样子要翻脸了 这让哥们当着艳婆的面 很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左辽含着脸说 他欠我一万现金 还有一盒融金粉 你无非就提供了住处 不就一点房租吗 林晚哥摇头 他打坏了我元代青花词 你知道那件古董值多少钱吗 那可是我父亲留下的遗物 我母亲重病我都没舍得出手 这件古董就是打一辈子工 都偿还不清的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一看事情不妙 忙搀扶住艳婆吓道 艳婆 这里夜风挺凉的 我先送你回去 等会再回来接他们 回来 这俩妞不约而同喝叫一声 我差点没哭了 这咋办呢 遇到牛玉祥我都没这么犯愁过 你们俩这不是要逼我跳糊吗 艳婆笑盈盈地停下脚步 回过头说 小丁是个好孩子 你们也不能过于欺负他 欠债还钱 没必要非去帮你们打工 依我说呀 让他自己做选择吧 他想帮谁 那就跟谁走 然后挣了钱 再还你们另外一杯呗 我晕 艳婆 你这不是往火坑里推我吗 这样的事 你让我做选择 还不如直接杀了我算了 我一无礼 心说还是你们俩决一胜负吧 谁赢了谁带我走 不对呀 怎么感觉我像个姑娘 被俩男人争来争去的 他大爱的 我要是个姑娘就好了 左辽一别脸说 不行 他都答应我的 必须跟我走 林婉哥倒是没那么不讲理 双手在胸前一副挡 我听艳婆的 让他自己做选择 艳婆推了我一下 小伙子 人这一辈子 有时候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我那时候 也有过这种遭遇 那刘家和张家都看上我了 让我当时是非常为难 左辽打到他的话头 有点气急地说 艳婆 你想哪儿去了 我又不是看上他了 只是有些事情要做 必须要他帮忙 帮我打完工 我就放他随便去什么地方 他说的是实话 他想让我帮他去找鬼蛇族老巢 祭拜父母英灵 林婉哥也苦笑地说 艳婆 我们三个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 他救过我 所以我想帮他过上安稳日子 至于打工 我是开玩笑的 那钱古董值多少钱 也比不过他的救命之恩 艳婆左瞧右看 好半天才尴尬笑道 是我老糊涂了 刚才说那些话 你们别往心里去 咱们还是回去吧 免得让大家担心 你们回到屋里再商量 四人乘木发回到湖边 上岸时老太太见两妞先走了 小声跟我说 小丁啊 他们两个虽然嘴上说不是喜欢你 但说的都是谎话 脚踏两只船不是回事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 认真做出选择 别伤害了他们 我唯唯诺诺地不住点头答应 先说你老人家不能少说两句嘛 我心里够烦了 我又不是傻瓜 怎么可能看不出他们的心事 可我心里只有林雨昕 就算这辈子不可能见面 我心里还是容不下别人 脚踩两只船就无从弹起了 回到屋里 只见左聊在卧室关着房门 林晚哥坐在外面沙发上 好像气都没响 我挠到头 心想 这事我可不能再往后退了 否则误会会越来越大 我于是坐在沙发上 打开瓶白酒喝了两口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我必须跟左聊走一趟 这不但是找到父母的遗憾 也是为了攻破一百多好人的命运 还有 我想去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找到鬼父亲第三卷 化解我和林雨昕之间的厄运 这辈子见不着她 我是不会快乐的 意思我说得很清楚了 这辈子我只喜欢她一个人 请其他人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林晚哥叹息一声 也为自己倒了杯酒 跟我微微一笑说 我真的很欣赏你这种用情专一 也羡慕林雨昕 需要我陪你们一块去吗 深深探险我是很有经验的 我见她没啥心结 也就放心了 笑了笑说 你要是懂法术 我肯定请你一块去 你也看到了 刘雨昕这样一个巫师 就差点杀了我们一百多人 那鬼车族老巢里 肯定高手更多 我和左聊各自为了自己的事情 不想让你这个局外人 再去冒险了 林晚哥很通情理 我们先到度假村外 看了看 山道晒了一天 没那么湿滑 可以行走了 吃过早饭 我把大家召集到一片空地上 跟他们说 刘雨昕已经被铲除 大家都回家安心过日子 我因为要去办点事 会离开一段时间 有什么困难 去找艳婆和林晚哥 他们会帮忙解决的 昨晚我又干掉刘雨昕 又说服曹云丽这只猛鬼 众人对我是彻底信服了 一个个向我不住道谢 尤其是云心连两口子 说着都哭了起来 能得到这么多人的信赖和支持 说实话 我心里也是挺感动的 见大家也没啥问题 于是安排蒸了几大锅米饭袋上 我们翻山出去 山路还没干透 足足走了一天 傍晚时分 才到了对面山脚下 分别在即 林晚哥过来跟我们俩告别 左辽一撇头 往前先走了 看来他俩之间 已经产生了隔阂 我也只有苦笑的份 林晚哥在风中 略了下病角散乱的发丝 脸上是特别甜美的笑容 这种无限峰值 差点让我看待 只听他说 我朋友不多 遇到你算是我的一种福气吧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不要独自一个人去长寿 来徐州找我这个朋友聊聊 心情会好些 别的不多说了 左聊都走远了 一路小心 他这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感觉这辈子 能碰上这样的红颜之急 那简直是走了狗屎运 我点点头 你一个人在徐州也小心点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走了 说着 跟大家伙挥挥手 大踏步地追上左辽 阿福被我偷偷留在徐州 暂时保护林晚哥 我唯恐安姐会去找他麻烦 有着死鬼暗中盯防 总胜过林晚哥孤军奋战要好 这也许是启人忧天 安姐目标根本不在他身上 但该考虑的必须要考虑周到 等安稳一段时间 再让这小子去找我 追上左辽后 发现他心情特别好 指着前面一处小镇说 咱们到前面投诉 换了这身服务员服装 明天早上正式出发 到了镇上 左辽先买了两身衣服 找到一家小旅馆登记入住 我刚洗完澡正在穿衣服 这妞在外边敲门 只听她急着说道 你快出来 有急事 我匆忙穿上衣服 打开门只见她一脸急色 我左右瞧瞧 心说莫非被警局的人盯上了 这妞拉住我往外就跑 我问怎么了 她嘘了一声 我只好闭嘴不问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还以为被人盯烧 所以啥都不敢问 跟着她在街上乱跑一气 这妞左瞧右看 最后皱眉说 怎么连个网吧都找不到 这才明白过来 她是要查存钱给的银行账户 我差点没气笑了 女人为什么都这么爱财呢 这小镇规模不大 所以网吧也坐落得比较偏僻 我们一番打听之下 才在一条巷子里 看到了网吧的招牌 左聊上网急着打开银行页面 输入账号和密码 结果还真是假的 提示账户和密码错误 左聊气得双全紧握 咬牙切齿地说 早知道这样 我就亲自送这缝狗进去了 哎我真搞不懂了 你住关山野的人 怎么这么喜欢钱呢 我苦笑着问 左聊苦着脸说 大哥呀 我就是因为是山野之人 才没多少钱 加上借给你的一万块 我总共只有不到两万块钱 咱们还要去九丰老巢 开销一定很大的 我是想从三圈手里搞点钱 暂时应付这个难题 看样子 我就是个没钱的命啊 好吧 咱们以后多走路 少坐车 晚上住山坡 原来为这事发愁啊 我笑道 这好办呢 咱们明天去西岭 找小胖借点钱 说起回西岭 我心里就莫名地 涌起了一股伤感 哎 林雨昕不在这个城市了 我回去之后 老姐也不会见我 世上最亲的两个人 居然不能相见 老天爷这是恨我 到了什么地步 早上起来 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打车回到徐州 再乘火车去了西岭 在路上我问左辽 那几天在徐州神神秘秘的 到底干啥了 左辽笑了笑说 好吧 不拿你当外人了 就告诉你吧 原来他不做生意 根本就没啥钱 借我一万块 口袋基本上就空了 于是便到火葬场找工作 他对死尸化妆比较拿手 所以 暂时做了几天入炼师 挣了点钱 我一听 心里特别不识滋味 有个女人为了我 去做入炼师 这心里 跟滚开的废水锅似的 久久难以平静 我脸色凝重地看着他说 以后遇到钱的问题 别不省不想 自己去想办法 我总之是个男人 这种事应该是我做的 左辽顿时笑颜如花 点头道 嗯 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说到这儿 他似乎觉得特别不合适 马上闭嘴 脸上微微红了 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咱俩又不是一家子 你这是乱说的 左辽古塞道 什么乱说 你不是要当我哥吗 我是你妹妹 兄妹不是一家人吗 当哥的就该负责赚钱养家 做妹妹的就负责貌美如花 他把话圆回来 但还是觉得不太得当 往靠杯上一仰头 我困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说着闭上了眼睛 我差点没晕倒 这才是上午 你困什么困呢 还有事明天说 你以为是晚上 不过 看得出这牛说漏嘴了 最后男员气说 生自己气了 之后一路无话 下午两点多到了西岭 我站在车站广场上 看着四周熟悉的景色 心里也是唏嘘不已 由于心事重重 没留意 有个人悄无声息地 接近跟前 忽然被左辽一把 钻住那人手腕 痛得这家伙 哎呦呦痛叫起来 像你这种小偷 敢在我们身上下手 下了狗眼 左辽一脸杀气地 把这人手腕翻转到背后 立马引来一群人围观 我转头打量这家伙 大概二十多岁 戴着一个眼镜 看上去挺斯文的 却没想到是个小偷 残要说把他送到警察值班室 只听着小眼镜哭着哀求 大哥大姐 我实在走投无路了 在火车上被人偷了钱包 急着回家探望病危的母亲 所以我才处此下策的 请你们二维看在我病危 母亲的面子上 放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听着人语气挺诚恳 我于是动了侧影之心 左辽似乎也不想找麻烦 一把把他甩到一边 骂道 滚吧 谢谢 谢谢 小眼镜连泻两声 挤出人群一溜眼跑了 我们也怕警察过来询问浪费时间 匆忙打车离开车阵 在车上给小庞打通电话 告诉他 我现在回到西岭了 叫他出来敬个面 本以为这小子会高兴地发出叫声 谁知道 仔细沉沉地说了句 回来了 现在走不开 要不来花落家见面吧 我一愣 隐隐有种不祥预感 急忙问道 花落他出事了 这小子叹口气一说 哎哟 这两天他和他母亲得了一种怪病 一直小时候 吃再多东西也不管用 不说了 我去喂他们吃药了 你赶紧过来吧 怪病 我觉得是中邪了吧 我虽然不懂医术 但身边有位现成的助游客乌翼 于是让司机开往花落家 进门之后 就觉得屋里阴气很重 比以前还要浓些 小胖都顾不上跟我们打招呼 直接把我俩带到卧室 这时候母女二人同睡一张床 两人都是眼窝深陷 又黑又瘦 睁着一对无神的眼睛 瞧着我半天都没啥反应 小胖叹气说 他们两个像是植物人一样 有时说话能听懂 有时就这个样子 半点反应都没有 我嗡了一声 已经瞧出俩人 没心的黑气相当中 这已经到了大线时刻 难过今晚这道坎了 幸亏我们来得及时 不然他们母女绝对活不到天亮 我转头看看左辽 他双眉紧皱 走过去伸手 分别摸了摸两人的脉搏 然后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心说不好 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小胖忙问 看出什么毛病了吗 我又转头看向左辽 他摇摇头 一时还想不出来 小胖忽然看看手机说 新姐要来换班了 你要不要见她 我一听这话 心里特别纠结 最后还是摇头说 暂时不见了 那你们先到小区外边饭馆等我 我还没吃午饭呢 咱们正好喝点 到时候边喝边熟吧 我于是和左辽急匆匆出来 幸好没遇上老姐 出了小区 左转进了一家饭馆 我们在火车上也没吃饱 要了几个菜和几瓶啤酒 我先到上喝了两杯 然后问左辽 有没有诊断出 花落母女得的是什么怪病 左辽揉着额头说 很棘手啊 今晚送不走他们 这对母女会没命的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听了这话 我心里就有数了 跟我的猜测是一样的 他们母女身上 有鬼邪附身 由于家里之前 长期居住女鬼 引起散布干净 很容易招惹 不干净东西 而这次招惹的 很可能是一种 狠邪的怪物 因为刚才拿不准 也不敢随便下手 左辽既然把过脉 那便会得知底细 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我才要问 这俩邪碎是什么东西 时 小胖一溜小跑进来 坐在我们对面 他也是饿极了 拿起筷子就吃 然后灌下一瓶啤酒 看上去舒服了很多 我喝了杯酒 说道 他们怎么得的怪病 你仔细跟我说说 小胖满面愁容的说道 就在我回来那天 花落突然说不舒服 我把他送回去 发现他妈妈 也跟他一个毛病 都捂着胸口 躺床上懒得动他 我当时以为中暑了 也没在意 第二天早上 花落没上班 打电话也不接 我就过来瞧瞧 母女二人都神志不清了 给我吓得 赶紧从医院 做了全身检查 居然没什么问题 我就把新姐叫过来 哪知道你姐只懂驱鬼 根本不懂医怪病 看半天也没瞧出所以然 然后吧 就这样子了 他们母女俩 一天比一天消瘦了 我跟你姐倒班照顾他们 幸亏你回来了 要不然真不知道他们还能活多久 我听完之后 没好气的说 出这么大事 你为啥不给我打电话 小胖翻翻眼珠 我每天给你打八遍电话 那总是无法接通 我忘了这两天在独家村 手机没信号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我前两天手机没信号 不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 回西岭看看 不然今晚他们母女就完了 小胖刚喝嘴里一口啤酒 听到这话 扑的一下 全喷在我脸上 得 菜也污染了 鱼哥 不是 你不是在吓唬我吧 他们今晚就要挂 这小子嘴都顾不上菜 一脸惊愕地盯住我 佐疗皱眉拿纸巾 擦拭见到身上的啤酒墨子 跟他说 今晚还没事 是活不过明天凌晨 小胖马上苦着脸求的 佐疗妹子 我知道你艺术高超 一定能妙手回春 死马当活马医 李大爷的 我也把刚喝的一口啤酒 喷到他脸上 这小子总是文化低 偏爱拽词 结果总是拽不好 让人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佐疗哭笑不得地说 我真是服了你们哥俩了 难道你们平时喝酒 都是这么喝的 小胖瞪了我一眼 你妹的 你喷什么喷呢 知不知道这菜挺贵呢 我不弄烦笑 我妹怎么了 我妹找你惹你了 佐疗一副被打败的模样 拍下脑门说 跟你们两个活饱一块吃饭 气都气饱了 小胖这家伙还不知道 我那句是啥意思 瞪着眼说 你有妹吗 有个姐姐够让人头疼了 在我个妹 是不是比她更像母老虎 这话我不爱听 不过不用我开口 佐疗端起杯啤酒 哗得扑了她一脸 我们这不是来喝酒了 这是来过泼酒节来了 只听这女儿生气的骂道 以后再敢胡说 我把你舌头拔了 我骂她妹 我招你惹你了 小胖苦着脸 擦脸上的啤酒墨子 因为我是她妹 知道了吧 再敢胡说 我不但拔了你舌头 哗了我母女的事 我也不管了 佐疗狠狠瞪她一眼 小胖差点没趴下 左右瞧着我们俩 似乎不知道 我们咋变成兄妹了 看了几眼之后 拍着胸脯说 我向全世界保证 我再不胡说了 老板 再重新做几个菜过来 这小子随即 又迫迫及待地问 花落母女 到底是得了什么毛病 鬼夫经上对此 有很多种定义 我一时难以确定 当时佐疗把了脉 我就没再细入观察 要想知道结果 必须要请教佐疗了 佐疗正妹说 花落之前的事 我也听说过 家里因为有个女鬼 长期盘踞 造成阴气传功 长久不散 偏偏她们母女 又喜欢养花 弄了一屋子花卉 这祸根 便是来源于花叶上 听到这句 我心里就有数了 但为了让她 接着往下说 也不插嘴 小胖脑头问 这花叶能成精吗 佐疗说道 花叶本身不能成精 但若有阴气养炼 终会清承气候的 可是我有个地方 想不通 定于 你说她们家里养的花 最多不过十几年 即便是吸收了 阴灵之气 再聚集日月精华 也不可能养成 一个夜妹 这让我苦思不得其解 小胖不解的问 什么是夜妹 我们俩没理他 我喝了一口啤酒 摸着下巴说 她们家不但养过女鬼 还有妖狮住过 我的天哪 那肯定会形成夜妹的 佐疗瞪眼说道 由于声音过大 引得不少人转头看过来 她急忙低下头 小声说 难怪啊 花叶吸收女鬼之气 再由妖鬼促成 短时间内就会产生夜妹了 现在可以下结论 花落母女身上缠着的 是两只夜妹 小胖急道 夜妹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你们倒是告诉我呀 这时老板过来换菜 我们暂且闭嘴 等老板走后 我跟她解释道 天地万物都是有生命的 都有可能养成精气 好比我们曾经遇见过 枯木妖 虽然是人故意养出来的 但能把枯木养成妖 那么有生命的植物 化成精气 也不足为其 花落家里那几盆花 常年在鬼阴之气 笼罩下生长 不可避免地吸收鬼气 再融合日月精华 和自然体系 最后由妖狮促成 便意外地生成 花叶妖妹 在道家称之为叶妹 当然 这也不仅限于花叶 所有植物的叶子 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出现这种结果 小胖恍然大悟地点头 哦 明白了 就像我们在 阴王墓里 见到那块千换石 没生命的石头都能成精 花叶变妖精 确实没啥稀奇的 可这叶妹有点不厚的了 怎么可以害自己家主人呢 佐良脸色严肃地说 妖妹是没有感情 她们根本不会认主人 何况 她还想再提升修为 吸收了人气 有可能变化为人 能像人一样自由地生活了 虽然说 吸收了花落母女的生气后 还达不到变成人的修为 但由此修为大增 能够走出这间屋子 到处去害人了 刚才把麦发现 她们母女 脉象十分虚弱 就剩一口气 再调命了 如果不及时赶走 这两只祸害 她们活不过天亮 那咱们别喝酒了 赶紧去赶她们走 小胖说着 把酒杯放下 就要起身 佐良摇摇头 脸色为难地说 叶妹不同于其他要邪 说赶走就能赶走 她们像平时生长在泥土里一样 早在两人体中生根 要赶她们出来 除非把两个人 魂魄一块赶走 好了 这张都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鬼夫经理确实也是这么说的 但并不像佐良想象的复杂 只需两道皱服 一道解开服 一道驱邪服 一道调服水灌下 一道体外施法 即可搞定 我让小胖别担心 待会儿吃过饭 让我老姐回去 我有办法驱除 佐良看穿我的想法 嗤之以鼻地说 我知道你懂得破解法子 可你没把麦 不清楚她们两人实际情况 有多复杂 叶妹不仅在体内扎根 并且自生出许多叶子 把她们魂魄完全缠裹住 这种情况 什么福都解不开的 除非让叶妹自己放手 否则神仙来了 也无计可施 我一愣 这情况还真是棘手了 鬼叶子 缠裹魂魄魄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遇到咒服催逼 不但不会解开 反而会向内压缩 那样 立刻会要了两人的小命 我皱眉陷入沉思 该用什么法子 才能让叶妹自己跑出来 这很难做到了 好比是 咬到骨头的两条狗 你说 她们肯轻易松嘴吗 谁敢动手 不咬死你才怪 抬头见佐疗 也正皱眉寻思 于是不打断她的思路 跟小胖喝起酒来 但我们也不敢多喝 最迟今晚十二点前 要搞定叶妹 怕喝多了误事 一人喝了两三瓶 要了主食吃过 仨人离开饭馆 到小区广场下 坐下休息 小胖可能是这一天没睡好 又喝了几瓶啤酒 屁股一挨十凳坐着 就睡着了 我最讨厌听她的呼噜声 起身在广场上来回踱步 走路最能快脱思路了 想着这件事太过突然 魏毛我没离开西岭之前没发生的 偏偏在我和林玉琪都不在的时候 她们母女俩遭到叶妹的祸害呢 念及此处 忽然想起曾经在她们家里布置过法师的 即便是压制不住叶妹 她们也不敢随便祸害主人 我还曾经送给她们母女服囊佩戴 别说是叶妹 就是厉鬼也不敢轻易靠近呢 想到这儿马上叫醒小胖 叫她去跟老姐换班 我要再去家里瞧瞧 小胖去了片刻后 给我打电话 说丁心回工作室了 我们俩于是快步走过去 在路上 左聊说 就算发现有人破坏了法师 现在亡羊补牢已经晚了 她还说刚才想到一个办法 利用妖鬼残破 吓唬叶妹 看能否逼她们从两人身上出来 这话一出口 吓我一大跳 忙说不妥 目前叶妹隐附在两人身上 把她们当作了躯壳 一旦受到惊吓 不但不会跑 可能还拼命往里钻 那不是一样要了她们俩的命吗 左聊一撇嘴说 从来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难题 除此之外 反正是想不出主意了 我叹口气说 回屋里看看 或许能发现点什么线索 启发咱们想到破解之道 其实 这也就是自我安慰罢了 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或是想到办法 要看她们母女俩的运气了 进门我们俩就分头在四处查看 果然做过的法事 遭到破坏过 好比帮她们布置的风水鱼 居然全部死光 还有门头上的八卦镜 以及卧室里的黄服 全都不见了踪影 再看她们母女 胸口前经常佩戴的服囊 也都没了 那不用想了 这肯定是有人暗中搞鬼 否则她们母女俩 不会受到叶妹的祸害 其实世上千家万户中 多多少少都会隐藏着 像叶妹一样的妖邪 就跟人身上的病菌是一个道理 虽然潜伏在身上 但不一定会爆发 比如人的阳气旺盛 或是家里有镇宅法器 这些妖邪便不敢出来作恶 可是她们两个就不同了 家里本来因其交重 所有法事又被破坏 就给了叶妹可趁之机 我们坐回客厅里 我问小胖 知不知道这些东西 都是谁破坏的 她摇摇头 说要不是这母女俩生病 花落是不轻易让她进门的 家里有啥变化 她怎么会知道 原来 花落母亲李燕宇 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女人 虽然张平吵死了 但怎么都是做过局长的人 女人要找对象 必须门当户对 可小胖啥出身呢 一个街头摆摊算命的 怎么能让李燕宇看上眼 花落为此也挺郁闷 可念在因为自己 害死了父亲 现在母女俩相依为命 不能再惹妈妈生气了 两人尽管还在偷偷交往 不过 不允许小胖进他们家门半步 我听到这儿 瞪眼说 混账小子 你不会是因为心里 对花落母亲有意见 偷偷来他们家搞破坏的吧 小胖一下就急了 起身拍着胸脯说 天地良心啊 我二是做出这种事 我出门天打五雷轰 这小子人品 我还是信得过的 他对李燕宇心里有意见 顶多嘴上发发牢骚 不会做坏事的 何况是花落母亲 她也没这胆子 我跟左辽对望一眼 两人相对反仇 真相查出来了 可是没找到啥线索 还是想不到办法 左辽望着卧室门口说 想想叶妹喜欢什么东西 能把她勾引出来 小胖当气说道 哎 他们会不会喜欢喝酒啊 我没好气的说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喜欢喝着二两猫尿 这小子挠的头 嘴里自顾自的嘀咕着 你不是也喜欢这口 左辽忽然眼前一亮 哎 你们说的那个哭木妖 我倒觉得何叶妹的胃口啊 他们在吸食人的生气同时 也需要植物上的灵气 来培根顾本 哭木妖身上 不但具有多年天体灵气 还有身后修为 对于叶妹来说 绝对是一种诱惑 小胖撇嘴说 那哭木妖早烧死在死亡之角了 就算能找到 也是一堆灰烬了 她这话倒是点醒了我 马上想到一样东西 脱口而出 鬼疼 对 鬼疼也可以啊 左辽兴奋的一跳而起 鬼疼不也挂了吗 小胖看着我们俩高兴的模样 一脸的不解 我说道 其实哭木妖并不适合 她身上正因为有身后的邪功修为 反而会使叶妹感到恐惧 鬼疼就不同了 已经被咱们除掉了 但根部却还保留着天地灵气 和草木精华 这样的东西才是叶妹最喜欢的 我觉得八成有希望能把它们引出来 那还等什么 咱们快去挖那腾根呢 小胖跳起来叫出门 我把她拉回来 让她在家照顾李言与母女二人 我和左辽去就行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和左辽到小区外 买了两把铁锹 打车赶往向家沟 腾仙洞这个地方 我们俩都是熟门熟路 打车赶到后 两人一刻不停地朝山沟里奔过去 出租车都没让走 否则挖到腾根后 再到公路上拦车 太浪费时间了 到了腾仙洞外 我们俩甩开膀子 就地开挖 下面都是石头 挖起来特别费劲 足足挖了一个多小时 才终于看到了腾根 这鬼腾不知生长了多少年 腾根又粗又硬 我们俩又费了半个小时的功夫 才铲断了一劫 装进包里 往回赶 可是回到停车地点 发现出租车不见了 我心里这个气 忍不住骂了两句 不过觉得挺纳闷的 因为我们说好了 一会儿要返程 由于不知等多久 最后一块结账 这司机为什么不要 之前这道路程的车费 自己跑了呢 左辽说肯定有古怪 司机不是遇到麻烦 就是被人故意给骗走了 我也担心这荒凉地方 有人打劫出租车 可这会儿已经六点多 没工夫去管他了 拉着左辽跑上公路 美女拦车就是很容易 不到十分钟 拦下一辆轿车 载着我们回到市区内 开车的是个有钱的帅哥 一路上讨好左辽 又留电话号码 又请吃饭的 简直把我当成了死尸 我心说你这个王八蛋 就不问我是谁啊 万一我是他男朋友 那不立马翻脸了吗 好在我只是他哥 那感觉心里也不舒坦 左辽下车跟那人挥挥手 笑得特别迷人 好的 有空联系啊 拜拜 转头走开几步 跟我说 这混蛋 找机会摸了下我的手 今晚 他爪子要躺上一夜 我一瞪眼 你对他做什么了 左辽笑道 哼 也没做什么 无非给他爪子上 抹了点药水 回去之后 就会溃烂流浓 不过没事的 几天就好 要不了命 我看着那辆汽车走远 那帅哥还探头 向我们挥手 心说你个小王八蛋 泡妞不长眼睛 我会告诉你 他是条美女蛇吗 此刻已经是七点多 天已黑下来 我们急忙打车 要赶回小区 谁知碰巧 遇到了之前那辆出租车 我们才要上去 他却下来了 啊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骗我把你们送到小夹沟 不给钱不说 还偷偷溜走 幸亏我多了个心眼 没继续等 否则要在山里过夜了 走 跟我去警局拼礼去 司机满脸生气的过来 攥住了我的手腕 我急忙解释 司机师傅 你误会了 我们有点事耽误了两个小时 回来发现找不着你了 不是你说的想逃车费 要是那样的话 我们刚才看一遍你早就跑了 怎么可能上你的车 司机一瞪眼 我就是等了两个小时 后来开上公路 看到你们两个人上了辆小车 我一路追过来的 你们啥也别说了 一看你们就不像好人 跑那么远去打野炮 临了不给车钱 去警局说清楚吧 我看你们是不是两口的 有人进这边吵架 立马围上一群人看热闹 当着这么多人听到此话 我头上汗都下来了 这一男一女跑进深山 两小时不出来 的确容易让人猜疑 可我们俩提着铁锹 你见过拿着铁锹滚床单的吗 可这事又无法解释 怕是越描越黑 左辽居然明白啥叫打野炮 顿时一脸寒气 等着司机说 你胡说八道 我们出来后 你根本没在原地 现在又来纠缠 是想故意讹诈的吧 我告诉你 你要好好说 车钱我们照付不务 现在不但不给你钱 我还会让你永远说不出话来 我心说糟糕了 这女儿可是说到做到 千万别真让司机变成了哑巴 我急忙把她扯到身后 还没开口 司机得理不饶人的骂道 啊 真他妈两个狗男女啊 逃了车钱还威胁我 好啊 有本事咱们警局说理 你们不去 我这就报警 说着拿出了手机 围观群众见左辽说话挺厉害的 再加上人们都偏向弱势群体 以为司机说的是真的 一个个议论纷纷 说我们俩这狗男女不是东西 打野炮就打野炮吧 还不给人车钱 出自车司机容易吗 我听了之后 脸上一阵躁热 都抬不起头了 左辽不像我那么好脾气 当即眼漏杀机 手伸进包里 我心头一惊 他要是撒出一片落雨红雾 那可就遭了大告了 我忙牢牢攥着他的手腕 说啥都不让他从包里 把手拿出来 这妞气得 恨不得一口咬死我 见手拿不出来 忽然飞起一脚 提中了司机小腹 他这脚够狠的 把司机踢出仗语院 吓得围观众人纷纷闪避 他似乎算是解气了 跟我甩下头 救人要紧 不理这风狗 咱们先回去 我心说这样也好 就算司机报警 会追查到花落家 我再通知刘雨摩摆平吧 可是刚想走 只见司机捂了肚子 在地上不住翻滚 大口大口往外吐血 扭曲几下 忽然两腿一伸 一动不动了 有人杀人了 人群里顿时爆发出惊叫声 这些市民还真有责任心 把我们团团围住 堵死了出路 我和左辽不由愣住了 左辽满脸不可思议地说 我没用力气 他不可能受伤 可是事实摆在面前 在路灯下 司机眼珠逐渐没了光彩 瞳孔放大 没有半点生气 那样子绝不是假装的 我心里这个气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好淡淡的一个人 挨了一脚就会死去 这么大伙 刘雨摩也摆不平 今晚还怎么救 李燕雨娘俩 左辽一咬牙 就要拉着我冲出包围圈 就在这时 警车赶到 众人立刻闪开一条通道 一问情况 得知我们是因为车费纠纷 杀了司机 于是先给我们俩 戴上了手铐 然后勘察完现场 带回警局 到警局都差不多九点了 我和左辽相对苦笑 今晚看来是救不了人了 认识我的警察还是不少的 见我被带回来 忙问发生了啥事 我说现在顾不上说 帮忙把刘雨摩叫过来 其中一人说 刘处长出差了 可能要过两天回来 靠 怎么这么点呗 偏偏这档口出差 不过挺好奇的 这小子 啥时候升到处长了 我又让这人帮忙打电话 结果无法接通 最后无路可走了 我于是探口气说 能不能给我找一下蔡局长 蔡局长还有局长是跟刘处长一块出去的 我长了眨眼差点没哭了 有一种撞墙的冲动 老子没事的时候 你们一个个来请我帮忙 到我需要你们的时候 一个个都他妈没了影子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们俩被送进一个屋子里 足足带了个把小时 才有俩警察过来审讯 一看都是陌生命空 左边那个中年男警黑着连说 我姓杨 就叫我杨警官吧 丁先生在警局熟人太多 为了避免走私 特别安排我们两个过来审问的 你也不要套近乎 把时间经过说清楚就行了 我们警察办案不会冤枉好人 会冰宫处理的 我点了点头 这会儿再急也没用了 犯了这么大事 今晚怎么都不可能放我们出去了 我于是把前因后果详细地说了一遍 杨警官听说 我们是去挖糖根的 有点不幸 看样子也跟司机一样 以为我们去山里滚床单的 他让下属打开我们的包 拿出一块糖根 这才有点心了 此刻有个脸熟的警察走进来说 刚才经过验尸得出结论 司机不是被踢导致死亡的 胃里有剧毒液体 应该是事先中毒 刚好被踢一脚 毒性发作 这才倒地死亡 杨警官依旧黑着脸 点了点头 这时忽然接了个电话 挂断后盯着我们俩说 本来这事你们责任不大了 可是刚刚接到湖南警方的电话 切定你们二人参与盗墓 盈王墓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你们非但私自盗取财物 还用炸药把古墓炸毁了 这事比杀人更严重了 我们一枪欢喜 又被这盆冷水浇灭 可是我心里十分纳闷 湖南警方是怎么查到我们盗墓的 又为啥不给局长打电话 直接打给一个办案人员呢 不对 这件事肯定有毛利 包括今天司机闹事 以及突然死亡 似乎是有人故意安排的陷阱 这人有可能是祸害 李燕与母女的背后凶手 现在又要阻拦我们旧人 这人是谁啊 与李燕与母女 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 非要把他们俩害死不可呢 左辽冷横一声 哼 杨警官 湖南警方电话是多少 我能不能给他们打个电话 确定我们参与盗墓 证据呢 就因为我们去过湖南吗 杨警官听了此话 脸黑得更加阴沉 皱眉道 你不要狡辩了 不承认没关系 湖南警方明天就会带证据赶到犀利 如果坦白交代 我们在法庭上会帮你们求情 拒不合作的话 那就帮不了你们了 我心说 少拿这些话吓唬人 哥们确实盗墓了 但我们没拿任何财物 墓也不是我们炸的 这件事不能跟你说 还是等刘雨摩回来让他说吧 这小子也参与了盗墓 他要说到了 我们自然无话可说 杨警官又问了几句 见我们俩不说 便叫人把我们带进牢房 我们俩分别关进一间小黑屋里 我躺在床上 心想 这人是谁呢 对我们做过的事情如此清楚 不会又出内奸了吧 忽然想到一件事 一惊之下从床上坐起来 刘雨摩不会以为他老爹的死 与我们有关 故意设计陷害我们吧 不然在这档口 他怎么去出差了呢 还有盗墓的事 黄美英母子绝不可能告密 除了刘雨摩之外 再也想不到何事人选 但又转念想了一会儿 还是觉得刘雨摩的可能性不大 毕竟是一起出生入死过的铁哥们 还有 是我准姐夫 怎么都不可能做出这事 胡思乱想了半夜 见有狱警过来巡查 我来到门前问几点了 哦 十二点了 我一颗心顿时沉到底了 李燕与母女 彻底没救了 由于心里定管了这母女俩 十二点后在牢房内坐立不安 恨不得找个地方逃到外面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我也逐渐死了这份心 正准备回到床上时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 跟着来到门前 房门被打开了 刘雨摩出现在了门口 我高兴得一颗心差点没炸开 只见她焦急地说 回来怎么不提前顾打电话呢 幸好小胖看到你们杀人的新闻 不停打我手机 十二点我才介绍 开车赶紧我会赶 我不等她说完 就冲到门口说道 先别废话了 抓紧去就滑落 刘雨摩说了声好 拉着我往里就走 我指着这间牢房说 把佐料也带上 不然我怕我一个人搞不定 这小子脸色为难地说 放一个人出去 我背了很大黑瓜 你居然还让我放两个 少废话 这都几点了 再持个一时片刻 人就没救了 刘雨摩安排人取出我们的包 然后风风火火地赶往小区 我们一路上担心得要命 好在小胖没打电话 说明他们母女俩还在活着 刘雨摩也是把速度加到最快 真是体验到了速度与激情的滋味 到小区已经是凌晨两点 时间不算是太晚 刚好我们进门 小胖急着说道 快不行了 他们母女俩出气多 进气少了 眼看要挂 佐料二话不说 打开包 拿出腾根摆在客厅里 叫刘雨摩和小胖 躲进另外一间卧室 关上房门 我在头上 抹了艾腊浮油后 又打开阴阳眼 将柳条和艾腊浮油 交给佐料 然后跑进厨房 蹲了一盘清水过来 现在都没功夫去看 这俩母女是啥状态 因为一刻功夫都耽误不得了 她拿出一只空的风魔瓶递给我 交代了使用方法和咒语 将我躲在门口一侧守着 她也手持一只空瓶 搬来一个台式电风扇 往卧室内吹风 我关闭了客厅顶灯 把角落一个可调式的落地灯 将灯光调到最暗 一夕能看到一丝光景 便走回卧室门口守着 腾根上的气息随风送进去 叶妹肯定会闻到了 但我担心这玩意儿 正在吸取母女俩最后一次生气 在这关键时候不舍得离开 等了片刻后 果然不出所料 没任何动静 估计想害死这对母女 随后再来吸取腾根灵气 一时急得满头大汗 佐料咬着嘴唇 不住转动眼珠 忽然把风扇关掉了 拿起腾根往后退步 直到进了餐厅 陡然间听到了一丝诡异的声音 声音来自卧室门内 似乎像是轻微的脚步声 沙沙作响 佐料忙把腾根放在餐桌上 然后慢慢蹲下来 音符不动 我侧目往门口里看 只见 在极其微弱的光线里 有俩黑乎乎的小玩意儿 正在地上爬向门口 个头大概白萝卜那么大 有手有脚 但好像不会走路 只能在地上爬 我顿时一颗心落地了 这估计就是夜魅了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起初看不清是啥模样 等他们爬到门口时 基本上能看清楚了 他们就像俩刚出伤的婴儿似的 看上去非常的虚弱 只不过皮肤绿油油的 全身都是一片片叶子图案 跟纹身差不多 他们也没眼珠和耳朵 小脸上只有鼻子和嘴巴 往前边爬边伸着鼻子嗅着气味 在昏暗的光线里 看到这种诡异的模样 忍不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于是明白了 左梁把风扇关闭 又把唐根后移 让他们沉不住气了 唯恐吸完母女二人生气后 唐根再不见了 这才迫不及待地爬出来 要去吸唐根灵气 回头再继续祸害 李燕与母女 左梁在对面 跟我不住地做手势 那意思是 不要轻举妄动 先别用风魔瓶捕捉他们 看来我真没让他放心过 这事我比他更清楚 别看他们在地上爬得不快 如果受到点惊吓 怕是会瞬间窜回房间里的 我点了点头 左梁才放心的 我们俩就瞅着俩绿萝卜一样的小崽子 从卧室门口爬出 我还是没敢动弹 直到他们爬到客厅中心 我才慢慢地端起水盆 轻轻往下流水 把门口围住 没发出一点声音 这下我是彻底放心了 清水围门后 他们休想再回到屋里 别看这不起眼的清水 对付鬼蟹作用非常大 清水围门 如同是筑起一道铜枪铁壁 会让鬼蟹找不到门口在哪了 这么简单实用的方法 真不知道老祖宗是怎么发明的 左梁见我把门围好了 还是跟我挥挥手 看样子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把握 把两个小崽子捉住 那就等吧 也等不了多大会儿了 我蹲在门口也不敢离开 左梁如果抓不住他们 必定会逃回这里 我在这儿的任务 就是守株待兔 过了两三分钟 俩燕妹终于爬到了餐桌上 晃动着绿油油的小脑袋 尽情地吸取腾根上的灵气 左梁见时机成熟 缓缓起身 将风魔瓶对准他们俩 一个直觉默念咒语 眼看就要成功在即 突然厨房窗子光灯一下 为一股狂风吹开 随即一股冷风笔直冲到餐桌上 两个小崽子叽叽怪叫几声 分头逃走 我以为他们必会逃回门口这儿的 拿起风魔瓶 做好了一些准备 几只冷风迎面吹倒 这头大爷的是阴风 好像又有人捣乱 俩小崽子见门口这儿阴风浓重 哪赶过来 直接扑到大门口 竟然都从门缝下钻了出去 我和左梁快步跑到门口 推开大门 已看不到他们踪影了 这俩小崽子 虽然最终没能完全吸取人的生气 但养成了人的雏形 那就有本事到处去祸害人了 左梁生气地哼了声 你回去看看他们母女 我在楼里找找看 不能让他们跑了 我嗡了一声 回到屋里打开灯光 叫出刘雨摩和小胖 我们仨进了卧室 只见李彦宇母女气若油丝 眼睛紧紧闭着 不过气色比之前好了很多 现在他们俩需要进医院进行抢救 刘雨摩打电话叫救护车 我运工给他们母女输送了点福气 这也是生气 在救护车赶到楼下时 母女俩呼吸终于稳定住了 刘雨摩和小胖跟着救护车前往医院 临走时我嘱咐小胖 地方有人暗中偷袭 这小子说放心吧 刚才熄了灯光 就算阎我爷来了 我也把他摁回地府去 他们走后 在楼里哪也找不到阻疗了 让我不由担心起来 这妞儿不会中了敌人的埋伏吧 慌忙沿着楼梯 小声叫着他名字 一路找到楼下 仍没听到他的回应 才要沿着楼梯往回继续寻找 这时候 左辽肩膀上扛着一个人 急匆匆地跑回来 我妈问这是谁 难道抓到了凶手 左辽喘着去一去按电梯 是你姐 两只夜妹跑她身上去了 我差点没晕倒 老姐刚才在什么地方 怎么会遭到这俩兔崽子的侵害呢 我仔细一瞧 还真是定心 她闭着眼睛 似乎是昏迷过去了 现在的夜妹不同之前 吸血了人气后 变得极其凶狠 又是在惊慌逃窜之下 比任何时候都要凶猛得多 导致体格健壮的丁性 都经不住他们上身祸害 竟然人事不行 电梯门打开 左辽拦住我 没让我进去 只是听她说 你姐肯定是怕跟你见面 这才躲在路下的 谁知遭遇夜妹袭击 看样子 你们姐弟是不能相见的 你还是离她远点吧 能不见面尽量不见 我听了这话 心里跟刀渣一样 摇着嘴唇点点头 目送他们俩 乘电梯上去了 我叹口气 走到门外 无力地坐在台阶上 心想 难道真是因为 我跟老姐距离太近 害了她吗 要真是这样 就是我的罪过了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离开龙家沟后 我们连一面都不能见 难道迎王墓的毁灭 就是我们噩梦的开始吗 想到这儿 心里不住地苦笑 随即又想到 夜妹这次被诱骗出来 第二次就不会重蹈覆辙 上这个当了 那也就是说 他们除非害死丁心 才肯离开 一想到这个结果 心里又死被狠狠捅了一刀 捅得一咧嘴 心说 这咋办呢 过了一会儿 左聊下来 坐在我一边说 夜妹由于发现被骗 变得很疯狂 底线情况不是很乐观 但她独特的体格 与众不同 应该能坚持两三天 这两三天里 怎么必须想办法 再次把他们引出来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你说他们还会上当吗 左聊长谈一声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首先你得振作起来 别被这件事击垮 大家还得指望你来想主意呢 我闭着眼睛顶头 我就是死 也要保住老姐的命啊 左聊拍拍我的肩膀 刚才突然挂起来的阴风 非常可疑 一定是幕后凶手干的 现在我开始怀疑 夜妹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极有可能是她的协作 我睁开眼 抬头看着楼上说 那就想办法引出这个凶手 他肯定能够控制夜妹 可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他是谁 短暂的两天 怎么可能抓到他 左聊满面愁容地说 我也觉得这有点不可能 但哥们有把不可能 变为可能的经历 于是脑子里 把心理一切疑点 重新过滤一遍 猛然想到一个人 抓住左聊的手说 你还记得火车站 那个小偷吗 左聊甩开我的手说道 说话就说话 什么毛病 记得 小偷怎么了 我怀疑他就是幕后凶手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左聊一愣 随即点头 说那人的确很可疑 夏天居然穿着一件 长袖衬衣 袖口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说到这儿 猛然一惊 想起来了 袖口里鼓起的形状 应该是把匕首 他不是来偷东西的 是想杀人 我有点恨自己 我也是刚刚想到这个一点 可这当时没多想 如果把他送到车站派出所 也不会搞出这么多麻烦了 左聊却说道 如果真是他 咱们还有机会把他捉住的 车站有监控 刘雨某安排警力去追查 一定能找到线索的 我皱眉说 从他害人的手段上看 计划严密 应该具有反侦查能力 警方派也是很难找到 什么大的线索 不过 我觉得那个杨警官 十分可疑 我怀疑 他跟幕后凶手有勾结 从他身上或许能查出什么 说完 便拿出手机 拨通刘雨柏的电话 他和小胖正在医院 我先询问了 李燕雨母女的情况 他说经过抢救 已经渡过危险期 此刻送进了重症监护士 我说你回来吧 我姐出事了 这小子一听就吓坏了 盲问出了啥事 我说叶妹跑到他身上 他吓得惊叫一声 挂断电话 十多分钟便赶回来了 下车后顾不上多说 跟着佐疗一块上楼 我很想上去看看 可再也不敢靠近老街 在楼下徘徊便可 于是躲步到了广场上 还是离我姐远点为妙 以防再害她招了其他灾祸 可是我总觉得 这十分可笑 我们不能见面 不能距离太近 这简直太狗血了 可这忌讳 却不得不去面对 为了亲人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这也是自古很多人 被愚弄的悲哀 明知被愚弄了 却还凤若神明 过了会儿 刘雨柏给我打电话 问我在哪 我告诉她在广场 此刻天已蒙蒙亮了 刘雨柏一个人照过来 左辽留在笼上 照看丁星 她一副极为颓废的神台 坐在石凳上 双手掩住脸孔跟我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一个女人 我可以说 我比你更爱你姐 她怎么会遇到这种情况 说到这儿 声音有些哽咽了 我坐下来 拍拍她肩膀说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我跟你很难过 咱们现在必须沉坐起来 边想办法除掉这只夜魅 边去查找母后真凶 两天之内 咱们必须做到 刘雨某双手 缓缓从脸上拿开 眼睛红红地说 我刚才听左辽说过了 你们在车站 遇到了一个小偷 还有杨警官的事 这姓杨的 刚从外地调过来 这人的背景 我暂时还不摸底 只知道局长都让他三分 我看还是心从小偷 身上下手吧 待会上班后 我马上安排人手调去监控 这件事交给我来吧 你和左辽想办法 破解了也没吧 两人就这么说定后 刘雨某和左辽 把丁星送回工作室 由黄美英照顾 现在余森重新回到 中学上课 由于住相 所以这事也就 不再地告诉他了 他还是个孩子 目前上学为主 不想再把他 扯进这些烦恼之中 左辽送走丁星后 回来在小区门口 跟我碰头 他愁眉苦脸地说 天亮之前 我用腾根又试过了 这两个页面 没有半点反应 我也不敢继续了 唯恐让他们 变得更疯狂 他考虑事情比较周详 我对他做什么 还是很放心的 当下探口祈祷 咱们先吃早饭吧 待会儿去找个地方 去什么地方 左辽好奇地问 我找个老朋友 吃过早饭 我们打车去了墨口村 我也是实在想不出主意了 打算找赖东南商量商量 这老头对于邪政 非常有经验 说不定遇到过夜妹 来到赖东南家 老家伙正抱着小孙子 坐在书营下喝茶 见我来了 慌忙起身相迎 他进屋 给我们俩搬了马扎落座 倒上两杯茶水 这才笑眯眯地问 很久不见 什么风把我吹过来了 今天上午不能走 爷儿俩好好喝两口 我哪有心情喝酒啊 于是把夜妹的事说了 想让她帮忙 想想破解的法子 这老头一听夜妹俩字 顿时倒戏良心 皱眉沉思不语 过了好大会儿才说 这夜妹这种东西啊 是很罕见的 虽然容易对付 但一旦付到人身上 那便难以驱除啊 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附近村的一个中年妇女 屋里养了太多的花了 房屋又坐落在养尸地上 久而久之 就养成了夜妹 跑到主人体中 唏嘘升级 后来 我用了很多种法子 最终都没有去除出来 那个女人一命无忽 在她死后 夜妹钻出一颗 我才把她捉住 用三位真火焚烧了 我们俩一听 心便凉了半截 老头虽然遇到过这种事 但她也毫无办法 还不如我和左辽 想到唐根这个良策 她既然也没主意 我们于是起身告辞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啊 跑一趟墨口村 半天时间就没了 我们恨不得变成鬼羊 想去哪儿瞬间飞到 赖东南苦留不住 便送我们到村外 临别时她跟我说 这其实还有个办法 能把夜妹驱除出来 但是太过凶险了 也不好做 所以刚才没说 我心想 你个老家伙 有话就说呀 做不到咱就不做 又没啥损失 卖什么管子 我躺下盲问 什么办法 赖东南抬头 看着德阳山说 我曾经想过 以暴之暴的手法 让燕梨上身 在体内与夜妹交手 夜妹是打不过燕梨的 肯定会被赶出体外 只是我害怕 夜妹虽然被赶走了 但燕梨却留在体内害人 这东西比夜妹更难对付 不过 你们说夜妹因为上当一次 不会重蹈覆辙 燕梨却可以 用洋葱泡酒的法子 说不定 到时能把她引诱出来 我们俩不有一阵大喜 怎么没想到这个法子 燕梨要比夜妹凶狠得多 把她赶出体外 绝对不是问题 在对付燕梨 我们不一定 非要用洋葱泡酒来勾引她 对付这种东西 办法就多了去了 于是急忙和赖东南告别 两人也不回室内 直奔德阳山上去了 捕捉燕梨 佐疗最拿手 这种东西 德阳山上最多 当时 还碰到了一个大家伙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现在让再见 可是燕梨白天是不会触摸的 只有晚上才能捉到 上到半山坡 佐疗问我 咱们是否有必要在这里浪费一天时间 我也是心乱辱麻 没了主意 凭佐疗的本事捉到燕梨 应该是手到擒来 可赖东南这法子也没试过 不知道管不管用 万一不管用 我们浪费一天时间不说 搞不好还会直接害死丁信 我停下脚步 抬头看着郁郁葱葱的高山 心里泛起嘀咕 这也是关心责乱 如果换做其他人 我可能果断去做了 可这是丁信 做事未免考虑太多 畏手畏脚了 正在思索之际 刘雨摩打了电话 跟我说了三个消息 第一是调取车站监控 发现了那个戴眼镜的青年 只是在我们下车时才出现的 然后打车离开了 从此可以确定 他并不是因为没钱回家 否则不可能打车了 肯定是冲我们来的 刘雨摩马上安排人手 查了那辆出租车 司机正好是带我们去乡家勾直 看来这人与出租车司机早有勾结 我们一直在他矜持之下 出租车也是一直跟在身边 而最后一刻是为了陷害我们 二是杀人灭口 把司机毒害了 第二是杨警官今天没来上班 刘雨摩暗中派人去调查 结果哪儿都没找到 好像是人间蒸发一般 第三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 余森在中学也失踪了 是昨晚的事 学校监控显示 余森接了个电话 偷偷从窗户爬出来 翻墙而出 从此再无消息 刘雨摩又分派人手 去追查这个案子了 到现在还没任何眉目 我接完电话 就颓丧地坐在地上 心说 乌露偏风连夜雨 余森跑哪儿去了 他可不是任性孩子 喜欢胡闹 别看人不大 少年老成 做事很有分寸 不然 我都不敢把他带进银王墓 他接的这电话 肯定很重要 否则不可能半夜翻墙 逃出学校 左辽蹲下来问电话内容 我一边随口说着 心里同事在梳理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如果只是李彦宇母女 遭到祸害 那便是张家的仇人 而此刻丁心也遭了毒手 余森失踪 并且我在火车站 差点被人捅了刀子 这情况 像是有人针对 整个工作室 做出的报复行为 想到这儿 心头就是一惊 萌的想到 工作室现在只有黄美英 和昏迷不醒的丁心 那是很危险的 于是马上给 刘雨某打回电话 叫她抓紧过去 看看情况 我也顾不上 再去捉烟离了 跟左辽匆忙下山 经过墨口村村外时 只见村口停着一辆 没有牌照的面包车 我们便走过去 要搭车回市区 岂之 这辆车突然启动 沿着乡村公路 飞快驶走了 左辽看着 绝尘而去的汽车 非常生气地说 一定有时候人 在这儿盯烧的 丁于 你们工作室 到底得罪了多少人 怎么总是有人 找你们麻烦 我不有苦笑 要说得罪了多少人 那还真是数不清了 这恐怕就叫 出来混总是要还了吧 我盯着远去的面包车 仿佛看到后车窗里 有个戴眼镜的人 行说这孙子是谁呢 把所有仇人 在脑子里过滤一遍 忽然 就想到了两个目标 一是明元市的七陵雨 二是本地渔寺 他们俩一个是孙子 一个是儿子 都在外地上大学 从火车站 戴眼镜青年的气质上看 就是个大学生 除此之外 我也想不到其他人了 感觉鱼寺儿子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老杂碎 被我们丢进死亡之角的事 除了素婉之外 没人知道 而这老娘们联手安洁 足有本事杀死我们 没必要去鼓动 一个大学生来报仇 七陵雨孙子嫌疑最大 老不死的害死不少人 应该被枪毙了 他怎么落网的 名媛是大道高官富商 下之范夫走卒 无不清楚 他孙子得知 我们捉住了他爷爷 肯定形成怨恨 他可是老权爸子的孙子 应该会点功夫和写法 于是跑到西岭 找我们几个报仇 当时花落也有份 他是我们几个中 最弱的一环 便从他身上开始下手 想通了这点 在回去的路上 又给刘雨摩打电话 正巧他刚赶到工作室 正准备给我打呢 我让他先说 结果 与我猜的一样 黄美英失踪 工作室只留下一个 昏迷不醒的老姐 刘雨摩在电话那头 都快崩溃了 一件事接一件事的发生 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 我说道 你先别急 你赶紧安排人 去调查你师弟的情况 最好要拿到尽兆 什么师弟啊 刘雨摩一愣 就是你太师父 麒麟雨的孙子 那不是你师弟吗 我怀疑他是幕后凶手 拿到他照片对比一下 看他是不是火车站 那个戴眼镜的青年 刘雨摩马上说道 好 我直接打电话 安排人去调查 过了当电话 我松了口气 只要我的猜测是对的 那么很快就能将凶手 抓不归案 一切都会结束 做了小的 我最喜欢你头脑冷静 思维清晰的时候 什么难题都能破解 这是很多人 包括我都做不到的 我看你真的适合做警察 如果你当了警察 一定是个神探 虽然这种恭维话听多了 但还是感到心里很舒服 不过这时候 电挂着黄美英母子安全 一想起他们 我这颗心又旋起来 他口气说 什么神探呢 你就别夸我了 到现在我都猜不出 黄美英和余森 是怎么失踪的 佐疗笑着骂道 笨蛋 你有时候其实也挺糊涂的 要让他们失踪还不简单呢 凶手打电话告诉余森 你妈妈出事了 赶紧到医院 你说他会不会立刻翻墙逃出啊 然后才打电话告诉黄美英 你儿子在学校跟人打架 被打成重伤了 黄美英肯定什么都不顾 就去学校了 凶手在半路上埋伏偷袭 把他们母子绑架 关进一个隐秘的地方 或是杀人毁尸 打住打住 我忙让他停下 他分析的绝对有道理 看来凶手确实这么干的 但听到杀人毁尸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佐疗神色严肃地说 你也不要过分担心 以凶手的报复手段 看样子不想就这么痛快把人杀死 他一定是个性子残暴之人 要眼睁睁看着仇人 一个个被折磨至死 所以黄美英母子现在应该还没遇害 这番话说得我心更暖了 黄美英母子说不定此刻 正遭受凶手的折磨 我心烦意乱下 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跟司机说道 师傅 停车 把我们送回墨口座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这突然要回去 把佐疗折磨了 问我回去干啥 难道想出烟梨 我说你别问了 回去就知道了 司机当即掉头 把车开回了墨口村 这辆车是公路上碰到的 应该不是凶手同伙 于是预付了双倍车费 叫他在村口等着 不见不散 然后快步走向赖东南家 佐疗见我又回赖东南家 心里更纳闷了 但见我神秘兮兮的不肯说 于是强忍好奇 不再多问 两人进了赖东南家门 老头不在院里 但小孙子在四处乱跑 树荫下泡的那壶茶还在 我从屋里喊了一声 赖大爷 老头好像不在里面 两久没有回应 于是招手叫他小孙子过来 这小孩今年七岁了 十分的顽皮 虽然认识我 但自己玩得正嗨 摇头不理我 佐疗笑了笑 从包里拿出一块手帕 折叠几下 折成了老鼠的模样 然后双手一拉 又变回了原样 喜不喜欢小老鼠啊 想不想把它变回来 想啊 小家伙屁颠屁颠跑过来 抬头看着佐疗手上的手帕 黑溜溜的眼珠一眨不眨 我心说 逗小孩还是女人有办法 这似乎是女人天性吧 我于是蹲下来 问他小家伙 你爷爷呢 他不理我 眼睛只顾盯着手帕了 佐疗边折老鼠边问 你爷爷呢 小家伙马上回答 刚出去了 我起身在佐疗耳边 小声嘀咕 你问他跟谁出去了 逗什么人 有女的没有 佐疗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把折好的老鼠 递到小家伙手里 接着问 爷爷跟谁出去了 跟一根叔叔出去了 小家伙拿着小老鼠 不住地把弯 一副喜滋滋的模样 只有一个叔叔吗 佐疗蹲起来问 还有一个大哥哥 还有一个大婶 小家伙歪着头扯来扯去 最后把手帕扯开 又递给佐疗 佐疗接过手帕 重新折叠老鼠 大哥哥和大婶 长什么样子 小家伙挠了挠头 大哥哥挺黑的 大婶长得很白 两个人像在睡觉一样 叔叔叫他们走 他们就乖乖跟着走了 我一下就明白了 咋回事 大哥哥和大婶 肯定是余森和黄美英 他们俩好像 被写法迷惑了神志 送到赖东南这 又被带到其他地方 掩藏了吧 想到这儿 我的心里气就不大一处来 亏我把赖东南 当成了忘年之交 到头来 还是跟之前 惦记我鬼父精一样 不安好心 帮着幕后凶手 来害我们工作室几个人 佐疗也挺清楚啥情况了 给我递个颜色 我懂什么意思 佐疗笑道 小弟弟 小老鼠送给你了 不过别让你爷爷看见 也不要告诉他我们来过 我下次给你带更好玩的东西 我不说 小家伙欢天喜地地 跑到一边玩去了 我们俩迅速出门 刚想找个隐蔽地方躲起来 不想 赖东南这时 从前面街口出现 我于是快步走上几步 老家伙心事愣了一下 随即浮起了笑容 装出了一副淡定的姿态 怎么回来了 对了 我都忘了 晚上在那住眼里 走 跟我回家 咱们爷俩喝两口去 到下午 你们再上山 小家伙表现得十分热情 拉住我的手往回就走 根本瞧不出任何破绽 我心里恨得这个咬牙切齿 但表面上却带着笑容 王说 不了 因为家里又出事了 眼里就拜托给一位朋友了 下山的时候 我们钱包丢了 我想跟你借一百块钱回家 什么借不借的 一百够不够 赖东南说着 从兜里掏出钱来 啊够了 那我先走了 我说着 跟他挥挥手 拉着左辽 快步走向葱口 左辽边走 边笑声说 老头确实有问题 按理说你们关系这么好 桌燕里的事 他应该自告奋勇去帮忙的 可自始至终 不提一个字 你真是个糊涂蛋的 物交匪类啊 我装傻冲冷地问 你指的是我跟你交往 叫物交匪类 你滚 这妞一把甩脱我的手 说话之际 我们走到村口 出租车还停在原地 左辽问我 既然得知 黄美英母子被藏在这里 我们还走吗 我回头看看 见赖东南没有跟踪 小声说 怎么可能走啊 只是不知道 他把人藏在哪了 左辽说 他有办法 先上车吧 我问什么办法 他也卖起关子 不告诉我 好吧 两人扯平了 上车后 左辽叫司机先上公路 然后兜圈子 绕到村后 司机也不多问 反正给钱 就是让他开到德阳山上 只要有路可行 他也会开上去 车子先尺离村口 到前方不远处 我们回头看车后 没人盯上 于是让司机下道 从小路绕向村后 现在这季节 玉米都涨半人多高了 汽车开进田间小道 站在公路上 都难以发现 到了村后 就让汽车停在 田间小路上等着 我们下车步行一会儿 从村后一条小巷 溜进去 左辽停住脚步 探头向紫州瞧看 我转着眼珠心说 他看什么呢 刚才我故意掉他胃口 这会儿问他 恐怕什么也问不出来 但哥们脑袋 比他一点都不奔 寻思片刻 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要把人藏在此处 肯定不会藏在村内 发出点动静 容易惹人怀疑 最好的地点 就是田地里 这么高的苗子 加上天气炎热 没人会去田地里留的 何况时间不久 不会有人发现 他指着南边说 那边有个瓜棚 咱们过去看看 我跟着他溜住小巷 心说这个季节 正是瓜熟的时候 瓜棚里肯定有人看守 稍微有心眼的人 不会把人藏到这里 转念一想 心里便骂自己蠢了 瓜棚如果是赖东南的 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佐疗沿着田间小道要过去 我扯他一把 远远绕开小道 扎进玉米地里 矮着身子往前行进 这可让佐疗吃了苦头啊 玉米叶子滑的手臂 和脸上又痛又痒 不住小声埋怨我 不该走玉米地的 我心说 林米西当年都没出过声 你叫什么 心里一想到他 又开始不痛快了 我们俩走得很慢 尽量不发出声音 瓜地跟玉米地接壤 到地头蹲下来 透过缝隙 能够清晰地看到瓜棚 只是棚口潮汐 我们这个角度 看不到里面啥情况 刚想出来到镜前瞧看 忽然看到 有个人从里面走出来了 正是火车站 那个戴眼镜的青年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看到这笋子 我顿时心里冒起了一股怒火 想到他肯定是留下来 在瓜棚里折磨环美鹰母子的 此刻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近在咫尺 又有佐疗这种飞毛腿的身法 不信你小子能跑到天上去 于是两人相互使个眼色 佐疗首先窜了出去 眼镜男听到声音 转头一看 顿时吓得脸上变色 拔腿就跑 可他哪跑得过佐疗 没跑出几步 就被佐疗飞身扑过去 把他扑倒在瓜地里 他大哀的 搞坏了不少吸管 搞得两个人身上 到处都是瓜瘤和瓜子 显得狼狈不堪 眼镜男似乎会功夫 拼力反抗 想要挣脱佐疗的压制 翻身起来 但佐疗将他手臂翻转到背后 痛得这孙子深吟一声 头拱到泥土上 不敢再动了 我随即跑出来 直接紧了瓜棚 只见里面空荡荡的 除了一张草席上 有一张被子外 一丝人影都没有 难道我们猜错了 不过凶手被抓到 还怕个毛线呢 刚跑出瓜棚 只听佐疗哀悠叫了一声 眼镜男从地上一跳而起 静止钻进了玉米地里 佐疗这妞家 也有失手的时候 让我感到挺意外的 我忙跑的跟前问 怎么样 受伤没有 没有 快追 他此刻脸上都是尘土 揉搓着右手臂 从地上爬起来就追 我跟在后面 压根跟不上脚步 等我从玉米地里 钻出来的时候 他站在地头上气得跺脚 一看 我们那辆出租车 已经不见了踪影 估计被这孙子借走了 没想到这孙子 跑得速度够快的 忽然想到一个可能 心头一灵 脱口而出 他是半个灯油师 佐疗气呼呼地嗡了声 嗯 要不是灯油师 他绝对跑不过我 你说这个出租车司机 气不气人 明明收了咱们反常的钱 为什么不等我们 有生意就跑了呢 我眨巴眨巴眼 瞅着他问 如果你是司机 有人上车 拿刀架你脖子上 你怎么选择 我选择跟他拼了 他皱着鼻子往回走了 这也是鸭子嘴嘛 明知道拼不过对方 但嘴上肯定不服输 我跟在后面感觉特别郁闷 凶手已经都被抓住了 怎么让他跑了呢 要知道这样 还不如让出租车滚蛋 反倒帮了对方一个大忙 他妈的 车费还是我出的 我们从田间小路走回刮棚前 我问佐料 你刚才怎么失手的 他撅撅嘴 他用下三烂手法 拿嘴喷上一片尘土 我怕迷了眼睛 就把他松开了 反倒让他咬了我一口 下次别让我抓着他 否则非把他嘴撕下来 我忍着笑没敢出声 心说换你要是被摁住 为了逃命 比下三烂更低级的手法 那也使出来了 还让人家遵守江湖规矩 这分明是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走回刮棚内 地方不大 两人只能猫腰蹲下来 不然 转个身都要捧脑袋 这张被子够脏的 全是油腻 还有股冲鼻的臭味 左辽捂住鼻子 往后仰头 我也顾不上干净了 将被子揭开 又掀了草席 发现地面上 像是有翻心的迹象 我心头一动 连忙伸手就挖 挖了不到半尺 就见 有泥土中露出一张人脸来 靠 这孙子够狠的 要活埋黄美英母子 左辽一看这情况 也过来帮忙挖土 随即 旁边也出现了一张脸孔 我们俩将他 口鼻上的泥土擦干净 一袭看到 他们就是黄美英和余森 见他们闭着眼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心跳剧烈 俩人可千万别没气的 在鼻下一探 果然没了气息 我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不顾一切地 往旁边开过泥土 刨出胸口后 我和左辽分别 在他们母子心脏上摸了摸 还好 俩人都有心跳 我便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大松了口气 左辽将二人从泥土中 分别拉出来 叫我过来 赶紧做胸肺复苏 我们俩人不住地 按压胸肺 还没等去做人工呼吸 他们母子 相继吐出一口泥水 咳嗽起来 我忙掏出纸巾 擦掉脸上泥土 他们才睁开眼睛 一看到是我们俩 全都如是重复地 又闭上眼了 我擦了把脑门上的汗珠 跟左辽相对一笑 坐在地上喘气 刚才虽然不是干了什么重活 但精神过于紧张 好比又追那孙子 吹了一千米似的 感觉特别疲累 谢谢你们 黄美英睁开眼 感激地说 余森睁眼跟我一笑 这一小子的笑容 比林万哥还珍贵 那就是表示很感谢我了 谢什么呀 我答应老鱼照顾你们 没尽到责任 让你们差点丢了姓名 该骂我才对 我心里确实挺自责的 他们母子如果真出了什么事 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去见老鱼啊 我们俩把他们扶起来 左辽又去扭了只梳透的西瓜 打开让他们吃了几口 黄美英首先跟我说 今天早上 丁星被送回工作室 刘宇摩刚走 他便接到电话 有个人自称是学校副校长 叫他赶紧来学校一趟 说余森不慎坠楼 当场死亡 尸体目前还在学校 正等警方过来勘察现场呢 黄美英一听这个消息 犹如晴天霹雳 脑海过得上给刘宇摩打电话 慌忙跑下楼 打车赶往学校 岂知 这个出租车正是眼镜男安排的 直接把他带到了市西郊 黄美英虽然很少进城 但到了西郊 就等于到家了 一看地形部队 忙叫司机掉头 司机却把车停到路边 立刻有两个人冲上来 把他打晕 那俩人长什么模样都没看清楚 便不显人事了 在醒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到了刮棚前 背着眼镜男挖坑推下去 把他们母子活埋了 这经过听得我们俩惊心动魄 我幸好采讨了赖东男友问题 才果断折返的 幸好刚把他们母子埋下不久 我们就找到了刮棚 不然再耽搁一会儿 俩人肯定就没救了 余森深夜返强逃出学校 也在佐疗医疗当中 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电话 说母亲因为车祸送进医院 要马上赶来献学 余森这才不顾一切地分枪而出 可刚出去就闻到一股古怪的气味 便晕了过去 醒来后也是在刮棚前了 但身上药性还未消退 只有意识却浑身酸软 一点力气都拾不出来 我们正说着话 只经历米地里发出一阵响声 我们后忙转头 看到有条人影仓皇逃走 一夕就是赖东男的身影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讲 佐疗起身叫去追 我拉住他说 别理他 以免中了吊狐狸山 他一听此话 开心地说 那我就是老虎了 你这只狐狸是我招着的 我笑道 当个母老虎 不知道有啥开心的 这话立马让他翘了辫子 撅起嘴 你这人真讨厌 以后不理你了 黄美英母子休息了会 佐疗帮他们化解了迷药 站起来走几步 看起来好多了 四人于是沿着村边走向公路 佐疗小声问我 不打算去找赖东男的麻烦 凭我们俩的身手 加上余森 收拾这老家伙是绰绰有余 我扬要头 跟他说 先不要节外生枝 我们现在耗不起时间 等救了丁心之后 赖东男还怕他跑到天涯海角不成 佐疗点头 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我硬有办法找到他 到了公路上 正好拦住一辆面包车 上车后佐疗怎么都想不通 我是咋猜出赖东男有问题的 并且还想到他们母子会在墓口村 我让他自己猜 哪知这妞果断摇头说不猜 又不是没答案了 还费什么脑筋 这几天因为想办法都杀死好多脑细胞了 坚决不猜 他既然不猜 那我只有说出来了 这一切要从那辆面包车说起 我们来到村口看到车时 其实他刚刚停下不久 因为大老远 我远远看到有辆车 从乡间公路驶过来 当时并没在意 但汽车里的人 见我们走过来便跑了 并且在车后窗上 看到了一张戴眼镜的连孔 马上想到就是凶手 而隐约看到车里似乎还有人 但当时正想着这孙子会是谁 便忽略这个问题了 等我们到了公路上 面包车早已不见了踪影 我们往回走的路上 我忽然想起了 面包车里还有人 便猜到不是眼睛男的同伙 就是黄美英母子 由此又想 为啥他们要把黄美英母子 带到墨口村呢 猛地醒悟过来 赖东南虽然指点我们去捉烟梨 但他知道我没这本事 他又不清楚左辽的底细 为什么不开口帮忙 与此同时 我又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结果 燕梨并不是鬼魂 属于妖邪 是有肉身的 他怎么附到人体之中 要不说关心则乱 把这么重要的漏洞都给忽略了 如果真捉到燕梨 让他去逗叶妹 指不定 首先会把丁心给吃了 那种东西的凶残 我可是亲眼见过的 杀人手段相当残酷 赖东南这种指点 本身就是一种误导 为的是拖延时间 即便我们捉到燕梨 他们也不会担心 到时候反而会提早让丁心丢了小命 想到这儿 便醒悟过来 严静男为什么回来墨口村 那便是他和赖东南有勾结 而燕静男绝不会再把人带回市区 头前逃走后 躲在田津小道上 等我们上公路打车走后 又返回墨口村 正是想到这点 我才果断让司机掉头 刚好回到工作室楼下 刘宇摩打电话有了新消息 查到七零宇村的资料 经过与火车站 金孔截图对比 确定为同一个人 他叫契莫安 今年二十三岁 是湖南一所大学的大四学生 马上就要毕业了 他在学校成绩优异 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从资料上看不出毛病 可是确认是七零宇村子后 那便见怪不怪了 佐疗称我伸出大拇指 没想到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不但通过面包车仓皇驶离 猜到凶手与赖东南有勾结 并且还准确猜中凶手的身份 对于他的夸赞 我没半点高兴 因为我只是个事后主格量 只有事情发生后 才能按照一些蛛丝马迹 来推测出结果 却不能提前预料凶手的动作 不过 我现在可以想想到 契莫安对我一次次破坏后的愤怒 接下来 肯定会做出疯狂报复 不会再手软了 医院有小胖 工作室有刘雨摩 现在余森又回来 别看这十几岁的大孩子 绝对不弱于凶手 在我们全力提防下 想要害死我们其中一人 也没那么容易做到 但也不能低估了这孙子 就像利用叶妹和栽赃陷害 有时候防不胜防 还有 莱东南露出真面目 就算我暂时不去找他麻烦 他也会因为心虚 会想方舍法地来对付我 这老家伙可是个老人精 远比契莫安这种 毛头小子狡猾得多 稍有疏忽 可能就会着了他的道 我不敢上楼了 但为了老姐的安全 特意让佐疗在工作室住下 余森也告几天假 等渡过这个难关再去上学 他们上去后 我拿出手机看看 已经是下午六点钟了 这一天的时间就这么溜走 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让我心里特别的焦躁 中午饭还没吃 我便给小胖打个电话 这小子还在医院 尽心守护着李燕宇母女 中午只草草吃了个盒饭 我于是买了牛肉花生米 带上一瓶白酒赶往医院 目前我们几个人被分成了两班人马 虽然小胖一个顶三 但这小子有时候容易犯魂 加上一个人照顾两个人 上个厕所取过药什么的 这便会给凶手可乘之计 尤其到了晚上 我们必须加紧戒备 按照小胖说的地址 到了15楼 只见这小子站在病房门口等着我 可是那对贼眼珠 却瞄着走廊那头的一个妙龄女子 一堆高跟鞋嘎哒嘎哒地敲击着地板 发出令人心惊摇动的诱惑之声 以及小短裙下 一双穿了黑丝的修长眉腿 在人群中显得极为眨眼 让我都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我走到跟前 这小子还探上脖子在瞧 我咳嗽两声 他居然直指那边 几乎流着口水说 鱼哥 那妞腿怎么那么长 那么直 一点坠肉都没有 真是添一分则肥 减一分浅瘦啊 刚刚好 太他妈好看了 那妞儿的腿确实挺养眼 我身边的美女里 林婉哥没见穿过裙子 林雨昕和佐辽 虽然没她腿长 但也是恰到好处 就像两对完美无瑕 不可增减的艺术品 可不知怎么 看着这双大腿 心里愣是感觉到了一股 难以抵挡的诱惑 于是又顺着小胖的目光 看向了走廊那头 那个长腿妞 居然戴着副墨镜 长发披肩 身材也是好得不得了了 我一时都看得有点忘乎所以 谁知那妞似乎注意到 我们俩无耻的家伙 正盯着她的大腿欣赏 摘下眼镜 转身冲我们一笑 并且还扭了扭小蛮腰 她大爱的 顿时逢自无限 百昧横生 我口水都差点要流下来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小胖辈的美腿妞 迷得齐婚八素 仰手嗨了一声 但随即 有个绑阔腰圆的男子 出现在女人身边 一脸横肉的 冲我们狠狠瞪了一眼 我连忙在这小子头上 拍了一巴掌 把他推进病房了 一看那人就不是好货 此刻我们正处于危困时期 不宜多声之劫 再说 被这事惹出麻烦 我以后怎么抬头做人呢 进了重症室 小胖让我戴上口罩 这是医院的规定 李燕与母女已经清醒了 但还戴着呼吸机 看到我之后 两人都是微微一笑 跟我打招呼 我把东西放在桌上 跟着母女说 你们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他们俩眨着眼睛 实意不错 我坐在花落床边说 你们放心养病 很快就会好的 这段时间我留在溪里 等你们出院之后我再走 母女俩感动得流下眼泪 虽然他们昨天像俩僵尸一样 但其实心里很清楚 包括我们说话 他们都能听清楚 我也不多说了 避免让他们心情过于激烈 再出现什么情况 于是让他们休息 我和小胖回到门外 坐在椅子上 打开韭菜吃喝起来 在重症监护室是绝对不允许喝酒的 可在走廊里 也被护士警告几次 我们俩于是仅喝几口 把白酒喝完 每人吃了一斤牛肉 基本上饱了 由于重症监护室 有人专门负责看护病人 我们只是允许探望 不允许长时间在病房治疗 所以只有在门外坐着守着 两人酒也没喝够 不敢再喝了 昨天一夜没睡 现在困得不得了 加上丁心这个烦心事 怕是再喝回醉了 别了消除困意 我们俩讲述这段时间 彼此身边发生的事情 他们在西岭平安无事 没啥可讲的 小胖听到度假存 惊心动魄的经历 一点困意都没了 听完后这小的说 我说于哥 你的命里桃花旺盛 走了一个林雨昕 多了俩美女 正应了那句话 你放弃一棵小草 得到了一片森林呢 少他妈胡说八道 什么小草和森林 佐疗和林晚哥都是女汉的 我们在一起就是好哥们 你别瞎猜 我一本正经跟他上课 小胖一撇嘴 得了吧 什么女汉的 他们能打是真的 可一个比一个漂亮 林晚哥我不太了解 就拿佐疗来说吧 你看到时来工作室的时候 那打扮比刚才那长腿妞 还性感三分呢 你敢说这是女汉的 这小子那对眼珠 专门就是看女人的 不过他说的也没错 林晚哥和佐疗虽然强势了点 但女人味失足 林晚哥那种冷艳的气场 我敢说 很难再找第二个女人比得上 即便是我姐 也逊色三分 丁心到底是从小 在山沟里长大的 论气质差了少许 一个人的内涵和气质 不是天生的 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佐疗那是有目共睹 这妞那次的打扮 确实火热撩人 何况鬼车族 养出的女弟子 对于容颜和气质 都特别的讲究 就像雷雪廷从小 打造林玉璽这个大美女 那都是费尽了苦心的 所以说佐疗的美女气质 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他们俩再美 那也跟我无关 我始终还是把他们俩 当成了哥们 不是说男人不喜欢美女 我也是凡人 不过 当你心里被一个女人 装得满满的 再容不下其他人时 就能体会 我这种心情了 我们俩说着说着 话题竟然又转到了 之前的长腿妞身上 小胖说 那男人一看 就是大哥型的人物 长腿妞肯定是逼量为娼 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说你当时干涉去了 怎么不去英雄救美 说不定还会造就一段 武林佳话 小胖黑黑一笑 得了吧 鱼哥 我这颗心全在花鹿身上 什么长腿妞 我就看看而已 男人嘛 长这对眼睛 不只是用来看路的 有时候就得看看美女 不然多亏得慌 一辈子没多久 不用那么假正经 你看几眼 你就代表背叛了女朋友 那是屁话 我问你说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就算把两只眼珠看下了 那也还不是你的 画粗理不粗 我心里比较赞同这番话 女人打扮的花枝招展 不是给人看的吧 你说他们穿出来 是让女人看的 那纯属瞎话 这是异性相细 谁都明白的道理 你穿再好看 同性都不会鸟你 反而女人之间 还会引起嫉妒 那不就是穿给男人看的 可男人多看几眼 女人有时候 还会骂你流氓 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聊着聊着 不知不觉到了夜里十二点 这期间 佐疗和刘雨摩 分别给我打过电话 两边都是一切平安 我看我们俩没必要 都耗着不睡 让小胖先直会儿班 我靠在墙上睡两小时 谁知刚闭上眼睛 听到走廊那头 传了一声女人的尖叫 我急忙睁开眼 只见一间病房门 光灯一声打开 嘎哒嘎哒的 人还没跑出来 倒是先传出了 急促高跟鞋奔跑声 跟着就看到长腿妞 冲到门口 抱着头 朝我们这边跑过来 随后那个绑粗腰圆那人 光着上身追出来 全身都是纹身和黑毛 只听这男人骂道 臭婊子 你陪床还背着我 跟野男人聊天 今天我要不杀了你 老子就不姓徐 女人捂着脸 只是不停地又哭又叫 眼看被男人追着了 忽然一转身 钻进了女厕所 那男人压根没任何犹豫 直接追进去 看样子这女人 也不是啥好货 背对自己男人 跟其他汉子聊天 被当场捉住了 估计聊天内容 不堪入目 否则不可能 让男人生这么大气 立马厕所里传出 踢打和女人 喊救命的声音 小胖看我一眼 我说 英雄救美的时候到了 快去吧 小胖问道 你呢 我在这儿继续守着 以防止凶手地 吊火离山计 我现在对任何人 都不放心 尤其到了十二点 这个时候 是最危险的时段 哦 那就瞧我的吧 小胖抬头盯着狼灯 吸了点光 呸呸在手心里 吐了两口唾沫 然后冲进厕所里了 我翘起二郎腿 坐好了会听到 姓许这男人 被打趴下求饶的准备 哪知小胖冲进去之后 一下子鸦雀无声 不过但他没奔点动静 连之前男人 打女人的声音 也消失了 一时间 整个走廊安静下来 本来有几个人 走出病房看热闹 见没动你之后 又各自回去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情况 有点不太正常 小胖吸了光源 进去肯定二话不说 揪住那男的 就是一通猛打 然后女人 会趁机逃出来的 可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 仿佛仨人都进了 时空隧道 被转移到了 另一个空间 我虽然有点 疑神疑鬼 但还是唯恐 这是凶手安排的陷阱 不敢闪离病房门口 心说 小胖就算有时候 脑子不大灵光 伸手是很硬的 五血化神 连安解都抵挡不住 在戏灵 能遇到敌手吗 这时 有个值班医生 从屋里走出来 揉着眼睛 看了看厕所 自顾自地说 他妈的 这厕所 老是半夜有鬼叫 出来后又没声了 说着 又走回屋里 把门关上 继续睡觉了 我倒吸口凉气 莫非厕所有问题 此刻正是自食 难道有 类似死亡之角的 鬼秘空间 在这个时候 突然打开 正好小胖闯入 仨人一起 被卷进去了 不行 这我必须要 进去看看了 五血化神 不是万能的 真遇到这种情况 他也对付不了 于是先敲敲病房门 屋里值班护士 硬了声 我这才放心地 冲进对面女厕所内 进去一瞧 果然空荡荡的 一丝人影都没有 我心说不好 他们仨看来 真是奇异消失了 但看到其中 有个厕所门紧闭着 便上前推了一下 忽然看到 里面蹲着一个女人 正是长腿妞 他诧异地看着我片刻 突然一声尖叫 有四郎 他大爱的 这是什么情况 他胃毛会蹲在厕所里呢 好像正在如厕 他男人和小胖呢 我皱眉问道 刚才见了两个男人呢 滚出去 救命啊 有四郎 这女人叫声 比刚才还要大 我看整栋医院大楼 都能听见 立刻就听到 外面响起脚步声 我才要接着问 医生跟一群 陪床家属冲了进来 他们一看到 我们俩这情景 二话不说 冲过来 把我安在地上 还有几个愤青 在我身上不住乱踢 你干嘛的 臭流氓 老子最恨你这种人 女人拉个屎 有什么好看的 你他妈真是来找屎来了 我差点没晕过去 我心说 她是在拉屎吗 没看到 她黑丝袜都没脱下来 妈的 还看到了 粉红色内裤 穿得好好的 分明是个骗局 你们都眼瞎呀 可这会儿容不得我分辨 一伙人把我从地上揪起来 推出厕所外 医生拿出手机 就要报警 等等 先别报警 我有话说 我现在是有案在身 被刘雨摩保释出来的 如果再以色狼罪抓回去 甭想再出来了 你有什么话说呀 医生怒气冲冲地问 我苦笑的 你刚才不是听到厕所里 我叫什么 我就是好奇进来看看 结果变成这样 如果我存心耍流氓 能让他叫出声来吗 我不管你信不信 这个厕所有问题 可能有鬼 话说到这儿 顿时众人吓得变了脸色 医生眼中也闪烁出惊惧之色 医院有鬼是很正常的事 况且医生自己刚才都说鬼叫了 你别为言耸听 蛊惑群众啊 我们这一场从来没闹过鬼 医生打断我的话 显得挺生气 可语气却软了很多 我哼了一声说道 我朋友还有这女人的老公 刚才都跑进来了 就眨眼的功夫全都消失了 不信掉监控 如果我说的是谎话 再报警也不迟 长腿妞这时插嘴说 我老公在病房 刚才也没见有人进来 只有他突然打开厕所门 要挤开裤子呢 我靠 这三八看来非要把我整死不可 这已经不用再想了 又是齐木安精心设计的陷阱 我转头盯着他 愣声说道 监控不会说谎的 调出监控录像 马上就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医生抬头看看走廊顶上的摄像头 咋吧咋吧嘴说 这 傍晚监控就坏了 一直没找人来修理啊 我差点没趴下 唯一的证据都拿不出来 我岂不是要成为第二个痘蛾了 外面咱还不下血呢 长腿妞一听此话 立马理直气壮起来 指着我骂道 她耍流氓 她当着我面要脱裤子 真恶心 众人中立马又响起一片骂声 长腿妞长得漂亮性感 肯定会得到很多男人的同情 我见群情汹涌 医生又重新拿起手机 心里急了 眼珠一转 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当即心里莫送招魂咒 双手虽然被扭在背后 但不影响捏法觉 这种招魂咒非常简单 加之医院里鬼魂众多 仅凭咒语招了几只鬼 还是挺容易的 果然 在医生正犹豫着去按手机键时 一缕阴风从走廊内刮过来 狼灯忽散几下熄灭了 顿时眼前陷入一片黑暗 不少人叫起来 还怎么停电了 我冷哼一声 有鬼来了 医生手一颤 手机灯光反射到他脸上 惨白惨白的 转头看向我 别瞎说啊 可能是保险跳了 不过语气充满了惊恐 众人又骂起来 说我趁机吓唬大家 想要逃走 于是抓住我的手臂 使劲地往上扭转 痛得我头上冷汗都下来了 我心说 今天我要不吓唬吓唬你们这些家伙 还真以为我在说瞎话 这些野鬼是来了 可是只是搞了阵阴风 把灯光熄灭 也不敢闹事 毕竟这里人太多 生气旺盛 死鬼也是不怕人的 我当下在此念咒 这是逼鬼现身的显灵咒 上帝有蛇 无辜降临 小鬼登堂 素来显行 极其如沥沥 这下死鬼们可不淡定了 在咒语的刺激下 只听走廊内 响起了一阵鬼笑声 加上阴风起来 在漆黑的走廊内 显得无比阴森 众人顿时熬的一阵尖叫 医生掉头跑回屋里 手机掉地上 都顾不上去接 众人当场跑了一半 还有一半胆子比较大的 留在原地 接着 一侧闪烁出 两只忧虑的鬼眼珠 照耀出一张 鲜血横流的鬼脸 另一半人 也大声叫着逃走了 长腿妞跟着众人 无脸要跑 却被我一把 钻住手腕拉了回来 你大爷的 谁跑你都不能跑 你不是想害我吗 今天要不让你 吓得屁股尿流 老子就跟你行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长腿妞被我扯住后 石声叫了起来 我这脸软倒在地上 我拿出手电 打开灯光 只见她大腿上 有不少水渍 没屁股 有尿流也是可以的 当下拖着她 回到重症监护室门外 拿出一张黄服 贴在门上 死鬼最喜欢的 就是生气微弱的病人 一旦让他们进去 李燕与母女 又要遭殃了 现在走廊里阴风阵阵 鬼哭狼嚎 除了我和长腿妞在外面 所有人都缩在屋子里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估计 蜷缩被窝里颤抖呢 我也不想把这些死鬼驱走 反正手上有福 这些都是普通野鬼 不敢靠近的 于是在椅子上一坐 冷声问着长腿妞 刚才你老公和小胖子 都跑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我又真的不知道 这三八哭起来 把脸趴在地上 全身不住发道 我就是负责 在厕所里等你上钩 其他的什么都没看见 我心里感到纳闷 即便期末安有 打开死亡之脚的本事 但也不可能像老黑头那样 随时随地打开一个口子 让人误入 除非有很深的邪术修为 像他这样年龄的人 是绝对不会做到的 佐疗在年轻一辈里 算是嚼嚼者了 他都没这个本事 何况是个上大学的学生呢 难道是赖东南 这老杂碎充其量 懂得点邪法小把戏 连怎么打开死亡之脚的办法 都不清楚 不会是他 我用力一钻他的手腕 你跟我老实说 谁让你躲在厕所里 因我伤钩的 那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三八痛得熬的一声叫 哭道 我老公让我这么做的 我躲进厕所里 假装叫几声 他就没影了 这让我有点头疼了 看样子 他没有直接跟其木安接头 是那姓许的家伙 接的生意 他们这些社会上的 有伞人员 专门收钱 帮人干些 伤天害理的不法勾当 他妈的 害老公 估计也就是临时滚床单的床友 将我抓住这三八 也不露面 就可以看出压根没有什么夫妻情分 有的 只是钱和利益 我心烦地回头看看病房 想找小胖又不敢离开 最后还是决定 跟佐疗打电话吧 可是拿出手机 拨了他的号码 却传来无法接通的语音提示 我又打刘雨摩的 同样如此 我心说不好 搞不好 秦莫安是同时出手的 牵扯我们双方 无法互相持缘 早知道这样 该把丁心也送医院 那便容易相互照应了 把你身份证拿出来 然后马上滚 我对三八冷声喝道 这会儿心里相当愤怒 恨不得把这三八衣服撕碎了 然后 然后我也不知道敢看啥了 长腿三八吓得全身一颤 慌忙从包里 掏出身份证递过来 我站在手里一脚把他踢出去 这三八灵滚带爬得起来 飞也似的冲进楼梯口 马上响起了一阵 嘎哒嘎哒急促的下楼声 就在高跟鞋敲击楼梯声 逐渐低弱时 他又喘了一声惊叫 之后便没了任何声息 他的死活我不在乎 但很可能 我这次招魂惹出了麻烦 有道是招鬼容易送鬼难 医院里的死鬼品种繁多 说不好会有利鬼在隐附 这次招出一部分 鬼气弥漫开来 又会将其他死鬼引诱而出 于是今晚就会变成一场鬼派对 我一来要对医院负责 二来必须尽快找到小胖 想到这儿 转身推开重症监护士的门冲进去 陪床的护士吓得一声叫 钻进床底下 你不要怕 我是病人家属 现在外面有点情况 我想把病人转移走 我蹲下来尽量有很缓和的语气 跟护士说话 但护士妹妹被吓破了胆子 趴在床下瑟瑟发抖地说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出来 咱们一人背一个 现在就转移 我害怕 我不由哭笑不得 他不敢出来 倒是让我发愁 不过 转着眼珠说 鬼魂随时都可能进来 瞄不出来 那就别怪我没告诉你 护士一听此话 非常麻利地爬出来 虽然满脸都是恐惧 但掩不住一张清纯可爱的面容 我先问他 这两人不用呼吸机 会不会有问题 他摇头说 暂时没问题 于是叫他背起花落 我把李渊宇附在背上 拉开门出去了 护士妹妹胆战心惊 跟在后边 我捎了一道开道府 然后向走廊那头直指 快驳走到尽头 这个房间是姓许的病房 我推门进去 拿手电照了下 是个单人病房 床上没人 确定这混蛋没回病房 便又出来 走进对面楼梯里 往上一连爬了两层 这层也停着电 走廊内阴风不止 看样子 整栋大楼都在闹鬼 此刻护士实在走不动了 气喘吁吁 跟我指着一扇防盗门说 这是生化室 里面有床 我一看有防盗门 感觉会安全一点 于是点头答应 护士把门敲开 里面值班的是个 三十来岁的男医生 人很随和 马上把我们让进来 我把李渊宇母女 放在床上后 护士观察一下说 他们现在其实恢复得很好 就算今晚不用呼吸机 也没问题 我这边放心了 跟他们俩说 有人要害我们 所以在我走后 除非我回来 无论谁敲门都不要开 俩人点了点头 我看都被闹鬼吓怕了 不是熟人敲门 他们绝对不会开的 当下留下两张符 从生化室里走出来 安置好李渊宇母女 我心里轻松多了 转头看看走廊两侧 心想 寻找小胖该从哪儿下手呢 这也是脑筋 比刚才灵活了很多 马上想起小胖失踪 其实并不稀奇 应该跟警察和道士 离其消失的手法相同 跟轨道一样 用的是缩地术 这种法术看起来神奇 但只要精通此数 用下场手法 便没两个人 还是很容易的 那么小胖当时被缩地转移 距离便远不了 齐摩安不会脑残地 在本层中平移 估计是上下变动 小胖不是跑到了上层 就是移到了下层 还在女厕所内 然后才有人把她引开 所以消失了 想通这点 马上决定往下层去找 这栋大楼一构十九层 目前我站在十七层上 往上空间少了 小胖肯定被引到了下层 还有长腿三八在下面那声叫 也是一个很好的阵营 齐摩安躲在下面 极有可能把那长腿三八杀死灭口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尽管想清楚了 小胖失踪的方式和方向 但下面还有十几层的楼层 并且这么多房间 谁知道躲在哪 我边沿着楼梯往下走 边转动脑筋思索 得想个法子 把齐摩安引出来 只要抓住他 小胖自然就找到了 可是转念一想 这孙子是半个灯油师 估计除了走疗之外 只有小胖的对付得了 我过去就是送死的 算了 还是先找小胖吧 这小子也是的 就是被引走了 也该叫两声或是打个电话 让我知道你的情况 难道被干掉了 想到这个可能 心头便是一惊 期末安今晚 大有一副把我们全部消灭的架势 一旦困住小胖 肯定不会手软 念及此处 我便沉不住气了 迅速往楼下跑去 心里莫属楼层 已经下到十三层 长腿三八应该就是在这层 遇到袭击的 我当下关闭手电 轻手轻脚地走进走廊里 四处一片漆黑 死一般的沉寂 连鬼叫声都听不到了 我提起一口福气 凝神倾听周围动静 往前小心谨慎地 一步步走过去 这层楼干净地过于离谱 好像一个病号都没住似的 就算没人说话 起码该有呼噜声吧 走了两步后 明白咋回事了 鬼气太过浓重 这玩意儿有很好的隔音效果 不但能使人产生幻觉 还会迷惑人的听觉 再往前走了几步 忽然听到了声音 右侧传出滴答滴答的滴水声音 在寂静的走廊里 这种本来微弱的声音 听起来却十分的清晰 每滴答一声 似乎这滴水都砸在心脏上 令人心头忍不住颤动一下 我不由声移 其他地方为啥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滴水的声音却听得如此清楚 我转头向右看了看 确定大概位置是厕所 心念一动 于是转身向右摸过去 寻着声音 一吸进了厕所门口 这应该是女厕所 漆黑之中 仿佛看到一条黑影 助力在面前 滴水声此刻 越加清晰起来 我心里顿时生起了一股不祥预感 当即打开手电 一瞧之下 在这一瞬间 头皮麻了 面前两尺之外 站着一个女人 全身都在往下滴血 她的面容 已被鲜血染红了 根本瞧不出长得啥模样 不过 从小短裙和修长的黑丝腿来看 认出了是长腿三八 不用检查 她肯定死透了 挂着雪珠的睫毛下 眼珠暴突 灰蒙蒙的 半点光彩都没有 伤口应该在头顶 此刻还在不住地往下淌血 看样子 刚刚被杀不久 我心里暗叹一声 可惜了 这么一个漂亮的长腿妞 就这么挂了 暴殿天雾啊 不过 死得也够活该 像这种人 没啥可怜的 正要转头走出去 突然一间厕所里 响起了微小的声音 我立马察觉了 停下脚步 将手电 射到那间厕所门上 然后灯光下移 我弯下腰 往缝隙里查看 也不见有人 但刚才声音 我绝对没听错 里面一定有古怪 我走过去抬脚 叫提门 不料 门却突然向外打开 带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撞到脚上 反而把我撞飞出去 这下可好 将身后的尸体撞到后 我又狠狠地跟墙壁 来了下亲吻 但不是用嘴 用的是后脑勺 都没来得及看清啥玩意儿 已经被撞得眼前冒金星 落在地上 感觉全身零件都被撞散了 正在七荤八素之际 只见一道黑影 驯如闪电般扑过来 我心之不妙 翻身往旁躲避 饶势动作够快 左肩膀还是被力气滑开一道口的 鲜血顿时狂勇而出 同时痛得我不住裂嘴 但我不敢烧停片刻 知道这玩意儿 还会进行第二次攻击 随即再次往旁边翻滚 同时伸手在包里 摸倒了咽血塑料袋 里面的咽血锁剩不多 就该上个底了 当我刚把带子打开 那条黑影又扑寸而至 好在我不停翻滚 让它扑了个空 手电刚才脱手落在地上 此刻这玩意儿落地 才看清是什么玩意儿 一下子全身寒毛直竖 一颗心都悬进了嗓子眼 它大爱的是烟梨 我是在纳闷的 医院里怎么会有烟梨呢 随即就想到 是赖东难干的 老杂碎为了对付我 又在德阳山上 捉了只小烟梨 你别说 这玩意儿杀人 比任何东西都好时 估计长腿三八 就被这东西给弄死的 不过烟梨再厉害 毕竟是要挟 同样会惧怕咽血的 可他的速度太快 想用手指点上的身体 恐怕那时 我也被开膛破肚了 于是接着往旁翻滚 手指沾了咽血 迅速点在自己脑门上 咚的一声 已经滚到墙根 狠狠撞了下 再也滚不动了 烟梨额头上 突然冒出一道蓝光 显然两次都没扑中我 显得非常愤怒 搜的跋身飞窗过来 我此刻是退无可退 躲无可躲 眼睁睁看着 一道蓝光火速飞至 如果他不惧怕燕血 那哥们就是下地府 找长腿三八的下场了 找他干啥 哥们不能白死 怎么也得把他衣服撕碎了 蓝光到了眼前 毫无停顿的意思 我顿时万念俱灰 闭上了眼睛 可是过了片刻 这死玩意没动我 我又好奇地睁开眼 不知道啥时候 又退了回去 远远趴在那 瞪着一对胸痕的小眼珠 死死地盯着我 我于是尝出了口气 燕血还是起到了作用 让这死玩意在最后一刻 被吓跑了 我慢慢坐起身 拿出燕血袋 发现里面真是剩个底了 并且已经干枯了 我手指上只是沾了少许的干粉 难怪燕里刚才没什么反应 是到了跟前才闻到气味的 这真是咸到了极点 咬破手指 往燕血袋里挤了几滴 然后用手指调和 足够又用几次了 在脑门上重新涂了燕血 起身走过去 把手垫进去了 燕里一见我走近 吓得脑袋一缩 往后不住退步 我心说得想办法把这玩意捉住 不然跑进走廊 那会害死很多人的 我摸了摸下巴 心里便有了计较 拿着手垫往后退回墙根 燕里一见我往后退 又壮着胆爬回来 我抬脚爬到窗台上 想把他引到近处 然后飞扑过去 把燕血点在他眉心 这也是赌一把 没有酒泡洋葱 只能行险用这招制服他了 眼看着燕里往前又挺进几步 忽然小眼珠一阵乱转 掉头跑了 瞬间窜出厕所 消失不见了 我心说糟糕了 跳下窗台 火速追了出去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等我追出厕所门 这死玩意早跑们一样了 手垫在走廊左右照射 空荡荡的 连根毛都看不到 我心里这个鸡啊 必须把它找出来 不然整栋大楼里的病号 全都完了 我当下拿出柳条 打开阴阳眼 此刻 走廊内鬼气蒸腾 但一只死鬼都没有 估计是被烟梨吓跑了 掏出一张大金光符 面皱燃烧 将浮火甩出去 随即 浓重的鬼气 丝丝鸟鸟飘散开来 可是提气行听 你就听不到什么声音 仿佛这层楼除了我之外 一个人都没有 心想 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事 于是又掏出一张 太医使者符 这是一张高级符咒 能镇压附近一切要挟 并且威力 可以叠加三重 是比较牛逼的一种法咒 由于没用过 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但想到此刻 这种符比较对路 就算镇压不了阴梨 也能逼他发出动静 天地清零 日月星辰 五斗五星 玄机欲横 飞不识者 铁甲为神 左倾泰山 幼之昆仑 真符到处杀鬼万钦 敢有俱逆 化作微臣 积极如律力 念完咒语 手臂上感到一股 强有力的气流 涌到指觉上 这张符轰的就燃着了 果然威力不同于普通符咒 符火都是那么生猛 我甩手将燃着的黄符 丢入前方黑暗中 顺势之间 鬼气消散得干干净净 走廊内的灯光 在与此同时 齐刷刷地亮起来 我心说 这符真够牛逼的 之前怎么就不用了 原来这么好事 灯光一亮 便听到左侧一间病房内 传出微小的动静 我唯恐是病人发出的声音 于是探头向两侧倾听 左右都没半点气息 心想 那就进去瞅瞅 拔出桃木剑 将燕血涂在剑尖上 飞脚踹开这扇房门 只见屋内亮着灯 一个人站在门口 灯搭了一对恐怖的眼珠子 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满脸都是惊骇的表情 他大爱的 这人正是气慕安 没想到这么容易 就找到了他 我不由得一愣 随即往后退开两步 以防中了他的袭击 哪只这酸的站在当地 一动不动 惊骇的表情凝固在脸上 突然 奇窍开始往外一雪 恐怖的情形 十分吓人 我又是一朗 哥们我还没动手呢 就把你吓得自己 做了了断 看这情况不像啊 再仔细一瞧 他肚子里不住的鼓动 我头皮一麻 马上明白咋回事了 应该是燕离受到 太医使者咒和 咽血的双重威吓 仓皇之下 不管是谁 便从嘴巴钻入 进了他的肚子 燕离杀人最凶狠的手段 我可是亲眼所见的 从嘴巴钻入 然后由脑门钻出 长腿三八 就是这么被害死的 可这次不同了 燕离想找个避难的地方 于是 把他的肚子 当成了躲避的场所 但这一进去 肯定将五脏六腑 全都搞得一塌糊涂 这孙子不马上挂掉 才怪了 这情况虽然出乎意料 但也正是我想要的 如果他跑出来 以他的速度 我还真没把握追得上 当下不假思索地 掏出两张封印符 一张贴齐木鞍头顶 一张贴在肚皮上 燕离顿时在肚子里 一阵激烈地碰撞 左凸右鼓一阵子 终于安静下来不动了 五神封印符 那也是高级玩意 连妖鬼残破都封得了 燕离就不用提了 好在是他自己 钻进了死胡同 等于帮了我一个大忙 抹了一把头上汗珠 在屋子里瞅瞅 床上被乳凌论 却一个病号都没有 看不到血迹 心里稍稍放心 希望不是遭了 这孙子毒手 回过目光 再看这孙子凄惨的死状 本来应该高兴的 心里忽然觉得 有点不太解气 感觉让他死得 过于痛快了 如果把他踩在脚下 揪着燕离 在他面前一阵吓唬 等折磨够了 再把燕离塞进 这孙子嘴里 那样爽快的心情 简直没得理 并且死的也不是时候 还没问出 怎么破解燕妹 但不管怎么说 这孙子死了 总之是简直的 庆核的事情 当下走出病房 把门带上 等找到小胖后 再将他和肚子里的燕离 想办法送到德阳山下 用三妹真火焚烧了 我挨个病房推门查看 越看越是心惊 每间房都是空的 这里的病号 人间蒸发了似的 难道全都被 缩地树转移了 心里这么吃惊地想着 已经找到了走廊尽头 最后一间病房 伸手推开 忽然一道冷风涌出 我心之不妙 忙收手往旁边躲闪 饶势动作够快 手腕上 还是被一根铁棒 打了一下 当起通入骨髓 随之一条黑影 从门内闪电般地窜出 冲入对面楼梯内 消失了踪影 一些就是赖东南的模样 他大矮的 是这老杂碎 恨得我差点没把牙咬碎了 才要冲进楼梯去追 忽然想到 他跟器木庵 为啥距离这么远 这屋子里 恐怕有古怪吧 身头往里一看 靠 一个肥胖臃肿的家伙 被吊在电扇上 在半空中不住地晃悠 我显些没气云过去 五蟹化身呢 又传门去了 不过看到这小子还活着 我也就放心了 没好气地走进来 才要开口 只见小胖搭了只脑袋 跟我唱起了二哥 一个螃蟹八只脚 两只眼睛那么大的壳 两把夹着肩有肩 走起路 捏一捏不着 我去 看样子真变儿师兄了 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地说 门前大桥下 游来一群鸭 快来快来 数一数 二字六七八 我一排脑门 这小子会的儿哥还不少 是不是真傻了 急忙跳上病床 攀住电扇 拿出匕首磕断绳子 这小子于是咕咚一声 重重摔在地上 痛得叫道 哎呦妈呀 好疼啊 他妈的 哭了起来 那模样简直就像个孩子 用手抹着眼泪 屋里哗啦放声大哭 我心说糟糕 还真是傻了 不会是赖东南 给他吃了傻药吧 我跳下床来 骂他两句 这小子哭得更凶了 一个劲地喊妈妈 这下搞得我没了脾气 伸手摸着他头顶说 乖不哭 妈妈在这儿呢 这小子居然一下 扑到我怀里 牢牢抱紧我 妈妈别走 我不哭了 我要吃奶 我差点没哭出来 他傻不要紧 我从哪弄奶去 只见这小子两只猪蹄 摸向我胸口 一巴掌打开 吃你妈个头吧 小胖垂地大哭 让我犯愁了 这咋办呢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小胖忽然变傻 又是找妈妈 又是吃奶的 搞得我愁容不沾 我翻开他眼皮看看 不像是中邪 看样子 真是被赖东南逼着 吃了什么药 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就没辙了 只能找佐疗解决 刚拿出手机 只听走廊里人声鼎飞 热闹起来 我探头往外一看 有几个医生护士 带着一群病号出现在外面 只听有人说 怎么稀里糊涂就跑到十楼了 只听有人说 怎么稀里糊涂就跑到十楼了 下面还没电 另一个人说 廖医生真是个好人 要不是他 都把我们吓死了 我于是明白了 季摩安果真是用缩地数 把众人都转移到了十楼 医师带着他们 又摸黑走回来了 此刻见他们 按照自己房间号回屋 也顾不上再打电话 忙把小胖拖出门外 有个医生看到我们俩 大声贺问你们是谁 躲在病房里干什么 小胖回答得很及时 我要找妈妈 我要吃奶奶 我差点没汗死 才有开口解释 忽然看到有个病号 回庆墨安所在那地方 急忙大声喊道 别急 里面有危险 那人压根不停 推门进去了 然后就尖叫一声 抱头跑出来 死人了 这话遗憾 立马让整个走廊沸腾起来 胆小的全都逃向楼梯 胆大的还围到门口往里瞧看 边瞧边指手画脚地议论着 我心里大急 你们议论个毛线呢 烟梨万一跑出来 让你到黄泉路上议论去 医生此刻也控制不住局势 边跑到我跟前 诧异地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啊 我认出来了 你是福林工作室的丁余丁大使 这里发生了什么 没想到有个识货的 哥们儿我好歹在西岭算个名人 上过报纸的 我当下丑媚说 有破坏分子在医院搞鬼杀人 被我识破了 所以追过来捉他 那个病房里的死人就是凶手 他玩鬼遭到反扑 被鬼杀了 不过凶鬼被我封到体内了 不能让任何人接近 你先去安抚病人 死尸的事我来搞定 这医生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胸口挂着工作牌 名字叫廖深义 他倒是挺信我 点头当 好 我先去稳定病人情绪 你动作快点 千万别闹出大乱子 要不要报警 他最后问了一句 暂时不要报 因为各楼层阴魂不散 如果有警察闯入 我怕他们会受到惊吓到处害人 等我控制了局势再报警不迟 我假装为了病人着想 不要他报警 廖医生点头 好 我相信丁大师的本事 那你要尽快控制局势 说完 他掉头约束病人去了 我拖着小胖 像拖死狗似的 来到那间病房门口 将门关上 在门板上 贴了一张封印符 告诉围观病人说 千万不要打开 否则后果自负 这才拿出手机打电话 可是佐疗手机 依旧是无法接通 我心说 主谋都挂了 他们那边怎么还没搞定 正要拖着小胖去厕所 得把女尸藏起来 正在这时 那伙胆大的病号 一起嚷嚷着要报警 并且有人在厕所门口 发现了血迹 又跑到里面 看到长腿三八的尸体 吓得嗷嗷直叫 廖医生彻底失去控制力 有人拿出手机报警 有人把我们围住 说我们害死两个人 不能就这么跑了 我不由头都打了 你说你们这些病号 住你们的院就是了 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忽然间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长腿三八的劳工 庆许那王八蛋 哦 我知道了 原来是你在从中跳跛 你雇主都死了 还这么拼命干啥 还有人给你钱吗 这孙子见我目光看过来 情之露馅 掉头就跑 结果刚跑两步 突然咕咚倒地 双手握着自己喉咙 和和门嚼着 四肢不住抽搐 廖医生吓得慌忙跑过去 翻翻眼皮叫道 赶紧送急救室 话音未落 这孙子俩腿一蹬 断气了 又有人莫名其妙的死亡 顿时在走廊里 笼罩了一层恐怖的气氛 那些胆壮的病号也怕了 哥哥贴着墙壁说 警察怎么还不来 谁要找警察啊 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 从楼梯口传来 我一听心里便松了口气 是刘雨摩 他从楼梯口转入走廊 拿出证件 让众人看了看 大家伙才缓和地紧张情绪 廖医生拉着他 才有说情况 他都顾不上听 直接走到我跟前 压低声音问 这里发生了什么 一共死了几个人 话还没说完 小胖抱着他腿叫道 我要妈妈 我要吃奶 刘雨摩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 小胖怎么了 我苦笑道 小胖变傻了 这会儿不是说话的时候 你先稳住大家伙情绪 对了 你们手机怎么打不通 必须让左辽赶紧过来 左辽他在楼下呢 刘雨摩刚说到这 直见楼梯口人影一闪 左辽赶到了 我忙跟他使眼色 他随即快步跑过来 刘雨摩跟我点点头 转身去安抚大家情绪了 左辽顿下来问 这什么情况 我还没开口 小胖又死皮赖脸的 搂住左辽喊道 妈妈 妈妈 我吃奶 他大碍的 伸出猪嘴 往他怀里拱去 左辽腾得一下 脸就红了 一耳光把这小子 打得翻滚出去 这牛手得多狠呢 立马让这小子 半边脸高高肿起来 多了五条手指印 他是被吓了 儿吃迷魂香 种了这种迷药 除了儿时的记忆外 全部都忘了 所以就回到 一两岁时的状态了 左辽说着话 还气鼓鼓地 瞪着小胖 我点点头 果然是被吓了药 绝对是赖东南干的 当下问他 有解药吗 暂时没有 那要凌晨去山野之中 收集露水 不过不用担心 这种迷药 没有后遗症 左辽说道 没有后遗症 我就放心了 可是怎么都想不通 五蟋化身 不是百毒不侵吗 咋就破解不了 迷魂香呢 左辽看穿我的心思 跟我解释说 这种迷魂香 是屏蔽记忆的麻药 由于无色无味 他身上的五蟋化身 也无可奈何 等发现之后 人已经变吃变傻 五蟋化身 于是也就潜伏不动了 这会儿警局 接到报警派出的警员 也赶到了医院 跟刘宇摩一碰头 正在勘察 两个死者的现场 病号此刻情绪 都得到稳定 正陆续回到病房休息 我这时才想起 他们俩为啥来医院了 于是问左辽这个问题 他眉头一下皱紧 显得特别犯条 刚才工作室闹鬼了 我和余三都难以控制 定心体内的夜魅 受到刺激 变得十分疯狂 瞬间整个人都哭受下去了 眼看命悬一线了 我们手机没有信号 一商量就逃出工作室 来医院跟你会合 大家一起想办法 就定心度过这个难关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听了左辽的解释 我心里咯噔一下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原以为还有一天时间 谁知气慕安今晚 疯狂做出报复 要定心和李言语母女 不能活到天亮 想到这儿 一颗心顿时乱了 我们压根还没想出 破解燕昧的法子 如今秦莫安又死了 这该咋办呢 左辽看着我一脸痛苦的表情 柔声说 不管怎么样 在这关键时刻 不能让自己乱了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就活定心 我极力平复自己 烦乱的心情 几致越压制 心里越乱 有谁在自己亲人 面临死亡之际 还能沉得住气 何况这不是手中正经 而是说人祸害 即将年轻腰折了 我紧要嘴唇 都快咬出血来了 左辽握住我双手说 也不要比自己太狠 现在又不是你一个人在 还有我在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跟你一块儿拱进退 他这番话 讲得我心里十分感动 咬着嘴唇点点头 跟他说 你把小胖捆住 免得他到处出仇 我去看看丁星 现在什么独咒 我都不在乎了 左辽能够明白我的心情 点点头啥也不说 掏出绳子 去捆绑小胖 我转身走下楼梯 每往下走一台阶 心里都是非常的沉重 按理说 现在这个时刻 丁星正处于死亡边缘 我更不应该去跟他见面 可能因为这次会面 会让他马上断送了性命 可我知道 今晚可能没有办法 挽回老姐的生命了 如果在他临死之前不见一面 岂不是遗憾终生 父母早亡 他既是姐姐 又充当了母亲的角色 世上就这么唯一一个亲人了 我不能在他死前 都不见他最后一面 到了下一层 可能左梁和余森屈服 将轨迹驱散 恢复了灯光 丁星就放在走廊座椅上 余森和黄美英 坐在两边照看着 他们母子见我走过来 都感到颇为惊讶 一个叫了声大兄弟 一个喊了声丁叔 我只是点头打招呼 一句话没说 来到跟前蹲在地上 看着眼窝深陷 瘦得一把骨头的丁星 立马心头一痛 再也忍不住眼泪 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 黄美英递过了一张纸巾 我都没接 闭上眼睛 心里在想着 我必须要救活他 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一定要他活 就算他进了地府 我也要追进地府去求情 这时只听黄美英母子 两个啊的一声惊呼 我黄妈睁开眼 只见丁星全身抽搐 张大嘴巴出其多兮兮少 眼看就要断气了 我一颗心沉到底 看来是我们的见面 又害他早走一步 他大爱他 这次 我跟他一块亲地府 想到这儿 伸手握住老姐 干枯瘦弱的小手 心里又是一酸 正巧此刻 左辽拖了小胖 从楼梯上下来 看到丁星的症状 吓得面无人色 忙将小胖丢下 一溜小跑的跟前 丁瑜 你先上去避一避 我再想办法 把他三晚起破吊住 这样还有个 想办法的时间 左辽说着 要把我拉起来 我摇着头不动地方 嘶哑着声音说 他已经不行了 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我要亲手杀了叶妹 给他报仇 我要妈妈 我要吃奶 靠 这会儿小胖害了天论 让我心里一阵怒火 转身跑过去踹着他两脚 余森和左辽 赶紧跑过来拦住我 够了 左辽怒声呵斥 你发火有什么用啊 就算你要杀人 能救回你姐的命内也行 你去杀人我们绝不拦着 可现在丁瑜 不是没了任何机会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他骂就骂吧 还啪的给了我一截耳光 你别说 这巴掌立马把我打清醒了 我仰头吐出一口心里的闷气 晃晃脑袋 心里的烦躁消除了一大半 低头看着小胖说 对不起 我是孙丹 不该找自己兄弟出气的 左辽哭笑不得地说 他就算这会儿恢复了记忆 也不会跟你计较的 做兄弟的 就要分担彼此之间的痛苦吗 好吧 你清醒我很高兴 还是赶快想办法 怎么抱住丁心吧 我回过头 只见丁心在座椅上 抽出得更加厉害 这会儿黄美英已经跑过去 叫了医生护士 推过来氧气瓶 给他树上氧气 这样他的情况暂时得到缓解 抽出的四肢 逐渐平复下来 我心说想办法想办法 赖东南说 燕梨能去除夜魅 现在楼上就有一只 新城的燕梨 可他妈这老杂嘴 在胡说八道 难不成让燕梨 钻进丁心肚子里 跟契模安一样 被害死了 忽然间 从燕梨上想到一个办法 低头看看小胖 再看看佐疗 他见我一副 若有所思的表情 惊喜地说道 你是不是想到办法了 我点了点头 蹲起来问他 燕梨不可能进入定性体中 去透夜魅 但五星化身却可以 不等我说完 佐疗欢呼一声 抱住我脑袋 在他额头上碰了下 这什么毛病 这也太不像话了 我们虽然是哥们 但毕竟男女有别 佐疗突然发觉 自己高兴地望乎所以了 顿时脸一红 又给了我一耳光 你干嘛又打我呀 我捂着脸诧异地问 我怕你还没完全清醒呢 再说了 只打一边多偏心呢 这样两边平衡了 这妞低着头 解释得很坚强 我这会儿顾不上追究那么多 跟佐疗说 把定心抱进十五楼 重振监护室 那儿有空床位 我们这就做法去 佐疗起身跑过去 叫余森抱着氧气瓶 他背起定心 黄美英在旁边帮忙扶着 奔向楼梯 我提起小胖随后跟来 一口气爬到十五楼 冲进重症监护室 将丁先放在病床上 黄美英和余森到门外看守 我和佐疗留在里面 将房门反锁了 要让五蟹化身出来 必须先解开九龙蝉鞋 这个是我做的法术 懂得怎么接触 当下拿出一根红绳 在小胖身上缠绕一砸 捏绝念咒道 主神有请 助我解铃 九龙蝉鞋断 随着咒语念完 直觉挑起红绳 用力一扯 红绳便崩断了 佐疗马上接手 拿好了风魔瓶 对准小胖额头 大声念叨 黑水使者引诱妖精 浮道奉行 不得停留 戳 我这一刻心里非常紧张 因为五蟹化身 也是跟小胖的灵魂融为一体 这样隐魂 会不会把小胖魂魄 一块洗走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好在我担心的事情没出现 五蟹化身虽然跟小胖魂魄 捆绑在一起 但随着九龙蝉鞋断开 让他暂时得到脱去束缚的爽快 从小胖魂魄上离开了 并且还要感谢赖东南的迷魂箱 侵入小胖魂魄魄内后 把五蟹化身也传染了 估计有点变傻 所以才会脱离小胖 随着左梁的咒语 化作一道黑气 从小胖额头冲出 钻入蜂魔瓶内 左梁随即转手过来 将蜂魔瓶口扣在 丁心印堂穴上 又念咒道 谢魂脱家 黎珠灵舞 出 这是把困入蜂魔瓶内的 五蟹化身赶出来 但瓶口在丁心额头上 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 他乖乖地钻进去了 只见丁心整个额头上 布满了一层黑气 他的身子颤抖几下 跟着胸腹之间 拨住抖抖 最后整张脸都变黑了 好现象 五蟹化身进去之后 要找落脚处 遇到叶妹 已经斗起来了 左辽右手中的风魔瓶 依旧扣在丁心眉心上不动 左手在前额擦了把香汗 我欣喜地点头 叶妹才躲到的气候 肯定挡不住五蟹化身 这老蟹精的 心里稍稍地松口气 想起 要不是左辽那巴掌把我打醒 还想不到这个主意 那丁心就完了 真要感谢这牛啊 不过 又想起她打我的第二巴掌 不由得笑了 江湖儿女 居然也有扭念的时候 其实那个动作也没啥 属于自然行为 但到底还是脸皮薄 如果换上花落 绝不会害羞 就是林婉哥 都不可能太过在意 心里忽思乱想着 只见丁心呼吸越来越急促 脸色越来越黑 犹如浓墨一般 她胸腹之间不再抖动 此刻变成了额头在起伏 脑骨好像变软了似的 像水波一样上下浮动 看来他们的斗争 已到了白热化地步 燕妹似乎被驱赶到了 灵窍出口 眼看就要成功了 裹不出索料 索料右手中的蜂魔瓶 一阵阵颤 丁心脸色也刷得变白了 黑气消散得一干二净 索料欢呼一声 迅速把蜂魔瓶翻转过来 插上木材 贴上一张封印符 她随即又拿出一张蜂魔瓶 要去吸出五血化身 我这时忽然发觉 丁心情况不对 盲身手拦住 叶妹虽然被驱赶出来 但丁心却歪着脑袋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情况很不正常 我伸手在她鼻子下探了下 没有任何呼吸 再默默脉搏 叶妹心跳了 我一下呆住 可能是五血化身 和叶妹拼斗时太过猛烈 让丁心魂魄受损 她本身已经奄奄一息 哪经得出这种折磨 在叶妹被驱赶出来那一刻 她也随之断气了 左辽放下风膜瓶 把耳朵贴在丁心胸口上听了听 焦急地说 赶快做人工呼吸 我摇摇头 不管用的 丁心这次应该是死透了 胸肺复苏是救不活的 不过突然眼前一亮 又想到个主意 灯光 快让她吸取灯光 左辽呕了一声 拿手电照向丁心双眼 我心说不是那地方 握住她的手腕 将灯光移到眉心上 这会五血化身 还没有跟丁心魂魄融为一体 不能透过她的眼睛来吸取光源 只能从灵窍送入 这能管用吗 左辽双眉紧皱 眼里充满担忧 我心里也没把握 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五血化身换了个躯体入住 她应该不想住在死人身上 给她光源恢复 刚刚因为恶斗消耗的元气 估计会尽力拖住丁心的魂魄 不使离体 这样就有很大几率复活了 左辽不住翻开丁心的眼皮查看 只见瞳孔逐渐放大 我这颗心也越来越凉 正想放弃的时候 魂见瞳孔缩小 丁心晃了晃脑袋 噗的一声 吐着口啄气 翻身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 呼呼喘着粗气 我一下高兴得心差点没炸开 忘乎所以地抱住佐料 捕住她蹦条 滚开 我不但被推开 还挨了一脚 老姐虽然成功复活 但还不能让五血化身离开 现在她的小命 全仗着这玩意在支撑着 不过 要立刻做九龙缠鞋 否则五血化身 万一在陌生环境里住不惯 偷偷跑了怎么办 可是没有阴王墓那种 气势磅礴的九龙风水局 想做九龙缠鞋是很难的 好在这难不住佐料 她用黑服制作了九条黑龙 念周祭福后 我再做九龙缠鞋 只见丁心气色逐渐好转 行说五血化身八成被缠住了 我们均个长出了一口气 丁心尽管身在被厌媚祸害得非常瘦弱 但被五血化身帮忙 恢复了大半元气 看起来情况比李燕与母子强得多 并且恢复起来也会非常迅速 她喘了会儿气 看着我们问 你们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我黑黑笑道 这其实说起来 要感谢赖东南 她想害我们不成 反而启发了我的灵感 混蛋 我以后身上住着一只妖蟹 还怎么嫁人呢 丁心气得骂起来 我挠了头 嗯 这也没什么 我觉得倒是因祸得福 以后所向披靡 天下无敌了 丁心翻白眼瞪我一下 滚 都是你闯的话 还敢继续站在我面前 不害死我你不开心是吧 我搭了下脑袋呕了声 连忙走向门外 等等 丁心又叫住 转过身让我看看 你以前瘦了 老姐心疼地看着我 叹了口气 忽然转头瞪着左辽说 你怎么不好好照顾她 左辽一下愣住了 连我都感到疑惑不解 只听左辽问 我为什么要好好照顾她啊 老姐没好气地说 她跟林雨昕是不可能的 这不是便宜你了吗 你不应该好好照顾她吗 我去 老姐怎么乱点一圆谱 我真是服了 左辽气得差点没笑出来 掉头走向门外 边走边说 千万别便宜我啊 谁喜欢捡的便宜就给谁捡 反正我不稀罕 说完推门走出去了 丁星看着我 她不稀罕你 那你们刚才为什么要抱在一块 我也走向门口 姐你眼花了 滚回来 把话给我说清楚 不行啊 咱俩不能再见面了 否则又得害了你 我逃也似的跑出来 把门关上 黄美颖母子正问我们俩 丁星情况怎么样了 只听里面传出 小胖叫妈妈吃奶的声 跟着 想起丁星的怒骂 乒乒乓乓乓 一阵痛扁声 我不由全身打个哆嗦 小胖这下 彻底变猪头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叫黄美颖母子 紧无照看丁星和小胖 我和左辽下到十三层 看目前是啥情况了 主谋一死 赖东南逃走 雇佣的帮手也都挂了 除了阴离这个祸患外 医院此刻 应该恢复太平了 可是下楼梯的时候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漏洞 主谋既然死了 赖东南逃走 那么姓许的怎么会死 他总不会眼见无路可逃 畏罪自杀了吧 这个可能几乎为零 他的死比任何人的死都诡异 说不定齐木安还有同伙 想到这儿 加快脚步下到十三层 这时警察基本上已勘察完现场 有刘雨摩在 我这个重要嫌疑人 于是变成了目击证人 被叫过去当场露了口供 他们现场检验尸体 齐木安和长腿三八的死 确实不是人力所为 完全可以排除是人动的手 只是姓许那个男人 是后腰上有一处针尖一样的微小伤口 暂时确定是被人用毒针偷袭 才导致死亡的 这个情况也能把我排除了 因为当时我们距离很远 又在人群当中 我不可能非真杀人 这一点刘雨摩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没这功夫 只是病号当中就有可疑之人了 趁乱给了那小子一针 十三层走廊的监控倒是没坏 警察却调取录像了 可是虽然刚才这层恢复电力 但监控室是否停电 这很难说 刘雨摩小声给我介绍 那个姓许的死者 是西岭小有名气的社会渣子 靠收保护费过日子 这种人属于过街老鼠 人人痛恨 死了半点不值得可惜 但出了人命 必须要调查清楚 很多病号把矛头指向我 所以过会儿 我可能要随队回警局 可是进去的话 恐怕再也出不来了 虽然丁星被救活了 齐摩安也死了 但姓许的死得太诡异了 我怀疑 赖东南继续在幕后指挥 如果我被关进去 我怕你们难以应付 我跟他摇耳朵说 这小子也是挺犯愁 冥私苦想一阵子 好吧 我先硬扛着 把这些搞清楚再说 我歪头看着他 你很为难吗 这个你肯定知道 还用我解释 刘雨摩苦着脸说 好吧 我回头跟我姐说说 你两面三刀 想要害我坐牢 别别别 你别跟你姐说什么 我不为难 我一点都不为难 刘雨摩急忙认错 那张苦瓜脸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不为难就怪了 可他怕我老姐 最怕的是我去挑拨是非 别人说老姐不信 我是她亲弟弟 你说她能不向着我 我们正说话之际 警察从病房里 抬出契木案的尸身 我顿时吃了一惊 这玩意儿 目前是不能动的 残药出声阻止 廖医生跑过来叫道 丁大师说 不能动着尸体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信我 可警察哪听他的 一把把的推开 抬着尸体 走向楼梯口 忽然尸体头顶上扑的一声 喷射出一道血液和脑浆 跟着 一道蓝光便闪现而出 随即快速窜入楼道里 补减了踪影 而前后不过两秒的时间 我都没顾得上张嘴 事情已经发生完了 那俩警察吓得 丢下尸体跑回来 刘雨摩惊诧地看着楼梯 那就是燕离啊 我和左辽过不上回答 迅速冲向楼梯 一口气跑到下一层 这层走廊也恢复灯光了 静悄悄地 看不到一丝踪影 于是再返回楼梯往下找 左辽边走边拿出酒泡洋葱 由于经常要进死亡之脚 需要大量燕离血 所以身上时刻背着这东西 再往下跑了一层后 发觉刘雨摩没跟来 觉得不对劲 心里隐隐升起了一股不祥预感 于是跟左辽说 捕住燕离的事交给你了 我上去看看 左辽点头说 注意了哪个警察 我怀疑他们其中一个人 是凶手同伙 我恩了一声 嘱咐他一句小心 然后掉头飞奔上楼 回到十三层后 走廊里的人走得干干净净 连气磨岸的尸体也不见了 显得非常诡异 我心说 电梯还没恢复运转 他们又没走楼梯 去哪了 跑到一半室 想问问撂一声 结果屋里没人 并且地上还有一溜血迹 我心说不好 随即从屋里跑出来 冲上十四层 这里也看不出任何动静 又跑上十五楼 这一层还没恢复灯光 但精密异常 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连忙冲进 中定街护士 不由傻眼了 灵心他们一个不见 连小胖都没应了 我心里惊异不定 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解释 对方用的还是缩地数 可气墨安都死了 还有谁懂这种写法 他大爱的 气墨安不会不是主谋 只是个帮凶吧 真正的幕后真凶 到现在都还没露面 想到这儿 感觉自己太过大意了 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气墨安最多只有一个同伙 便是杀死姓许的凶手 杀人灭口之后 藏皇逃离了 谁知 并不是这么回事 真正的主谋 一直在暗中躲着并未露面 气墨安只不过是一枚棋 没了这孙子 整个阴谋还在继续着 那这次主谋会不会是赖东南呢 以前他留给我的印象 或许是故意装出来 迷惑我们眼睛呢 让我们误以为 他只是个懂点法术的老中医 其实 这并不是他的真面目 而是一个 斜法深厚 又非常狡猾的老狐狸 正在门口琢磨一会儿 也猜不到结果 心想 丁信尽管刚刚苏醒 身体虚弱 但身上此刻拥有五些化身 足够自保了 只是小胖变成了小儿至上 又被捆绑 以及黄美英 处境令人十分担忧 于森能否自保 尚且难说 要保护他们俩 那就做不到了 并且这会儿 又突然想起了 李燕宇母女 防盗门是挡不住缩地数的 我不有苦笑起来 现在的情况真是顾此失彼 学上讲说 还是先看看他们母女怎么样 他们是我们其中最弱的一患 当下跑到十七楼 跟十五层一样 黑漆漆的 伸手不见五指 并且小阴风刮得乌乌鸣香 让人不觉头皮发麻 下层来了警察 警察是阳间的差异 乃是正义的华身 死鬼也是非常惧怕的 加上燕离和我们的屈服 死鬼都被逼到了上层 我急忙掏出开道符 面肘燃烧 免得招惹麻烦 只见在俯火之下 漆黑诡异的鬼气 向两侧退开 我大踏步地 来到了生化室门前 敲门叫了几声 里面却一无动静 我心底一凉 看来情况非常糟糕 他们 也都被缩地数给转移走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种情况真让我欲哭无泪 本想着把他们母女转移地方 并有防盗门这道屏障 对方就算找到 也不一定能攻信 可没成想 没保住他们母女二人 反而连生化室 值班医生也搭进去了 这要说起来 算是我害的 心里感到一阵自责 眼下比之前情形 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对付 虽然我们两伙人碰头 但目标更加集中 被对方利用 医院众多楼层和房间 这种有利地形 将我们逐一击破 现在都不知道 该从何处下手了 不管怎么样 希望佐疗能把烟离搞定了 那是最大的祸患 而目前只有我们俩 还有战斗力 千万不能让佐疗再出岔子 想到这 急匆匆地跑下楼 可是跑来跑去 好像这道楼梯永无尽头 始终找不到下一层走廊入口 我心说不对 停下脚步 拿手电来回照上 楼梯上黑气并不浓重 但也不排除是鬼打墙 于是又掏出一张开道符 念肘燃烧 将俯火丢到前方 然后接着往下跑 结果还是一样 只是不断重复着楼梯转弯 而转弯下去后 却又看不到楼层入口 我心说 这不是鬼打墙 这种鬼术不难破解 开道符足够搞定 可这是咋回事呢 让我心里十分郁闷 拿手电上下照射 楼梯结构看得很清晰 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可怎么就找不到楼层入口呢 我明白了 还是用的缩地术吧 尽管我不停地往下奔跑 可跑下去之后 又被缩地 移回上半段楼梯转弯出来 这个转弯是中间部位 肯定是找不到入口的 想清楚了这个道理 瞬间心里 就有了几种破解方法 像什么移山幻井 神仙火坑 以及六丁开山 都能将这种把戏 给化解于无形 只是移山幻井 和神仙火坑两种符 从来没化过 六丁开山倒是有 却落在度假村仓库里了 还是等于没有 他大矮的 那只有用最笨的法子了 在楼梯上撒泡尿 尿是污秽之物 能够破坏法式 什么缩地术 鬼打墙 统统都能化解 低头往下瞅瞅 千万别正撒着尿石 佐疗跑上来 那可就尴尬了 这可不是拉拉手那么简单 恐怕这辈子 在他心里 我就是以流氓代名词了 下面看不到人 于是去解皮带 手电灯头 不经意地打向顶部 忽然眼角撇到了一次 反射下来的光点 我停下手 抬头往上看 只见头顶上楼板斜角内 挂着一面小镜子 这小镜子有点突兀 要说这小孩玩耍放上去的 可是不可能 够到那么高的位置 如果说是成年人挂上去的 那便是有目的了 猛的我就醒悟过来 楼梯上的缩地之术 根源在这面小镜子上 因为这种法术使用过后 便不会再重复缩地 像轨道那种不限次数的 是由那些 一个个陨坑一样的坑洞布置成 共同做出的发射效果 就如同卫星天线一个道理 吸纳了蓝色鬼火 然后反射而出 便产生了缩地效果 而这面小镜子 与轨道永坑 倒立疏土同归 镜子所照方向 就是楼梯转弯处 那么在这曾经计练过的缩地幅 便会吸纳进入镜面 然后反射出来 无限循环产生缩地效果 他妈的 摘了这小镜子 我就不用撒尿了 才要蹦起来去摘镜子 忽然心里又想到 可以利用这面小镜子 完全破了对方的缩地法术 再也施展不出 说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但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楼梯上所寄的缩地幅 与施术人气息相通 如果只用一次 那么用过之后便会了无痕迹 与施术人再无任何关系 可被小镜子吸入其中 那么这股气息便存在于镜子里了 我如果使出反破术 会通过镜子 把这股气息侵入施术人的神石 会破伤它的圆气 别说今天使不出来 以后都够强了 念及此处 我跳上楼梯转弯扶手 伸手撑住楼板 斜身探手 刚好能够碰触到镜面 摇破手指 用血液在镜面上画个交叉 在交叉之下 写出了一个射字 然后捏绝念咒 冰冰之精 缘起阳银 微诚听下 反破其心 奇奇如理 咒语念完后 直见镜面上 微微闪了下光芒 随即消影 我满意地点点头 笑着跳下地来 对方肯定找到了 他不会想到鬼父经理 会有这种反破数 抓住他一点福气气息 就能让他遭受惨痛反击 这次再走到下个转弯处 便看到了走廊入口 是16楼 也就是说 我从17楼下来之后 一直没走出这个怪圈 始终在16与17楼之间 循环往复 于是走进16楼探头看看 听不到什么动静 接着往下走了 来到13楼的时候 还没进走廊 便听到里面 叽叽喳喳 有人在说话 走廊内亮着灯 并耗地站在门外 看样子缩地数被迫 众人自动回归原位 刘雨摩和几个警察 正满脸惊叉地四处乱看 见我走过来 刘雨摩迎面赶到 刚才怎么了 突然眼前漆黑一片 好像换了个地方 大家摸黑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楼梯 然后又莫名其妙回了原地啊 这一小子一头雾水地问 我便在众人之中巡视 便跟他说 对方有法术把你们移走了 不过已经被我破解 我猜他就在这些人当中 刚才姓许的人渣 就是被他杀死的 刘雨摩随着我目光 往众人之中瞧看 这时 廖医生脸色苍白地走过来说 丁大师 你要尽快搞定啊 这样会把病人吓坏 加重病情的 还有 他们本来需要卧床休息 别来别去的 比起严重 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我点了点头 跟他张手说 廖医生 借一步说话 我有个重要情况跟你商量 廖医生随着我 往走廊右侧走了几步 我忽然停下脚步 探手抓住他手腕 愣下道 廖医生 果然不出我所料 原来杀人的就是你 你 你乱说什么 廖医生虽然口气惊慌 但神色却很镇定 用力地往回左手 我牢牢攥着他手腕 举起来跟刘雨摩说 他现在手上这根针 就是毒针 是杀死兴许的凶器 现在又想顾忌重施 又来向我下手了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在兴许的被杀后 我仔细观察过周围人群 尽管廖医生并没在身边 中间隔了两个人 但他的位置 正好是这两个人之间的缝隙处 凶手杀人的动作肯定会快 快到你眼睁睁瞧着 都不一定看清楚 何况 又有两个人身体挡住了视线 那就更加地隐蔽了 我开始对他怀疑过 正在想着一切疑点时 眼里从尸体内突然窜出 便打断了思路 跟着追下楼梯 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 本来刚才进入走廊时 还没想到凶手试探 只是看到他的一刻 从脸色上察觉出不对 并且在瞬间内 很多疑点在脑子里 一起冒涌出 随即就确定他便是凶手 并且是缩地数的施数者 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 注意一下细节就不难发现了 第一次见到他时 他认出 我是弗林工作室的大师 这个是没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 他看上去非常冷静 眼神之淡定 让我觉得有些意外 还有 他怎么会那么相信 一个出轨大师呢 在那种两人被杀的情况下 不选择报警呢 他这会儿 也不希望警察插手 等弄死我后 再报警也不迟呢 然后还有两个很大的疑点 一是他距离姓许的死尸 非常接近 完全具备杀人条件 二是抬出死尸后 他故意跑到跟前去阻拦 口上声称 是我不让乱动尸体 但这种诡异的死尸 谁敢任意靠近 你说他傻吗 不 他一直以来淡定的眼神告诉我 这人心理素质相当强大 并且充满了智慧 当时大家看到 阴里从死尸脑壳上窜出 全都惊慌失措 完全忽略了 我贴的那两张封印符 有符封禁 阴里是出不来的 他的故意靠近 是用最快的手法 把符截掉 放出阴里造成混乱 我顾不上观察这些细节 并追下去 那么这事 也就趁乱遮掩过去了 刚才看到他 又是脸色苍白 这与之前的镇顶神态 格格不入 那只有一个解释 他便是实属人 被我反破攻击后 他元气大伤 表情可以假装 气色是装不出来的 于是 在瞬间退了一下 想明白了一切 我当即假装找他商量事情 他跟过来时 右手拇指与食指紧紧捏在一起 这个细微的动作 没能瞒住我的目光 他眼见自己受伤 大势已去 正好我叫他借一步说话 想趁机把我干掉 可这孙子不知道 我早有防备 不等他出手 已经抓住他的手腕了 刘雨摩一个剑步窜过来 把他手里毒针拍落在地上 这根银针 比绣花针还小了点 不仔细看 绝对不会发现 最后几个警察冲到跟前 将这孙子手臂反扭到背后 戴上了手铐 廖医生满脸痛恨地盯着我 双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 我冷笑着摘下他的胸牌 仔细比对一下说 你根本不是廖医生 只不过长得有些想象而已 说吧 你警察 为什么要害我们 我就叫廖医生 你别许口犯人 我从来没害过任何一个人 这孙子还不服软 嘴挺硬的 刘雨摩戴上一副手套 从地上捡起这根细小的银针 那这是什么 你手里攥着它 意欲何为啊 我是刚才在地上捡到的 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就被你们栽赃陷害了 刘雨摩正思道 我们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 走廊的有监控 我们可以调监控 看你什么时候弯腰捡东西了 这一下让他无话可说 但冷哼一声 抬头看着屋顶 一副局部合作的模样 正在这时 佐疗丁兴 黄美英母子 他们抬着小胖 从楼梯口走出来 几个人累得气喘吁吁 把这肥猪放在地上 全都坐下来休息 我忙过去问佐疗 追上烟梨没有 他喘着气说 赖东南原来没跑 在楼下放了酒泡洋葱 想捉毁烟梨 佐疗发现这情况后 偷偷躲在一边 见老杂子得手后 发动了突然袭击 把赖东南打晕 用黑服杀死了烟梨 赖东南如今被捆绑起来 丢在第十层的厕所 他跑上来找我时 在十二层碰紧丁兴他们 几个人被转移后 居然没有回归原位 估计楼层相差太多 回不去了 我们正说着话 警察推着廖一瞬 走向了楼梯 顶心惊讶地一了一声 看这孙子说 诶 他跟方一华长得很像 他要不说 还真没注意 因为我们见到过的是 方一华的死尸 面容已经变形了 与生前模样大不相同 虽然看到过照片 但照片与真人 也有一定程度的吃真效果 很难以此判断 人的相似度有多大 此刻一看 果然这孙子 与方一华长得很相像 廖一瞬冷声道 我姓廖 我叫廖一瞬 我从后面伸腿踢中他腿弯 让这小子咕咚跪在地上 我没好气地骂道 我听见了 那么大声干嘛 刘雨模当即跟下属甩下头 把他带到一半市 我要当上室问 我和左辽跟着进了一半市 刘雨模让所有下属退出去 把门关上 刘雨模问了几句 这孙子还是什么都不肯说 一口咬定 自己就是廖一瞬 左辽拿起他那根银针 在灯光下仔细看了一阵子 针上催了见血封喉的剧毒 这种毒其实并不算特别厉害的 杀人足够了 毒素进入血脉中 会迅速让人神经麻痹 在短时间内 令人心脏猝死 他不说就算了 我们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用他的针扎他一下 然后大家回去休息吧 刘雨模看可我没出声 他是肯定不会答应这么做的 但廖一瞬却害怕 他还不想马上就死 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 最后他判死刑 还有一段时间可活 那么这段时间内 他恢复了元气 便能用缩地数月遇 远走高飞了 你不能这么做 只有法律才能怕我死下 你们谁都没这个权利 这孙子情绪十分激动 额头青筋都突爆而起 刘雨模才要开口 佐料把毒针往桌上一放 点点头道 好吧 我不会让刘警官为难的 不用毒针 我可以用其他东西 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说着 也拿出一枚银针 这应该是钻心针 果然不出所料 佐料晃到手上银针说 这是钻心针 它刺入体内 会钻入血管里 短时间内 不会让人丧命 会把人慢慢折磨至死 你不说不要紧 就算法官不判你死刑 你在牢里活不了几天 别 别 我说 我什么都说 这孙子看来彻底崩溃了 他的心理素质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坚强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他不叫廖一顺 这个胸盘是从真正的廖一顺身上摘下来的 而此刻这人已经被杀 尸体藏在一半室床下 他真名叫方林 的确是方一华的儿子 与契默安在同一所大学就读 因为彼此拥有奇数 行星相惜 结为好友 这次报复行动中 还有一个同伙 也是大学同学 说出名字和背景 让我们非常惊察 那个人叫于宁 是于四的儿子 跟他们一所大学 并且是一个班的 三人中 一个是半个灯油师 会武功 还懂得点小法术 一个是身通写法 心思奸诈之辈 一个出手豪苦 富有质毛 这仨坏蛋居然混到一起 于宁由于家里有钱 三人整天花天酒地 从来没去上过课 晚上喝醉回到学校 方林便用缩地术和迷魂术 糟蹋了不少女同学 遇到麻烦后 于宁出谋划策 再由契莫安当先锋 什么事都会迎刃而解 这次放了暑假回家 于宁找不到父亲 方林在龙家沟也得知 父亲被杀 长婆的死 便是这小子下的手 在长婆临死前 告诉方艺华 还有几个仇人 便是我们了 当时他聚与小胖于森 和丁星联手 没敢动我们 任由我们各自 离开龙家沟 他随后便到了西岭 找到于宁 一番打探下 终于查到于四 最后来到过 福林工作室 然后便音信全无 于四这笔账 当然也落在我们头上了 于宁这小子 跟他爹一样 鬼点子多 就打电话 叫契莫安过来帮忙 他们仨合作惯了 仨人联手 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谁知一打电话 契莫安也正想找他们报仇帮忙 并且仇人是同一目标 契莫安当即赶到西岭 仨人经过一番密谋策划 布置了这个杀人谜局 由于我和林玉西不在西岭 他们一时打探不到线索 便决定从花落身上开始下手 叶妹是出于方林之手 之前早说过 谁家都有埋藏妖邪的隐患 特别花落家里 养过女鬼和妖狮 他们家的花草 便易于普通之物 深染邪气 经过方林的施法促成 花叶上便滋生出两只叶妹 侵入他们母女体中祸害 这让小胖和丁心属手无策 便会把我引回来 其实这个计策挺成功的 就算我不回来跟小胖借钱 一样会接到求救电话 到时候还是要回西岭的 可他们没意料到 我回来还带着一个佐疗 当时在火车站 齐摩安并不是想用刀杀我 而是想用催了麻药的毒针 把我毒晕 岂之被激紧的佐疗发现 及时抓住他手腕 齐摩安见着女人功夫了得 怕不是敌手 于是假装可怜 求我们放过后 匆忙溜走了 回去跟另外两个小畜生一说 都觉得情况 没有出师想得那么简单了 于是急忙跑到花洛丝 在小区外 偷偷监视 当时看到我和小胖 佐疗三个在喝酒 他们当时就想下手了 可一琢磨 我们仨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别到时候偷鸡不成十八米 便强自忍住了 后来见我和佐疗出门 打车去往下架沟 他们仨猜到 我可能想出了破解夜魅的法子 当下一路跟过来 等我们去腾仙洞时 这仨畜生 给了出租车司机两千块钱 金钱诱惑下 才使司机助游蒙新 配合他们上演了一出 讨要车费的闹剧 最终 也因为贪图这点小钱 送了自己性命 至于那个阳警官 他们并不认识 他们觉得 这个误伤司机的案子 足够我们在牢里住几天 等出来后 李燕宇母女已死 让我们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 而按照计划 夜魅会上小胖或是丁心身上 让我们继续为此疲于奔命 从中寻觅良机 对我和佐疗 进行一次致命打击 可有剧情 没有按照他们安排往下进行 刘宇摩及时返回西里 深夜把我和佐疗保释出狱 并且成功 从李燕宇母女身上 驱除了夜魅 这让仨畜生不然大怒 当即从附近引出一只凶鬼 破坏了我们收夜魅 并使夜魅仓皇逃窜之下 被逼着 扑入了毫无防范的丁心身上 至此 仨畜生才清醒认识到 我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看来不能用慢慢 折磨我们的法子进行下去了 于是决定 快刀斩乱麻 今天就要杀死所有仇人 第一步就是诱皇们 英母子上当 把他们送到德阳山下活埋 这便说起了赖东南 老杂岁跟七灵羽的儿子 也就是齐木安的父亲 是结拜兄弟 本来之前对我没什么仇怨 只是齐木安找上门来求助 老杂岁便昧着良心答应了 毕竟 他还惦记着我手里的鬼附精 老杂岁手上 一直偷偷养着一只烟梨 这次打算杀死皇美英母子后 今晚便用此邪恶 杀死我们几个 但他们又没想到 我和左辽居然会去墨口村 求教这老杂岁 被误导之后 又从面包车上 发现了端倪 继而回头到瓜棚 救了皇美英母子 这让撒出上挺郁闷的 以往三人联手 无论做什么 无往而不利 而这次 竟然一而再再三地 折到我手上 正在犹豫今晚计划 会不会顺利进行时 见左辽留在工作室 我去了医院 郑重他们下怀 他们再次改变计划 方林 契莫安 和赖东南 去医院对付我 于宁一个人 在工作室捣乱 牵制住左辽 于宁跟着方林 多少学会了点邪术 再由他提供了一只 养了多年的邪精 放入工作室内 搞得左辽等人 焦头烂额 医院这边因为有我在 所以当做了主战场 并且 他们还畏惧 小胖这个五蟹化身 不过赖东南对付小胖 带有办法 就是儿吃迷魂箱了 老杂碎 经营一到几十年 什么手段都有 迷魂箱是他的拿手绝招 他们来医院之前 花钱雇了姓许的 两个狗男女 以长腿妞诱惑 有点好色的小胖 你别说 这招开始我都没砍破 导致小胖 屁颠屁颠的 跑去要英雄救美 结果一进厕所 就被躲在暗处的方林 使出缩地数 把他们一起 转移到了下层厕所里 跟着 躲在下层厕所里的赖东南 释出了迷魂箱 小胖立马变成了 弱智儿童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章再见 把小胖搞定后 我也冲进厕所 冲了圈套 眼见大功告成 我被控制后 就可以放出烟梨 杀死我 然后 向李燕宇母女 和小胖下手了 没料到 我又招引出医院的 各路孤婚野鬼 打乱他们的计划 说到这 那要讲一下 他们为啥 不就地杀死小胖的原因 尽管用迷魂箱 搞定这小子 但他身上 有只五蟹化身 那还是令人十分头疼的 即便这小子变傻了 可五蟹化身还没傻 万一素体遭受致命攻击 说不定会激怒五蟹化身 跟他们进行殊死搏斗 仨畜生一商量 于是把小胖留到最后处置 免得这刚开始就遇到麻烦 往下没法进行了 也正是他们投手机器 才给丁心活命 留下了一次机会 我招出野鬼时 他们躲在下层里 等他们上来后 我已经带着李燕宇母女 跑到了生化室暗制 他们反而失去了我们的踪迹 心里火气别提有多大了 但猜到 我一定会来找小胖的 便返回下层 摆好女士 在厕所内 埋伏了燕梨 与此同时 方林杀死真正的廖一顺 重当医生 用缩地数 把整层楼的病号 都移到下一层 契摩安躲在一间病房里 监视我的举动 赖东南在走廊尽头那间房里 看守小胖 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我手上不知有什么 吓跑了燕梨的东西 不但把燕梨吓得到处乱窜 居然还跑进病房 杀死了契摩安 燕梨这玩意儿 嗅觉非常灵敏 不然 也不会远远就能闻到 泡洋葱的气味 他当时被咽血 逼得仓皇逃窜 闻到生人气息 那便立刻钻进去 寻找藏身之地了 契摩安当时临死一刻 肯定追悔末期 要之如此 绝不会让赖东南 带燕梨过来 随后我又找到 小胖那间病房 赖东南见大事已去 慌忙逃窜 此刻只剩下一个方林 让他又气又急 当时差点没吐血了 但这一孙子心理素质 还是相当过硬的 并没放弃最后一波 带着一群病号 回到了上层 首先杀死了姓许的灭口 然后死机等待时机 可他今天运气 实在不好 佐疗和刘雨摩居然赶到了 到此地步 他仍然没有放弃 以为警察到了 我这个嫌疑人 肯定要被带回警局协助调查 就算杀不死我 也要其他人 活不过天亮 最后的结果 又让他计划落空 我非但没被带走 还成功驱除了叶妹 这个时候 他终于沉不住气了 要来个鱼死网破 故意放出烟梨 随即使出缩地数 把这层里的人 再次转移到下层 趁乱跟于宁会合 两人找到了 李燕与母女的下落 将他们转移到了上层 之后 便躲在上层楼梯看着 见我跑向生化室 便在上层和下层楼梯上 各自做了缩地数 要把我困死在楼梯中 当他们跑到下层 正要找佐疗下手时 我居然通过那面镜子 让方林伤了元气 这孙子变成废人 于宁便没什么大的座位了 要说于宁比他们俩都狡猾 果断说 下去把车开过来 留好退路 而方林知道他要先逃 但怎么都厌不下这口气 没跟着他及时撤退 又是跟着兵豪上楼 想做最后一波 这次没拨好 让哥们成功把他假面具 戒了下来 刘宇摩听他说完 黄芒却安排警力 去医院外堵截 可谓是一晚 于宁早逃了 不过也不用担心 于宁没有契摩安和方林的帮忙 再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就算逃到天边 终有一天 警方也会把他捉捕归案的 警察把方林带走之前 我跟他说 你是受了长婆的挑拨 我跟你父亲没什么过节 相反 你父亲一直在害我们 我们都没得到报复的机会 最后是长婆杀死了他 这跟我们没任何关系 这一孙子也显得颇为悔恨 低着头说 我当时被仇恨蒙蔽了身指 早知如此 我就不敢加入他们三人之中 这会后悔还有个屁用 再说 像他这种心属不正的恶人 就算不来害我们 迟早还是因为祸害其他人落网的 警察把他们带走了 由于医院上的冤魂野鬼都还没散去 刘宇摩接用这个理由 让我暂时留下 等明天再去警局捕路口供 我使出太医使者服 逐个楼层的驱除鬼气 搞了半夜 终于把我惹出的祸给消弭了 此刻天基本上也亮了 我们又在一般市床下 找到廖玉顺的尸体 佐疗还有一问想不通 他便问这层楼的护士 当时跟着假廖玉顺来回跑 就没发现他是冒牌的 有个护士说 当时都吓得六神无主 加上廖医生是刚参加工作的 大家还不是很熟 所以都没留意 听完这话 我们不由叹口气 这廖医生也够倒霉的 刚上班不久 就遭遇杀神之祸 想起方林刚才还表现出悔恨之心 这他大爱的 该当场枪毙了 并且枪毙的十五次 就是那种给他一枪 他倒下来又活过来 再给一枪 继续活过来 再给一枪 李燕与母女重新安排 住回了重症监护士 丁心却恢复得非常神速 都能来回跑了 因为要远离我的缘故 他和刘雨摩先回了工作室 小胖留在医院 由黄美英母子照看 我和佐聊一点都没耽搁功夫 立马启程 打车前往郊外收集露水 尽管两天两夜都没怎么睡觉 但成功抓住了真凶 救活了丁心 开心之下一点都不觉得困倦 我们两人打车 跑到最近的郊外山野中 收集了点露水 佐聊坐在尘峰中 看着四周的景色 我见他没有马上走的意思 于是也坐下来 他看了一会儿山野间 郁郁葱葱地沉静后 转头跟我微微一笑说 经历风雨之后 彩虹才是最美的 我眨了眨一眼问 到处都是杂草和露水 哪有彩虹 你眼花了 他白了我一眼 一点情调都没有 我是比喻 又不是真的在说彩虹 如果昨晚没有一夜 惊心动魄的恶战 早上看到的景色 便不会就会 哎 有时候我都觉得 跟你在一块儿好乏味 你没有小胖那么风趣 也没有刘雨摩那种成熟魅力 这话我不爱听了 又一个赞赏刘雨摩的 他比我成熟个毛 有魅力个屁 要说他吧 我还勉强能够认输 可小胖比我风趣吗 我不服气地跟他说 难道小胖风趣地在吃奶 滚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们俩在山野之间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 呼吸着新鲜空气 看着四周清新的花草植物 心情得以沉淀下来 自从回到西岭之后 还从没有过得安静 此刻我只想静静 你说我身边的女人中 怎么就没有交静静了 有个西西 她大爱她 我是自找不痛快 这么美好的气氛里 居然又勾起了相思 心头是阵阵酸楚 左辽见我脸色 忽然变得不好了 小的 一定又想她了吧 回去呗 把小胖吃好 咱们也该起上了 我一愣 急什么 怎么都得住几天 等花落母女和丁星好了之后 咱们再走不迟 左辽站起身 背负双手 在一道坡笼上来回夺步 只听她说 西岭有你太多伤心记忆了 多住一天 你就会多痛苦一天 还不如跟着我早点去勤领 每天都使自己神经处于紧绷状态 那你就不会有时间想其他的事了 久而久之 你就会慢慢地把它淡忘 我苦笑一声 心说把它淡忘做得到吗 不管能否将林雨漆淡忘 但左辽说的是对的 我不能闲下来 一有空闲 心里自然而然地会想她 好吧 那就尽快起程 让自己忙起来 回到医院里 左辽拿露水配好了药物 管小胖喝下去 这小子在十几分钟后 恢复了记忆 他从床上坐起来左看右看 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 啊 那长腿妞呢 没想到这小子还惦记那个三八 我双手往后一复说 他现在早走了 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 现在估计在喝茶呢 小胖诧异地问 什么好地方 你就走了 左辽扑的一声笑了 去地府喝茶了 不会吧 他怎么死了 小胖挠头 满脸不解之色 我于是把发生的一切说出来 让这小子 差点没从床上滚下去 他怎么都不信 五蟹化身 居然没化解了迷魂箱 让自己变成了一两岁的小孩 并且还到处叫妈妈吃奶 草 这一定是鱼哥故意编排我 我英雄就美 没半点私心 完全是出于一颗善良之心 就算我当时中了敌人的圈套 那也是昏迷一时 怎么可能变成小孩了 小胖瞪着眼珠子不服气 黄美英插嘴说 听于他没乱说 你真的变成小孩了 一直在喊妈妈 别人的话他不信 黄美英是从来不开玩笑的 小胖一听搭了下脑袋 忽然间 这小子想起了什么 紧张地问 我那五蟹化身呢 我跟左聊对望一眼 跟他说 他串门去了 这小子养牙切齿的 阴谋 一定是阴谋 把我五蟹化身 转到你姐身上 这以后我还有好日子过吗 本来他每天就骂我是个废物 这下可好了 没了五蟹化身 我他妈就是废物中的废物了 我见这小子情绪挺激动 忙笑着安慰他 五蟹化身也不能戴一辈子 没了他当个正产人 岂不是更好 再说 你也不是废物 就算非要当废物 那也是废物中的战斗机 小胖呸的吐了我一口 我推 战斗机个毛 以后没了这特殊能力 李阿姨恐怕更看不上我了 丁瑜 你他妈害死我了 黄美英这时插嘴说 小胖 别这么悲观 刚才花落被护士搀扶着过来看你 她跟我说 这段时间 你一直没日没夜照顾他们母女 李阿姨也非常感激 我看吧 经过这次的事 你们两个应该没问题了 一听这话 小胖马上转怒为席 真的 那我赶紧洗把脸 我过去探探虚实去 小胖也就暂时性失忆 恢复所有记忆后 没必要住病房了 当下由黄美营去退房 我和左辽余森 陪着小胖去看花落 刚进门 正好护士说 他们已经度过危险期 要转入普通病房 小胖二话不说 忙着又是收拾东西 又是找小推车 李彦宇看着他忙碌的样子 脸上涌起感激的小容说 小胖这几天累坏了吧 刚才听花落说 夜里还被坏人下了迷药 丧失了记忆 如果要是好不了 阿姨这辈子 心里都会觉得有亏钱 没事 我不累 那点迷药还能害得了我 李阿姨 你别担心了 好好养生的 想吃什么 我一会回工作室给你做去 小胖边忙边说 李彦宇很欣慰地点点头 花落也笑得很开心 我见着时机不错 必须趁热打铁 律师说道 李阿姨 你觉得小胖还行吗 他这人嘴上可能油了点 但做事非常热心的 尤其是对你们母女 那真是无话可说 他虽然卖了那座老宅 但手里还有点积蓄 再买车买房是绝对没问题的 行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李阿姨笑了笑打断我 我这两天也想通了 我们孤儿寡母有事的时候 必须要依靠个男人 那些油头粉面的帅小伙 遇到这事 未必能有这种担当 容貌和身高不是关键 只要心眼好 两个孩子都开心 我当然都没什么意见了 我们大家听了这话 心里一阵大喜 佐疗忙扯了把小胖 跟他不住时眼色 也不知道这小子是高兴过头了 还是真的啥 愣没明白啥意思 佐疗拧他的一把 小声说 快叫妈呀 哦是 我都不知道 你那个啥 妈 小胖有点不知所措 又是抓耳又是挠腮 看上去很狼狈 李燕宇却一沉脸说 先别急着叫妈 我虽然没意见了 但毕竟是女儿终身大事 也不能太过马虎 你为人轻浮不够稳重 以后要多向丁瑜学学 还有 要娶花落 就得打算养我这个妈一辈子 我学我学 小胖不住 猛地点头答应 我养您一辈子 那是应该的 我从小没有父母 你以后就是我亲嘛 如果我送宝 说话不算数 天打雷劈 我不得好死 花落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好了 又没让你发这么多的事 不过 我喜欢 说完后 哼得一声笑出来了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小胖和花落两个人的事 终于在我们促成之下 李燕宇松口答应了 大家都很高兴 小胖都乐得找不着北了 几次拿东西 不是丢了这个 就是忘了那个 搞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小子面红耳赤地逃出门外 像个害羞的小媳妇似的 李燕宇母女换了病房后 我跟他们俩道声别 说要出趟远门 就不等他们出院了 母女俩也是特别地感激我 这次要不是我及时回来 他们肯定没了活命希望 看着李燕宇望着我叹起的目光 我心里个明镜似的 这位阿姨肯定想把女儿嫁给我 但她似乎清楚 虽然我跟林雨昕不可能了 可身边还有美女环绕 此之女儿跟我是铁定无缘了 出了病房 又跟黄美英母子道别 他们俩居然掉出眼泪 我心里也是相当纠结 拍着于森肩膀说 本来我答应你父亲 照顾你们母女的 可现在不能在西岭住下 你也长大了 以后好好孝顺妈妈 于森超越着说 丁叔 你放心 我一定孝顺妈妈 你这次又去冒险了吧 要小心 如果你觉得人手少 我跟学校请个长假 陪你一块去 我笑道 不用啊 这次不是去冒险 就是找点东西 放心吧 好好上学 别惹妈妈生气 我这就走了 跟黄美英母子挥挥手 下楼去了 小胖一溜小跑追过来 问我 不跟丁新见个面吗 我说你真是傻瓜 我们俩不能见面的 你这不存心 要害我们姐弟吗 这小子忙说对对 是我一时忘了 我问他 你还对五血化身 这事耿耿于坏吗 怎么会啊 能跟花落在一起 他娘的就是六血化身 我都不要了 对了 你上次把什么东西都留下了 你身上还有钱吗 没想到 我还没开口向他借钱 这小子反倒是 跟我提起了这事 我摸着下巴说 我虽然在徐州 打了几天工 但最后没好意思要工钱 而且还欠了一屁股斩 小胖黑黑笑道 你早说呀 本来上次你离开徐州的时候 我就想给你钱的 走的时候咱们一哭 我把这事忘了 给你这张卡 上面有五十万 我一愣 马上把他手推回去 你借我十万八万就成了 留着钱买房取老婆吧 小胖抓住我的手 把卡塞到我手里 这不是我的钱 是林经理走的时候留下的 他还留言说 这是你应得的一份 如果不要就给了丁心 上次我和刘雨摩去徐州 丁心让我把这张卡带上 可到地头又是喝酒又是哭的 最后我又带回西陵了 我一听 既然是林雨西留给我的 那就接住了 拍拍这小子手臂说 这次离开西陵 说不定以后再不见面了 好好对话了 好好照顾李阿姨 想我的时候发个短信就行了 说完我掉头就走 你他娘子别说什么 再也不见了行吗 我等着你回来喝酒呢 这小子在背后话语成哽咽 我眼圈一红 头也不回地说 下辈子再喝酒吧 大踏步的下楼 走出医院深呼吸几口 心里烦闷的心情 才得以缓解 左梁叹口气说道 跟姐姐不能见面 又不是不能见朋友了 干嘛说得这么绝情 我揉揉眼睛 假装迷眼了 把眼泪擦开说 就像你说的 洗领一草一木 都有让我痛苦的回忆 我回来干什么 走吧 正好这时过了一辆出租车 我拉开车门跳上去了 在去往火车站的途中 刘雨摩打了电话 声音显得很急 定型替小胖说我走了 居然都不跟她打招呼 非常生气 还有 说好了上午去警局 补露口供的 我们这一走 留下个烂摊子 我说道 你跟我姐说 大家都不是小孩的 离开心里 打不打招呼 没那么重要 补露口供的事 你自己想办法的 我就就管了 还有 杨静管这人 你必须提防点 我怕她会在 阴王墓上做文章 刘雨摩在电话那头 十分无奈地说 好吧 对你这小舅子 我实在没办法了 杨静管我会提防的 你以后也要保重啊 听到小舅子撒字 不知道咋的 心里莫名感到一阵不爽 没好气地说 以后你别跟我提小舅子 不然我翻脸了 说完 把电话挂断了 这可把左辽乐坏了 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 我瞪她一眼 心说 你高兴个毛线子 哥们就是不乐意当小舅子 你管得着吗 我们现在有了一笔巨款当经费 想去哪儿都不用发愁 来到火车站 左辽说 先买票到西安 他想回故居看看 我不用意料 问他不是急着去找父母遗孩吗 回故居干什么 他说急是很急 但不用太急了 这次是去鬼车组老巢 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凶险 所以先回故居修整几日 再带齐了必备物品出发 他考虑事情比较周全 那就听他的吧 于是买了去往西安的火车票 我们睡了一路 直到傍晚抵达车站才醒过来 两人揉着惺忪睡眼 走出检票口 看看天色都快黑了 左辽故居也在秦岭之中 大概有五十多公里 如果一马平川 一个小时就到了 可近山还有一段 特别艰险的山路要走 黑灯瞎火的 不如先在市区内注意 明早上再去吧 俩人才要去附近找旅馆 我忽然在一处墙角上 看到了一个图案 立马清醒了 扯了下左辽 伸手指指那边墙角 左辽顺着手指一看 脸色顿时变了 那是一朵花 嵌在了墙壁上 正是安解着老娘们 所到之处留下的记号 鬼脸花 左辽周美说 他是知道我们到了这里 还是碰巧遇上的 我左右望着 川流不息的人群到 上次在杜家村 差点丢了命 肯定对我们狠之入骨 估计是在西陵 找到了我们 一路跟着来的 他应该提前出了车阵 你看 这对花还挺鲜艳 显然刚嵌上去不久 我们恐怕不能找旅馆住了 否则住哪儿 哪儿就遭殃 左辽苦着脸说 不住旅馆住哪儿 住大街啊 你 不如咱们打车进山 那一带地形 我比任何人都熟悉 应该能摆脱他 我看着他说 那样的话 有可能会害了出租车司机 咱们就做好住 哎 有了 然后我在他耳边 如此这般的嘀咕了一阵子 啊 你这是搜主意啊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安检的老娘们实在令人头疼 想躲避他十分不易 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馊主意 砸火车站 我们俩说错就错 把火车站玻璃砸了 立刻有警察出现 把我们抓回派出所 两人的认罪态度还不好 于是暂时拘留 这下倒好 不但不用担心这老娘们偷袭了 还安安稳稳地睡了个大头觉 早上起来 我们俩立刻转变态度 承认两人由于吵架 冲动之下砸坏了车站玻璃 警察把我们俩教育一番 毁坏的玻璃招架赔偿 又按照规定罚款 然后被放出了警局 走在街上 左聊笑道 这搜主意还行啊 昨晚想到安姐在警局外转摇 找不到下手地方 就觉得有趣 我伸个懒腰说 不过咱们也不能太大意了 躲得了厨一躲不过十五 他知道你家在什么地方吗 左聊脚要偷 鬼车族各个分支相互之间 隐私保护的都很好 况且柱油一支又故作神秘 别人最多知道 我们住在秦岭 却不清楚具体地点 我点点头 于是先找了饭馆吃了早餐 其实现在都快十一点了 但想到待会儿出了市区 一进大山便看不到人烟了 这顿饭是必须要吃的 然后我去超市补充了水和食品 又转入一家热闹繁华的商场 我们知道 安姐一定就在就近盯视着 想甩掉她 那就要往人多地方去 这家商场今天赶上促销 贪便宜的大爷大妈 使劲往里挤 那真叫一个人山人海 我们猫着腰在人群缝里钻来钻去 最后由侧门跑出 看到门外停着几辆出租车 随便跳上一辆走了 这样我们还是不太放心 又让出租车专检小街和胡同走 由于胡同狭窄 如果后面有车和人跟踪 一目了然 观察了一段时间 后面没任何人跟着 这才叫司机驶入大街 随着车流出了市区 几十公里的路程 半个小时就走完了 进入茫茫秦岭山区 我们下车扶了车匪 徒步前往 由于不走景区 这片荒山几乎无路可行 爬了一段很艰险的山道后 终于才走上了一段平缓的斜坡 左辽指着前面出现的 一个狭窄峡谷说 过了这里 再翻过三座山 就到我家了 我喘着气说 你们家隐藏这么深干什么 出来买个东西够费劲的了 左辽在石头坐下来 掏出纸巾 擦拭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笑着说道 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孩子 很少出来买东西的 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只是需要自己亲手来做 懒得人住在这里 准会饿死的 我找到一块较高的地势 登上一块大石 亮望远方 只见山影重重 藏茫一片 有几座高峰直插云霄 气势磅礴 令人太为观止 我摁了一声道 幸亏我是个勤劳的小蜜蜂 从小自力更少 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饿死 华山在什么地方 不会是前面那座最高的吧 你地理知识太差了 华山在东边 很远的 左辽伸手指了指东方 你们家怎么不住华山呢 那是我心意已久的地方了 你们家怎么不住天上 那也是我心意的地方 左辽笑尘道 我哈哈大笑 我们家要住天上 我怎么能认识 你这凡夫俗子 美什么美啊 死人才升天的 你不见阴王死了那么多年 还想着升天 他嘴皮子也是十分犀利 让我一时招架不住 我们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忽然发现天气变了 刚才还是晴天 此刻却是阴云密布 阵阵带有潮湿空气的风吹过来 大有一副 山雨欲来的架势 左辽马上起身说 这个峡谷非常闲 要赶在下雨之前穿过 然后到对面 去寻找山洞躲避 这道峡谷 几乎也撑得上一仙天了 两侧悬崖峭壁 高耸陡立 中间只有宽约丈雨的缝隙 并且峡谷内地势惊险 一路往上攀圆 如果下起雨来 有时有滑 的确很难穿越了 还好运气不错 刚刚穿过这段百余米的峡谷 天上刷刷下起了小雨 我们穿上雨坯 这还是从渡家村带过来的 不想在这儿派上用场了 过了峡谷山道没那么难行 左辽见雨不大 跟我说 咱们冒雨往前赶路吧 希望天黑之前 能走过一半路程 晚上咱们能在虎跳崖过夜 那里溶洞很多 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安身了 明天如果雨停了 还可以在崖顶观看云海 景色非常美的 好吧 那就听他的 我们在雨中继续前行 翻过一座山头后 左辽指着前方一座 差不多有两千米高的山峰说 那就是虎跳崖 我不由偷偷舌头 这里的山都太高了 此刻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要想爬上虎跳崖 怕是要到深夜了 左辽递给我一块巧克力 让我补充体能 喝了点水 又马不停蹄地 继续翻山越岭 当我们爬到虎跳崖半山腰时 雨时加大 再往上爬就太危险了 加上天已入黑 大雨会破坏灯光能见地 不过 这也达到左辽的预期目的了 它所谓的溶洞夜宿 并不是到崖底 在半山上 随处便能找进 我们见到一个洞口便钻进去了 里面空间很大 到处都是倒锤的中乳石 五颜六色 奇力壮观 只是到处都是登山旅游丢下的垃圾 其中 居然还有使用过的套套 我不有好笑 这帮人 爬到这耗费很多体力了 还有力气滚床单 不过 这地方确实富有情趣 孤男寡女待在这 难免会勾起某种欲望 左辽脱下雨皮 在洞口处 简视被风吹进来的枯枝 要点燃一把篝火 我却站在洞口处 望着山间迷茫的雨色 有一种心池神迷的感觉 正看得入神 忽然发现 不远处有棵不知名大树上 似乎开了一朵花 在雨滴击打下 显得楚楚可怜 咱感觉这朵花这么眼熟呢 于是忍不住好奇 又冒雨跑出洞口 到那棵树下一看 他妈的 竟然是鬼脸花 我不由惊呆了 安姐这老娘们真够牛逼的 看样子他是跑到了头里 早就在树上欠了朵花 在路上 我们还对躲过他的追踪自明得意 谁知 压根没跑出他的手掌心呢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瞅着这朵艳丽 而又充满邪恶的鬼脸花 心里着实反愁 现在雨势很大 想逃离这儿是极其危险的 可不动地方 安姐这老娘们 估计就守在一边 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到了 等他把洞口堵住 我们俩就变成瓮中之憋了 心里正在琢磨呢 左辽站在洞口内 叫我回来烤火 我一回头 发现有条黑影站在他身后 一时头皮差点麻掉 站在他身后的正是安姐 这老娘们已经挥手 展向左辽的后脑 我这会儿都顾不上去想 老娘们是怎么悄无声息进去的 情急之下大声叫道 你裤子掉了 啊 左辽急忙低头往下看 他这低头恰到好处 刚好躲过安姐偷袭 令老娘们这场斩空 脑后的风声 立马让左辽察觉到身后有人偷袭 吓得头也不转地 往前扑出洞外 然后迅速躲在洞口一侧 安姐随着也闪电般地追出来 但她唯恐反遭左辽袭击 在洞口外不敢稍作停留 笔直地冲我非扑而知 我见左辽安全 于是快速绕到树后 随手从包里摸出一把糯米 迎着老娘们披面撒道 浅竹毒米 我这是顾忌重施 没想到她竟然跟牛玉祥一样多意 双手不住拍打糯米 四箭飞散 同时她身形也放缓下来 停在距离大树的持续之外 左辽趁机在背后仰手 似乎使出了钻心针 我急忙在树后一缩 以防她发出的针太多 把我误伤了 只听安姐一声怒吓 一阵风般地绕到树后 伸手插住了我的脖颈 他妈的 这动作实在太快 几乎不亚于牛玉祥的速度 压根就没有躲闪的余地 可他也低估了我 尽管论伸手我不行 但这段时间 浮气突飞猛进 在力量上已非同惜别 在她插住我喉咙窒息同时 挥手打在她手腕上 拎着老娘们吃痛之下 急忙松手往后退了一步 这也让我颇感意外 想不到自己一巴掌 能把这老娘们打退 只愣了一愣 忽然发现眼前荧光闪烁 心说不妙 慌忙倒地躲闪 他大爱的 忘了这不是平地 而是山坡 当即顺坡翻滚而下 这山坡呀 到处都是凸起的坚石 让我这番滚落吃尽了苦头 好在翻滚了一阵子 被一棵大树挡住 此刻已是遍体鳞伤 不少地方伸出血来 安姐对我是死追不放 眼见她马上要赶到 咬牙忍着疼痛爬起来 左右看看 这段坡道挺陡峭 再往下逃 还是滚落的下场 正在犯愁之际 忽然发现 挡住我这棵救命大树 非常粗大 好像已经枯死了 根部有个树洞 我也顾不上多想了 矮身钻进洞里 本想埋伏在树洞里 等老娘们过来 给她来个突然袭击的 不料 树洞里往下是条斜坡 滑不留足 当己沿着斜坡就滑下去了 顿时眼前一阵漆黑 鼻子闻到一股 潮湿眉府的气味 接着便滑到了底部 身子一个亮墙冲出去 结结实实地趴在地上 啃了一嘴的你吧 我心里这个气 谁吃饱成的 在树洞下边挖了条地道 差点没摔索 我动了一下 感觉全身酸麻 割出伤痕 火烂烂的疼痛 动不了了 可是听到滑坡上 发出滑落的声音 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麻利的爬起来 摸黑溜达了一边 动的一声 我真想问候 这挖地道的人 十八代祖宗 你把地方挖宽一点 让我又撞脑门了 但这会儿屁股后头 跟着只母老虎 啥痛痛的人 我的嘴巴愣是没敢叫出声 摸着墙壁流开 忽然摸到了一个凹洞 想也不想就蹲下来 倒退着钻入 缩紧着洞内后 随即拔出石宫锥 做好了偷袭准备 没想到 这老娘们挺激情的 她眉眼着石壁追过来 听轻微脚步声 在我两米之外 于是我心里寻思 等她往前走远了 我再转身看看 身后这个洞有多深 是否通往外面 正我的口鼻静等之际 又听到 斜坡上传来响声 左梁应该到了 我心说 她是怎么找到树洞的 她这么一来 反而打乱我的计划了 不过听脚步声 她是沿着石壁来的 我心里稍微松口气 我往后伸出一只右腿 叹了叹 后面空间挺深的 足够容得下我们俩人 本来走到前方 即将消失的脚步声 听到后面的动静 又突然折返 我也顾不上再倒下去 迅速溜出 漆黑中 摸到左梁小手 叫原路返回洞内 谁知这妞儿不明情况 还以为是敌人呢 结结实实地 在我小腹上踹了一脚 卧槽 是我呀 我捂着洞子 痛得差点叫不出声来 你早说呀 左梁忽然惊叫一声 显然中了老娘们的毒手 我大吃一惊 重新拉住她小手 以溜烟跑回洞口内 由于太过慌张 没有提前警示 让这妞儿又碰了下脑门 痛得闷哼一声 进了洞口 我把她往身后一甩 蹲在洞口边 往前挺着石宫追 只要安杰走近 触碰到这玩意儿 我便顺势往前猛刺 保准刺着老娘们 一个头心凉 可是等了半天 安杰不但没过来 并且失去了任何伤心 我竖起耳朵 除了自己心跳之外 静悄悄的 啥也听不到 正在狐疑之际 忽然肩膀上被拍了下 我忙回头小声问左梁 怎么了 是不是坚持不住了 我以为她遭到安解的暗算 伤得不轻 岂止左梁回答 没有啊 我诧异地问 那你拍我干什么 我没拍你啊 我头皮一麻 难道这里有鬼 鬼倒不可怕 我怕这洞窟 还有其他出入口 安解要是绕道进入 已经站在身边了 想到这儿 急忙缩小一侧 轮起时攻追就刺 这一次却刺了个空 跟着听左梁怒道 你默默干什么 不是我啊 我情急之下大声便捷 这句声音太大了 于是回头看向身后 突然喉咙背之手紧紧扼住 紧跟着 右手被反扭到背后 吃痛之下 不由自主地身子栽下去 脑袋拱在地面上 哼 两个小王八蛋 以为这样就能躲得过我了 左梁 你别乱发安琪 现在丁瑜在我手上 打不着我会伤到她的 你还是乖乖在那儿 别动了 安解冰冷得意的话一声 在耳边响起 让我心底立马凉透了 谁知安解说完这番话 随即疑了一声 自言自语地说 手电呢 明明在抱 谁 谁摸我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一愣 难道是左梁被老娘们摸了一把 心生不分 反摸了她一把 感觉不像 这可是老虎屁股 左梁哪敢随便去摸 再说 对这老娘们这么客气干嘛 直接一刀要了她狗命 摸个什么呀 还有 以老娘们的本事 就算是左梁摸了一把 能躲开老娘们的反击吗 忽然之间 想起刚才我被人拍了肩膀 左梁 遭人头摸 不是安解干的 这个洞里还有第四个人 或是 第四个不明物种的玩意存在 安解赫梦了一句 谁摸我之后 显得非常惊慌 拖着我就往洞外退却 这让我挺意外的 她除了惧怕牛玉祥之外 从来没怕过任何人 妖邪更不在话下 她此刻这么紧张 显然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敌 她拖着我刚退出洞口 好像被绊了一跤 鼓动一声坐在地上 谁啊 你到底是谁 她此时的声音 比刚才更加惊慌 随即眼前一亮 她稍找了一张符 四周却是空荡荡的 老娘们使出这张符 必定是逼妖邪现身的 结果啥也没有 那么明显就不是有鬼 可如果是人 那该是有多牛逼啊 她举着符火四处张望 扭着我手臂的力道 也自然而然放松了些 我趁机一个翻身 使手臂回到身前 左手一拳 打在老娘们胸口上 这一拳是卯足了劲 她在惊慌失措下 居然没躲开 砰的一下 被我打翻在地 松开我的手臂 又往后翻滚出一丈多远 老娘们不愧是个牛逼人物啊 随即拧身弹起 嘴角往外一流着血丝 也顾不上再来捉我了 拔腿往原路跑回去 跟着她手中浮火熄灭 黑暗中听到她急促的脚步声 奔上了斜坡 片刻后便没了任何伤心 我喘着气活动活动被扭的右臂 然后去包里摸手电 竟然也没摸到 心说奇怪了 明明在超市里买了把强光手电的 哪儿去了 正在错愕之际 听到佐疗在洞内传来声音声 我顾不上再找手电 摸黑爬回去 怎么了 我趴到跟前急问 没怎么 刚才装的暗器有多 还说没什么 这牛声音都发颤了 我摸到她的包 去里面找手电 结果一样 手电没了 我心说不会遇到无邪化身 专偷手电吸光用的吧 心里正想着 只听旁边响起了一阵笑声 听起来 有点像傻笑 谁啊 我们俩同时惊叫道 随着傻笑声 眼前亮起来 有个人拿着一把手电 蹲在洞口 灯光打得我们俩睁不开眼 难以看清这家伙啥模样 他大爱的 这混蛋把我们戏耍半天 到现在只是傻笑 也不开口 让哥们特别来气 笑什么笑 快说你是谁 我抬起手臂挡住灯光 一袭看到 是个年轻男子 我是阿光 你们是谁啊 这小子说话也是傻了吧唧 让我心里一阵奇怪 我才要开口 左聊抢心说 阿光 哦 我知道你是谁了 咱们还是亲戚呢 快丢过来把手电 推到洞口外等着 你个坏女人再来就打他 亲戚 好漂亮的亲戚啊 这小子显得十分开心 狠听话地丢过里把手电 乖乖退到洞口外去了 我从地上捡起手电 在他身上检查 这女儿脸色苍白 眼中满是痛苦的神色 他指了指腰部 我随即把灯光调低 只见左聊湿透的衣服上 正在往外渗血 出血量虽然不大 但血色发黑 看样子的确有毒 左聊身影一声说 你 你转过身 挡住我 我自己可以搞定的 我嗡了一声 把手电放地上 下面支起一块石头 灯光正好照射到他腰部 然后我扭转身子 把左聊遮挡住 只见 手在洞外的阿光 又挡开把手电来回照射 这好像是我们的手电 心里感到特别纳闷 手电是傻手被他偷走的 而这傻小子 又是何许人也 我小时候问左聊 你跟他真是亲戚 笨蛋啊 我怎么会跟这种傻子是亲戚 左聊说着话又捅音响 随即 传来兮兮索索的声音 似乎开始八度聊声了 那你刚才骗这傻小子 他还认出你了 你真笨呢 他因为傻嘛 容易哄骗 你跟他说是亲戚 亲戚 他也会答应的 我差点没晕倒 原来骗傻子这么容易 可这傻小子不想是普通人的 刚才在黑暗中 又是拍我 又是摸左聊和安姐的 简直形如鬼魅 半点声音都没发出来 要不是他 我们俩这会儿可能早死在老娘们手底下了 这么一个傻子 居住在山洞深处 令人心生无限好奇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左聊才把伤口处理好 只听他长出口气说 好了 你转过来吧 我转过身 只见地上有一滩黑雪 他手上也沾满了血液 他举着一枚蜈蚣一样弯曲的小铁锥 转气说 这是鬼车族出名的污毒锥 蜈蚣的污 与污谐音 于是就把这种邪恶的暗器 做成了蜈蚣形状 别看这种暗器上的毒素 不是见血风后 立刻就死的剧毒 但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种毒素的邪恶之处 你不说我怎么能想到 我也不插嘴 等他缓过一口气 接着我下说 这种毒药叫做 物理七花毒 世上是罕有的 只有鬼车族 懂得如何培育 这种毒会让人产生 其中不同症状 幻觉 欲念 还有 算了 反正很邪恶的 我都说不出口 幸亏我在泄图子秘本上 看到过破解秘方 不然今天就完了 我笑了笑说 踏不了就是一死 还有什么邪恶的 你懂什么 他会催发欲念 把自己 这些牛说到这 脸疼都红了 狠狠白了我一眼 总之是很邪恶的 并且千奇百怪 让你绝对意想不到 阿光 过来 傻小子听到叫声 先是探头四周巡视一遍 然后才爬进洞里 这个洞口很低 里面空间就高大了 刚才左辽就是一头 撞在了洞口上沿 左辽笑盈盈地 跟着傻小子说 我们都是亲戚 这个呢 是你虞哥 我是你了解 快叫 阿光挠到头 傻了吧唧地喊道 呃 虞哥 了解 可是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们是不是很多年 没见过了 对啊 好多年不见了 我还认得你 你怎么不认识姐姐了 左辽故意装得很生气 撅起小嘴 不过模样挺可爱的 呃 姐姐别生气 我 我想起来了 傻小子嘴上这么说 但还是一个劲儿的闹头 看样子 压根就没想起来 好了 这张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这时我才有功夫 仔细打量阿光这傻小子 一身登山冲锋衣 脚上穿的也是登山鞋 但浑身脏兮兮的 肯定很久没换过衣服 模样长得还挺帅气 看样子二十出头 但捧头够面 估计很久也没洗过澡了 左辽问他 你为什么要偷我们手电啊 这傻小子挠着头 呵呵傻笑道 因为我叫阿光 所以我就喜欢手电 我那里藏了很多很多的手电 他伸手指着洞口外放下 估计是他的住处吧 看着他傻傻的笑容 感觉这小子挺有趣 因为自己叫阿光 有个光字 就大量收藏手电 八成那些手电 是从登山旅友身上 不告而戒的 只是他这身登山服装 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难道是个探险者 在这里撞坏了脑子 丢失了记忆 才住在这里的 左辽又问他 你怎么不住家里 住这个破地方 阿光茫然地看着四周说 破吗 我看挺好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住这 好像住了很久了 我问他 那你身上衣服是谁的 自己的还是偷来的 阿光扯了扯身上衣服 傻笑道 不是我的 是我在死人身上脱下来的 好不好看 我和左辽相对无语 竟然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看来曾有登山旅友 在这里遭遇不测 左辽皱眉又问 人是你杀死的 阿光轰芒摇手 脸色也显得十分紧张 别乱说 我不敢杀人的 我告诉他们 里边的洞不能进 会死人的 他们不听 然后就死了 我们俩对望一眼 行说有情况 这里似乎还有神秘禁地 我抬头看着这个洞窟 刚开始没注意 现在心情放松下来 这才发现 洞窟不是很大 只有几十平米 四壁雕刻了不少 篆刻文字 我和左辽文化程度都不高 看了半天 也没认出几个字 不过可以确定 这里一定埋藏着 远古的某种秘密 或许是墓穴 也或许是 古人居住过的地方 左辽当即直起身子问 那个洞在什么地方 里面是什么样子 阿光手指前方说 就是那里了 里面很恐怖的 用手电都看不到东西 人一进去就会死 你们千万别进去 说着 脸上浮起了非常恐惧的神色 我不又好奇地问 你进去为什么没死 阿光被我问愣住了 看着我不住地眨眼睛 然后又把右手食指 伸进嘴里咬住 那副姿态 像足了三岁小孩 他好像想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 最后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会死 左辽扑着一声笑道 他要是知道 他就不是阿光了 你问这问题 跟他一样可爱 他这最后一句 本明转弯抹角 说我跟阿光一样傻了 我被他笑得无语 沉思片刻又问阿光 你刚才怎么偷走 我们手电的 又是怎么绊倒 那个女人的 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遍 就是这样 阿光忽然身子一闪 我们就看不到人影了 就在眨眼间 他又出现在原来位置上 手里多了一把黄符 啊 这么多符 他大爱的 不会是偷我的吧 我急忙探手到包里一摸 黄符全都不见了 左辽瞠目接舍地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这样 他还是这句 然后一闪没了人影 然后是我们有心理准备 转头看着背包 结果 只看到一套黑影 一闪即逝 包口微微动了一下 我再往包里一摸 黄符回来了 而此刻傻小子 已经回到了原位 我们俩面面相去 全都张大了嘴巴 仿佛看到了外星人一样 不可思议 这速度未免太快了 让我们俩简直难以相信 自己的眼睛 我们常常比喻动作之快 情形之诡异 称作如同鬼魅 可鬼魅似乎都没这么快 愣了半晌 左辽才缓过声 揉着太阳穴 一脸苦思不解的神态 问阿光 你好像认识黄符 以前使过吗 我不知道啊 我苦笑着跟他说 你这问题跟阿光一样可爱 左辽自嘲地说 我现在还觉得阿光脑子好使 完全被这些搞糊涂了 我们俩正说着话 阿光过来拉一把 我问他要干嘛 这小子说 你不是让我刚才重演一下 半岛坏女人的动作吗 你演那个坏女人 我演阿光 我心说你真是个傻小子 自己还用演自己吗 我看着重演就免了 他那么快的动作 别说是半岛安节 就是搞定牛一祥都不成问题 他的伸手速度 已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我真怀疑这傻小子 是从外星来的 不用了不用了 我已经想出来当时是傻情节了 我赶紧把他推到一边 这傻小子不是轻重 真要重演刚才一幕 不知要摔我多狠呢 我们俩瞅着阿光 尽管心里充满了无限疑问 但明知道问了也是白问 于是也就省了这份力气 佐疗说有点饿了 从包里拿出食物 阿光马上说 他有烤野兔 说着话 嗖的就没影了 不过半分钟 嗖的一下 又回到原地 手上多了两只 烤好的兔肉 有野味我们还吃什么 带庄食品呢 接过来一吃 发现他人虽然有点傻 但肉烤得挺香的 我们填饱肚子之后 也不用再回上面 溶洞避雨了 住这儿远比任何地方都安全 恩姐这老娘们 被傻小子吓怕了 肯定不敢再来了 我们俩靠在洞壁上 打算睡上一会儿 而阿光却还蹲在原地 看着我们 压根没走的意思 佐疗似乎害怕 把他赶走后 说不定半夜回来 再偷偷摸自己 于是也不睡了 跟阿光说 你带我们去那个洞里 看看吧 不能去 不能去 进去会死 阿光连连摇手 我也担心地说 你身上有伤 能行吗 能 这点小伤算什么 阿光 叫你带路就带路 不听姐姐话了 佐疗伴出一副 忏怒的姿态 阿光满脸愁口地点头 我听姐姐的 可是死了不要怪我 佐疗扑地笑道 听话就好 不怪你 那你们跟我来吧 阿光这次 倒是没发动火箭速度 慢慢爬出了洞口 我扶着佐疗跟出来 只见他走向斜对面 外面的空间 大了不止十几倍 中乳和石笋 到处可见 斜前方还有一条溪流 潺潺流过 这个地方有水 倒是满适合人居住的 只是 那个神秘的洞窟里 到底有什么呢 人一进去就会死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在走向那个洞口的路上 我忽然想起一个重要的疑问 悄悄问阿光 刚才摸佐疗和安姐哪里了 这小子挠到头跟我说 他觉得佐疗薄镜豪华 于是就摸了摸 至于安姐 他是摸了屁股 他觉得这女人说话和形势太坏了 不但摸她屁股 而且出了洞口 还扮她一脚 本来想接着整她 谁知吓跑了 这小子讲完后 连说真没去 佐疗见我们俩嘀嘀咕咕 走过来问 你们说什么呢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在这忙遮掩 起只傻小子脱口回答 他问我摸你哪了 佐疗一瞪眼 你跟他说了没有 我说了呀 阿光被他满目凶光 瞪得害怕 搭了下脑袋了 佐疗气得白了我一眼 又没好气地跟阿光说 我让你说了吗 你快去摸他一下 不然我生气了 阿光抬头问道 摸哪儿啊 我一听情况不妙 偷偷往前溜走 只听佐疗小声嘀咕一句 然后我的屁股和头顶 被连摸三下 我们沿着这条溪水走到尽头 出现了一个天然洞窟 里面漆黑异常 果然 拿手电往里照射 黑暗立马将灯光吞噬的 一丝不证 这情况虽然不是第一次遇到 但联系上阿光所说的 进去就会死这话 感觉洞窟内 诡秘莫测 溪水边上还有一个 石头垒气的坟头 阿光说里面埋的 都是那些不听劝 近洞找死的人 这些死者 应该都是旅友了 我暗叹一声 好奇害死人呢 阿光越说这里不能进 越会让人产生 巨大的好奇心 好比是我们 也抵挡不住 这种神秘的诱惑 我蹲下来 看着清澈的溪水中 还有鱼在游动 这我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溪水纵穿洞窟 人为什么进去会死 鱼却能在水里 活得安然无恙呢 佐疗似乎也想到这个疑点 我们俩交换一个眼神 两人在一起久了 心思就会产生一种默契 我知道 他肯定在想 阿光可能有些夸大其词 我摇了摇头 既然死了这么多人 冬库里一定有古怪 不能贸然闯入 于是向水中拢拢嘴 这牛居然领会我的意思了 伸手捞起了一条 三寸多长的小鱼 只听他笑道 他可是你的本命物 你不怕丢进去死了晦气吗 我满不在乎地说 我又不属于 跟我本命有什么关系 别说 别从包里拿出一根红绳 拴住了鱼尾 你倒是想属于 没这种属相 左辽手一扬 便将这条小鱼 丢进洞口内了 阿光马上插嘴说 额 了解 你怎么知道 我是属大象的 我们俩对望一眼 差点没趴下 这孩子 真是傻得有趣 小鱼被丢进去初始 还能通过红绳 感觉他在地面上 不住乱跳 可是眨眼间 红绳便没了丝毫动静 我急忙把小鱼拉出来 这家伙已经死透了 外表除了鱼木暴突之外 没什么异常 但左辽拿出匕首 开膛破肚之后 我们俩惊呆住了 鱼的内脏 就像被高温质烤过一样 全部叫糊 触手却摸摸到任何温度 就算瞬间高温之下 随即冷却 也不能冷却如此之快 这种怪异的情形 令人匪夷所思 阿光说的是真的 里面有种奇怪的气体 吸入之后 整个内脏在瞬间被烤糊 然后又迅速冷却 左辽边看边说 但说到这儿被我打断了 鱼的呼吸器官跟人不同 它不像人一样 用肺来交换氧气 它呼吸器官在塞上 所以气体不会吸入肚子里 怎么可能捉上内藏 左辽挠的头 那是怎么回事 我得意地笑道 还有左大女神想不通的道理吗 女神 女神在上 阿光拜拜 阿光这傻子 不知道我是开玩笑的 还真以为左辽是神 啪道膜拜起来 让我们啼笑皆非 左辽把阿光拉起来后 让他远远站在一边 别听我们说话 这小子倒是很听他的话 马上走出两丈多远 面对墙壁站好 一动不动 左辽问道 你想通了什么 让我听听 我抬头看着这个 充满鬼迷气息的黑洞 周围道 这种气息怕是斜碎煞气 类似于炎鬼 但它们比炎鬼 更懂得收敛火器 不知外泄 而有生物闯入时 便会立刻释放高温煞气 通过皮肤投入内脏 把其杀死 外表却不露出一丝痕迹 属于比较奇特的一种杀人手法 左辽觉得有点道理 点头说 世界之大无其不有 还从没听说过这种杀人手法的 难怪鱼在吸水中不会死 是水挡住了煞气 我恩了一声说道 嗯 水或许是破解煞气的关键 我想从吸水里进去看看究竟 你拉住绳子 一旦遇到危险 你把我拉出来 还是我进去吧 你水性没有好 伸手没有力 这妞儿真不给面子 蹬着面 诉说我不如她的地方 但还算聪明 见我脸色沉下来 便改口道 好 你去吧 吸水大约一米多深 在水底往前匍匐前进 身体绝不会露出水面 我让她把绳子拴在一只右脚上 然后深吸一口气 爬进吸水底部 往前匍匐行径 防止手电透过吸水 还能看到一些东西 可是进了洞口之后 吸水外 如同被蒙了厚厚的一层黑幕 啥也瞧不见了 可往前在爬出四五米医院后 逐渐能看到一丝光景 我于是翻身躺在水底 将手电灯头探出水面照射 这玩意儿不是生物 应该不会遭到煞气攻击 果然灯头在水外待了片刻 一无反应 于是便放心了 灯光竟然撕开黑幕 将洞顶照射得非常明亮 隔着一层晃动的水波 依稀能把洞顶情形看清楚 上面用铁链锤吊着一个 形如旅行箱那么大的黑匣子 旁边还挂着一个 五彩斑斓的东西 像是个绸布包裹 有一具死尸 一手攥着铁链 整个人却趴在黑匣子上 看样子早死去多时 只是肉身并被腐乱 基本上保持着生前的状态 此人穿着一身蓝筹服装 整个形体看上去比较瘦 脸由于被黑匣子挡住 看不到容貌 后领口内插了一杆烟袋 烟杆通体绿色 显然是绿玉打造的 这人本事挺大 看样子近洞没死于煞气袭击 直到爬上铁链后 才终于毙命 黑匣子和包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能让这人不顾性命 请去偷盗 越想越觉得神秘异常 而晃动手电往四处扫射 不由看得心底之冒凉气 由于角度关系 只能看到贴着洞壁 一张张死人脸孔 薄镜以下部位就看不到了 而数量大的惊人 他们不知死了多长时间 不过 从趴在黑匣子这句词 时尚推断 时身因为洞内特殊环境 都没有腐烂 好了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这会儿感觉气息不进 忙晃动一下绳子 左辽立刻把我拉出来 这比爬回来要快得多 除了洞口 我坐起身大口大口呼吸 左辽等我把气喘匀了 问里面是什么情况 我一五一十说了 这妞儿忽然秀眉紧促 并且倒吸口凉气 只是听她说 那个死人 我小时候好像见过 绿色的阴杆 一身蓝色绸缎衣服 个子瘦长 他是四大无师之一 蓝泰 他接着跟我说 蓝泰刘豪空 牛义祥和他父亲 并称鬼车族四大无师 蓝泰和刘豪空是一伙的 这人比较低调 自从为了争夺 妖鬼残破 搞得四分五裂之后 跟刘豪空一样 杳无音讯 后来 他还是十多岁的时候 家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 就是蓝泰 当时蟹兔子 并没说他是谁 只是他这机灵鬼 偷偷躲在窗口下 听他们讲话 才得知 是四大无师之一的大人物 那次当然没躲过 俩高手的耳朵 为此被蟹兔子 吊在房梁上饿了两天 等放下来时 蓝泰早已离去 蟹兔子问他听到了什么 他哪敢说 听到蓝泰这俩字 别看那时候小 有蟹兔子这种 阴险狡诈的师父 徒弟能老是吗 他说只听到 那人称赞酒好喝 其他什么都没听到 蟹兔子半信半疑 嘱咐几句 叫他千万不能 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其实这也是废话 他们住在深山里 长年不住 佐疗就算想告诉别人 那也找不到任何机会 十几年过去 他早忘了这件事 和蓝泰这个人 此刻经我说起 那具尸体的特征 突然就想起了此人 讲完之后 他又说道 蓝泰这种身份的人 竟然也基于 洞窟里的两样东西 看来必定是 很贵重的物品 我身上大拇指 大人英明 左聊听得出 我这是在 损的事后住个量 白了我一眼 从这件事上 让我想到 蟹兔子住在此地的原因 他恐怕跟蓝泰一样 都知道这个山洞里 藏着珍贵之物 可是他却破解不了 鬼秘杀奇 所以住了这么多年 却也没得手 而蓝泰倒是有这本事 可最终还是低估了 懂哭之险恶 付出了惨痛代价 把老命丢在这儿了 他这么一说 倒是勾起了 我对黑匣子 和那包袱的好奇之心 里面到底藏的什么宝贝呢 我对宝贝倒是 没多大兴趣 只是想到 万一藏的是 鬼附近第三卷呢 这可是我梦寐以求之物 一想到此 心里再也按捺不住 把阿光叫了过来 我问道 你说你能在这个洞里 来去自如 那有没有见到过 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傻小子眨眨眼 见过 一个黑黑的 黑黑的那种东西 一个是花花的 花的这种东西 这小子表达能力真够烂的 要不是我亲眼看过了 从他的描述上 就算想破脑袋 你肯定想不出 那黑黑的和花花的 到底是什么玩意 我说道 你能不能把 这两样东西拿出来 阿光一听此话 吓得脸上变色 双手连摇地说道 使不得 使不得 碰一下会死人的 上面还趴着一个死人 我好害怕 我笑道 你又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使不得 使不得就是使不得 阿光的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看样子 实在说也不敢 拿黑匣子和包袱 左梁转着眼珠说 唉 我还以为你是个 有胆有识的大英雄呢 谁知原来是个 懦弱的胆小鬼啊 还不如那个死尸胆大呢 算了 我去找我十岁的 小表妹过来帮忙 她一个小姑娘 肯定胜过你 这番又扁又鸡的话语 换任何有心眼的人 都不会上当 可她是傻小子 一听就不干了 我 我是英雄 我不是胆小鬼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小表妹 你们等着 我去拿东西回来 阿光气呼呼的 臭我们俩边边嘴 闪电般的消失在了洞口之内 我忽然觉得 用激将法骗一个傻小子去冒险 是不是不太好 正想跟左梁说 我们好像卑鄙了点 阿光搜了一下 从洞里窜出来 趴在溪水边 边大口喘气 边咕咕咕咕咕地不停喝水 直到肚子高高鼓起来 这才翻身躺下来 她举起那个花花绿绿的包袱 得意地笑道 我拿到了 我厉不厉害 我们俩忙说你厉害 这样阿光高兴地像小孩 欢呼一声 在地上打起滚来 等她消停下来后 左梁从她手上拿下来包袱 还有那个黑黑的东西 怎么没拿来 这话顿时像盆冷水 把阿光兴奋的情绪给浇灭了 扁着嘴说 黑黑的 黑黑的那东西 有铁链绑着 我拿不动 左梁点了点头 嗯 你只拿到了一件东西 那只能算半个英雄 好了 你远远地去休息会儿吧 有事我再叫你 阿光一听 只能算半个英雄 显得很不开心 呜了一声 呆了着脑袋走开了 其实我觉得 傻小子的表现相当不错 能在这洞窟进出 不伤豪发 算是非常牛逼了 何况 还拿出一样东西 黑匣子被铁帘绑住 确实不好拿 这倒是怪不得她 左梁拿着这个 颜色鲜艳的绸缎包袱 看了半天 恍然醒悟道 这是蓝泰的包裹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 这东西就跨在她肩上 我记得当时很喜欢这东西 我听了这话 跟头上浇了盆冷水似的 没了半点热情 你说好不容易 鼓动傻小子阿光 进去拿出一样东西 竟然不是洞窟内原始物品 而是死人身上的遗物 那还有啥稀罕呢 说不定里面装的是 腐败很久的干粮 或是手指啥的 试过十几年 绸缎还挺坚韧 也没丝毫褪色 显得颇为艳丽 左梁打开包袱 一堆物品散落开来 果然 有腐败的干粮 还有一大黄符 如果如厕的时候 实在找不到手指 这种东西是可以代替的 我还算没说错 除此之外 有面小铜镜 一个粉红色的绸布手帕 一盒火柴 还有一个兽皮骨卷 最后这件东西吸引了我 可是左疗手快 早把兽皮卷 拿在手上打开了 我低头在包袱里瞅了瞅 只见 腐败的干粮和黄符下 还压着一个拳头大的锦囊 我于是伸手拿起 打开一瞧 里边装着几样 十分古怪的物件 一个是像跟手指一样 黑色的铁器 顶端部位 却是多了一圈 齿形的尖刺之物 仔细看了解 瞧不出是什么玩意 剩余的都是 一枚拇指镀大的玻璃球 一块干枯的黄色膏纸 和一角碎玉 我正对这几件东西研究 只听左疗发出一声惊呼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左疗可能在兽皮卷上 有什么惊人的发现 叫了一声 我连忙把锦囊口收紧 探头过去瞧看 他指着上面文字说 所记载的内容 是关于洞窟神秘黑匣子的 而字体 却跟银王墓地形图 以及几种神器 组装秘谱上的字 惊人的相似 好像是出自一人之手 这发现让我打起精神 仔细打量这牛皮骨券上的内容 这上面都是没有图画 密密麻麻写了不少毛笔小字 确实跟长婆藏的那张牛皮券上的文字 十分相似 我看了几夜 便苦笑着把目光移开了 看不懂啊 左疗由于学习古武法术和医术 接触的古术比较多 所以比我强点 认出中间的字 左右两边一加揣测 便能猜出是什么字了 他磕磕绊绊地念了半天 总算是听明白 上面记载的都是傻玩 古卷上说 黑匣子是一种叫做 银铁的黑色神铁 是从极北苦寒之地发现后 带回来经过几百年锤炼而成 银铁可耐高温 放进熔炉中 经久不化 先人为此费了不少轴折 才终于筑成了一口香霞 念到此 左疗说 估计用了熔金粉一类物品 否则不可能将 耐高温的铁器融化 但只是猜测 从古到今 不知有多少能人意识 身怀令人难以意想的绝技 熔金粉只是这众多 绝技中的一粒尘埃 或许融化着神铁所用的技术 比熔金粉更加心精 左疗接着往下念 银铁筑成匣子 是为了封装一件 比银铁更为珍贵的神物 叫做炎火 听到这儿我心说 炎火有啥神奇 不就是火吗 可往后听下去 就知道这种炎火 不同于普通火种了 炎火传说是开天辟地 最原始的火种 在地底不知燃烧了多少万年 无法熄灭 后来是神将大火熄掉 只留下火种 装在银铁侠内封禁 这九成九是神话故事 绝对当不得真 不过 老祖宗留下来的神话传说 我还是比较崇拜的 崇拜他们变得那么神奇 小时候都是听这种故事 开阔了想象力的 炎火火种藏于霞中 外表透不出丝毫温度 可如果一旦打开 可将万物分泌 而霞子表面虽然并不烫手 但散发的银铁气息内 含有炎火火毒 这种火毒不伤皮肤骨骼 转门摧毁内脏 即便是你穿着钢铁盔甲 也挡不住火毒入侵体内 最终将内脏复制一具 若想得到火种 不被火毒侵害 又不疑惑时间 下面便说出了应对办法 传说 鬼车族内有件宝物 叫做清凉珠 岩碎了将粉末涂抹在银铁匣上 火毒便会被化解 而打开匣子取出火种 就要找到世上传闻 最为神秘的万年寒食了 只有这种东西散发出奇寒之气 与火种热气相互抵消 然后便会唾手可得 牛皮卷文字到此结束 可是我们到最后都没看懂 这火种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用来治病还是害人的 而最后又没详尽解释 怎么用万年寒食 来化解炎火的步骤 说起寒食 让我想起了 阴王墓下的恐怖寒气 那会不会是万年寒食呢 就算那玩意是 带着匣子过去 还没走到跟前 恐怕就把自己冻死了 如果提前打开匣子 寒食上的冷气不足 会把自己烧死不说 还会烧毁附近一带土地 你说是怎么才能把 两样极端的东西凑在一起 然后抵消彼此的冷热呢 想到这儿 我对这玩意儿 没了半点兴趣 真不知道古人 整天都在想什么 总能折腾出一些 稀奇古怪 鬼迷莫测的东西 估计那个年代 没电视没电脑 又没地方K哥 闲着也是闲着 于是便瞎琢磨出 这么多古怪 我转头去把腐败的干粮 以及黄服丢掉 那些服都是普通玩意儿 还没我包里的 高级服值钱 我觉得这大巫师 也太寒酸了 带的服都是便宜货 正收拾包袱时 只听左梁右搅一声 把我吓了一跳 转头问 又有啥发现 发现倒是没有 你说我们要是把银铁侠 带到鬼舍族近地 会不会长通无阻 来去自如 还会把这些神秘可恶的家伙 统统杀光 这绝对是个好主意 我觉得蓝太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才舍命来拿宝卧 左梁排长说道 我哼了一声 嘲笑道 你脑子故意进水了吧 蓝太绝不可能是为了 这事拿祸中的 他这么做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再说了 青梁住在鬼舍族内 你要想拿匣子 必须先去鬼舍族 找的这东西 左梁一下搭了下脑袋 哎呦 刚才脑子一热 才这么想呢 太高兴了 我笑道 做人得脚踏实地 不能空想 挺聪明一个人 怎么还犯魂呢 你才犯魂 真没意思 睡觉了 他说着 把牛皮圈朝我一丢 异性阑珊地 向原来洞窟走回去 我把包袱重新系好 让阿光也回他住处休息 这小子好像整天不见个人 还没玩尽兴 跟在我屁股后头 缠着不放 最后被左梁红走了 我们俩这才靠在石壁上 安稳地睡了一夜 早上起来 看到阿光在洞口外徘徊 我不有苦笑 这傻小子是不是一夜没睡啊 疑问果然如此 他还有理由 说怕那个坏女人再回来 所以在洞外守了一夜没睡 我们俩相对一笑 心想这傻小子 心眼倒是挺好 于是谢了两句跟他告别 拿着阿光哭了起来 说很久都没见到人了 这次遇到的又是俩亲戚 怎么都不多住两天 陪他好好玩耍 左辽转着眼珠说 那这样吧 你跟我们走 姐姐哥哥带你去找个好玩的地方 阿光一听 马上高兴地直拍巴掌 好好我去拿点东西啊 说着闪身不见了人影 我知道左辽的意思 这我没说 他在这里过得无忧无虑 就别让他跟着咱们去冒险了 万一送了性命 咱们良心和安 左辽伸出一根食指摇了摇说 你错了 通过我的观察 他应该是因为失忆变杀的 跟小胖中的迷魂箱有几分相似 很多记忆都丢失了 只留下儿时的一些片段 我先给他带回家 把他恢复记忆的 我才要说什么 阿光已经性重重跑过来 他大爱的 身上挂满了手电筒 各种型号的都有 并且还有些价格很贵的头灯 我见他来了 只好闭嘴 不然一力阻拦 把这小子惹急了 会不会把我丢进黑匣子洞啊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从树洞里爬出来 雨早已停住了 漫山遍野一片心绿 让人为之心胸凉爽 左辽其实对此地形并不是太熟 别看住了二十年 出入不过两三次而已 而阿光却不同 对山上地形烂熟于心 带着我们走上一条 好早的捷径 中午时分 便翻山过去 到了左辽居住的谷口 这地方真叫一个隐蔽 说是山谷 还不如说是个天坑 谷口一周全是悬崖峭壁 往下根本无路可行 并且谷底长满树木 遮天蔽日 在上面根本看不清底部任何情景 这种天坑是最危险的 除非是专业探险者 才会选择这里来挑战 因为谷底森林内 隐藏了无限杀机 可能毒蛇猛兽的存在 即便是专业探险者 下去之前 也是要再三掂量的 阿光往下探头看了看 见着谷底挺深 满脸害怕地说 姐姐 下面好深呢 我不敢下去 左辽笑了笑说道 别怕 姐姐会带你安全落地的 说着 拿出他的飞虎爪 先让狗爪抓紧了一块 突出的岩石 然后首先沿着绳子 滑落而下 往下滑落三十米左右 绳子到了尽头 只见他踩在一颗 从绝壁上横伸出的 一根树干上 然后消失不尽 我一愣 往下探头也看不出究竟 正在纳闷之际 见着牛肉从树根处 探出头 冲我们挥挥手 这才恍然大悟 树根那地方 应该是个洞穴 我让阿光醒下 哪知 这个身法比鬼魅都快的傻小子 竟然怕高 不敢下去 我又是哄又是劝的 最终 抓住绳子 闭住双眼滑下去了 到大树上被佐疗接住 我又随着吟声而下 落到树上才看明白 洞口在树根上侧 但大树枝繁叶茂 将洞口遮挡得严严实实 就算站在对面往这边看 也是发觉不了的 即便是到了冬季 树也落尽 这些横七树拔的树枝 也能挡住人的视线 也很难发现 到这儿有个洞口 佐疗将飞虎爪抖落下来收好 近东带路 其实也不用带路 里面是人工开凿出的 一条倾斜的隧道 只有一个方向 怎么都不会走错了 由于天空非常深 这条隧道走起来 也感到特别漫长 足足走了二十分钟 才终于到底 我看着这么大的工程量 卸拖得一个人是挖不出来的 估计是前人留下的遗迹 从洞口走出来 只见林荫扎地 地上满是青绿草丛和盛开的星红 不时从林中传来叽叽喳喳的鸟鸣声 令人有种脱离世俗的美好感觉 非常惬意 我看着森林美景问 这有猛兽吗 以前有的 被蟹兔子杀了腌肉 吃了不少日子 现在鼓里只有一些小动物 还有那边有山泉 住在这里 不用为饮食担忧 左梁指着鞋对面笑道 此刻他回到家 看上去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要好 他带着我们从林中穿过 走了十多分钟 看到了一座茅草屋 这就是祖疗家 茅草屋虽然简陋 但里面布置却很优雅 家具摆设全部都是用 没有剥皮的树干打造的 附有一股天然意境 由于这里处于谷底 又有森林这种潮湿环境 屋子里久没人住 也是洁经异常 草屋有四五间 两头是卧室 中间是药房和客厅 客厅后有门 出去之后是厨房了 并且不远处 还有个用篱笆围起来的水池 祖疗说那是洗澡的地方 一边有山泉通路 一边有排水的沟渠 我不由惊讶 这真是山野豪宅 还有游泳池呢 那边还有片果林呢 这可是最天然的 最绿色的食物 祖疗得意地笑道 果林在哪 我想吃果子 这小子也不等祖疗指路 斜死里往前跑了 急速奔跑声 惊起了一片飞鸟 祖疗去把澡池里的水换过 叫我和阿光去洗澡 他去掌握午饭 洗完澡回到客厅 饭桌上 早摆好了香气喷喷的菜肴 我们俩一时都流出汗篮子了 拿几块的就吃 其中竟然有两道野味 吃不出是什么肉来 但非常的香 差点没把舌头团进肚子里去 这时祖疗端了一大盆米饭 还拿了一壶白酒 那是蟹兔子叫藏的 这可把我馋死了 给自己倒上一杯喝下去 不错 这酒味道甘醇 应该叫藏了很多年 阿光用鼻子嗅了就酒味 皱眉说 好像是西凤原浆 好香啊 我也要喝 说着端起酒壶 直接往嘴里灌下去 咕嘟咕嘟 一口气喝光了 然后打个酒格 喷出了一股浓郁的酒香味 我跟左辽诧异的对望一眼 小声问他 这是西凤原浆 好像是啊 还是我很小的时候 些兔子带回来的 说是西凤美酒 当年兰太喝了 也是赞不绝口啊 左辽回忆道 我心说这傻小子 感情真是失忆了 但保留了对酒的记忆 以前恐怕还是个 嗜酒如命的人 不然不可能鼻子一闻 就能闻出是什么酒 并且一壶下去 脸不改色 酒量挺大的 之后左辽一连接了七八壶酒 阿光终于才喝醉了 胡乱吃了几口米饭 脑袋往椅子靠背上一搭了 睡着了 左辽看到睡态酣蒙的阿光说 他的大脑可能遭受过激励的撞击 才会导致选择性失忆 这种病症不同于迷魂香 迷魂香能用药物恢复 这可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才能把丢失的记忆找回来 我试试吧 就算不能让他恢复记忆 以后让他住在我家 总比住在树洞下环境好得多 这倒也是 那洞窟阴暗潮湿 跟这个世外桃源相比 简直天壤之别 我忘了窗外的景色 多点动心 想长期隐居一次 远离城市喧嚣 远离人心险恶 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可是我能吗 如果有林雨昕陪伴 我肯定能 一想到他 心情瞬间低沉下去 他此刻在什么地方 又在做什么呢 念及此处 我嘴角一阵抽搐 感觉酒劲上头 浑浑沉沉 意识模糊起来 忽然发现林雨昕 居然坐在我对面 这让我心头狂喜 伸手抓住他的手 唯恐再突然离去 小夕 我想你想得好苦 话没说完 手背上被狠狠掐了一下 痛得我立马清醒 仔细一瞅 林雨昕变成了佐疗 这妞正怒目瞪视着我 好了 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 由于酒一上头 错把佐疗当成了林雨昕 情不自禁抓他的手 让我觉得十分尴尬 慌忙抱起沉睡不醒的阿光 逃到左侧卧室内 这是谢托子生前居住的地方 床榻整理得挺干净 可只有一张床 只有把阿光放在床上 我坐在一把竹椅上睡了半天 傍晚醒过来后 佐疗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阿光还要染着喝酒 佐疗却不答应了 并立下规矩 从此谁都不许再喝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知道那是冲着我来的 以防我再喝多 把他当作林雨昕 阿光虽然不乐意 嘴巴撅得老高 能上一头驴 但比较听佐疗的话 那就不喝了 晚饭三人是各怀心思 谁都没开口说话 这顿饭吃得非常沉闷 吃完之后 阿光居然又要洗澡 都洗上瘾了 我忙说陪你去 随着阿光跑出了屋子 避免跟佐疗单独想出 佐疗最后用过早池 已经把水放完 我重新打开山泉入口 注满水池 阿光迫不及待脱光了衣服 跳进去又蹦又跳的 叫我进来一块玩 我摇了摇头 心说咱俩还是免了 你说俩男的赤身裸体 细水玩 不是搞鸡吗 我可不喜欢这块 我也不知道该干啥 走远了 怕傻小子遇到什么意外 于是就坐在草地上 抬头望着月空 呆呆地想新事 忽然听到阿光 哈哈大笑起来 响起咔啦咔啦 冰块碎裂撞击的声音 跟着不少碎冰 飞出篱笆 落了我一头一身 我一愣 这跟哪来的冰啊 心说不好 凿池里不会有邪碎吧 一想到这个 吓得跳起来 边用手扑打身上碎冰 边跑到篱笆跟前 拿手电往里照射 只见池水中漂浮着无数碎冰 阿光来回搅动着 不时四处乱甩 玩得那脚一个高兴 阿光快出来 水里有问题 我说着 从包里拿出柳条 打开了阴阳眼 阿光顿时傻了吧唧地看着我问 啊 什么问题啊 都结冰了 快出来 里边有坏蛋 我焦急地说着 宁目观察水池 却也看不出什么异常 这冰是我变出来的 你看 你看 阿光得意大笑中 两只手平放在水面上 不过片刻 池水便结了一层薄冰 我不由动容 心想这傻小子怎么做到的 他难道不只是身法快过鬼魅 还拥有某种神奇法术吗 猛然间 我便想明白 他为啥能在黑匣子洞中 来取子儒了 他身具驱兵的奇术 能抵消炎火火毒的入侵 这一小子可是个奇人呢 让我一时对他的根底 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年纪轻轻 从哪儿学的这身神奇本领 我正思索间 只听远处有脚步声传来 跟着 听到左辽叫道 赶快回屋 有情况 估计又是安检的老娘们 找上门了 我嗡了一声 催着阿光 赶紧出来穿衣服 这一小子还没玩信心 跟着我 一路咕咕隆隆地 跑回屋子里 左辽不在客厅 而是在药房等我们 这间药房跟客厅一样大 四壁摆放了货架 上面全是瓶瓶罐罐 有的贴了纸条 有的光秃秃的 啥也没有 还有几只大号的玻璃罐子 里面泡了各种毒物 中午药房门锁着 左辽没让我们进来观看 正像看到玻璃罐内的毒物 我顿时头皮都麻了 里面泡着色彩斑斓的毒蛇 绿色的蝉雏 通体花绿的蜘蛛 以及半尺多长的蜈蚣 这玩意儿不仅让人看了 觉得恐怖 同时也太恶心了 我只看了一眼 芒不迭地转向其他的玻璃罐 他大爱的 这个罐子里居然泡的 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旗带和胎盘都还没剪掉 这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 极度的厌恶感 蟹秃子简直太没人性了 左辽顾不上去看我的反应 正忙着从一只柜子里 拉出一个类似罗盘的圆形石盘 这石盘看上去挺重 它拉起来有些吃力 我忙跑过去搭把手 这石盘看似不大 却大概有百多镜中 上面雕刻着天干地支和九弓文字 中心不是海地镇了 而是一个血手印 将石盘拖到屋中央 左辽事已停手 擦了把额头细密的喊猪说 紫围林阵下 说明有外人进入 绝必动库这条通道 我怀疑是安吉来了 所以要启动 当年谢兔子留下的无神镇 阵法启动之后 怎么只能坐在屋子里 才不能出去了 我好奇地问 无神镇 都是哪无神 左辽转头 冲泡着毒蛇那些玩意儿的玻璃罐说 就是他们 别乱动 里面有毒的 阿光不知厉害 正要打开玻璃罐子 吓得左辽化容失色 慌忙跑过去把他拉开 指着地上一个蒲团说 你乖乖坐这里别乱动 否则要打你屁股 哦 那我不动了 阿光满腹委屈地坐在地上说 我正没当 所谓武神就是武毒吧 阵法有多大卑劣 左辽走回来 蹲下身子 并用手指在五行方位上 用毒纱来回涂抹 只听他说 武神便是武毒 毒蛇 毒珠 蜈蚣 蝉蝎和蝎子 他们早先被血兔子 用药物压制 埋在房屋四周的五行方位上 一旦遇到外敌入侵 便会由石盘启动阵法 这些毒物便会在泥土中苏醒 威力嘛 我没见过 但肯定要比 阴王替身墓里的黑霉腹蛇厉害得多了 并且 这些毒物都是些兔子用啸水 浸泡养恋过的 不具任何毒物侵害 就是落雨红物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我听了这话 浑身起了藏鸡皮疙瘩 那些黑霉腹蛇够厉害的了 即便是安解遇上 也会落荒而逃 而这五神阵里的毒物 比他们还要牛 那可真是毒到家了 但我不喜欢毒 我最恨的就是毒蛇 心里莫名生出一股厌恶 佐疗用朱砂描摹一会儿后 五行方位上的几个奇怪形状的符号 全都变得鲜艳夺目 他然后盘腿坐在地上 左手捏绝 嘴唇轻动 好像在念开启阵法的咒语 等咒语念完 伸出右手 按压在石盘中心的血手印上 刚刚用朱砂描摹的符号 忽然光芒一闪 随即消逸了 佐疗血行语色地说 阵法成功启动了 谢兔子一直不教我这个法门 不过 我在地窖里找到了秘谱 其实挺简单的 不过 我对他这种开启阵法的法门 却感到一些担忧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心说 有些法术 不只是单凭从这种法门上就能学通的 需要各种相联系的秘咒辅佐 这就跟用药是一样的 你知道用药的法门 却不懂得使用药引和多大剂量 最终反受其害 想到这儿 于是问他 秘谱上是不是还记载了与此相关的秘术 左辽摇头 那本秘谱就是我说的 像本日记 记录了很多神秘的法门 嗯 开启阵法的法门 只有撩撩术语而已 我顿时吃了一惊 你神通诸有物术 怎么不知道 没有相辅形成的法术基础 怎么能随便使用一种法门 开启五度阵呢 如果这些毒物不受控制 杀死敌人后 闻到血腥味 激起他们的本性 反过来攻击我们怎么办 左辽一愣 这我倒是没想过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他们是血兔子养出来的 屋子周围 应该有阻挡他们的屏障 不然血兔子就不怕反受其害 我摇了摇头 不同意他的看法 跟他说道 那些毒物不但用药水养脸过 还记过黑屋咒的 与蛊虫有相同之处 他们都受主人咒语 或是通灵之术操控 是由这个石盘发出指令的 然而你直动开启 不懂怎么约束 一旦乱了 那局面就无法收拾了 关闭阵法吧 有阿光在 不用担心都不过安洁 左辽说道 毒物苏醒后 十二个时辰内 是不会重回地下的 只有等明晚这个时候 才能关闭阵法 我差点没晕倒 这妞处处做事都很沉稳 为啥这次却不冷静了 明知道有阿光是安洁的克星 还要启动没有把握 掌握局面的武神镇呢 左辽似乎看出我心里在想啥了 自嘲地笑了笑 其实启动这个阵法 我是想让你见识见识 蝎兔子把这里的安全布置 有多严密 心急之下 忽略了这个致命的漏洞 我叹口气说 我对蝎兔子搞的这些东西 都非常厌恶 根本没兴趣欣赏 现在也别说那么多废话了 就说万一遭到毒物的攻击 咱们有没有逃出去的办法 左辽咬要头 没有 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 苦笑道 那只能期盼这些毒物 不会反噬主人了 左辽忽然有些不爽 皱眉道 就算他们反噬主人 也不用这么担心 到时候我有办法保你安全 说完气呼呼的 走到窗口前 打开窗子 往外瞧看 我一见这牛生气了 忙起也知道 我并没有埋怨你的意 你不要说了好不好 大提当前 你知道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吗 左辽回头盯着我 满脸都是怒色 我心说 这些妞儿其实都比 林雨昕自尊心更强 容不得别人数落 我苦笑着点头 知道 我该闭嘴 然后回房睡觉呗 左辽气得咬牙切齿 大提当前 你还有心情去睡觉 不然干什么 外边到处都是毒物 屋子出不去 玩都地转 那得看阿光会不会玩 我怂怂肩说 左辽差点没气晕了 揉着额头说 就算阿光会玩 这也没扑克 你们两个玩石头 剪刀布吧 阿光一听这话 高兴地叫道 好啊好啊 鱼哥 咱们玩石头剪刀布吧 我摇了摇头 这哥玩不好 咱们玩你拍一 我拍一 两个小孩坐飞机吧 可是我不会玩 鱼哥 你教我 你教我 左辽被气得有点发疯 双手揪着头发叫道 你们两个滚出去坐飞机 刚说到这儿 忽然听到一阵清脆的铃声 他立马闭嘴 回头看看 悬挂在一排货架上的铃铛 我估计 这就是他所谓的紫薇铃了 顺着他目光看过去 原来只是个红绳 悬吊的铜铃 没啥特意之处 可接下来发现这铃铛 随着红绳不住移动 并且还在转弯 我抬头看下屋顶 红绳居然没拴在任何东西上 而是凌空悬挂 这很神奇了 左辽看着紫薇铃移动的方向说 那人已经进入森林 正向屋子逼近过来 鱼哥 你快教我坐飞机 阿光还惦记这事 我忙跑到窗口前 望着外面说 今天没飞机了 等啥时候有飞机咱再拍一 那拍二行不行 左辽气得转头骂道 闭嘴 阿光立马委屈兮兮地低下头 不敢再说话了 窗外是黑沉沉的林子 风吹的树叶 哗啦啦作响 却看不到一丝人影 但嗅到的空气中 隐隐夹杂着腥臭的气味 应该是那些毒物的味道了 我现在倒不怕安洁 能突破武神镇 而是担心这老娘们万一突围 把毒物全部引到屋子 左辽就算是神仙 我们也无路可逃 左辽趴在窗口上说 别那么担心好不好 一旦情况不妙 咱们就躲进地窖里 那是蟹兔子生前 打造的地下堡垒 毒神猛兽和妖魔鬼怪 都难以入侵的 地窖里还有一条 通往出谷洞窟的密道 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的 我一愣 你怎么不早说 刚才问你有没有办法逃离 你说没有 左辽得意的小道 我故意这么说的 试试你定力有多大 我苦笑着无语 这牛做什么事 从来都是神思熟虑的 绝不会贸然出手 其实这会儿想想 他这么做有他的道理 由于不知来的是 什么样的敌人 数量有多少 仅凭一个阿光 万一失手 我们倒是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而用武神阵挡住敌人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都有一个缓冲余地 让我们能够从地窖中 从容脱身 只听林子深处 传了一声闷哼 听起来很像安洁 但黑漆漆的 还是看不到任何踪影 我们俩这会儿也不说话了 趴在窗子上 凝望着声音来源方向 正在这时 只听阿光大叫一声 从地上跳起来 是那个坏女人 我得去抓住她 这小子搜得一下 不见了人影 我们俩同时叫了一下 可是早不见这小子 跑哪儿去了 我们不由面面相觑 彼此眼中 各自充满了担忧 阿光虽然跑得比鬼都快 但外面到处都是毒虫 被咬上一下 就会要了她的小命 好了 这张的故事讲完了 咱们下一张再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